本来还算热闹的饭局 因为陆采薇的话 瞬间安静下来 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不适合开玩笑闲聊了 因为有正事找上门来 虽然说人的悲喜不能想通 但陆采薇好歹是 严守一和林子彤的朋友 朋友的朋友遇到麻烦了 自己却还在这笑嘻嘻的 那是没礼数没教养 众人安静下来 龙飞城有点坐不住了 他问道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严守一瞧了龙飞城一眼 眼神好像在说 就知道 你小子贼心不死 罢了罢了 给你机会 你来表现 龙飞城和严守一 也存在兄弟之间的默契 他抽了几张纸巾陆采薇的身边 递给他说道 你慢慢说 别着急 陆采薇抬起头 泪眼婆娑地接过纸巾 还感激地看了龙飞城一眼 不得不说 龙飞城虽然性格顽劣 还总是不正经 但这段时间 跟着严守一在外头历练 也算是成熟不少 如今的他 不再是上行一笑那个吊丝小保安 而是见过大风大浪的浪子 陆采薇擦着眼泪 说道 具体的情况 我也不太了解 我爸向来不喜欢 让他的工作影响到家庭 尤其是我 所以在爸爸被恶鬼缠身病倒之前 我甚至都不知道 匿名性的事情 爸爸生病之初 只是感冒发烧 后来越来越严重 卧床不起 甚至产生幻觉 总说 家里有陌生人 我们找了好几家医院 就连院长 都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后来我才知道 匿名性的事情 这才发觉 爸爸有可能是被恶鬼缠身了 林子彤着急道 既然发现是恶鬼缠身 你怎么不赶紧联系我呢 前几日 你们在黄陵里 夏之帮着解释道 眼手一眉头一皱 远水救不了近火 当时联系我们 确实没什么用 但夏之警官 应该也认识驴山派的人 请他们出手 不是更快吗 夏之叹了口气 脸色不太好看 为此我专门去找过 驴山派的大师们 但他们拒绝出手 什么 众人都惊住了 驴山派怎么可能会拒绝出手呢 要知道 驴山派可是荣城的本地门派 维护好荣城百姓的安全 是他们的首要职责 况且 若是真的能解决问题 日后驴山派也会受到百姓爱戴 香火也会更旺盛 还不提夏之认识驴山派的弟子 以及陆采薇父亲的特殊身份 眼手一实在想不到 他们能有什么理由拒绝出手帮忙 聪明的林子彤忽然眼神一宁 想到了一种可能 会不会是驴星干预了 有这个可能 眼手一微微汗手 据说驴星现在已经进入驴山派 架空驴精了 这也就意味着 只要驴星不点头 驴山派就没人敢出手 就陆采薇的父亲 骂了个八子 龙飞城忍不住骂道 这个驴星真不是个东西 颜哥 咱们这就杀去驴山派 罗宁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与其杀去驴山派 质问驴星为何不出手 还不如先把人救了 截然没至极 你说得对 龙飞城冷静下来 陆采薇不知道 严首一他们在讨论什么 只是一想到 自己卧床不起的父亲 又忍不住要掉眼泪 我爸现在一天比一天虚弱 医生束手无策 还让我们给他准备后事 林若福此时说道 我与老陆也有几分交情 若是早知道他的情况就好了 首一 子通 你们若是不累的话 赶紧去看望一下老陆吧 嗯 严首一答应下来 饭随时可以吃 但救人的机会错过了 可就没有了 他当即说道 老金 你可以吗 老金摸了摸自己脑袋上 所剩无几的几根头发 说道 男人怎么能说不行 身为队伍里唯一的中年人 老金有着绝不低头的倔强 好 那大家在这吃着 我带老金过去看一下 严首一顿了顿 又拍了拍龙飞城的肩膀 傻愣着干什么 你也跟上 去看望陆采薇的老爸 其他人可以不去 但龙飞城不能不去 严首一 这是在帮他创造机会 刷好感度呢 龙飞城缓过神来 点了点头 严肃道 要带采薇剑吗 他担心 这次去 又会遇到什么妖魔鬼怪的 所以 带着采薇剑 可能比较保险一些 但他全然忘了 这柄剑的名字 是以陆采薇的名字而起的 一旁的陆采薇愣了愣 什么剑 啊 龙飞城回过神来 之前成熟的模样 瞬间一扫而空 紧张兮兮的含糊说辞 就一柄剑而已 说着 他赶紧去角落 把他的采薇剑背在身后 严守一安慰道 麻烦应该不大 说不定小龙你自己 就可以解决了 这种小场面 还不需要让所有人都出马 所以 严守一也把林子彤 留在拥和会 尽管林子彤 也很想帮闺蜜解决麻烦 但毕竟他是主人家 不能主人全走了 留着客人吃干饭 所以 招待和安排大家的任务 就交给林子彤了 严守一带着龙飞城和老金 与陆采薇和夏之 一起走出包间 五人走下楼 到拥和会门口的停车场 挤上锦花夏之开的锦车 车上有一股烟味 这是公家车不可避免的 好在上车以后 陆采薇和夏之身上的少女体香 将烟味冲淡了不少 夏之发动车子 一边驶出停车场 一边说道 陆菊现在在势力医院呢 最近荣城 还有发生什么怪事吗 严守一随口问道 夏之很喜欢和严守一讨论这些 因为在严守一离开荣城之前 他手里有好几桩诡异的案子 都是经过严守一的提点才获得重大突破 从而抓住凶手的 有的案子看似诡异 实际上却使人为 严守一也不需要出面 只是靠推理发现了几个细节 提点一下下肢 下肢就开窍了 他答道 自打平安大厦被清理 鬼王世家覆灭以后 荣城的治安好不少 很少有什么命案发生 即便有 案情也非常简单 一两天就侦破了 严守一点点头 在坐飞机飞回荣城的时候 他就发现 荣城的气韵 要比之前好上许多 影响城市气韵的因素有很多 除了地理风水以外 一些杰出的人 也能影响到城市气韵 例如 一座城市出了一名 能够体察民情的好官 百姓安居乐业 城市气韵自然蒸蒸日上 反之 如果城市里出现恶霸 或者有什么坏人一手遮天 百姓生活在危险当中 城市气韵也混乱不堪 现在看来 荣城的气韵还是不错的 但那祥瑞之气当中 还是夹杂着点点污秽 说明荣城还有一些小麻烦 没有拔除干净 要说龙飞城是否有成长 答案是肯定的 上了车后 龙飞城时不时安慰陆采薇几句 让陆采薇的心情逐渐平复下来 他此时才有时间 观察这位几个月不见的追求者 龙飞城虽然还是那么不正经 但他的不正经的外表之下 其实是一颗乐观的心 而且 他总能不计形象地 给别人带来欢乐 却又在大是大非面前 十分十大体 陆采薇终于发现 龙飞城身上的优点 并且开始认真打量这个傻小子了 警车缓缓驶进市立医院 五人停好车后 静止往住院不走 乘电梯去到特殊病房 刚到走廊 就看到病房外站着两名警员 陆采薇父亲名叫陆雄 像他这个身份的人 到医院来肯定是有优待的 而且 为了保证他的安全 还专门配备了警员站岗 警员一眼就认出夏之和陆采薇 但是却对严首逸他们三人的身份存疑 所以拦着他们询问情况 陆采薇急着看望父亲 哪有什么心情跟他们解释 他们是我的朋友 是过来探望我爸的 警员对视一眼 其中一个说道 你好 请出示身份证 我们和验一下身份 这个要求也无可厚非 虽然是陆采薇的朋友 但难保陆采薇 不会被有心人欺骗 毕竟陆雄的身份太特殊了 他知道的许多消息 惹到的许多仇人 在眼下的状况下 是很有可能要他的命的 我们都要吗 严首一伸手去掏身份证 警员想了想 一个人的就够了 我来吧 龙非诚很干脆地 掏出身份证 警员正要 拿手机核对的时候 龙非诚忽然想到什么 脸色大变 赶紧把身份抢回来 你做什么 警员吓一跳 本能地去摸腰间的配枪 龙非诚赶紧举起双手 脸色尴尬地说道 要不你们验他们的吧 我就不进去了 反正治病的事情 老金在行 可警员那是那么好糊弄的 他们一眼就看出 龙非诚心虚 龙非诚越是心虚 两名警员就越是要查他的身份 因为这小子显然有问题 把身份证交出来 警员上前一步 阿斯尔 不要了 龙非诚哀求道 一旁的夏之一愣 好像自己当初 第一次见龙非诚的时候 他也喊自己叫阿斯尔 这家伙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其他人都在诧异 为什么龙非诚不愿意交身份证 夏之忽然想明白了 龙非诚有案底啊 他女票女娼 被抓过好几次了 当初夏之都知道他是惯犯 龙非诚刚刚在陆采薇面前 刷足好感度 要是到这病房门口 被警员查出 他有那么多黑料 这家伙恐怕一辈子 都在陆采薇面前抬不起头来了 于是 陆采薇赶紧出面 让龙非诚把身份证给他 然后带着两名警员 到一旁去核对身份 两名警员一开始满脸的警惕 当他们看到龙非诚的暗敌以后 都忍不住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然后满脸轻松地 把身份证还给大家 呼 好家伙 差点翻车了 龙非诚长出一口气 多亏了下只姐姐帮忙啊 他万分感激地看了下只一眼 下一秒 一旁的警员就瞪了老金一眼 年纪大了 就别出去胡搞瞎搞了 丢脸知不知道 老金一脸老实巴交 不停地点头 笑眯眯地拿回身份证 严守一和龙非诚见了 不由得好奇 老金 你也被抓过呀 咦 我为什么要说严 严守一心想 老金哼哼几声 谁年轻的时候 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 靠 龙非诚对老金竖起终止 这次一把年纪了 却还没有结婚 果真是光脚地不怕穿鞋的 射死对他而言 已经无所谓了 燕鸣身份以后 两名警员这才放行 五人推开病房门 又往前走几步 便看到躺在床上 面无血色 病奄奄的陆雄 陆雄虽然五十几岁了 但身材还算魁梧 只是现在看起来 显得十分虚弱 鼻子上还插着氧气管 陆采薇看到自己父亲的惨状 一阵揪心 老金 你去看看情况吧 眼手一忙说道 老金点点头 将身份证揣进口袋里 来到病床旁 正所谓古一诊断四个步骤 吃喝瓢 呸 望闻问切 老金先是查看一下陆雄的脸色 又俯身听了听陆雄的呼吸 最后拿着他的手 把了把脉相 硬堂发黑 呼吸微弱 气血紊乱 他的确是被恶鬼缠身了 老金得出结论 话音才落 原本虚弱昏睡的陆雄 忽然瞪大眼睛 两只手在半空中乱抓 嘴里还大喊着 放开我 放开我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滚出去 陆采薇立刻说道 我爸的幻觉又发作了 眼手一脸色一沉 他根本没有察觉到 屋子里有什么鬼物存在 可既然周围 没有恶鬼存在 又是什么激发了陆雄 让原本昏睡的他 忽然发狂呢 老金忽然出手 在陆雄的身上的几个穴位 点了几下 陆雄瞬间安静下来 两眼一翻 沉沉睡下 看得出来 陆雄的病情 并不是简单的恶鬼缠身 这其中 应该有古一传人 才知道的困难 好在老金有能力掌控 想必陆雄的性命 不会有问题 于是眼手一问老金 他是什么情况 老金脸色凝重地摇了摇头 是一情况比较复杂 他需要认真思考 过了一阵子 老金的眉头依旧没有解开 似乎是陷入了死胡同 不得已才开口 陆雄身上 应该不止一个问题 你的意思是 他除了被恶鬼缠身 还惹上了别的麻烦 眼手一立刻明白老金的意思 老金点点头 根据我的诊断 陆雄应该先是被恶鬼缠身 吸干了阳气以后 又被下了降头 但是还有一点我搞不明白 这间病房刚才分明没有问题 陆雄为什么会突然产生幻觉 这同样也是眼手一的困惑 他思考了一阵 低头说道 房间没问题 出问题的 该不会是这张床吧 对于陆雄这个人 眼手一并不了解 但老丈人林若甫 都为他开口说话了 说明 眼手一完全相信老金的诊断 但同时又吃惊 什么人如此歹毒 要用三种不同的方法 来害陆雄呢 既然陆雄身上的问题 已经找出来了 那么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解决问题 眼手一首先怀疑 屋子里被人动过手脚 而距离陆雄最近的东西 就是陆雄躺着的这张床了 于是 眼手一提醒了龙飞城一下 小龙 该你出场了 龙飞城点点头 俯身在病床周围找了一圈 这即是在帮陆雄解决问题 同时也是在陆彩威面前 刷好感度 床的四周都找了一圈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龙飞城干脆钻到床底下 立刻发出疑的一声 有发现 下肢忍不住问道 龙飞城从床底下滑出来 手里拿着一张黄色的道符 说道 刚刚发现的就贴在床底下 眼手一直接将龙飞城提起来 然后接过道符看了一眼 这是一张恶咒符 眼手一很快就认出道符 老金眉头一皱 恶咒符吗 应该算是诅咒中的一种吧 难怪陆雄会突然发疯 下肢虽然不懂这些 但听二人的谈话 也能分析得出来 这张道符 就是刚才陆雄发疯的罪魁祸首 敏感的下肢顺藤摸瓜 询问眼手一 恶咒符是什么门派的道符 只要能查出恶咒符来自什么门派 那就给坏人的身份画了一个圈 接着 下肢只要顺着这个线索往下查 很快就能查到罪魁祸首 这也是下肢这段时间 在一线所获得的经验 遇到案件 他本能地分析 然后很快抓住线索 剩下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大部分案件 不需要什么天才头脑 甚至用套公式的方法都能侦破 那种精心策划的完美犯罪 下肢一年也未必能遇到过一次 眼手一摇了摇头 皱着眉头说道 恶咒符并不是某个门派独有的道符 他的法门也不是秘密 许多人都会 那这 下肢忽然尬住了 看来想通过这张道符 直接锁定嫌疑人是行不通的了 不过 咱们可以换一个思路 眼手一提醒道 这里是特殊病房 门外又有警员看守 寻常人不可能接近 更不可能在病床上留下道符 下肢立刻反应过来 冷静地分析道 罪魁祸首无法确定 陆菊会入住哪间病房 所以这张道符 必定是陆菊住院以后才贴上的 我们只要调查最近几天的访客 就能找到贴道符的人 如此一来 罪魁祸首的范围就非常小了 想通了以后 下肢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转身出去询问警员 而眼手一则说道 恶咒符的问题解决了 但陆菊身上还有两个麻烦 一个是阳气亏损 阴气入体 第二个是被人下了降头 老金淡定地说道 阳气亏损不是问题 我这里有几颗县城的丹药 给他服下调养几天就好了 只是这缠身的恶鬼 还有那降头 还得由你出手 目前大家不知道的是 陆菊身上出现的三个麻烦 究竟是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毕竟恶鬼缠身 下降头 恶咒符这三样东西 分别属于不同的派系 玩鬼的不应该是降头师 降头师直接下降头就好了 也不会下诅咒 下诅咒的人更不会玩鬼 所以 尽管夏之那边已经在调查 严守一这边也没有闲着 小龙 采薇 你们帮我取两滴陆叔叔的鲜血 再弄几根他的头发 严守一说道 二人立刻行动起来 陆采薇小心翼翼地 割破陆熊的手指头 放了几滴血 而龙飞城 则是用剪刀剪下陆熊脑袋上 为数不多的头发 龙飞城一边剪一边嘴里嘀咕着 看来局长也不好当啊 陆叔叔的发量真是感人 对不住了 取到严守一所要的两样东西以后 老金也给陆熊喂下丹药 没有恶咒服的影响 陆熊的脸色看起来好了不少 服下丹药以后更是睡得安详 严哥 你打算怎么做 龙飞城询问道 恶鬼缠身很简单 我做个假人 吸引那只恶鬼过来 咱们抓住以后 好好盘一盘 自然就知道幕后主使是谁 严守一顿了顿 又说道 至于降头师 我打算用追魂术 这降头师的实力应该不强 以我现在的水准 能隔空让他重伤吐血 魂魄受损 并且直接追查到他的位置所在 实力提升以后 严守一行事 可以不必那么小心翼翼了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阴谋诡计都是多余的 老金佩服地看着严守一 可以说 这半年来 严守一的成长是飞快的 他都看在眼里 如果不是小伙伴们天赋不错 而且都有奇遇在身 恐怕早就被严守一 远远地甩在身后了 计划有了 接下来就是好好实施了 严守一从胯包里 拿出一块以前就备好的人形樱幕 将鹿熊的头发缠绕在上头 又滴了一滴鹿熊的鲜血 小小的木头人身上 顿时发散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把木头人摆在窗前 血腥气味飘散 对实力不强的恶鬼而言 这只木头人 简直比世界上任何的美酒佳肴 都要诱人 那只缠着鹿熊的恶鬼 早就记住鹿熊的味道 他只会觉得 鹿熊身上又有洋气了 所以肯定会马不停蹄地赶过来 准备饱餐一顿 放置好木头人 严守一立即进行下一步 他抽出一条红绳 将第二滴鲜血滴上 鲜血迅速被红绳吸收 一头系在严守一的小拇指上 另一头系在鹿熊的小拇指上 如此一来 严守一便可以通过这根红绳 与鹿熊产生联系 从而施展追魂术 寻找下降头之人所在之处 炉头威猎将 感应将桑桐 诉出九阴卫 星火降谈中 追魂千里去 射破即如风 魁心流雷转 刚要气昏蒙 如等闻无止 有命即遵从 母饭风都令 罪报永无穷 追魂术的口诀才念完 一缕血气便从鹿熊的天灵盖冲出 又窜出病房 直冲云霄 龙飞城连忙跑到窗台去看 只见那一缕血气 直直冲向医院外的一条小巷子 血气在小巷子里消失 龙飞城收回目光 回头问道 颜哥 成了吗 颜首一睁开眼睛 低声说道 成了 对方是一个四十岁的中年人 修为不强 而且已经被我的追魂术重伤 你现在就去找他 这个匠头师实力很弱 甚至不如陈家村里遇到的那个 说不定连飞头匠都不会 而龙飞城 现在已经小有道横 再加上彩威剑的加持 对付一个重伤的匠头师 完全不在话下 所以 颜首一才放心让他出手 龙飞城闻言 摸了摸藏在怀里的各种道夫 心里踏实了一点 背着彩威剑下楼去了 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颜首一一边拆线 一边思考 恶咒服的线索 夏之正在调查 翔头师那边 龙飞城已经去抓人了 眼下就剩下一只恶鬼没有解决 但这事也急不得 必须要等恶鬼自己找上门来才行 病房里只剩下颜首一 老金和陆彩威 老金和陆彩威正在照顾陆雄 而颜首一则是走到窗边 查看情况 木头人身上有陆雄的头发和鲜血 再加上颜首一使用的鲁斑秘法 如果那恶鬼靠近 会直接产生幻觉 将木头人当作是陆雄本人 而恶鬼要是见到陆雄站在窗边 肯定会毫不犹豫地 把人拽下去当替死鬼 颜首一的爷爷 以前就经常提醒小时候的颜首一 大晚上没事别站在窗边 搞不好就会被恶鬼推下楼 当替死鬼 思考之际 颜首一忽然察觉到一丝阴气 低头看去 居然看到窗台外 三楼的窗户边 一只劈头散发的恶鬼 正如同蜘蛛一般在向上攀爬 目标正是颜首一摆在窗台上的木头人 来了吗 颜首一嘴角上扬 恶鬼如同蜘蛛似的 快速爬墙的动作 看着着实有些吓人 但见惯了恐怖场面的颜首一 却无动于衷 再加上这只恶鬼实力太弱 颜首一根本没将它放在眼里 只觉得和一只真正的蜘蛛 没什么区别 等它爬到面前像拍死蜘蛛似的 一巴掌拍死就好 恶鬼很快就爬到窗前 在它的眼中 木头人正是鹿熊的模样 并且散发着比之前还要诱人的气息 恶鬼舔了舔恶心的嘴唇 随后发现颜首一 它警惕地打量了一番颜首一 并没有看出它有什么不同之处 般放下警惕 应笑着爬向鹿熊 突然 一直在眺望远方的颜首一 猛地伸出手 在恶鬼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一把掐住了它的脖子 恶鬼吓得魂飞天外 这家伙是怎么回事 从来只有鬼吓人 什么时候轮到人吓鬼了 回过神来的恶鬼 再看向鹿熊 发现鹿熊竟然变成了一只木头人 顿时明白重击了 恶鬼的眼中流露出无比的恐惧 而它的恐惧感 全部来源于掐着它脖子的颜首一 它明白 自己遇到硬茬了 老金和鹿采薇也察觉异常 看向窗外 但鹿采薇只是凡夫俗子 看不到恶鬼所在 只看到颜首一伸手掐着一团空气 但这个画面 却更加诡异可怕 颜首一收回目光 盯着眼前的恶鬼 淡淡地说道 我劝你不要挣扎 否则我只需要动动手指 你就会魂飞魄散 恶鬼咽了口并不存在的唾沫 胆战心惊 不停地发抖 如同一只被猛虎咬住脖子的小猫 是谁让你来缠住鹿熊的 颜首一冷声问道 恶鬼打着寒战 不敢撒谎 老实巴交地回答 是 是孙鹏 孙鹏 颜首一回头问鹿采薇 采薇 你知道孙鹏是谁吗 鹿采薇文言 认真思考了一阵 忽然间沉下脸来 我爸去年抓了一个黑色绘头目 那人叫孙龙 他的弟弟就叫孙鹏 原来是仇家吗 颜首一微微汗手 孙龙被鹿熊抓捕入狱 他的弟弟孙鹏为了报复 派这只恶鬼来缠捉鹿熊 逻辑上应该没错 但孙鹏似乎和鹿采薇之前所说的匿名性没关系 让颜首一在意的是 这个孙鹏听起来只是一个混混 他怎么会有支配恶鬼的本事呢 看来需要找这个孙鹏 好好聊一聊了 颜首一直接将恶鬼塞进马灯当中 打算回头慢慢审问 恶鬼暂时也解决了 鹿叔叔短时间内不会再有问题 只是需要配合老金的丹药调养身体 颜首一回头说道 鹿采薇满脸感激 不停地道谢 谢谢 颜首一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你是我妻子的闺蜜 这点小忙算什么 颜首一摆了摆手 况且 这只是第一步 我们还要抓住那些害你爸爸的幕后黑手呢 说话间 外头的下肢走进病房 他还不知道病房里刚刚发生了什么 推门的同时便沉声说道 我刚刚问了值班的警员 已经掌握到一些线索 你查到什么了 颜首一和鹿采薇问道 这几天进入病房的 除了我们也就只有医生和护工 医生我调查过了 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那名护工 下肢沉声说道 经过身份核实 那名护工在六年前因为诈骗 被鹿菊亲手抓进监狱 直到一个月前才出狱 也就在鹿菊住院的当天 他应聘成为这家医院的临时护工 做的都是一些端屎端尿的活 有这一层联系在 根本不需要推测 便能肯定是这名护工动了手脚 这名护工怀恨在心 所以对鹿叔叔出手 颜首一摸了摸下巴 我不在的这几个月 龙城到底发生什么了 一个是小混混 一个是刚刚出狱的诈骗犯 怎么都会这些歪门邪道了 一个人是偶然 但两个就不太对劲了 下肢说道 现在护工已经逃了 我正在联系人手抓他 顺带再把一个叫孙鹏的家伙给抓了吧 颜首一说道 恶鬼是那家伙指使的 下肢一愣 你已经查出来了 还不止如此 颜首一道 待会儿小龙回来 说不定还有新发现 虽然说恶咒服 恶鬼缠身 想投数 这些算不上非常厉害的本领 普通人学上几年 也都能学会 但这些本事 绝对不应该如此泛滥 倘若鹏雄的仇家花重金 请人来对付鹏雄 那也就算了 可现在什么诈骗犯小混混 都有这种本事 这显然不符合常理 所以 颜首一此时格外重视 不仅仅是 为了救鹏雄 他还要搞清楚 这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 夏之派同聊抓人的功夫 鹏雄的气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看到这一幕的鹏彩薇 喜极而泣 连忙打电话 通知家里人 同时 他也不停地感谢颜首一 颜首一摆了摆手 当然觉得鹏彩薇太过客气了 他毕竟是林子彤的闺蜜 而且在上行一笑的时候 自己追求林子彤 这小萝莉没少帮忙 按理说 两家人的关系 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只可惜 后来林子彤的人生轨迹发生变化 很难有时间和鹏彩薇吃饭逛街聊八卦 过普通女孩的生活 虽然共同话题少了一些 但二人的关系和感情还是不变的 如果鹏彩薇出了什么事 林子彤和颜首一 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 几人又在病房里等了一会儿 忽然听到警员在外头敲门 夏姐 你们的朋友抓回来一个人 夏之年纪也不大 但现在也是警队里的风云人物了 所以同聊都尊称她一句夏姐 夏之推门一看 正是龙飞城抓着一个黄毛小个子 龙飞城冷哼一声 说道 就是她给鹿居下的酱头 黄毛小个子还在不停挣扎 似乎输给龙飞城让她心里很不服气 但别看龙飞城瘦得像只猴似的 跟在颜首一身边的这段时间 她也潜心修炼 收拾几个普通人还是不成问题的 我先把她烤上 夏之直接送着黄毛小个子 一对限定版玫瑰金手铐 被手铐铐住 黄毛小个子自知大势已去 垂头丧气 一副任命的模样 其中一名警员忽然说道 咦 我认识这小子 你认识 夏之疑惑 警员点点头 去年我和陆局出任务 路上顺手抓了一个扒手 这黄毛太不是东西了 连老人的钱也投 还好陆局察觉到了 当场就把他给摁在地上 然后送去拘留了三个月 说话间 警员抬手 想要揍这个人渣 但考虑到自己的身份 最后还是忍住了 夏之将黄毛交给警员 吩咐到 向医院申请一间办公室 把人带过去 我一会儿过来审问 好的 警员立刻压着黄毛离开 夏之也进病房打了声招呼 小龙把下降头的家伙给抓住了 很好 严守一点点头 三个幕后黑手已经抓住一个了 我们这就去审审他 留下老金和陆采薇照看陆雄 严守一三人则去办公室 审问黄毛小个子 推开办公室的门 严守一瞟了黄毛小个子一眼 此人长相为所普通 身上没有任何精气神可言 精神十分违靡 脸上还有两个深深的黑眼圈 一头黄毛很是惹眼 这倒不是纵于过度的表现 只是单纯的在网吧熬夜熬的 严守一觉得 以黄毛的条件 应该无法达成纵于过度这个成就 有本事再深的人 也不至于像黄毛这样落魄 他看着就是非常普通的普通人 夏之没穿警服 而是穿着一身休闲装 不过他走路时虎虎生风 颇有阳门女将的风范 黄毛看到他瞬间就老实了 甚至不敢抬头偷看这位美女警花一眼 夏之和颜守一坐在黄毛对面 二人审视着黄毛 没一会儿夏之开口 姓名 年龄 籍贯 黄毛唯唯诺诺 不敢回答 龙非诚站在黄毛身后 啪的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 打得黄毛脑袋嗡嗡作响 说话 黄毛有点怒了 你怎么打人啊 信不信我去投诉你们 龙非诚黑黑一笑 这里又没监控 没监控警察 也不能打人 黄毛按照过去的经验 教育龙非诚 龙非诚又给了黄毛一巴掌 小爷特么的又不是警察 黄毛 不是警察还这么嚣张 黄毛依旧嘴硬 对夏之说道 警官 你的朋友打人啊 夏之也是老油条了 干脆把头偏向一旁 装作没听见 黄毛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抬头在看龙非诚 见这家伙竟然在摩拳擦掌 一副准备大型伺候的模样 黄毛怂了 老实巴交的低下头 我叫杨强 十九岁 龙城本地人 夏之笑了 早这么配合不就好了 还少挨两巴掌呢 对付这些嫌疑人 夏之是不反对用一点点粗的 尤其是黄毛这种有暗底的家伙 双方都是老油条 就别整那些弯弯绕绕 夏之淡淡地问道 是你给陆局下的酱头吧 黄毛文言脸色一白 却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似乎在斟酌 哼 我们既然抓到你 手里自然是证据的 你现在坦白 就少坐几个月的牢 要是等我们拿出证据 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夏之拿出了经典的谈话语数 一步步击垮黄毛的心理防线 黄毛弱弱地问道 请问按照法律 下降头要怎么判 夏之一愣 下降头怎么办 根本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啊 难道说 下降头者 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没有这条啊 黄毛的问题角度刁钻 哪怕是夏之一时间都有点猛 不过回过神来的他 笑着吐出了四个字 让黄毛哑口无言 寻衅滋事 黄毛低下头 老实地承认自己的罪行 是我给陆居下的降头 见黄毛承认 三人脸色稍稍有些缓和 承认就好 剩下的就是坦白案情 搞清楚这黄毛 到底是怎么给陆居下的降头就行了 眼手一手指轻轻地敲着桌面 看你的模样 不像是会降头术的人 是谁在背后帮你出手的 黄毛打量了眼手一眼 他也觉得眼手一看着不像警察 他含糊道 我小时候遇到过一个高人 是他交给我下降头的本事 只是我学一步精 只会这一招 哦 眼手一点点头 随后对龙飞城说道 再打他一顿 打到他老实为止 得嘞 龙飞城光光 又给了黄毛两拳 打得黄毛嗷嗷直叫 最后 他干脆拔出彩卫剑 颜哥 既然他是降头师 那不如我就直接斩了他 替天行道啊 眼手一点点头 确实 想投尸阴毒邪恶 杀了是基因德 你动手吧 回头我来收尸 黄毛文言 赶紧抱头喊道 我不是降头师 我不是啊 眼手一抬起手 示意龙飞城别动手 他站起来身体前倾 居高临下 极有压迫感地看着黄毛 你刚才不是还说 自己小时候 遇到高人了吗 黄毛乃知道 眼手一才是真正的高人 早就看穿他没有真本事了 他赶紧交代 我是从别人那里买到了一张下降头的符 也不知道管不管用 想着之前被陆菊抓过 于是就冲他施展了 眼手一坐回椅子 眯着眼睛思考 黄毛果然什么都不会 降头也是通过别的的符咒 实现的 那另外两个人呢 恶鬼缠身 呃 咒佛 有没有可能也是从别人手里买到的 如果这些力量在民间肆意泛滥 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 就算是下肢 也处理不过来 下肢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低声对眼手一说道 我们应该查出来源 究出是谁在幕后贩卖这些符咒 嗯 审问的工作 还是交给下肢警官你来吧 眼手一点头 下肢收回目光 重新看向黄毛 是谁卖给你符咒的 是 我也不知道 那人叫什么名字 不过他现在已经收拢了 好几个本地的帮派 那些帮派开始帮助他售卖符咒了 哦 有没有办法找到他 我只能带你们去见我大哥 黄毛唯唯诺诺地说道 下肢点点头 当下把警员喊进来 让他们先把黄毛带去所里关着 如今 线索已经十分明确了 有人在向民间售卖这些邪恶的符咒 那些小混混 或者坏人得到符咒以后 就可以肆意施展这些力量 报复合他们有过节的人 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正所谓道不可清传 传统门派不会轻易招收弟子 就算收入门下 道门也需要从道德经开始学起 佛门更是天天吃斋念佛 为的就是让这些弟子 在学道本事以后 依然能够控制自己 可如果普通人得到这些超凡脱俗的力量以后 欲望会让他们变得邪恶 世界就乱套了 眼下只是出现苗头 一旦符咒在民间泛滥 后果不堪设想 下只沉生说道 明晚我会组织人手 让黄毛带路 去把那几个帮派倾脚 至于帮派背后的那个人 严守一直接说道 到时候我跟着一块去 下只点点头 有严守一出手 事情肯定万无一失 二人商议之时 下只派去抓捕诈骗犯的人手也回来了 诈骗犯成功落网 一番审问以后 两人得知 此人是个四十多岁的泊妇 当年被抓以后 对陆雄心怀怨恨 出狱后一直伺机报复 偶然之间 他得到了一张 据说可以让人产生幻觉的诅咒道符 于是他就伪装成护工 潜入陆雄的病房 将恶咒符贴在床底 没想到恶咒符果然有效 陆雄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 但更令这个诈骗犯没想到的是 事情这么快就暴露 没多久他就被抓了 审问了诈骗犯以后 严守一就更加确定 有一个团伙在荣城贩卖道符 那个孙鹏 多半也是一样的情况 下只已经开始头疼了 按照这两个嫌疑人所说 贩卖道符的团伙 已经出现至少两周时间了 这两周里 不知有多少人购买了道符 可想而知 马上我们就会接到 无数个离奇案件 普通的警员 恐怕根本处理不了 照理说 这种事情发生之时 下只是可以向驴山派求助的 甚至 就算下只不求助 驴山派也会主动出手 收拾这帮不长眼的家伙 毕竟荣城是驴山派的地盘 有人在荣城贩卖道符 就等于在驴山派脑袋上拉屎 根本忍不了 但现在驴山派在驴星的掌控之中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驴星一直不肯出手 所以这个麻烦 只能由严守医来解决了 他说道 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 随时可以联系我们 好在现在严守医身边 有许多小伙伴 当自己没时间的时候 小伙伴们是很乐意出手帮忙的 每一个民间教派传人 都不会放过 给自己基因得的机会 当然 新玄山派那帮摆烂的家伙除外 有严守医这句承诺 下肢顿感轻松不少 三个嫌疑人当中 诈骗犯和黄毛 属于没什么背景的 最后的孙鹏稍微有些背景 而且 不知他是不是事先躲起来了 所以 几人一直等到深夜 也没有传回孙鹏被抓的消息 无奈之下 大家只好暂时 先回去等消息 好在陆雄的情况已经好转 不用担心再有什么问题 至于抓住嫌疑人 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临走之前 龙飞城拿出两张 从严守医那里要来的驱邪符 交给陆彩薇 彩薇 这两张驱邪符 一张你留在陆叔叔身上 一张留在你自己身上 以那帮坏人的水平 有这张道符在 他们是伤不了你们的 陆彩薇接下道符 感激地对龙飞城说谢谢 小龙哥哥 谢谢你 小龙哥哥 龙飞城一听 整个人都妈了 果然我还是不错的嘛 我和彩薇 还是有可能的 一时间龙飞城心情大好 出医院的时候 甚至一蹦一跳的 老金在后头 拍了拍龙飞城的肩膀 笑道 风停了 雨停了 小老弟觉得自己又行了 去去去 龙飞城嫌弃地拍开老金的手 道 好事多磨 我和彩薇 这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严守依哈哈大笑 小龙 彩薇可是官二代 你再努努力 说不定就和我一样 当小白脸了 龙飞城文言 认真思索 似乎真的在思考自己 当小白脸的可能性 下肢见状 无奈地摇摇头 脑子里忍不住冒出 刚才查龙飞城身份证的时候 警员手机里 显示出整整15页的 女票女昌记录 众人回到林若甫 暂时给安排的住处后 严守一把晚上的事情 大致与林子彤说了一遍 林子彤听后 也认为 此事非同小可 骇人的道夫 肆意在民间流通 很快就会制造出各种麻烦 现在还只是处于苗头阶段 如果不及时制止 未来荣城就乱了 同时 林子彤心里也有疑惑 这么大的事 道理也浅显易懂 驴山派的人不会不知道 那他们为什么会不管不顾呢 就算驴山派不管不顾 其他的小门派 也不应该无动于衷才对 换句话而言 驴山派这个庞然大物不管 其他的小门派 应该会更积极地出面处理 以抬高自家门派 在民间的地位才对 种种疑点 让林子彤不得不怀疑 驴山派的情况 洗完澡以后 二人躺在床上 林子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傻子 你说这背后 会不会有驴星的影子 眼手一沉默了一下 借着微弱的月光侧过身 看着林子彤绝美的面庞 其实我也早就怀疑了 只是不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败坏驴山派的名声 所以才一直没说 林子彤抓着自己的一缕秀发 在指尖轻轻地绕着 口中说道 驴山派的反应太反常了 似乎是在有意纵容道夫在民间流传 甚至 说不定是 他们在警告其他门派 不要出手 明天自然就会有结果的 严守一说道 明晚我会和下支警官 一起抓捕贩卖道夫的人 到时候审问一下 真相就水落石出了 林子彤点点头 眼里有着思思担心 严守一微微叹气 在回来的飞机上 他曾经向黄大海和周玉泉了解情况 据说驴精被架空以后 非常愤怒 但又碍于驴星的身份 所以也拿他没有办法 一气之下直接闭关了 也就是说 现在严守一和林子彤回来了 也必须等驴精出关以后 才能见得到他 林子彤忽然说道 我也不想闲着 既然暂时见不到驴精掌门 那我就去拜访一下其他小门派 看看能不能调查出什么线索 这倒没问题 严守一说道 让阿公和罗宁陪着你吧 傻子 我又不是不能走不能跳了 还需要人保护不成 林子彤白了严守一眼 更何况 还有花银他们在我身边呢 严守一黑黑一笑 虽然他很清楚 自己这是关心则乱 但还是忍不住 一想到林子彤肚子里 有一个脆弱的小生命 严守一就忍不住 对林子彤嘘寒问暖 以至于刚才严守一怕 林子彤累着 坚持要帮林子彤洗澡 可惜林子彤没能接受他的好意 直接召唤桃花银 把严守一赶出来了 这让严守一有点郁闷 作为孩子的父亲 提出帮孩子妈妈洗个澡怎么了 这很过分吗 哼 第二天 晚上的抓捕行动 夏之打算设下天罗地网 将所有相关嫌疑人一网打尽 毕竟任何一张道符流通出去 就有可能是一条人命 所以 夏之一整天都在协调人员 准备重拳出击 白天 严守一就闲着无事了 吃过早餐以后 林若府带着叶成福 以及林与林英两姐妹 开着车来到大家的住处 大富翩翩的老丈人 笑眯眯地说道 你们今日无事 不如去西湖逛逛 看看你们未来的住处 正在喝茶的严守一 眼睛一亮 一开始 他对西湖的建筑有些抗拒 因为他觉得自己 不配一个人占有荣承西湖 毕竟西湖是荣承百姓的西湖 所以他对西湖建筑 不是特别上心 后来他得知 西湖的建筑 是按照势力据点来设计的 同时 他和王吉王已经产生 建立民间教派势力的打算 性质便完全不一样了 未来 由他领头创立的民间教派组织 所有人都可以定居在西湖之上 大家在西湖上互帮互助 一起进步 一起保护荣承百姓 拯救那些即将绝技的民间教派 对抗如李根苗这样的坏蛋 这就是严守一幻想中的样子 于是他当即喊上大家 一起出发 前往荣承西湖 为了避免被游客围观 林若甫专门从西湖的北侧 修建了一条专用通道 此时 豪华车队便避开游客 从专用通道驶入 两侧是波光淋淋的西湖水 时不时还有鱼儿跃起 车窗降下 清风拂面 严守一等人不经心旷神怡 往正前方看去 西湖中心 有一座新修的古风建筑群 建筑群中亭台楼阁 假山渔池 花草树木 应有尽有 远远地看去 严守一忽然想到了 当初古陵柳家普通人 所住的醉花里 那个村子里 住的全都是顶级有钱人 哪怕是路边 一棵不起眼的小树苗 可能也价值数十万 西湖的建筑群也是这样 里面种的花草树木 都不是普通品种 花草树木上如此 建筑的细节 岂不是更加夸张奢华 可见林若甫真是砸了重金 车子驶入建筑群范围 林若甫没着急让大家下车 反而吩咐心腹司机 开着车带着大家绕一圈 先总体参观一下 整个建筑群 以太极八卦的形式分布 建筑群中 大到一座高楼 小到一座假山 其实都暗藏风水玄机 所有建筑结合在一起 便是一个巨大又复杂的阵法 这个阵法 急剧灵 迷幻 防御等能力于一身 若是有人误入建筑群 将会受到迷幻阵法的影响 以鬼打墙的模式自己绕出去 若是有人想要从湖面上划船靠近 阵法会让湖水泛起波浪 就算对方开的是快艇 都会被浪给打回去 无法靠近建筑群半分 若是有人从正面强闯建筑群 建筑群也会启动防御结界 让对方束手无策 这就是由严筹亲自设计 林若甫监督建造的西湖建筑群 作为未来民间教派的据点 而专门打造的 除了对外的设计以外 建筑群内还藏着许多玄机 有些玄机 甚至林若甫自己都不知道 他只能对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不过尽管如此 大家也都已经十分满意了 尤其是罗宁 因为他惊喜地发现 在这么一座风景秀丽的西湖建筑群当中 严筹竟然专门设计了一处集阴之所 那是一块专门用来养识的绝佳养识地 在建筑群的西面 有一个大院子 院子的四周都是高耸的围墙 围墙在修建的时候 每一块砖石 无数张道符 让整个院子成为一个巨大且高效的 吸收煞气的机器 院子外 阳光明媚 院子里 阴森恐怖 这座院子 便是专门为赶诗人打造的养识地 尸体在这里能够快速成长 在这里养识 绝对事半功倍 类似的设计还有很多 例如 专门给扎纸人扎纸用的工作间 专门给射刀人用的铸造室 可以说 西湖的建筑群 就是民间教派传人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 他们甚至愿意在这里养老 不受外界的干扰 除了那些服务于 已知民间教派传人的建筑以外 严首一还注意到一个地方 那是一座小型戏院 戏院里有戏台 后台 休息室 观众席 这是给谁留的 难道是挪鬼戏传人 魏长青也盯着戏院看了一阵子 到最后 脸上也没有露出过多的表情 大家参观了一圈 回到入口处之时 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激动 迫不及待地想要入住这个世外桃源 林若甫却是神秘兮兮的 带着大家回到入口处 然后让所有人下车 首一 林若甫说道 西湖建筑群还没有名字 你爸说了 这个名字由你来决定 原来 是给西湖建筑群命名啊 严首一摸了摸下巴 思考起来 毫无疑问 这里未来将会是他们的大本营 类似二十几年前 父亲严仇 创立悬山派一样 必须起一个好听的名字 让大家有归属感 龙飞城提议道 严哥 我提议叫天地会 得了吧 我还反清复明啊 罗宁甩给他一个白眼 说道 天地会的江湖气太重了 不如起名叫惊雷派 形容我们的组织动如惊雷 形如霹雳 阿公也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赵一摇笑话道 你说惊雷派 我可就来劲了 惊雷 这通天修为天塌地线紫金锤 你们都看着我做什么啊 作为一个东北人 我会喊卖 不是很正常吗 大家齐刷刷摇头 觉得惊雷派的格调不够高 而且龙飞城也表示 他曾经看过一本小说 小说里那个不靠谱的掌门主角 就创立了一个惊雷派 后来主角成了太监 他觉得不太吉利 严首一 当然不会把一本小说里的主角命运 带入到自己身上 不过他确实对惊雷派的提议没什么兴趣 所有人都在各书几件 唯有严首一始终不语 等到大家都讨论一番以后 这才安静下来看向严首一 林子彤抬起小手 在他面前晃了晃 问道 你怎么想 严首一眨了眨眼睛 说道 不管是什么门 什么派 听着江湖气都很重 咱们的组织成立 为的是笼络天下民间教派传人 给同宗同园们提供一个庇护所 所以我觉得 咱们的组织名字 最好也起一个能够藏于民间 不太高调的名字 众人细细品味着严首一的话 纷纷表示赞同 如今时代不同了 什么玄山派精雷派 恐怕组织刚成立没几天 就会被官家带走谈话了 唯有龙飞城不赞同 他认为组织的名字 如果不够装逼的话 那他以后还怎么装逼 当然 没有人在乎龙飞城的想法 严首一提议道 我提议 咱们的组织就叫做 荣城民俗研究会 如何 荣城民俗研究会这个名字 低调又不失内涵 严谨一概 没有门派和帮派的江湖气 最重要的是 这样一个名字打造的牌匾 是可以光明正大的 挂在西湖入口处的 正如严首一所说的 藏于民间 我觉得这个名字不错 那严首一就是会长 我们就是副会长 秘书长 委员会成员 这样挺好的 我们可以大摇大摆地出入 反倒是很多门派藏着掖着 又要立足 又怕人看见 大家纷纷表示支持 就连龙飞城 也一改之前的态度 高举着手说道 我申请一个副会长的位置 严首一一锤定音 关于大家的职位 还是等老王和老何他们 从长安回来以后 大家召开一个大会 一起商定吧 众人没有意见 于是组织的名字 就这么定下了 林若甫健壮 对叶城福吩咐 让他去找人定做牌匾 可严首一听到后 却阻止了 打造牌匾这事 在鲁班传人面前 还需要再找别的工匠 那不是妥妥地搬门弄斧吗 林若甫意识到 自己闹了的大笑话 赶紧改口 让叶城福不要去找工匠 而是去找一块上好的空牌匾 这块 荣城民俗研究会的牌匾 要由严首一 亲手雕刻 半个小时后 一块长达五米的金丝南部牌匾 被运送进荣城西湖 这块牌匾的四角 已经提前镶上了祥云金边 四条边也刻上了简单的纹路 但中间却是空荡荡的 牌匾被送到严首一的面前 众人围在一旁 安静下来 只等严首一提笔写字 严首一看了看牌匾 又看了看西湖建筑群 最后看了一眼身边的小伙伴们 过去所经历的一切 仿佛电影般在他眼前闪过 终于走到这一步了 严首一捏了捏林子彤的手 然后大步走出去 从叶城福那里取过毛笔 龙飞凤舞地在牌匾上 写下荣城民俗研究会七个大字 这七个字气势内敛 却透着一股威严 从林子彤眼睛看去 甚至能看到一缕缕真龙子气 在字上萦绕 严首一在写字的时候 灌入了真龙子气 普通人看到这牌匾 会不由自主地心生敬畏 写字只是第一步而已 紧接着严首一从胯包里 拿出做木匠的小工具 开始按照自己写的字 认真雕刻 这一步他并没有急功近利 更没有装逼地 用斩破刀来雕刻 而是用最原始最朴素的方式 坐在牌匾旁 小心翼翼地雕刻着 时不时吹一口气 吹飞那些消下来的木屑 他不急不躁 慢攻细活 如同作画 让旁人的心都静下来了 不忍打扰 这个过程 十分治愈 牌匾刻好了 当牌匾被挂上的那一刻 整个西湖建筑群 总算有了名字 众人的心也忽然安定下来 仿佛看到了家的影子 其实 民间教派传人的遭遇 大致是一样的 他们都有着或不幸 或痛苦的童年 都曾失去自己最亲近的人 他们成长的路途 充满荆棘 尝了不知多少酸甜苦辣 看过不知多少事态炎凉 他们的归宿 最后可能是四海为家 是客死他乡 而荣成 民俗研究会的成立 仿佛是给大家安了家 让这群游子 有了归家的理由 像是宝金风雨摧残的小船 终于找到可以停靠的港湾 大家仰头看着牌匾 都没有说话 脸上缓缓露出温暖的笑容 此情此景 老金不由地迎诗一首 安得广煞千万间 大碧天下寒是聚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安得广煞千万间 大碧天下寒是聚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这是多么应景啊 龙飞成对老金竖起大拇指 老金还的是你啊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卧槽 老金骄傲地昂起头 他好歹是读过几年书的人 这是咱们的家 严守一笑着说道 大家各自去找住处吧 以后咱们就在这住下了 未来还会有更多伙伴加入 大家一定要和睦相处 好嘞 众人欢呼一声 雀跃高兴地往里走 研究会的建筑用途分明 例如 罗宁肯定会选择 住在养食院旁边 所以 在刚才浏览建筑群的时候 其实大家心里 已经有了目标 大家分头行动 各自去查看自己的住所 严守一也对林子彤伸出手 故作绅士地邀请道 老婆 一起去看看我们的婚房 林子彤翘脸一红 倒是大方帝 抓住严守一的手 林若甫觉得自己这个老丈人 该把时间留给这对新人了 于是将车要是交给林子彤 自己带着叶成福等人 去研究会的茶楼泡茶去了 研究会的建筑很多 用途也各不相同 有召开大会的议食堂 也有招待客人的茶楼 只是茶楼里 现在还没有安排人手入场 所以 林若甫也把林与林英带走了 让这两名小助理 暂时充当茶医师的角色 林子彤开着自己的粉红色兵力 带着严守一 在研究会里 寻找他们的婚房 不多时 兵力停在一栋小别墅前 这座别墅靠湖而建 四周没有任何遮挡视野的建筑 哪怕是站在一楼的院子里 都能将整个西湖进收眼里 别墅的院子 已回自行包围建筑 院子里种了各种鲜花 还有一颗十分好看的枫树 只是这个季节 枫树叶并没有发红 否则会更有几分意境 枫树下有一个鞦韆 正好能容得下严守一 和林子彤并排坐 踩在松软的草地上 林子彤闭着眼 深深地吸了一口花香 这就是我们的家吗 他睁开眼 眼里都是光 严守一心里 也有一股莫名的安定 二人推开房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宽阔的空间 里面的沙发桌椅 早就配齐了 正对着西湖的方向 是一整块长达十几米的落地窗 坐在客厅里 便能够欣赏西湖美景 楼上更是有卧室 静修室 眺望露台等等设计 当初严筹只是负责设计 整个建筑群的建筑规划 至于最后建筑的室内设计 则是林若甫找来国际上的 顶尖设计师设计的 两位新人在别墅里逛了几圈 心满意足地站在三楼的露台上 清风吹在脸上 林子彤喃喃道 如果能一直这样 该有多好啊 严守一从林子彤的身后 搂住他的腰 二人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 站在身后的严守一 眼神异常坚定 其实想要满足林子彤的愿望很简单 抛弃掉一些 和他在这儿长相厮守就行了 但在严守一的脑袋上 还悬着一把剑 那就是他的命结 时间已经过去大半年了 也就是说 严守一的命结 还有两年多的时间就会到来 两年太短了 即便孩子在八个月后出生 也就在孩子刚会走路的年纪 或许自己这个当父亲的 就会消失在这人世间 为了林子彤 为了妻子腹中还没出事的孩子 严守一暗暗发誓 一定要找到破除命结的办法 天黑以后 民俗研究会的大门口 龙飞城开着一辆黑色的麦巴赫等待着 他大晚上却戴着墨镜 为了让人看到他的尊容 还特意将车窗降下来 左手夹着一根中华烟 吸了一口后就要把手放在窗外 严守一和阿公上车的时候 无奈地吐槽道 你有必要打扮得这么夸张吗 咱们今晚是去抓坏人 不是去抓坏人啊 以龙飞城现在的形象 妥妥的就是一个 跟在黑色会老大身边的马仔 嚣张的一批 龙飞城摸着麦巴赫的方向盘 黑黑笑道 如果人活着不是为了装逼 那将毫无意义 过去在荣城活得有多憋屈 现在龙飞城就要活得多潇洒 如果是以阿公他们的性格 还会有几分骨气 不想是接来之时 但龙飞城就没这个顾虑了 在他看来 我的就是颜哥的 颜哥的就是我的 虽然我一无所有 但是颜哥有啊 今晚 颜首一 阿公和龙飞城三人 要去帮助下支 轻缴一个黑色会团体 同时抓住那个向民间 兜售道服的家伙 同时 林子彤也没有闲着 他带着罗宁和赵一瑶 去拜访龙城的一些本地小门派 调查这些小门派 倒戈驴星的原因 双方各有任务 所以就分头行动了 等大家都上车以后 龙飞城一脚油门 麦巴赫的发动机 发出一声 犹如野兽低吼般的轰鸣声 车子便快速驶离西湖 没多久 林子彤也开着他的兵力出来了 车上正坐着罗宁和赵一瑶两人 赵一瑶问道 子彤 要是那些小门派的掌门不见 咱们怎么办 林子彤摇摇头 先前离开戎城之前 驴京掌门都带我一一拜访了 他们不至于这点面子都不给我 可万一呢 罗宁冷笑一声 那就杀进去呗 他们都有脸当墙头草 咱们还不好意思砸他们的门派吗 万宝一条街 再次来到这条戎城著名的酒吧一条街 严守一竟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 去年 他刚刚到戎城来 出手替黄大海和开发商老总张国栋 解决了造桥的问题 之后 张国栋便让他的女儿张盈盈来接近严守一 严守一当时在男女关系上 还是个愣头青 尽管看得出张盈盈瞧不起她 但她还是出手帮助张盈盈 解决一些麻烦 例如 假扮张盈盈的男友 到这酒吧一条街来 后来 他和富二代王康起了矛盾 最后自然是这个王康 被他治得服服帖帖的 当时严守一给王康的惩罚是 三年不能行房市 也就是当三年的太监 后来王康表现不错 也帮了严守一几个忙 严守一便减轻了一些惩罚 给他的时间缩短一半 现在大半年时间过去了 不知道王康和他的小弟还好不好 这一次到万宝一条街来 方氏却和上一次有很大的变化 上一次 严守一穿着朴素的衣服 像个香巴老似的 跟在张盈盈的身后 这一次 他坐着麦巴赫 身边不是瞧不起他的女儿 而是最要好的兄弟 万宝一条街的街口 一位烫着大波浪的小太妹 正和他的几个闺蜜 坐在遮阳散下闲聊 他们手里捧着新爸爸咖啡 一边闲聊 一边等待迟到的朋友 这位小太妹 颜值有八分高 身材属于微胖型 肉肉的看起来有些可爱 值得一提的是 小太妹身上穿着名牌服装 手里也提着名牌包包 看着就知道 他身价不菲 妥妥的是个白富美 几个闺蜜 也迎应以小太妹为中心 话题也围绕着 他与一些奢侈品牌 这时 一辆黑色的麦巴赫 从几人面前经过 顿时吸引了几个闺蜜的目光 经常混迹在万宝一条街的红头发 闺蜜说道 这辆麦巴赫的车牌号 以前没见过 不知是哪家公子哥 新来我们这儿玩了 切 麦巴赫而已 盈盈家里也有 另一个闺蜜不屑道 哎呀 盈盈家的是她家的 但我要是能掉到 这辆车里的凯子 以后我也就有麦巴赫了 红头发闺蜜痴痴地想道 这位闺蜜丝毫不掩饰 自己的拜金想法 事实上 她认为自己这样拜金的感情 才叫纯粹 只要你一直有钱 老娘就一直爱你 小太妹张盈盈 打量着那辆麦巴赫 只看到开车的年轻人 没看到坐在后排的人的模样 像这种级别的车子 很少有主人会亲自开车 一般都是顾一名司机 自己在后头享受 她只看到开车的 是一名戴着墨镜 看着像混混似的年轻人 瘦瘦干干的模样 好像弱不禁风 怎么感觉好像 再哪见过这人呢 张盈盈心里嘀咕道 车子驶过 闺蜜拉着张盈盈说道 盈盈 你的真命天子 怎么还没出现 张盈盈曾经请言手一 为她算姻缘 得出的结果是 她未来的真命天子家境一般 不过两人在一起后 会非常幸福 这种事情 自然是不可能 瞒着自己的小姐妹的 不过张盈盈现在有点后悔 因为闺蜜们时不时 就会拿这件事 来调侃她几句 虽说张盈盈 很向往自己这位真命天子 但在真正遇到之前 她心里始终 还是有一道 挥之不去的影子 是那个笑起来 很干净的家伙 只可惜 自己和她有缘无分 虽然相识一场 但最后终归是两个世界 以后能不能再遇到 都难说了 张盈盈摇摇头 不去想那些事 就在这时 万宝一条街里 摇摇晃晃地走出几个罪汉 几个罪汉人高马大 脖子上带着大金链子 身边还左拥右抱 他们眼神迷离 说话的时候 粗着嗓门 一看就不是好惹的 张盈盈的闺蜜有点害怕 拉着她说道 盈盈 我们离他们远点吧 然而 正是这点小动作 吸引到了几个罪汉的注意力 张盈盈他们长得漂亮 看着又像常来酒吧的小太妹 所以罪汉立刻来了兴趣 上前摸了摸张盈盈的后背 小妹妹 多少钱一个晚上 哥哥们今晚在酒店开party 要不要一起来啊 张盈盈厌恶地躲到一旁 像是小野猫似的 恶狠狠地瞪了罪汉一眼 可罪汉却恼怒了 一把掐住张盈盈的脖子 老子给你脸了是不是 闺蜜们大惊失色 赶紧劝阻 可他们不过是几个弱女子 根本撼动不了这几个罪汉 眼看罪汉就要对张盈盈出手 忽然一道人影出现在罪汉的身后 二话不说 便将罪汉撂倒在地 蝶洞 我是警察 张盈盈惊魂未定 看着眼前穿着蓝衣的年轻小伙 这位小伙留着干净的板寸头 牙齿白亮 斜跨着一个单肩包 此时正压在罪汉的背上 呼唤着同僚的帮忙 很快 几个警察一拥而上 将闹失的罪汉烤上靠子 带上警车 阻止一场闹剧的发生 而那名最先出手的小哥哥 将罪汉逮捕以后 才回过头询问张盈盈 你们没事吧 张盈盈呆呆地看着这名小哥哥 真命天子 她的脑子里忍不住浮现出这四个字 所以也不由地红了脸 低着头说道 我叫张盈盈 小哥哥愣了愣 随后安慰道 你没事就好 如果不介意的话 跟我们回所里做一下笔录吧 哦 张盈盈觉得自己失去思考能力了 任由小哥哥带着她上车 不远处 严手一透过车窗 看着这一幕 她微微一笑 心里的一块石头放下了 也就是 在刚才她才知道 自己给张盈盈算到的真命天子 原来就是夏之手下的 一名实习警员 今晚 这名实习警员 本来也要参与行动的 所以早早埋伏在周围 但是当她发现 有人调戏张盈盈的时候 就直接出手制止了 如此一来 两人的姻缘就展开了 说到底 这里头多多少少 还有一点严手艺的功劳呢 她自言自语道 没想到我 竟然还有当月老的前置 随后她看了一眼龙飞城 无奈地摇头 刚刚在张盈盈那里建立起的自信 全都毁在小龙身上了 这或啥时候 才能找到女朋友啊 为父很着急啊 龙飞城诧异地回过头 你说什么计 颜哥 咱们今晚可是来办正事的 违法乱计的事情我可不干啊 颜手艺 目睹张盈盈遇到她的真命天子以后 颜手艺感觉心情愉悦 嘿 颜哥颜哥 这时 坐在驾驶座上的龙飞城 忽然小声喊道 前面有美女 话音才落 三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美女 朝着三人的麦巴赫走来 他们穿着暴露 浓装艳抹 走路的时候 扭着水蛇腰 丰满的臀部左右摇摆 很是诱人 看他们的神态便知道 三位美女应该是经过精心打扮 早早守在酒吧门口 就等着像颜手艺他们这种 开着豪车 却没有女伴的富二代出现 见到这一幕的路人男人们 都忍不住在心里付匪一句拜金女 然后酸溜溜地多看几眼 龙飞城低声说道 还是颜哥眼神好 说唧唧就来了 我得好好表现表现 颜手艺 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吧 阿公疑惑道 小龙 你不是说 你不打算做违法乱计的事情吗 什么叫违法乱计 这是你亲我愿的事 龙飞城严肃地教育道 说话间 三位美女款款来到车边 龙飞城降下车窗 一只手搭在车窗上耍帅 然而 一股扑面来的刺鼻香水味 让龙飞城鼻子臊痒难耐 最后阿倩一声 打了个打喷嚏 一团黏糊糊的喷嚏 静止飞出去 巴唧一声 落在其中一位美女的眉心上 所有人都愣住了 就连那位美女也是 几秒钟后 美女尖叫一声 捂着脸跑了 龙飞城着急道 喂 我不是故意的呀 坐在后排的颜手艺和阿公 笑得肚子都疼了 以小龙的水平 就算是真月老来了 也拿他没办法呀 另外两个美女回过神来 竟然不替倒霉的同伴担心 反而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 对他们而言 闺蜜也是竞争对手 现在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当然是好事 于是 他们俩对龙飞城抛了个媚眼 帅哥 龙飞城顿时露出诸葛笑 傻乎乎地答应 两位美女 有什么我可以代劳的吗 我们就是想问问 你的老板 今晚缺不缺女伴 美女声音软糯地说道 龙飞城一愣 感情这两位美女 把自己当司机了 他顿时气愤地说道 后排的不是我老板 美女诧异道 不是老板 那难道是 男朋友 两位美女吃了一惊 随后坐视欲走 毕竟自己不是对方的喜好方向 再搔手弄姿都没用 什么男朋友 小爷我今天就是带着两个兄弟过来喝酒的 龙飞城连忙喝道 至于女伴嘛 缺是缺的 但就是要看你俩有什么特长了 两位美女文言 连忙回过头来 准备好好在龙飞城这个富二代面前表现表现 其中一位金发美女 舔着红唇说道 我舌头特长 龙飞城呼吸一致 另一位美女笑道 我有一个特长 名为黯然销魂手 龙飞城瞳孔一缩 乖乖 这万宝一条街果然藏龙卧虎啊 坐在后排的严首一和阿公两脸猛逼 完全没听懂龙飞城他们的江湖术语 龙飞城热情地说道 啥也别说了 上车 喂 小龙 严首一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两位美女就已经打开车门 阿公无奈挪了挪位置 让两位美女钻进来 成功坐进豪车里 二位美女脸上都快要笑出花来了 和阿公并排坐在后排的美女 直接抱住阿公的手臂 一阵挤压 叫声说道 哥哥 你叫什么名字啊 阿公连忙抽回手 我有女朋友了 借不借意多一个吗 阿公连连摇头 他发现自己竟然根本招架不住眼前的这个女人 一旁的严首一心想到 爷爷说得果然不错 男孩子在外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 美女娇声连连 拨得阿公心愿一马 在这个情场高手面前 阿公直接沦为小白兔了 坐在前排的美女也没闲着 上车后便开始脱衣服 一边脱骸一边用手扇风 哎呀 哥哥 你这车空调是不是坏了呀 妹妹好热哦 本来看到美女露出白花花的肩膀 龙飞城还有些兴奋 但一听美女说 车子空调不好 她立刻沉下脸来 老子这是四 零T503马力V8发动机的麦巴赫 全车真皮座椅 18个柏林直升音响 你说她空调不好使 你懂不懂车啊 滚滚滚 滚下去 美女都傻眼了 空调好不好使 我这个当妹妹的心里不清楚吗 这是空调好不好使的问题吗 你这个钢铁直男 你有病啊 饶式美女再想帮大款 也受不了龙飞城这等侮辱 当下就甩个脸色 沉着脸下车了 坐在后排的严手衣和阿公 都看呆了 牛逼啊 我的龙哥 这不仅仅是月老来了也没用 这简直是月老他老人家来了 都得挨你一顿揍啊 看着两位美女的背影 龙飞城非但一点都不觉得可惜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哼 女人 一点都不懂车 阿公松了口气 拍了拍自己被美女抱过的衣角 然后对龙飞城说道 小龙 你做得对 我支持你 那些女人什么都不懂 龙飞城骄傲地点点头 因为获得了兄弟的支持 而感到自豪 龙飞城啊 龙飞城 你不愧是龙城浪里小白龙 严手一摇摇头 推开车门说道 在车里坐着 可找不到什么线索 下只警官应该也快到了 我们先去酒吧里看看 三人下车 禁止走进万宝一条街里最大的酒吧 这家酒吧 其实正是严手一 上次遇到富二代王康的那家 只不过过去这么长时间 酒吧已经改名唤姓 重新装修 现在依旧很受年轻人欢迎 不少年轻人结伴往酒吧里走 严手一和阿公 都不是特别喜欢喧闹的地方 但为了查出在背后 贩卖道福的家伙 也只能暂时忍一忍了 领取入场首环以后 龙飞城倒是轻车熟路 一边走路一边抖腿 在小妹妹服务员的带领下去 到了一个位置还算不错的卡座 还叫了不少酒 龙飞城本来还想叫个 黑桃A来人前险胜 毕竟抓坏人时候 消耗的经费是有报销的 但是却被严手一阻止了 如果太惹人注目 恐怕坏人早就躲起来了 三人围着卡座 随口喝着小酒 酒吧里的音乐吵杂 震耳欲聋 五颜六色的灯光挥舞 年轻又充满诱惑的身体 在酒水中扭动 但这都没有影响到 严手一和阿公 他们俩的目光 小心谨慎地在人群中寻找 尤其寻找那些 喜欢站在角落的家伙 根据夏之提供的线索 这家酒吧 目前正是被本地的黑帮所掌控 一切道福的交易 也全都在酒吧里进行 一番寻找后 二人果然有发现 东南西北四个角落的黑衣保安 似乎都在等待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道福的买主 有几个服务员鬼鬼祟祟的 肯定也没那么简单 二人交换了信息以后 回头看向龙飞城 小龙 你有什么发现 龙飞城喝了一口酒 指着台上的女DJ说道 他 他怎么了 严手一和阿公眼神一鸣 龙飞城喊道 至少是地罩杯 二人 严手一叹了口气 坐回位置上 说道 再过半个小时 下肢警官的人会分头行动 一边倾搅那些混混事例 一边封锁这家酒吧 咱们只要盯好 防止意外发生就好 如果有机会的话 抓住贩卖道福的家伙 酒吧的另一边 一名看着便不是普通家庭的阔哨 正左拥右抱地坐在卡座里 在他面前的酒桌上 有个穿着暴露的女生正在热舞 昂贵的洋酒 被他倒在自己白嫩的脖子上 酒夜顺着脖子流淌过锁骨 最后消失在深深的沟壑里 这一幕 是个男人都扛不住 然而左拥右抱的年轻人 却叹了口气 问君能有几多仇 恰似一群太监上青楼 年轻人心里想到 他正是被严手一惩罚的富二代王康 如今虽然距离被严手一惩罚 已经过去大半年了 可王康依旧还在禁欲期 现在他也只能看看姐姐缠 根本不能亲自上手 怀里的小美女 娇滴滴地问王康 康绍 人家家里最近新买了一张床 很软很软哦 王康怎么会听不出来 这里头的暗示 他也缠呢 但是无能为力啊 为了不让美女怀疑 是自己的能力有问题 王康冷声说道 上次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我已经成为少林寺的俗家弟子了 喝酒墨女人 已经是我最大的底线 你这个女妖精 休想让我破茧 小美女听了 又好气又好笑 伸手就要去抓小王康 王康赶紧躲过 却因此不小心撞到身后的一名 同样是过来寻欢作乐的四眼仔 四眼仔正和面前的美女聊得火热 忽然被人撞了一下 手里的酒洒了自己一身 他顿时怒了 回头瞪了王康一眼 你干什么 王康斜眼瞧了 这四眼仔一眼 看出四眼仔不是什么富家公子哥 便不是很放在心上 随口说了声抱歉 换作是半年前 谁敢在荣城这么和王康说话 他恐怕要直接酒瓶子伺候了 不得不说 禁狱以后 康绍的脾气好了 不是一两点 四眼仔回过神来 发现王康是一个阔少 身边还有那么多美女围绕着 相比之下 自己就像个臭吊丝 结果连气度还不如人家 最可恨的是 自己撩了半天的美女 在看到王康以后的 双眼放光 俨然一副要倒贴的模样 四眼仔心里就更不爽了 他连忙抓住面前美女的手 说道 我新买了一辆宝马 带你去看看 美女本来对四眼仔 是稍微有些感兴趣的 可此时他眼里 都是更有钱的王康 所以委婉拒绝到 还是算了吧 我对车不感兴趣 说着 美女走向王康那一桌 指着王康的车钥匙问道 帅哥 这是兰博基尼 小牛的钥匙吧 你还说你对车不感兴趣 四眼仔怒火中烧 恨不得上前去把王康活剥了 然后抢走他所有的女人 但理智告诉四眼仔 他根本没有和王康斗的资格 不过 四眼仔忽然间想到 昨晚自己的哥们 告诉他的一个秘密 这家酒吧里 最近有一伙人在悄悄售卖道夫 他们卖的道夫很灵 有的可以给人下诅咒 有的可以让人恶鬼缠身 有的甚至可以直接迷惑女人的心智 让他对你言听计从 四眼仔在酒吧里寻找一番 似乎有了发现 便阴沉着脸走过去 时间来到了晚上十点半 正是酒吧生意最好的时候 舞台上的女DJ摇得越来越嗨 无数年轻人在舞池中甩着脑袋 就在现场气氛到达顶峰之时 人群中忽然传出一阵尖叫声 严首一瞬间锁定尖叫声来源 那是在酒吧另一头的卡座里 一个看着有些小帅的年轻人 竟然面目争鸣 死死地掐着一位女生的脖子 女生不停地挣扎 脸色惨白 看样子呼吸越来越困难 挣扎的力气也越来越小 王康 认出年轻人的严首一 心里大吃一惊 这家伙被自己教育过以后 已经变得很老实了 现在怎么又变成这副模样 甚至在酒吧里 如此对待一个女生 严首一心里又惊又怒 赶紧带着阿公和龙飞城冲过去 待他们靠近以后 严首一又是眉头一皱 有鬼气 阿公也惊到 这小子被鬼附身了 附在他身上的鬼 是真的要杀人 如果他们再不出手 王康是真的会把那个女生 活生生掐死的 严首一一个闪身 出现在王康的身后 然后手捏法印 狠狠地戳在王康后背的腰子上 天地无极 道法自然 赤令 王康呕得大叫一声 仿佛妖子都要被严首一拍碎了 不过他也立刻捏了 暂时昏迷过去 掐着女生的手也松开了 女生得以喘气 却也吓得不轻 在同伴的搀扶之下 连连后退 与王康保持距离 严首一使了个眼色 龙飞城便赶紧上前安慰 放心吧 你们安全了 刚才是怎么回事 女生惊魂未定 甚至不敢再看王康一眼 康绍 康绍他突然发疯了 说什么要吃了我 我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 还往他怀里钻 结果他突然就掐住我的脖子 康绍说要吃了你 你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不仅不知道害怕 反而往对方怀里钻 这位差点被王康吃了的小太妹 可能是因为太过害怕的缘故 一股脑把所有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他自己还没察觉到什么 其他的小太妹都忍不住翻白眼 在心里安安骂一声 骚火 而和王康一起来放肆的阔哨们 心里对王康羡慕不已 他们虽然也是富二代 但比起王康而言 就不算什么了 想要让这些混外围裙的美女 如此倒贴 还有些难度 也就只有严守一和阿公 这种稍微纯情一些的男人 没明白小太妹的意思 阿公疑惑道 他要吃你 你怎么还往他怀里钻 严守一沉声说道 我看不出他有被迷惑的迹象 难道是什么 我们还不了解的法术 没那么复杂 浪里小白隆隆飞成黑黑笑道 他就是单纯的 想要嫁入豪门而已 小太妹被龙飞成说穿心事 又羞又怒 狠狠地瞪了龙飞成一眼 龙飞成不以为意 直到此时 和王康一起来鬼混的几个阔哨 才回过神来 他们质问严守一等人 喂 你们几个是谁啊 刚才康哨是不是被你们打晕的 你最好别动康哨 我现在就喊救护车过来 你们也别走 万一康哨出了什么事 我们可担不起责任 面对这帮阔哨的质疑 严守一根本懒得搭理 他认真检查了一下王康的情况 发现那只缠着王康的恶鬼 竟然还躲在他的身体里 严守一心里冷哼一声 给你机会逃跑了 你自己不中用 就怪不得我了 严守一的实力 早已今非昔比 相比于去年成长了 不是一星半点 所以 对付这种小鬼 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手指在王康身上的 几个穴位连点 王康气血冲撞 把躲在体内的恶鬼 赶到天灵盖位置 紧接着严守一又是一掌 拍在王康的天灵盖上 强行将那只恶鬼给揪了出来 恶鬼上半身 是个丑不拉几的中年人模样 下半身则是一个小尾巴 被严守一揪出来以后 吓得瑟瑟发抖 根本不敢吭声 更别提抵抗或者逃跑了 当然 除了阿公和龙飞城以外 在场的其他人 并不能看到这只恶鬼 只看到严守一 突然拍了一下王康的天灵盖 接着王康就浑身抽搐 只是脸色变得稍微好看了一点 喂 你干什么呀 你对康少做了什么 有阔少忍不住要对严守一出手 但这也怪不得他们 作为普通人 他们根本不明白 严守一都做了些什么 忽然 与王康同行的一名阔少 猛然认出严守一来 他脱口而出 严哥 严队长 严守一抬头看了这名阔少一眼 其实他根本不记得 这小子是谁 不过能喊他叫严队长的 也就只有上行一校的学生了 当初在上行一校的时候 严守一可是风云人物 学生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只传言 他以一个小小保安队长的身份 追到了白富美校花林子彤 后来林子彤也只在学校读了 不到半年的书 就没了消息 大家还为上行一校 折损了这么一位校花 而感到惋惜呢 王康的这位朋友 算是知道一点内幕 他知道 王康对严守一无比尊敬 也知道严守一 绝对不是普通保安那么简单 听说 他甚至是黑白到通吃的人物 说不定自身也是个富二代 所以在认出严守一来以后 这名阔少便赶紧拦住其他人 严肃认真地解释道 这位是严哥 就连康少在他面前 都要乖乖喊歌的存在 你们千万不要乱说话 惹恼了严哥 其他人闻言顿时面面相去 那名刚才还想对严守一出手的阔少 心里为自己捏了把汗 康少他都已经惹不起了 现在又来了个严哥 还好没动手啊 龙飞成愤懵不已 踢了那阔少的屁股一脚 你他妈只记得严哥 不记得龙哥我了 阔少哀悠一声 捂着屁股无辜地看着龙飞成 当然记得 当然记得了 龙哥 你可是我们荣城的浪里小白龙啊 龙飞成满意地笑了 阿公疑惑道 没想到你在荣城的称号这么出名 那可不 龙飞成骄傲地说道 那可都是我和严哥 一点一点打下的江沙啊 严守一美好气地 给了龙飞成一拳 你小子别记把吹牛了 忘了 咱们来这儿的正事了 把恶鬼从王康的身体里揪出来以后 严守一直接将恶鬼封印在樱幕里头 抓到恶鬼 其实就可以顺藤摸瓜 一可以找到谋害王康的家伙 二是顺藤摸瓜 说不定可以直接抓住贩卖道福的人 只是这里人多眼杂 不适合拷问那只恶鬼 所以严守一打算先挪个地方 这时 王康悠悠醒来 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男人的怀里 这一刹那 王康双目圆瞪 瞳孔缩得像一个针孔 完了完了 我不会酒喝多了 和男人上床了吧 王康的第一个念头便是这个 一瞬间 他的脑海里 闪过千万个画面 酒后误事 酒后误事啊 想不到我王康禁遇大半年 还没等到破戒之日 就先被强人所难了 王康面如死灰 有种想要当场原际的冲动 然而下一秒 他发现 抱着自己的男人 竟然是严守一 王康第一时间感到的是惊喜 之后是纠结 坏消息是 我被强人所难了 好消息是 强我的人是严格 不过王康觉得 就算严守一在 怎么厉害 自己毕竟也是个男孩子 实在不适合 严守一看着王康 心里纳闷 这家伙 怎么表情有点娇羞 难道恶鬼 还在影响他的意识 严守一心里一沉 抬手就给了王康一耳光 啪 哎呦 王康顿时清醒了 严守一问道 没事吧 没事的话 麻烈得起来 王康赶紧翻身 从地上爬起 随后他发现自己不在床上 也不在宾馆里 而是在昏迷前的酒吧 他顿时惊喜万分 说道 严格 还真是你啊 你上哪儿去了 我想死你了 介于刚才王康露出了娇羞的神色 严守一本能地想要和这家伙保持距离 所以不冷不淡地回了一句 关你屁事 王康是真没想到 自己这辈子 居然还能再见到严守一 在荣承和上行一校 王康也算是有点地位和消息灵通之人 尤其是王康完全了解林子彤的身世背景 所以严守一辞掉上行一校保安队长的职位之时 王康就知道 严守一和林子彤双宿双七去了 严守一有本事 而林子彤也是个富家千金 两人郎才女貌 是天作之和 照理说 严守一和林子彤离开上行一校以后 就不会再和王康这种小角色再产生交集了 可命运就是这么有趣 双方居然又在第一次见面的酒吧相遇了 见王康这么长时间了 还是没有半点长进 依旧抛在这酒吧里醉生梦死 严守一忍不住教育道 王康 你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 王康疑惑道 严哥指的是哪方面的 当然是生活作风啊 严守一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你说说你 年纪轻轻的 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事情在等着你 而你 只选择到这个酒吧来 醉生梦死 一旁的龙飞城咬牙切齿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严哥 请你批准我代替王康醉生梦死 闪一边去 严守一美好气地 白了龙飞城一眼 王康赶紧解释 我现在已经很少到酒吧来了 毕竟严哥你也知道 一半年的气线没满 我现在都还不能使用金箍棒 年纪轻轻的王康 在这段时间总算是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年少不知金贵 老来空流泪了 严守一对王康的私生活不感兴趣 只是随口教育几句 然后便直入主题 刚才你被鬼上身了 你自己知道吗 闻言 王康大惊失色 我怎么了 同时他心里又松了口气 还好是上身不是失身 严守一指了指险些被王康掐死的小太妹 小太妹现在还惊魂未定 不敢和王康直视 王康看了看小太妹 红彤彤的脖子 又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然后后怕地对严守一说道 严哥 有人搞我 这不是废话吗 严守一叹气道 你想想 你最近有没有招惹什么仇家 王康弱弱地说道 严哥 您知道我的 我这个人朋友多 仇家更多 真有你小子的 龙飞城阴阳怪气地 对王康竖起大拇指 不过龙飞城倒不是瞧不起王康 这也得窥视王康有钱 要是换作龙飞城 仇人只会更多 看来从王康这儿 是找不到什么线索了 毕竟这个富二代很会来事 恐怕眼前这家酒吧里 就能找出五六个 和王康有仇的 于是严守一摇摇头 打算从那个缠着王康的恶鬼身上入手 只要使用追魂术 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 想要整王康的家伙 顺藤摸瓜 更能找到贩卖道福的人 王康对严守一的出现很好奇 追着他问东问西 严守一当然没时间搭理他 便吩咐龙飞城 他问什么 你答什么 要是不想回答 就揍他一顿 没问题啊 龙飞城黑黑一笑 揉起了拳头 王康立刻闭上嘴巴 他虽然对严守一很好奇 但还没好奇到 需要用挨打来满足好奇心的地步 见王康平安无事 严守一打算找个角落 审问那只恶鬼 酒吧里的闪光灯 经常晃的人睁不开眼睛 音乐更是震耳欲聋 所以 王康这边的情况 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王康看到严守一 他们回到卡座上以后 也不敢打扰 而是招来自己熟悉的服务员 指了指严守一他们那一桌 今晚他们的所有消费 由我王公子买单 王康霸气地说道 严守一曾经是王康的克星 但也是王康最看重 最想给他当舔狗的人 更别提今天自己的小命 还是严守一救的呢 因为不敢打扰 所以王康只能用这种方式来示好 尽管他知道 严守一现在压根不缺钱 服务员走后 王康心情大好 压根没把刚才被鬼上身的事情 放在心上 他坐在沙发上 又把刚才那位小太妹搂进怀里 嘴里哼哼道 接着奏乐 接着舞 其他的阔少全都忍不住了 靠近询问王康 康少 刚才那位严哥 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怎么连你都对他如此尊敬 王康已经是这些阔少们 需要巴结的对象了 可刚才那个严哥不提 就连严哥身边的小弟龙哥 都能随便打骂王康 而王康还一点都不生气 严哥的身份 已经完全超出这帮阔少们的认知了 王康冷哼一声 说道 历程林家知道吧 知道啊 现在林家可是我们建州省的首富 谁能不知道啊 林家的千金小姐林子彤 以前也是我们上行一校的 和我还同见呢 王康道 林子彤是严哥的妻子 阔少们本来还想一吟下林子彤 但听说严守一是林子彤的丈夫 顿时一阵后怕 还好没把脑子里那些开玩笑的话说出口 否则必定惹怒康哨 路就走窄了呀 大家都露出心领神会的表情 认为严守一是林子彤的丈夫 因此地位非凡 但他们没注意到一点 那就是 王康在介绍严守一的时候 说的不是林子彤的丈夫 而是说林子彤是严哥的妻子 主次不同 重要性自然也不同 但尽管如此 严守一的身份 也已经足够让这群阔少们仰望了 他们忽然发现 曾经自己引以为豪的富二代身份 居然一点都不香了 还不如严守一这个小白脸呢 严守一当然不知道 自己再次被打上小白脸的标签 他回到座位上以后 拿出了封印恶鬼的樱幕 这恶鬼很弱 弱到现在的严守一吹口气 都能将之吹得魂飞魄散的地步 再加上王康是在酒吧里突然发疯的 这说明 害王康的家伙 应该还在酒吧里 想要找到这个家伙 对严守一而言 轻而易举 阿公 我用追魂术找人 你关注一下酒吧里头 有没有人行为怪异的 严守一说道 阿公点点头 眼神犀利地盯着舞池中 肆意热舞的年轻人 炉头威猎江 感应江桑桐 诉出酒因为 心火降弹中 追魂千里去 射破 急如风 魁心流雷转 刚要气昏蒙 如等闻无止 有命即遵从 母饭风都令 醉暴永无穷 追魂术 严守一抓着那只恶鬼 施展追魂术 恶鬼和失术者之间 存在一定的联系 这联系就好像一根电线 严守一的意识 化作电线中的一道电流 从恶鬼的这一头 冲向失术者那一头 阿公见状 将注意力集中到极点 可他惊讶地发现 酒吧里所有人都神色正常 似乎失术者根本不在酒吧里 酒吧的厕所 四眼仔怒气冲冲地 来到一名带着鸭蛇帽的男子面前 将手里的道符扔在对方的脸上 你他妈是不是唬我的 还什么鬼上身 根本没用 鸭蛇帽男子正在抽烟 被四眼仔甩过来的道符 打掉了嘴里的香烟 眼神一冷 他的眼神好像能杀人 直勾勾地盯着四眼仔 原本嚣张跋扈的四眼仔 忽然间有点怂了 你说道符没用 鸭蛇帽男问道 四眼仔咽了口唾沫 我诅咒的对象 只是疯了几秒钟而已 后来他的朋友赶来 他就恢复正常了 鸭蛇帽男闻言 眉头紧锁 忽然 他推开四眼仔 走向安全通道 就在此时 四眼仔忽然浑身一颤 如遭雷击 倒在地上口吐白沫 鸭蛇帽男见状 心里更是慌张 直接丢下四眼仔布管 直直跑向安全通道 而与此同时 眼手一睁开眼睛 阿公第一时间说道 人不在酒吧 人在厕所的方向 眼手一起身说道 而且 我已经看到卖道福的家伙了 赶紧去追 不仅要追 还要联系夏之他们 大鱼出现了 现在就要开始收网 鸭蛇帽男从安全通道 一路跑到酒吧后台 在一间休息室里 一群同样戴着鸭蛇帽的男子 正在抽烟打牌 休息室里烟雾缭绕 其中一名竖着长发的男子 坐在角落的沙发上 面前放着成捆的现金钞票 他惬意地把脚搭在现金上 小弟送来一只雪茄 长发男子闻了闻 然后从面前抽出一张百元大钞 点燃了钞票以后 再用钞票点燃雪茄 像普通人卖道福 真是敛财的好手段 这段时间 光是从我手上卖出的道福 就给门派赚了上千万了 还是掌门看得开 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企业资助 相反 那些企业本身就应该给我们交保护费 今晚生意不错 待会儿带着兄弟们去找点乐子 上次那家会所的妞都很不错 今晚我要打十个 长发男子从未如此得意过 他觉得 休息室里的二手烟都是如此好闻 可就在长发男子最得意的时候 鸭蛇帽男突然闯了进来 长老 有情况 长发男子坐起身来 皱着眉头问 发生什么了 我们卖的道福 被别人给化解了 那人现在 就在酒吧里 鸭蛇帽男长话短说 正在打牌的其他同门师兄弟 全都停下了动作 回头望着长发男子 有人说道 长老 对方人应该不多 我们一起出手 把他给降了吧 是啊 现在我们生意做得如此顺风顺水 谁敢挡我们的财落 那就是找死 他们做这一行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到目前为止 都没遇到什么麻烦 自然也就心心膨胀 不过长发男子 却保持着理智 他很清楚 什么叫做细水长流 与其为了一时之争大动干戈 还不如先观望一阵 毕竟和谁过不去 都没必要和钱过不去 而且 掌门特意叮嘱过 不要惹是生非 一番深思熟虑后 长发男子当即说道 收拾东西 撤 众人迟疑了一下 最终没有提出异议 飞快地收拾东西 然而 还不等他们把钱塞进行李箱里 外头忽然又有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长老 外面来了好多警察 长发长老一愣 怒道 条子来做什么 是不是你们当中 谁带了不干净的东西回来 我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修道之人 和赌毒不共戴天 众人连忙摇头否认 表示自己真没碰那东西 见大家的反应一致 长发长老更加担心起来 他们是冲 我们来的 鸭舌貌男着急道 长老 我们怎么办 长发长老咬咬牙 做出了决定 制造一点混乱 给外面的条子添麻烦 我们趁乱从后门逃走 众人闻言 脸色也都变得凝重起来 酒吧当中 夏之带着一群便衣警察 已经将所有保安和工作人员 偷偷控制住了 他的手下 把守着所有后台的出入口 夏之亲自在入口等待严守医 严守医走来 第一时间问道 所有出口都封锁了吗 夏之点头道 都封锁了 后门也有我的同事 麦道夫的家伙 就在酒吧后台 他们逃不掉的 严守医沉声说道 话音才落 后台忽然传来一阵骚乱 大家急忙冲上前查看 原来是 盘踞在酒吧里的黑色会成员 正在闹事 有名警员没有特意提防 被一个埋伏起来的小混混 拿酒瓶子砸破了脑袋 不过这个小混混很快就被大家按在地上 一阵摩擦 夏之赶到以后 抓住小混混脑袋 一眼就认出他的身份 这就是孙鹏 孙鹏 也就是那个 让鹿熊恶鬼缠身的家伙 另外两名嫌疑人 昨天就被夏之抓住了 孙鹏是最后一个 严守医只是看了孙鹏一眼 就没多管他 继续往里走 他知道 孙鹏只是一个开胃菜 真正的大佬都躲在后头呢 可还没等他往里多走几步 酒吧里头的音乐声突然停止 随后是人们惊恐的尖叫声 怎么回事 严守医眉头一皱 回头问道 夏之的对讲机里 很快传出同事的声音 酒吧突然发生大规模斗殴事件 大规模斗殴 严守医可以肯定 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 必定是躲在后台的这帮家伙 故意制造混乱 阿公 酒吧里的事情你去处理 后台的这帮人交给我 严守医当机立断 龙飞城连忙问道 我呢 那我呢 跟着我 严守一说完 便往后台深处跑去 严守一分头行动的阿公 与夏之的几名同僚 赶回酒吧 刚刚从后台出来 就有一个酒瓶子 砸在阿公的面前 酒水顿时见了几人一身 只见酒吧里一片混乱 人群分成好几堆 大家互相推荡叫嚣 有的甚至举着酒瓶子 小部分人已经动手 打得头破血流 夏之的同僚 立刻亮明身份 大喝道 警察 都住手 可酒吧里少说 有数百人 加上灯光和音乐 以及人群的吵杂声 两名警员的声音 瞬间被淹没 根本没人在乎 警员们立刻意识到 这个事态 不是他们能够控制得了的 所以连忙联系增援 同时 他们心里也觉得奇怪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聚众斗殴这种事情 在龙城 已经很久很久没发生过了 而且 来酒吧的 大多都是年轻人 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守规矩 不可能爆发出 这样的混乱冲突才对 混乱再次升级 酒瓶子的碎裂声 此起彼伏 阿公甚至看到 有人已经用碎酒瓶捅人 更有甚者 已经去取灭火器了 再这么闹下去 会出人命的 阿公心里一沉 他手里一抖 当下扔出一叠小纸人 这些纸人做工粗糙 看着就像一个大字 只有简单的脑袋躯干 和四肢的形状 脸上被随意地点上两个小点 就当是眼睛了 纸人向着人群飘去 穿过混乱的人群 落在了其中几个下手 最狠的年轻人身后 像是抹了胶水似的 紧紧地贴在他们身后 而后 阿公手捏法印 口中默念口诀 最后剑指指向人群 定 口令喊出 被小纸人附身的几人 身体立刻被定住 保持着姿势一动不动 然而现场太过混乱 闹事的几人虽然停手了 但对方却不会坐以待毙 反而夺过 被定身的几人手里的武器开始还手 阿公按道不好 正打算先解除定身法咒 却没想到 那些被他定身之人 竟然直接挣脱了小纸人的控制 再次与面前的人打成一团 见到这一幕 阿公脸色微沉 他随手扔出的纸人 虽然不是什么非常厉害的招数 但控制几个普通人 却不成问题 可这几个普通人 却只是稍微被纸人拖慢了一下动作 很快就恢复过来 这说明 那几人并非是普通人 又或者说他们身上有其他东西 在操控着他们 鬼上身 阿公忽然间意识到真相 是售卖道福的那帮家伙 自知被盯上了 为了脱身 就故意制造混乱 为了脱身 他们甚至不惜牺牲普通人 要知道 眼下这场混乱 免不了出几条人命 阿公此时便看到 有一个闹事者 脑袋已经被人开了瓢 却还仿佛没有痛绝似的在施暴 真是罪该万死 阿公恨不得立刻杀回后台 去和严守一会合 把酒吧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他 但眼下的麻烦 才是阿公的当务之急 认真的阿公 不再使用低级的指人 而是对身边的警员说道 下支警官方才有没有 告诉你们 一切要听我指挥 警员愣了一下 师姐是这么说过 但是 你们去抓住那几个闹事的家伙 啊 现场这么混乱 我们 警员倒不是害怕了 而是因为现场太过混乱 他们的加入 只会让冲突升级 最好的办法 就是疏散人群 等待支援 但阿公知道 事情没那么简单 再不出手的话 死的人只会更多 于是他在警员的后背拍了拍 然后一把将他们推了出去 几个警员的背上 被阿公贴上了金色的指人 警员被推出 很快就被人潮包围 使他们不得不开始维持秩序 一名闹事者 举起灭火器 朝着警员扔来 那警员本能地抬手抵挡 心里觉得这下完了 徒手接这个灭火器 怎么说 也得断几根骨头了 然而 他却惊讶地发现 自己只是稍微用力 那灭火器 就被他拍到天花板上 直接嵌入其中了 与此同时 阿公的声音 在他们耳边响起 去拦住那个闹事者 其他警员 纷纷发觉自己的能力 有了提升 胆子便大起来 他们一跃而起 直接从人群的脑袋上跳出 如同会轻弓似的 飞快靠近几个闹事者 见状 阿公稍稍松一口气 他的指人 增强了几名警员的能力 想要抓住那几个 被鬼上身的闹事者 应该不难 然而就在此时 一边凸起 舞台的四周 忽然喷出火焰 那本应该是 增添气氛用的火焰 却飞速蔓延 几个呼吸的功夫 整个舞台 已经被大火覆盖 阿公脸色凝重 酒吧的骚乱 恐怕短时间内解决不了了 他只希望严手一 能够尽快抓住 光鲜亮丽的外头不一样 他走到逼则 错综复杂 而且灯光昏暗 地板上随处可见脏水臭水 严手一和龙飞城 冲在最前头 后方是夏之 和一众警员们 严哥 我们往哪儿去啊 龙飞城问道 严手一眼中有金光流转 这酒吧前后台有阵法阻绝 所以在酒吧里的时候 我看不到什么异常 但到了这后台 我就清晰地感应到 有鬼气存在 也就是说 严手一现在的目标 非常明确 跑到走廊深处 严手一便看到一扇虚眼的门 里面还飘着霉散的烟气 碰 他一脚踹开房门 只看到里面杂乱地 摆着破旧的沙发 小桌子上放着一堆凌乱的扑克牌 地上的酒瓶子里 塞满了烟头 龙飞城追了上来 人呢 应该是闻身而逃了 夏之和一众警员赶到 他冲进休息室里 看到烟灰缸里 才烧一半的雪茄 还有那被烧得 只剩边角的百元大钞 当机立断 人刚走 按时间推算 可能还没有离开酒吧 马上让所有人加强出入口封锁 盘查所有在后台的工作人员 半经验丰富的夏之 此时便发挥出他的长处了 夏之成长得很快 严手一甚至能从夏之身上 隐隐看到一些功德金光 这是他获得秦始皇传承以后才有的本领 能够在一些大善人身上 看到功德金光 金光越旺盛 说明此人功德越深厚 遗憾的是 尽管他的小伙伴们 这辈子也做了不少好事 但基本还处于还债阶段 还没能有人拥有功德金光 夏之的人 把守着酒吧的所有出入口 从对讲机里给出的反馈得知 现在并没有人离开酒吧范围 警员们倒是在后台 抓住了不少黑色会成员 但严手一他们的真正目标 并非是这些小混混 如果找不到贩卖道福的家伙们 他们今晚可就白跑一趟了 夏之皱着眉头问 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厉害的法术 比如瞬间移动之类的 严手一摇摇头 悬门当中 虽然存在类似瞬间移动的法术 但绝对不是这些小楼楼能学会的 上回在龙虎山天牢 二叔魏长青就使用过 类似瞬间移动的法术 但那是借着奇门遁甲 同时有很长的事发时间 按照严手一的推测 这帮贩卖道福的家伙 若是会瞬间移动的法术 也就不至于沦落到贩卖道福了 他们显然只是小角色 但他们背后的那个幕后主使 说不定来头不小 夏之皱眉道 没有离开酒吧 但又不在酒吧里 严手一目光扫视休息室 最后落在那只 才抽一半的雪茄上 比起休息室内遍地的烟头 那只放在独立沙发旁的雪茄 其主人身份肯定非比寻常 严手一走上前 拿起雪茄 问夏之 夏之景观 有酒吧后台的平面图吗 有 夏之立刻换来一名警员 把事先准备好的平面图送上 酒吧的面积超过2000平米 后台也是错综复杂 龙飞城在一旁看得眼花缭乱 只见严手一从胯包中取出一只贡箱 将只末端插入雪茄当中 同时口中念念有词 不一会儿 贡箱被点燃 飘出屡屡青烟 这时 严手一双手结印 将贡箱夹在指缝间 贡箱止不住地颤抖 燃烧的末端 竟然在地图上 缓缓画出路线 这 这是笔仙吗 夏之惊讶地问 龙飞城笑道 这哪是什么笔仙 顶多是香仙 不了解就别乱科普 严手一摆了龙飞城一眼 这只是追魂术的延伸罢了 我以前教过你 但你没认真学 龙飞城老脸一红 隐约想起 自己是学过这么一招 但记忆就好像小学时候 数学老师教分子分母时一样 模糊不清 有记忆 但不多 灭掉贡箱 严手一拿起地图一看 顿时有了发现 贡箱在地图上 烧出一条路线 那路线从休息室 沿着后台走廊 绕了好几个弯 最后竟然拐进一个死胡同 穿过本该是墙壁的位置 严手一放下地图 陈生说道 看来酒吧有暗门 夏之对此见怪不怪 很多这种不良场所 都有类似的设计 看来这帮家伙想玩一招暗度陈仓 严手一冷声说道 我们直接去找他们 他们倘若从后门逃跑 说不定还有机会 毕竟普通的警员 未必拦得住他们这些会倒法的家伙 可他们自作聪明 躲在酒吧的暗门里 这对严手一而言 可就是瓮中捉鳖了 在一条昏暗的通道内 长发男子和他的手下 或蹲或坐都默不作声 有弟子忍不住说道 长老 守住后门的 不过是几个警察而已 咱们怕他们做什么 你忘了掌门的话了 鸭蛇帽男代替长老训斥 不要惹是生非 弟子依旧不服 小声嘀咕道 我们连陆熊那个家伙都动了 还怕几个小警察吗 见这名弟子竟敢顶嘴 鸭蛇帽男也不惯着 抬手便是一耳光 啪 一耳光回荡在走廊里 其他弟子缩了缩脑袋 不敢吭声 鸭蛇帽男冷声说道 我们刚刚进入荣城 根基不稳 不宜引人注目 掌门之所以对陆熊出手 那是想让陆熊成为 咱们麾下的人手 你们连这点问题 都想不明白吗 长发男子适时地 咳嗽一声 打断道 好了 不要吵了 我们想要在荣城立足 眼下只是第一步而已 等掌门的计划成功 今天的事情 就不会再发生了 众人闻言 这才稍稍安心一点 然而 就在他们刚刚松口气之时 通道内忽然传来一阵咔咔声响 长发男子 面色突然一变 有人开启暗门了 是酒吧的人 还是那几个混混 把我们供出来了 鸭蛇帽男 看向长发男子 长老 我们 只见长发男子的脸色 无比阴沉 眼中闪着寒芒 他们自寻死路 也怪不得我们了 之前不愿意惹事 是不想把事情闹大 但现在 对方已经逼到这个份上了 长发男子 也只能选择最后一条路 杀人灭口 不管今天来了多少人 全部杀光 支呀 暗门被推开了 所有人都秉着呼吸 盯着暗门的方向 光线不断扩大 照进走廊当中 只见一道年轻的人影 出现在门后 因为背光的原因 看不清楚长相 但隐约可以看到 此人背着一个斜胯包 动手 长发男子当机立断 几个弟子立刻出手 扔出飞刀 飞刀快如闪电 且直直奔着 对方的脑袋去 如果对方没有闪躲的话 这几柄飞刀 会直接没入对方的眼眶 刺穿对方的大脑 然而 门后的那道身影 只是抬手抵挡 叮叮当当 飞刀撞在对方的手臂上 竟然没能刺破对方分毫 全部弹开落在地上 什么 众人大惊失色 他们苦练飞刀技艺 不仅能在三十米外 轻易扔中一只小墙 而且力道也大得夸张 足以刺穿普通木板 可就这样的力道 竟然无法伤害来者分毫 来的不是普通警察 这家伙是什么来头 眼手衣站在门外 看着躲在黑暗中的这帮人 眼中有怒火 就是这帮人 在贩卖道福 短短几天 必然有数十人 间接死在他们手中了 这时 长发男子突然回过神来 他伸手进口袋 直接抓出一把道福 朝颜手艺扔去 口中大喊 恶鬼缠身 漫天的道福 少说也有三十几张 这些道福还未落地 就全部无火自燃 化作一只只面目猙獰的恶鬼 他们或飘在空中 或倒挂在天花板 有的只有半截残躯的身体 显得无比可怕 长发男子心里冷下 就算你是刀枪不入的身体又如何 应付得了这么多恶鬼吗 看着眼前数十只恶鬼 一个个青面獠牙 张牙舞爪 眼手一心里却没有半点波澜 若是换个普通人 恐怕再看到这一幕的那一刹那 就已经吓尿了 见长老一口气 召唤出这么多恶鬼 暗道里的弟子们 全都松了口气 这些恶鬼 一直可就要卖五万块钱 也就是说 长老一口气 扔出了一百多万 这么多恶鬼 就算对方实力强劲 恐怕也得歇菜吧 长发男子 心里也是无比放松 虽然扔出了这么多恶鬼 让他觉得有些心疼 但从他的角度来看 这些恶鬼 应对一个年轻人 已经绰绰有余了 不仅如此 今晚所有涉及此事的人 都别想活着离开 颜哥 这时 龙飞城与夏枝 带着其他警员赶来 颜首一默默地向前一步 把房门带上 被挡在外头的众人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龙飞城忙喊道 颜哥 啥情况啊 颜首一在暗道里头淡淡地说道 接下来的场面 可能有点残忍 你们还是在外头等着吧 等我处理完了 再喊你们进来 哦 好嘞 不用冲在第一线 龙飞城当然乐得轻松 只是夏枝和其他警员有点不放心 颜先生一个人没问题吗 对方肯定不止三五人啊 龙飞城完全不担心 笑呵呵地说道 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 躲在暗道里的坏人 对颜首一 龙飞城是绝对的信任 虽然我很弱 但我的大哥很强啊 暗道里 颜首一缓缓关上门 光线消失 只留下暗道里逃生通道的灯牌 发出绿色的光芒 反而将那些恶鬼 照得更加可怕 然而 在如此可怕的场景面前 颜首一脸上 却没有半点惧色 关上门后 颜首一还不放心 顺手搬来一旁的柜子 挡住大门 在我动手之前 还有人要认输的吗 颜首一问道 众人面面相去 随后有弟子恼怒 你是什么东西 竟敢如此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长发男子 也不打算浪费时间 都给我上 他发出命令 要让恶鬼们一拥而上 以最快的速度 将此人杀死 最好再吃的 骨头都不剩 所有恶鬼不再忍耐 全部扑向颜首一 而面对这些恶鬼 颜首一的表情 不屑一顾 他甚至都不需要 用斩破刀来迎战 狱青命令 截辱众神 雷霆上盛 灭魂飞魄 他缓缓念动咒语 眼中有银色的电光闪过 千千截手 万万减刑 电光从他的眼中扩散 在周身流转 一股可怕的威压 自他的身体发散 长发男子忽然感到了一股恐怖的压力 这股压力 让他如同面对着铺天盖地而来的海啸 又好像直面崩塌的泰山 这股压力来自面前的不速之客 在他的面前 自己就好像一只蝼蚁 敢不从命 粉骨碎身 掌心雷 眼首一一掌击出 无数电蛇自他手心发散 冲向那些张牙舞爪的恶鬼 暗道里顿时一阵电闪雷鸣 众人耳边更是有雷声乍响 轰 轰 轰 有人甚至忍不住捂住耳朵闭上眼 不敢直视这些雷电 只是 雷电来得快去得也快 当他们再次睁开眼之时 暗道里的三十几只恶鬼 已经全部消失不见 有的 只是一缕缕鬼魂死后的惊魄 那些惊魄 因为刚刚形成 甚至还保持着恶鬼之前的形状 但却像是一道道影子 只有形状 没有五官 一时间 暗道里的所有人都沉默了 三十几只恶鬼 一招就秒杀了 而且 对方甚至没有动用 能够增强法术威力的道夫 更没有拿出什么 惊天地气鬼神的法宝 他只是随手一击 三十几只恶鬼 瞬间灰飞烟灭 这是名副其实的秒杀 孤独 长发男子咽了口唾沫 直到此时 他才发觉自己遇到的是一个强者 一个超级强者 可笑的是 自己方才还天真的以为 三十几只恶鬼 足以杀光所有人 如今却连第一关都没能渡过 这人到底是谁 严守一缓缓拿出马灯 吸收漫天的金破 马灯吸收金破之时 灯火也越来越亮 照亮了暗道里每一个妖人 那邪满恐惧的脸 也照亮了严守一那张 古井无波的脸 突然间 长发男子呼吸一致 他认出眼前的人了 此子是鲁班传人严守一 掌门三身武令 绝对不能招惹的家伙 长发男子想起掌门之前的叮嘱 也深深地记着严守一的脸 不是说 严守一不在荣城吗 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一时间 长发男子的心跌落谷底 万念俱灰 且不说自己能不能 从严守一手中逃走 即便逃走了 回到门派里 恐怕也会被掌门收拾 大概率是没有活路可走的 严守一盯着眼前这群人 只觉得他们和下水道里的蟑螂老鼠 没什么区别 他伸出两根手指头 问道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第一 投降 第二 我打到你们投降 其他的弟子 早已经被严守一的雷霆手段吓傻了 他们不敢回应 眼神不停地偷瞄长发男子 长发男子看着严守一 表情僵硬 没有表态 见状 弟子们心里窃喜 都到这个份上了 长老的脸色还是一如既往 看来长老有办法对付此人 可随之 下一秒 他们的长老就扑通一声跪下了 投降 我们投降 长发男子双膝跪地 额头贴地 屈服到不能再屈服了 这么干脆的吗 众弟子心里一凉 然后赶紧有样学样 齐刷刷地跪下 眼神一冷哼一声 这帮家伙还挺实相的 他还以为今晚免不了一场恶战 不过想想也对 如果真有本事的话 也不会来到一线 干这种贩卖道夫的活了 眼前虽然大获成功 但抓到的也不过是一些阿猫阿狗 颜首一随手推开柜子 打开暗门 对龙飞成和夏之招招手 搞定了 你们进来吧 把所有人都靠好 身上全部搜一遍 千万别有遗漏 颜首一担心 他们会偷藏道夫 在押送的途中 伺机逃跑 夏之举起强光手电筒 照进暗道里 看到的净是一群人渣 眼神里满是厌恶 他回头对着警员们招手 全都拿下 警员们不知道暗道里发生了什么 只是他们进来之时 看到那帮穷凶极恶之徒 全都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要知道他们平常抓小偷的时候 那些小偷 都还会像真心地挣扎一下 眼前这帮家伙的段位 显然要比普通小偷厉害多了 可他们却一点挣扎的意思都没有 甚至十分配合 主动伸出手上铐 他们的共同点是 所有人都对眼手一十分忌惮 能离他多远就有多远 眼先生可真是为其人啊 年轻的警员们纷纷感慨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 眼手一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让这些罪犯屈服 更不知道这条暗道里 方才有三十几只青面獠牙的恶鬼 夏之是他们的上级 而且夏之平日里 就经常教育手下的警员 不该问的别多问 所以没有警员多嘴去问眼手一 是怎么制服坏蛋的 按照眼手一的指示 警员们把嫌疑人的身上 全都搜了个遍 但也只是搜裤兜口袋 或者检查有没有加层 鸭蛇帽男脸色阴沉 眼珠子不停地转 似乎有什么计划打算 然而一旁的长发男子 突然踢了鸭蛇帽男一脚 用眼神警告他 不要乱来 鸭蛇帽男健壮 强忍着对警员出手的冲动 心想 长老如此隐忍 想必是因为那个年轻人在此 不过长老必然藏有后手 一会儿上了警车 到了外面 我们再伺机逃跑 其实他们干这一行 早就做过最坏打算 所以 每个人身上 都藏着一张保命的道符 藏在最私密的地方 眼下警员们的搜身 并没有把道符搜出来 一名警员跑到夏志跟前 报告 已经全部搜身完毕 嗯 带上警车 回局里审问 夏志点点头 呵 长发男子心里冷笑 他认为 这帮警员果然还是太年轻了 给了他们机会 现在空间狭窄封闭 还有严守一坐镇 他们不敢造次 但到了外头 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就在长发男子心里窃喜的时候 严守一忽然说道 你们确定全都检查了 警员迟疑了一下 确定是检查了 但有些私密出案规矩 要回局里检查 这里没那么多规矩 严守一说完 直接带着警员 来到鸭蛇帽男面前 说道 内裤里看了没 警员满脸尴尬 这不方便检查吧 鸭蛇帽男怒道 你这是侵犯我的人权 严守一冷笑道 我精通奇门遁甲之术 要是你身上 还藏有不该有的东西 待会儿我只需要打个响指 就能让其隔空燃烧 你想不想试一试 闻言 鸭蛇帽男脸上的怒意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纠结 最后他叹了口气 说道 在我的内裤里 藏着一张道符 此言一出 其他人也纷纷低下头 这也怪不得鸭蛇帽男 毕竟谁也不想做火烧鸡 长发男子长叹一声 心里最后的侥幸 也随之负面 警员们再次检查 果然从他们的身上 搜出道符 虽然不知道 这道符有什么用 但警员们 还是对严守一的 明察秋毫 感到佩服 等所有道符都被拿出来 确定他们没有在私藏以后 严守一才笑道 刚才我骗你们的 奇门遁甲之术 哪能控制别人的道符啊 你 长发男子等人听了 差点没喷出一口老血 这小子竟然炸我们 更可恶的是 我们竟然上当了 不过 刚才你们要是 不老实交代的话 我说不定也会杀鸡警猴 捎几个裤裆弯弯 众人咬牙切齿 此时此刻 他们忽然发现 自己算哪门子的坏人 真正的坏人 分明是眼前这个年轻人 所有人都被检查清楚以后 全都被带出去 从后门送上警车 而龙飞城和夏之 则在暗道里搜索 检查嫌疑人们留下的东西 严守医走到暗道门口 趁着其他人忙后的功夫 自己冷静地思考了一会儿 他发现自己 还是低估了这帮家伙的背景 方才那个所谓的长老 其实根本就是个 才入门的小菜鸟 他的水平 可能比当初的龙飞城还要弱 只知道如何使用道符 但对道符的原理和制作 却一窍不通 否则刚才也不会轻易上当 交代出裤装里藏道符的事了 那这些道符从何而来 更重要的是 那个长发男子 为了对付自己 一口气召唤三十几只恶鬼 要知道 恶鬼可不是凭空来的 不像掌心雷浮 画多少有多少 每一只恶鬼的背后 都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三十几只恶鬼 就是三十几条人命 以刚才那帮乌合之众的水平 上哪弄来这么多恶鬼 其幕后的势力 必然不简单 思考之间 夏之和龙飞城也收获满满 夏之拖着好几个文件箱 陈生说道 这些全都是赃款 足足有六百多万 六百多万可不是小数目 也不知他们 卖出多少道符了 龙飞城则抱着一个文件包说道 这里头全都是道符 给我看看 严守一对赃款没兴趣 这些道符 才是他在乎的东西 他随手抽出几张道符 发现竟都是一些骇人之法 厄运诅咒 下降头 恶鬼缠身 这种道符最多 聚财符 桃花符 送子符 也不少 别看后者好像不是什么害人的道符 实际上 危害不比前者小 要是去正规的寺庙道观求来的符 的的确确会有这种效果 但眼前严守一手里的道符 却是有使用代价的 例如聚财符 其实是用身边的人的契运换财 比如 妻子使用以后 丈夫车祸身亡 妻子或赔百万赔偿金 桃花符就更直接了 使用后能迷惑对方 让对方摆一摆顺言听计从 醒来后 绝望得一干二净 而宋子符 更是有为天道 生老病死六道轮回本是天理 生不出孩子事实和味道 倘若使用了宋子符 就会随机让周围的孤魂野鬼 直接投胎 这种孤魂野鬼 投胎出生后 多半心智不全 残疾痴呆都是小事 万一长大后 轮为杀人犯 那才是大罪过 画出这些道符的家伙 简直最不可赦 严守医眼神冷立 十分愤怒 这些罪恶的道符 摆在严守医的面前 若不是因为它们都是证据 严守医恐怕会忍不住一把火 直接烧了 向夏之说明 这些道符的作用以后 夏之的脸色也十分阴沉 他当然明白 那些已经卖出去的道符 会给容成带来多大的麻烦 我得抓紧时间 审问刚才那些人了 夏之说道 尽早追回那些道符 有可能就能救下一条人命 审问之事 事不宜迟 大家也来不及联系 正在处理酒吧县城的阿公 直接从后门离开酒吧 也丢下麦巴赫不管 坐着夏之的警车回所里 与此同时 林子彤驾驶着他的兵力 缓缓停靠在一家茶艺会所门口 这家茶艺会所 位于荣城管辖范围内的小县城 距离市区不过50公里 由于这个县城的茶叶 在全国都闻名辖尔 所以茶叶就成了县城的支柱产业 沿途过来的公路两旁 全都是修剪整齐的茶山 眼前的这家茶叶会所 从外头看去 只觉得是一个地主家的大院子 大门里头是一面叼着孔雀的屏风 虽然看不到院子里是什么 但已经能从屏风上 感受到会所的豪气 林子彤还没下车 看着这如此豪华的会所 心里冷哼一声 这家茶叶会所 曾经是驴山派一名嫡传弟子 自己开辟的道观 名为驴云观 后来慢慢发展成一些气候 驴山派也无法直接控制了 所幸我师父便让我们林家出资 赞助他们建造这座茶叶会所 巩固他们在县城的地位 也就是说 眼前的茶叶会所 实际上是一座道观 传承自驴山派 其背后的金主爸爸 正是立成林家 之所以林子彤会来到这儿 正是因为这个门派 曾经是鼎力支持他继任掌门的 可驴星来了以后 这个门派就转而支持驴星了 就算林若府断了对他们的资助 他们也不知悔改 依旧支持驴星 今日过来 便是过来调查调查 他们为何如此不靠谱的 三女下了车 静止走进茶叶会所 刚刚走入其中 便有一名身穿绿色旗袍 身段恶挪的茶叶师迎了上来 三位客人好 请问你们有预约吗 正所谓大营营于世 驴山派的道观在三方七项 这驴云派的道观 就伪装成茶叶会所 而且是高端的会所 普通人无法进来消费 有资格进来的都是达官显贵 这也是驴云派人脉关系的体现 茶叶师的颜值算是很能打的 身材也是前突后窍 气质如同电视上的小明星 但和林子彤比起来 却是逊色无数 总显得有那么些庸俗 而罗宁长得本身也漂亮 又因为长期接触尸体 给人的气质有些冷冰孤傲 而强大的男人 往往就喜欢攻克孤傲的女人 所以茶叶师认为 罗宁也比自己更有吸引力一些 至于赵一瑶 她的性格大大咧咧 不拘小节 一口东北茶子味的东北话 只会让男人把她当哥们 而不会当女神 尽管赵一瑶的颜值 也不在茶叶师之下 若是其他人进入茶叶会所 这名茶叶师的态度 不会如此友好 但看到林子彤三位美女 美得各有千秋 而且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所以将姿态放得很低 林子彤淡淡地说道 股东过来考察工作 还需要预约吗 罗宁和赵一瑶心里大笑 这有钱人 说话就是硬气啊 谁又不想成为林子彤 这样的白富美 同时还包养一个眼手衣 这样强大又温柔的小白脸呢 茶叶师一愣 随后仔细打量林子彤 客人请稍等 我这就去喊经理过来 丢下一句话 茶叶师急匆匆地往后走 似乎觉得自己的能力 接待不了林子彤 这个级别的客人 慢着 林子彤喊住茶叶师 淡淡地说道 经理这种小角色 就不用过来见我了 你直接让经理 去喊你们掌门过来见我 就说林子彤来了 茶叶师的脚步顿了顿 随后步律 更快地往后走 林子彤看了一眼 一旁的茶桌 全然把自己当主人师的落座 拿过斩价上 三十万一斤的名贵茶叶 给罗宁和赵益瑶泡茶 喝到第二盏茶的时候 一行人面色匆匆 脚步匆匆地 从后院走了过来 为首之人 是一名鹤发童年的老头 造型打扮 倒是和驴镜生有点相似 他满脸堆笑 来到林子彤面前 弯腰行礼 原来是师叔来了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 此人名为尚许义 正是现任驴云派的掌门 按照他在驴山派的辈分 是比林子彤还要低一倍的 所以 即便他年过花甲 也要喊林子彤一声师叔 之前 驴镜带着林子彤 游走建州省 就曾经来过此处 和尚许义打了个招呼 当时尚许义直夸林子彤 天赋异禀 是继任掌门的不二人选 结果现在这家伙 倒戈得最干脆 甚至不惜和林家交恶 林子彤从小受到的教育 就是要尊老爱幼 但此时 他不是来孝敬老人的 所以姿态依旧摆得比较高 他坐在根雕椅上 随意扫了上许义一点 声音清冷地说道 上掌门气色红润 看来最近过得很是滋润 想来是生活和工作都顺风顺水 没什么烦恼吧 尚许义眼中闪过一丝利色 这丝利色显然是对林子彤这个年纪 轻轻的小丫头 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而不满 不过他却不敢真的生气 皮笑若不笑地回答 修道之人 修身养性 最近我的修为略有精进 所以气色才稍微好一点 说完 尚许义上前几步 不等林子彤邀请 就坐在她的对面 伸手要去端放在茶桌上的茶杯 谁曾想 林子彤随手一谈 那茶杯就滑到赵一瑶面前 这是我的杯子 赵一瑶说道 尚许义脸色尴尬 可你面前已经有一个杯子了 赵一瑶左一杯右一杯 像是喝白酒似的 把茶水一饮而尽 然后擦了擦嘴角吐槽道 南方人的茶我是真喝不明白 既不好爽也不解渴 两杯下肚啥感觉也没有 尚许义暗道 赵一瑶不知礼数 抱点天物 心里也生出点点怒意 她脸色僵硬地问林子彤 敢问师叔今日过来 可是有什么指教 指教不敢当 林子彤虽然是一介女流 但说话时 已经具备上位者气息 给人一种无形的压迫感 我的模样 难道不像是心事问罪 尚许一眼神一宁 没想到林子彤会这么直接 她身后的那些驴云派弟子 对林子彤了解不深 只觉得她是一个神秘的女人 所以弟子们 已经隐隐有人压不住怒火了 不等尚许一说话 林子彤又打量着四周 我们林家断了给你们的资金以后 你们的会所 似乎搞得一样 有声有色 这说明 你们已经不需要我们的资助 还是说你们 另有牟利的渠道 尚许一咽了口唾沫 笑着答道 师叔说的这是什么话 你知道的 会所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罢了 我们驴云派存在的真正目的 还是修行道行 造福苍生 说得好 我都快信了 罗宁在一旁冷笑道 方才我们一路过来 途中顺手解决了三只恶鬼 我倒是好奇 驴云派最近都在干什么 难道你们所谓的造福苍生 就是天天泡茶吗 罗宁没说假话 他们出发的时候 天已经快黑了 路上真就遇到了几只恶鬼 罗宁和赵一瑶 顺手就解决了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林子彤才不打算 给尚许一什么好脸色 直接摆出心诗问罪的态度 尚许一微微汗手 答道 我不知道 你们说的恶鬼是什么意思 这尚许一是打算直接摆烂了 林子彤眼神微寒 如果自己手里 没什么实质性的证据 恐怕无法对尚许一动手 但尚许一表现出来的姿态 似乎已经把事情 摆在明面上了 这个尚许一 肯定没干什么好事 且对驴山派 已经有了二心 也不再对林家 抱有感激之情 荣承 派出所的审讯室里 冷冰冰的审讯椅上 坐着长发男子 他的手脚被靠住 特制的审讯椅 让他无法站起来 更别提逃跑了 吱压一声 审讯室的门被打开了 走进来的人 是严守一和夏之 看到严守一的一瞬间 长发男子便忍不住心生恐惧 不敢与之对视地低下头 关上门 夏之又关闭了 所有监控和录音设备 而后他对严守一说道 所有的监控和录音都关了 外面的人也被我支走了 你想怎么问都随你 闻言 长发男子的心 就忍不住凉了半截 严守一打量着长发男子 淡淡地说道 自爆家门吧 我不想浪费时间 长发男子咬咬牙 似乎在纠结要不要坦白 见状 严守一抽出一张道符 随后一谈 道符就飞到长发男子的面前 长发男子看了一眼 吓得脸色苍白 他认得这张道符 正是出自他手里的那一批 而且还是最狠毒的怨灵缠身符 此时 那张道符无火自燃 冒出黑烟 黑烟旋即形成一道人影 是一名穿着红裙的女鬼 女鬼脸色苍白 头顶有一个深深的刀伤 脑袋像是被劈了一刀的西瓜 又细又长的眼睛里 满是恨意 嘴角却是诡异地上翘 她的身体软绵绵地 把脑袋枕在长发男子 面前的小桌板上 脑袋180度旋转 音笑着盯着长发男子 紧接着 女鬼又好像蟒蛇似的 顺着男子的身体往上爬 最后那苍白的双脚踩在男子的双肩 身体90度弯曲 脑袋倒挂在男子面前 男子早已经浑身冷汗 双肩仿佛有千军众 两只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巴大 巴大 冷汗从男子的下巴低落 彰显着她的紧张和害怕 眼手一淡淡地说道 这只女鬼出自你手 你应该知道她的本事 之前对付我的时候 你释放了三十几只恶鬼 却唯独没有放出她 说明你完全没有信心能够掌控她 巧了 如今我正好用她来对付你 以长发男子这点微末倒横 根本不是这只红衣女鬼的对手 如果放任女鬼继续骑在她的身上 要不了几分钟 她的双肩骨头就会全部碎裂 然后阳火熄灭 被吸干阳气而死 这也堪比低端版的滴水型了 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之下 长发男子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 他用颤抖的声音自我介绍 我叫崔俊才 是驴云派的长老 驴云派 眼手一眉头一皱 似乎感觉自己在哪听过这个门派 好像臭丫头今晚要去驴云派心事问罪 她眼神微冷 对红衣女鬼使了个眼色 红衣女鬼知道 眼手一是她惹不起的存在 所以异常的乖巧听话 当下增大压力 让崔俊才的肩膀发出嘎嘎的声响 好像是骨头的碎裂声 崔俊才都要被吓尿了 之前身为掌门的气势早就消失不见 您 您要问什么尽管问 小的一定知无不达 那些道福是什么情况 崔俊才快速回答 是掌门让我们卖的 道福从何而来 不知道 也许是掌门给的 不肯说实话 眼手一又要让红衣女鬼出手 崔俊才顿时耸了 掌门也只是经手之人 道福是驴山派掌门给的 眼手一瞳孔一缩 驴山派掌门 驴金掌门 不 不对 驴金掌门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 而且 现在驴山派的掌控者是驴星 崔俊才口中的驴山派掌门 应该是驴星才对 他冷声问道 是驴山派新来的那位女掌门吗 对 就是她 崔俊才急忙说道 那位女掌门前不久 去到我们驴云派 和掌门商议 只要掌门愿意帮她敛财 等她完全控制驴山派 掌门就能回归驴山派 名正言顺地位列长老之席 果然是驴星 是这个女人 在想民间兜售邪恶的道府 严守一直觉得 这背后的水越来越深了 你还知道什么 接着说 崔俊才哆哆嗦嗦地说道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掌老罢了 知道的实在有限 那驴星很有手段 掌门都对她无比佩服 而且听掌门说 驴星用同样的手段 已经拉拢了建州省大部分门派 那些门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好处 一致支持驴星执掌驴山派 对 对了 驴星还说 让各个门派密切注意你 你和你的妻子的动向 要是遇到了你们 第一时间要通知给她 遇到我和臭丫头 要第一时间通知驴星 严守依心里意冷 通知给驴星做什么 难道这个老女人 想要掀下守卫墙 杀了我和臭丫头 然后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 掌控驴山派 不好 臭丫头 现在就在驴云派 临时说 我们驴云派只是一个小门派 倘若师叔没什么正事的话 还是让弟子们都回去修行吧 查医会所里 尚许一给林子彤下了逐客令 从方才林子彤的反应来看 尚许一认定 他们手里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线索证据 也就没法对他们驴云派心事问罪 更何况 尚许一现在已经有了新的靠山 如今一点都不出林子彤 面对三个年纪轻轻的小丫头 人老成精的尚许一 在心里冷笑 到底是几个没见过世面的丫头骗子 就凭你们还想来 我们驴云派的地盘心事问罪 若是换作过去的驴镜声 现在的驴精也就罢了 本作还怕他们几分 你林子彤算什么 还是赶紧找借口 把这三个丫头骗子赶走 不要误了本作的大事 罗宁看向林子彤 用眼神询问他的意思 赵义瑶的想法就简单许多了 如果看这帮家伙不爽 直接揍他们就好了 至于以什么理由动手 那还不简单 只需要问上许一一句 你丑杀 动手的理由就有了 正在双方僵持指示 林子彤的手机忽然叮了一声 有短信来了 林子彤饮着茶 打开手机看了一眼 大傻子 我这边有重要发现 驴星勾结驴云派 只使驴云派长老崔俊才 在荣城向普通人贩卖道夫 目前崔俊才已经被我们抓住 且什么都交代了 你那边如何 看到信息的林子彤 眼神突然一变 随后心里冷笑 动手的理由 这不就来了吗 他放下茶杯 双手快速回复 我准备动手了 叮的一声 眼手一秒回消息 注意安全 要是对方实力不强 就让罗宁和赵一摇出手 还好二女没看到这消息 否则恐怕要气炸 合着我们没怀孕 就该当工具人是吧 林子彤不动声色地 把眼手一这条 大逆不到的消息删除 然后截图发给罗宁和赵一摇 二人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脸上都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尚许易一直观察着他们 此时便从他们的表情中 看到了些许危险信号 不等林子彤说话 尚许易便在身边弟子的耳边低声说道 去把大门关起来 召集所有弟子过来 这名弟子脸色凝重 不动声色地退下了 当然 这一幕也落在林子彤他们的眼里 尚许易面露微笑 师叔 滚犊子 赵一摇突然抱起 拳头毫不客气地往尚许易脸上招呼 尚许易双眼一瞪 没想到这女汉子会毫无预兆地出手 不过尚许易也是有修为在身的 所以他立即反应过来 歪头闪躲 与此同时 尚许易身后的长老弟子 也全都不掩了 纷纷掏出兵器 捏着法绝 将林子彤三人包围 尚许易冷着脸道 师叔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少在那装算 赵一摇撇了撇嘴 自己做了什么 心里没点逼数吗 驴云派的弟子们 嘴角抽了抽 这女人长得漂亮 可惜生了一张嘴 林子彤淡淡地说道 崔俊才在荣城被抓了 他做了什么 你们心里应该很清楚 听到崔俊才的名字 尚许易等人眼神微变 尚许易的脸色 从之前的有恃无恐 变成被人戳穿阴谋后的恼怒 他阴沉着脸 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林子彤等人 声音阴沉地说道 本来大家分道扬镳 谁也不欠谁 相安无事多好 你偏偏要到我们 驴云派来汤浑水 这就怪不得我不念旧情了 说这话的时候 茶艺会所的大门已经关上了 大量驴云派的弟子 从后院涌出来 林子彤一眼望去 面前黑压压的都是人 约莫有上百之数 而他的身边 只有罗宁和赵一瑶 三个弱女子 林子彤依旧坐在茶桌前 他抬起头 眼神清冷地看着尚许易 上掌门现在束手就擒 一切都还来得及 待会儿动起手来了 可就没有回头路了 尚许易仿佛听到什么笑话似的 仰天大笑 你们不过是三个丫头骗子罢了 就算你林子彤天赋一饼 那又如何 我驴云派也不是吃素的 想吓唬本作 你以为你是驴镜生 尚许易显然没有 把林子彤放在眼里 而马上林子彤就会让他知道 今日的选择 是他这辈子 做过最错误的决定 动手吗 罗宁笑容玩味 似乎早就想要出手了 然而回答罗宁的 不是林子彤 而是尚许易 尚许易大贺 动手 今晚他们谁也别想 活着离开驴云派 站在尚许易身后的几名长老 抢先出手 他们同时祭出招魂灵 将自己炼制的鬼物放出 命令鬼物去撕咬林子彤 驴云派传承自驴山派 所以在所会的本领上 和驴山派没什么区别 只是细枝末节处有些出入 这些鬼物经过精心饲养 并非是普通的恶鬼可以比拟 它们一个个身长九尺 獠牙和指甲 都超过十几厘米长 如同一只只嗜血的野兽 五只恶鬼如同乌云 将三女笼罩在它们的阴影之下 来得好 赵一瑶兴奋到 上次黄四皮吞噬了 鬼王惊魄以后 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出手过 正好拿你们练练手 说着 赵一瑶的身体里 突然冲出一道灵体 在她的面前 形成一只巨大的黄鼠狼形状 黄四皮体长超过四米 已经不能以黄鼠狼的认知 来形容她了 此时的她更像是一只猎豹 黄四皮现身立刻呲牙咧嘴 同时口吐人言 上一顿还没有消化 这又送来了几碟小菜 不错不错 本大爷很是满意 五只恶鬼本来盛气凌人 但当黄四皮现身以后 气势瞬间被压倒 九尺身高的恶鬼 却是连连后退 在黄四皮面前瑟瑟发抖 根本踢不起与之战斗的勇气 可这样 赵一摇就会放过他们吗 不 赵一摇指着恶鬼说道 黄四皮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这五只都是凉菜 凉菜 可是要趁新鲜吃啊 黄四皮哈哈一笑 残忍地扑上去 黄四皮出手 顿时犹如狼入羊圈 那些之前还凶神恶煞 一副得谁吃谁模样的恶鬼 根本扛不住他的野蛮私咬 首当其冲的那只恶鬼 被黄四皮一个飞扑 死死地咬住脖子 紧接着便是在地上一个死亡翻滚 恶鬼顿时伸手一触 这还不算完 黄四皮三两口吞下恶鬼的脑袋 又将其身体撕成碎片 像是吸烟一般 尽数吸进嘴里 他的眼睛变得心红 伸出舌头舔着嘴唇 意犹未尽地盯着其他恶鬼 在黄四皮的面前 恶鬼早就不是恶鬼 更像是任人宰割的小鸡仔 尚许一身后的长老们见状 纷纷大惊失色 那名被吃掉的恶鬼主人 更是遭到反噬 捂着胸口口吐鲜血 出 出马先 众人又惊又怒 驴山派好歹也是名门正派 这林子彤 还是前任掌门的关门弟子 怎么会和不入流的东北出马 先整到一块了 尚许一在惊讶过后 眼神更加阴冷 神色更加发狠 驴音派虽然传承自驴山派 但为了区别驴山派 尚许一一直要求弟子们 在修行控轨之术之外 还要再精修其他本领 而他们最得意的 便是如同武当山那样的体术 说粗俗点就是功夫 后来赶来的弟子们 手持刀枪棍棒 脸上同样有着汗色 满身横肉的模样 看着好像真的背过几条人命似的 恶鬼打不过黄四皮 活人还斗不过这几个弱女子吗 尚许一下令道 全都给我上 不需要留活口 事已至此 尚许一也只能破罐子破摔 反正已经惹怒了林子彤 不如就直接杀了林子彤 向驴星送一份投名状 如此一来 驴云派说不定还能更受驴星关照 以后驴星完全控制驴山派 驴云派便能更上一层楼 数十名驴云派弟子一拥而上 有的甚至飞檐走壁 的确伸手不凡 而面对这些手持武器的弟子 林子彤依旧静坐 身旁的罗宁冷哼一声 从袖子里抽出一根笛子 一声笛鸣 三道身影忽然跨过茶医会所高高的围墙 稳稳当当地落在罗宁的面前 一股湿气也随之飘了进来 只见罗宁的面前是三具身高两米的僵尸 它们轻面獠牙 可怕之处自不必说 特别之处是它们的肌肉成块状 体标有金属色泽 看着十分坚硬 罗宁伸手 敲了敲其中一只僵尸的胸膛 竟然发出当当的声音 竟然是金刚狮 尚许义再次震惊 他虽然擅长控轨 但对僵尸也有一定的了解 这金刚狮是僵尸当中身体最为坚硬的存在 普通的武器连伤都伤不了它们 炼制这种僵尸 必须要在矿山中进行 尸体一边吸收地煞之气 一边吸收金属矿里的五行之力 尚许义这么多年来 也从未见过一只金刚狮 但罗宁一出手便是三只 出马仙 赶尸人 这林子彤当真是驴山派弟子 而不是民间教派弟子吗 尚许义在心里疯狂吐槽 罗宁笑道 我这金刚狮对付鞋碎不行 行动也不算敏捷 但就是盛在身兼如铁 你们以血肉之躯和它们拼杀 就如同拎着菜刀去劈砍坦克一样 话音落下 罗宁似乎并不打算给上许义后悔的机会 他轻轻地打了个响指 三只金刚狮直接向着驴云派弟子冲去 咚咚咚 他们的脚步如惊雷 将轻蚀铺成的地板踩得尽数碎裂 那些自认身手不错的驴云派弟子 拿着武器对金刚狮一阵劈砍 但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过之后 金刚狮毫发无损 而他们的武器全部卷刃断裂 金刚狮也开始还击了 他们随手抓住驴云派弟子的胳膊 轻轻一捏 他们的胳膊就好像像皮泥一样 被捏得扁扁的 碎成碎片的骨头 刺破胳膊 鲜血从崩裂的血管中喷出 另一只金刚狮更是粗暴 他将手臂挡在胸前 然后在人群中奔跑 所过之处 驴云派弟子全部被撞得倒飞出去 口吐鲜血都是小 万一被金刚狮踩一脚 那可是 阎王爷到场都就不回来 三只金刚狮出手 茶医会所里顿时哀嚎一片 鲜血更是四处飞溅 尚许一见到如此场景 不由地吓退两步 他本来是瞧不上林子彤的 毕竟上次他过来拜访 还是由驴精带着过来 说话时候客客气气 明明辈分更高 却姿态很低 尚许一哪里知道 当时林子彤不过是本着尊老阿佑的原则 不想在尚许一面前摆谱而已 却没想到 他对尚许一的尊敬 反而变成尚许一轻视他的理由 尚许一原以为 林子彤再厉害 也不过是一个小丫头 没有驴精撑场 她就是可以随意被揉捏的软柿子 但如今这软柿子摇身一变 变成了硬铁板 更可怕的是 尚许一想要捏软柿子的手 已经收不回来了 他结结实实地踢在了硬铁板上 该死 尚许一退无可退 只能转身跑进驴银派祠堂 不一会儿 他抱着一个灵魏冲了回来 林子彤 我驴银派好歹也有百年根界 你想要在驴银派撒野 就得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 说着 尚许一胳膊手掌 用伤口贴着灵魏 那灵魏顿时爆发出红光 将尚许一的鲜血尽数吸收 其他的长老健壮 脸色大变 掌门不可 那可是鬼王灵魏 你要是将他唤醒了 我们都没有能力将之镇压回去 尚许一却是一脸誓死如归 林子彤已经欺负到我们家门口了 现在本作也是退无可退 大不了大家一起下地狱 灵魏吸收了尚许一的鲜血 突然崩裂 一道黑色巨大的鬼影 缓缓在尚许一的脑袋上凝聚 而此时的尚许一脸色苍白 直接瘫坐在地上 为了唤醒这只被封印的鬼王 他的精血直接被吸干 就算这次能够度过一劫 恐怕也要修炼十年 才能恢复身体 那只鬼王足足有九米之高 身披甲皱 手持弯刀 气势凶悍 辱患无 有何事 鬼王声音深沉又空灵 压迫改十足 此时此刻 一直坐在茶桌前饮茶的林子彤 才稍微抬起眼皮子看一眼 尚许一召唤的这只鬼王 乃是他们驴云派这一脉的祖师爷 当年降服的鬼王 这只鬼王屈服在驴云派祖师爷脚下 被其召为供奉 约定鬼王受驴云派的香火 但在驴云派危难之际也要出手相助 不过时隔多年 驴云派祖师爷早就隔屁了 这只鬼王对驴云派的后辈又没什么感情 所以此时被唤醒 心情有些不悦 尚许一强撑着身体 跪在鬼王面前 不停叩首 驴云派已经到生死存亡之际 还请鬼王大人出手相救 鬼王也注意到 正在追杀恶鬼的黄四皮 和正在人群中冲杀的金刚师 只听鬼王冷哼一声 哼 区区出马仙和赶狮人 你们都搞不定 驴云派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还不如灭门算了 尚许一听了 把姿态放得更低了 不过狠话归狠话 这只鬼王也盯上了黄四皮 鬼王发现 黄四皮的筋魄强度 远胜于普通的黄大仙 要是能将这只黄大仙吃了 那可是大补 少说都是几十年的功力 胆敢来驴云派闹事 我看你们是活腻了 鬼王放出狠话 算是城下要救驴云派 尚许一这才松了口气 脸上露出猙獰的笑容 林子彤 我看你们这回该怎么办 鬼王出手 果然非比寻常 他手中的弯刀狠狠一劈 当场便将一只金刚师 拦腰斩断 金刚师对付活物 可谓无敌 普通的兵器 也无法伤到他们 但鬼王的武器并不是凡兵 这才轻易将金刚师斩成两段 被斩成两段的金刚师 也没有完全死去 而是上本身和下半身 各走各得 依旧在追杀驴云派弟子 只是行动大大受损 对驴云派的威胁 没之前那么大了 见状 鬼王又将目光 锁定在黄四皮身上 黄四皮感应到鬼王的杀意 倒也不惧 反而挺起身子 用双腿站立 黑溜溜的眼睛 也盯着鬼王看 鬼王怒道 你敢与本王对视 黄四皮哈哈一笑 有何不敢 你这点微末倒横 在本王面前根本不够看 你哪来的胆子 本大爷是打不过你 但本大爷不怕 黄四皮笑道 蛆蛆鬼王而已 有什么了不起的 蛆蛆鬼王 鬼王震怒 难道现在的鬼王 是路边的白菜 一点都不稀奇了吗 更何况 这话还是从一只黄大仙口中说出的 这对鬼王而言 可是奇耻大辱 震怒的鬼王 当下挥舞着弯刀 要将黄四皮就地正法 可黄四皮虽然道横不如鬼王 但行动却异常灵活 他扭着腰 轻松躲过鬼王的攻击 然后往赵义瑶的方向跑 一边跑 一边喊 林家的小丫头 你别藏着掖着了 赶紧出手吧 林家的小丫头 鬼王立刻看向林子彤 猛然发现 林子彤身上竟散发着一股 令他胆寒的气息 这是怎么回事 只见林子彤缓缓起身 抬起右手 在他的右手手腕上 有一串由白玉般的骨头编成的骨链 而骨链上着挂着黑色的小铃铛 铃铛上盘着一条小蛇 叮铃铃 链招魂链响起 林子彤珠唇倾起 轻声喊道 花银 黑穿路 你们二人出来迎战 链招魂铃链 一黑一红两道鬼气冲出 先是冲向云霄 而后又如同陨石般坠地 最后在林子彤的面前 凝聚成穿着红裙的桃花银 和那配着武士刀的黑穿路 桃花银转着圈 红色的裙摆 如同一朵娇艳的玫瑰 裙下的白腿 仿佛能勾人 他的玉手扮演着面 从指缝间露出的眸子 有无限风情 黑穿路双腿微曲 一手抓着刀鞘 一手承抓握撞 距离刀柄 一指距离 眼神灵力如刀 仿佛随时会出刀杀人 二者一出 气势犹如海浪扑面 愣是让鬼王周身萦绕着的鬼气 都向后退了几分 小姐 桃花银娇声说道 有什么任务要交给我们吗 林子彤淡淡地说道 你们面前有一只鬼王 杀了他 金破任由你们处置 文言 桃花银和黑穿路 同时眼睛一亮 自打上次在阎首一那 直接吸食鬼王金破以后 他们俩的修为大掌 这吸食鬼王金破 效率可比慢慢修炼高得多 眼前这个鬼王虽然不怎么样 比起时经要差得远 但聊胜于无阿 二人顿时兴致勃勃 或者说是 鸡肠碌碌 面前的鬼王健壮 愣了 本王把你们当敌人 你们竟然把本王当食物 岂有此脸 鬼王怒不可遏 准备出手 好好教训教训眼前这两只小鬼 但突然间 鬼王又察觉到不对 以他的道行 竟然只能察觉出 那只霓虹鬼的道行 半步鬼王 而另一只女鬼的道行 完全深不可测 判断一只鬼王实力强弱 最直观的办法 就是查看他们的体型 鬼王早就摆脱肉身束缚 所以实力越强 他们的体型就越大 之前鬼王没把桃花银放在眼里 是因为桃花银的体型和活人 没什么区别 甚至还略有些娇小 但现在鬼王发现 自己根本看不透桃花银 这代表着桃花银的实力 可能要在他之上 哼 桃花银轻笑一声 对面前的鬼王问道 你是不是觉得 我的体型娇小 实力低微 鬼王沉声不说话 桃花银的身上 忽然有鬼气泄出 与此同时 他的体型也在不断长大 眨眼的功夫 原本不过一米六几身高的桃花银 竟然长到超过十米 足足十三米 尽管桃花银妩媚多娇 但此时此刻 他已经是巨人形态 美感全无 有的只是阴森可怕的气势 十三米高的桃花银 眼睛微眯 笑盈盈地对鬼王说道 不知把你吃了 我的个头能不能再长一长 鬼王听了 毛骨悚然 妩媚多娇的桃花银 身形暴涨到十三米 之前还气势汹汹 目中无人的鬼王 此时在桃花银面前 就好像是个孩童 如果单纯的实力 不如人也就罢了 但结合鬼王之前 那十分装逼的话语 事情就变得有意思起来 就如同一个十八岁刚 拿到驾照的小屁孩 开着老爸的桑塔纳出门装逼 路上随便嘲讽一个路人 结果对方转身 开了一辆兰博基尼 羞愧到无地自容啊 鬼王看着体型巨大的桃花银 沉默不语 尚徐脸色发白 浑身发抖 哆哆嗦嗦地说不出话来 林子彤身边竟然有鬼王保护 而且还是如此强大的鬼王 这不可能 这不应该啊 玄机尚徐蜴想明白了 这只女鬼王 肯定是吕镜生 留给林子彤的保命底牌 否则凭她的年纪和实力 怎么可能收服 如此强大的鬼王啊 此时的尚徐蜡 肠子都毁清了 她只想到 林子彤年纪轻轻 根基不稳 却没想到林子彤身后 还有一个百年老掌门的支持 那些原本对上许役 还抱有期望的驴云派长老们 看到桃花银的现身以后 吓得肝胆剧烈 在桃花银出现的一瞬间 二者之间胜负已分 可以说驴云派的败北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掌门糊涂啊 有长老万分懊恼 他们原本就不是特别支持 上许役的计划安排 只是大家都是 一条船上的蚂蚱 谁也别想独善其身 现在计划失败 驴云派覆灭在即 他们才敢说出新声 突然 之前还嚣张跋扈的鬼王 扑通一声 跪在林子彤的面前 他姿态极低 与其惊呼哀求 小的和驴云派 并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当年 与他们祖师也有约定 要在危难之时 出手相助一次 这是情义所在 还请大人 看在小的重情重义的面子上 放小的一马 赵义摇眼角一抽 你压现在说倒戈就倒戈 这也算是重情重义 桃花银看向林子彤 要请林子彤定夺 这个细节 也让尚许义和鬼王更加心惊 如此强大的鬼王 在林子彤的身边 竟然不是平等关系 反而是主仆关系 这说明 林子彤对桃花银 有着绝对的控制 如果此时在场的 是其他未经世事的小姑娘 说不定就一时心软 放过鬼王了 但很遗憾 在场的是林子彤 在跟着严守一之前 她就是商场女强人 在商场上 如果没能做到杀法果断 必然会成为别人的鱼肉 所以 林子彤此时铁石心肠 根本没有受到鬼王的影响 只见她朱唇轻起 眼神冷漠 杀了鬼王 活捉上许义 其他胆敢违抗者 全部杀无赦 上许义文言 心如死灰 鬼王更是强弩之末 再也不装了 怒吼一声 对林子彤出手偷袭 巨大的弯刀 直直劈向林子彤的脑袋 黑川路冷哼一声 直接把刀迎了上去 枪 两刀碰撞 还是鬼王略胜一分 将黑川路击退 紧接着 鬼王再次对林子彤发起进攻 他笃定 黑川路不可能再前来阻拦 但那桃花营 怎么也没动手的意思 林子彤看到袭来的弯刀 威然不惧 他缓缓抽出身后的红神伞 将伞面打开 双手握住伞柄 举过头顶 枪 再一次 鬼王的弯刀被挡下了 鬼王大惊失色 那黑川路是半部鬼王 能挡得住自己的攻击 也就罢了 这女娃娃 怎么也有这种本事 林子彤收起红神伞 一枪刺出 直接洞穿鬼王的喉咙 鬼王吓得连连后退 还没等他回过神来 桃花营便从身后 一把捏住鬼王的脑袋 一股魂飞魄散的威胁 瞬间将鬼王笼罩 如果鬼王还是一个活人的话 那么此时的他 必然是汗毛倒数 几倍发凉 如至冰窖 死 桃花营娇喝一声 手中猛然用力 直接将鬼王的脑袋掐爆 脑袋被捏爆 鬼王的身体瞬间溃散 化作漫天的惊魄 犹如无数萤火虫 仅仅几个回合 之前还嚣张无比的鬼王 便已经沦为一团惊魄 见到这一幕的尚许役 彻底摊在地上 他最大的底牌 在林子彤的面前 都不值得一提 还有反抗的必要吗 其他的长老弟子 也全部停手 为了表达自己的善意 他们甚至全部丢掉了武器 双手抱头地跪在地上 他们可没有忘了林子彤之前的话 反抗者杀无赦 这发展数百年的驴云派 怎么也不会想到 竟然灭在区区三个女人的手中 赵一瑶喊住了黄四皮 罗宁也打了个响指 让金刚师停止杀戮 但驴云派的大怨 还是一片狼藉 遍地尸骸 回过神来的驴云派众人 心里直呼造念 当然 造念的不是林子彤 而是自寻死路的尚许义 若是早知道 林子彤有此等实力 积极拥护林子彤继任掌门 才是明智之举 可掌门却为了那点迎头小力 选择了驴云的阵营 将驴云派推上灭派之路 花营 黑川路 黄四皮 金破你们自己分吧 林子彤吩咐道 桃花营嘟着嘴 这鬼王是他一人杀的 却要分金破给黑川路和黄四皮 不过为了和谐共存 桃花营也只是嘟了嘟嘴 最后大方帝将金破一分为三 分给黑川路黑黄四皮 他甚至没有多要一点 其实这金破按照实力分配 又或者按照初力分配 另外两方都不会有意义 但桃花营这么做 着实获得了不少好感度 黄四皮甚至嘎嘎笑道 妹子 本大爷他日修成人生 第一个娶你回家 桃花营文言大怒 滚 黄四皮直接抱着金破 钻回赵一瑶体内去了 赵一瑶无奈地替黄四皮道歉 熟练的样子令人心疼 黑川路则是非常有武士精神 双膝下跪 把武士刀放在一边 对着桃花营行了一个大礼 这又让桃花营不知所措了 毕竟桂地磕头在他的印象里 是非常非常严肃的礼节了 用在这个场合过于夸张 但这对黑川路而言 就是认真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 你们都回去吧 将桃花营和黑川路 都收入古链招魂灵 林子彤的目光落在尚许易的身上 收到林子彤发来的报平安短信 严守一的心放下了 回想刚才自己紧张的样子 严守一又不由自主地觉得有些可笑 林子彤可不是那种需要他保护的花瓶 不说他实力如何 现在他身边还有罗宁和赵义瑶 手下更是有桃花营这一员猛将 该担心的人是驴云派才对 对于林子彤最后处置驴云派的方法 严守一也十分赞同 支持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 林子彤还没有真正成为驴山派掌门 如果强行灭门的话 只会让他成为大家仇恨的目标 第二 有驴云派做例子 其他门派恐怕都会把被灭门 当作林子彤的手段 以至于林子彤在去拜访其他门派的时候 他们都不会给好脸色 甚至会严阵以待 第三 林子彤的做法要有区别于驴星 否则二者任谁当上驴山派掌门 对那些小门派而言都没什么区别 自打得知 是驴星在背后 指使驴云派贩卖道福的那一刻起 严守一对驴星这个女人 就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她就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女人 就算她是驴晋升的亲孙女 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放下手机 严守一对面前的崔骏才说道 驴云派解散了 等你在监狱复兴完毕 就该干啥干啥吧 崔骏才闻言 浑身一震 随后懊恼万分地低下头 严守一懒得安慰这家伙 既然他胆敢做出那些事 就应该要想过后果 还好现在只是解散驴云派而已 若是崔骏才在干点坏事 恐怕直接会落得个 生死盗消的结局 下之警官 事情大致解决了 这些人就交给你处理了 严守一对下之说道 下之点点头 让人把崔骏才等人带回去关押好 他又向严守一 打听了一下崔骏才等人的背景和内幕 严守一也没有隐瞒 将驴星霸占驴山派的事情 告诉给下之 下之怎么说 也是在保护荣城百姓的安全 驴星所作所为 直接影响到荣城百姓 他当然不可能不闻不问 只是得知事情情况以后 下之深深地感觉到 自己的能力有限 恐怕管不了驴星 他叹气道 驴星之事 我的能力有限 恐怕帮不上什么忙 也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可千万别让铜金城的邪恶计划再次上演 铜金城当年可是想要让整个荣城百姓牺牲 以复活他的爱人的 虽然严守一 现在暂时不知道驴星的目的是什么 但此女带来的威胁 不比铜金城带来的小 所以 严守一认真地点点头 告别下之 严守一和龙飞城 从警局里走出来 恰逢阿公也处理好了酒吧的骚乱 开着麦巴赫 过来接他们俩 坐上车后 严守一再次讲述一遍驴派那边的情况 以及驴星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 龙飞城听后问道 严哥 你打算怎么对付驴星 肯定不可能杀了他 严守一叹了口气 要是驴镜生掌门 回来就好了 都不需要我们出手 阿公询问 还没有驴镜生掌门的消息吗 严守一摇了摇头 他忽然想到了 前堂的说书人 银汤和黄英 银汤知道的秘密多的吓人 早知道当初就应该顺带问驴镜生的下落 说不定就会有意外之喜 严守一打了的哈欠 先回咱们的民俗研究会吧 臭丫头灭了驴云派 消息今晚就会传到驴星的耳朵里 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 还得看驴星有什么动作 第二天清晨 三方七相 文如方 属于驴山派的院子里 有一位体态风雨的美妇人 独自坐在蒲团上修炼 她的容貌和驴镜生有几分相似 但比起仙气飘飘的小老头驴镜生 驴星身上看不到半点出尘之气 恰恰相反 她和驴镜生不同的戏长眼睛里 时不时闪过一丝狡诈之色 这是一位心机和城府颇深的中年女子 她的修炼被一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 一名心腹急匆匆地跑进来 在门槛外面跪着 声音低沉又焦急地说道 掌门 大事不好了 何事 驴星睁开眼 抓起手边的浮沉 甩了一圈后 搭在胳膊上 心腹沉声说道 林子彤和严守一一行人 前日晚上回到荣城 昨天 林子彤杀去驴云派 将尚许一杀了 驴云派被她强行解散 所有弟子的修为全部被废 另外 帮我们贩卖道夫的崔骏才长老一行人 昨晚也被严守一代人抓了 现在尚广义长老正在前厅休息 他的修为也被废了 尚广义还说 林子彤让他给您带句话 他让您在驴山派等着 他不日便会上门拜访 是他的您抢不走 要斗就斗到底 听着心腹的禀报 驴星神太冷静 似乎并没有动怒 他早料到会发生这些事 毕竟他也调查过林子彤和严守一 知道他们俩都不是什么小人物 心腹见驴星始终不说话 不放心地问 掌门 咱们要不要相应地做出一些行动 驴星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问到 黄大海和周玉泉去哪了 还没有找到吗 他们俩去了长安 前日跟着林子彤一起回来的 回来后就躲起来了 心腹答道 这段日子 驴星已经将驴山派完全掌控 如果当初黄大海和周玉泉 没有离开驴山派 那么等待他们的将会是囚禁 驴星沉吟了一阵 缓缓说道 我本想好言相劝 让林子彤主动放弃掌门之位 但现在看来 林子彤的年纪大不 脾气却不小 火气这么大 是应该给他浇一盆冷水 让他冷静冷静 心腹小声问道 掌门 您打算怎么做 你去地牢一趟 把驴精的手指切下一根 给林子彤送去 驴星语气淡然 说完便闭上眼睛 准备继续修炼 心腹咽了口唾沫 硬声退下 他心里已经有不祥的预感了 恐怕这根手指头 送到林子彤面前 双方的恩怨 将会达到不死不休的地步 只能祈祷 掌门实力强大 能够力压林子彤 否则 夜晚 严首一和林子彤 相继返回民俗研究会 二人躺在床上 简单地交流一下 各自今天的所见所闻 没多久就被严首一 以妈妈要有好的睡眠宝宝 才能健康发育为理由 暂时打断了聊天 二人相拥而睡 尽管现在宝宝还没有恢复发育 但严首一 已经把林子彤 当作孕妇对待了 至于何时才能让宝宝恢复 这点林子彤明确说过 当时驴精带着他 去东海棚来找一位前辈 那位前辈将解开封印的方法 交给了驴精 所以只有等见到驴精 才能让宝宝恢复发育 至于为何交给驴精 而不是交给林子彤自己 用前辈的话来说 是担心林子彤会出于母亲的身份 而冲昏头脑 做出不理智的决定 这点严首一是赞同的 并不是说林子彤不够理智 而是任何一个女人 为了自己的孩子 都会做出疯狂的事来 第二天一早 二人起床洗漱 林宇和林英已经化身小厨娘 给二人送来丰盛的早餐 摆在桌上的是现做的三明治 几个荷包蛋 以及新鲜的牛奶 不过严首一浅浅地吃了几口以后 不太习惯地说道 这些东西虽然营养高 但是我还是习惯吃包子馒头 如果能配上油条豆浆 就更好了 林宇和林英听了 立刻摘下围裙 打算出门给严首一买包子馒头 严首一赶紧拦住他们 自己还没矫情到那个地步 不过他注意到了一点 那就是 林宇和林英给林子彤准备的食物 全都是自己做的 给自己准备的食物 则是出门买的 也就是说 真正受照顾的是林子彤 而自己这个坠绪 只是顺带的而已 知道真相的严首一眼泪掉下来 如果从金钱角度来看 严首一的的确确是一个坠绪 但从其本事来看 林家才是真正依附着严家才崛起的 所以 严首一对自己的家庭地位认知非常清楚 今天有什么打算 严首一看了一眼金属叉子 然后默默地拿起筷子 给自己加了一个荷包蛋 筷子戳破嫩白的荷包蛋 黄色的蛋液流淌而出 鸡蛋的鲜香四溢 严首一决定收回 喜欢吃包子馒头的话 林子彤小口小口地喝着热牛奶 一双美腿叠在一起 在椅子下前后晃荡 打算再去走访几个门派 严首一想了想 说道 那样太麻烦了 昨晚你对驴派出手一试 想必消息很快会传出去 与其你一个个上门拜访 不如直接通知他们 掌门到咱们这儿来 有事一并说清楚就好 他顿了顿 又说道 有意继续支持你的门派 自然会主动投诚 就算是摇摆不定的 至少也会给你打电话通通气 剩下的那些对你完全置之不理的 咱们在上门找茬 不对 是讲道理 一不小心 就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对于那些背叛林子彤的门派 严首一是林荣忍度的 尤其是在今天一早 下支给他发的短信中提及 荣成因为道福 泛滥而死的普通人 已经破两位数以后 纵容那些门派 就是对普通人的残忍 以严首一民间教派传人的立场 自然是站在百姓这一边 林子彤点了点头 眼神里有着几颗小星星 你说得对 就照你说得办 即便是杀伐果断的女强人林子彤 在严首一的面前 也会露出小女人姿态 丝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之词 夸奖自己的男人 同时也是在夸奖自己的眼光 于是 吃过早餐以后 林子彤便让林与林荫两名小助理帮忙 联系那些小门派的掌门 这电话 当然也不可能林子彤亲自来打 那样显得他这个掌门继承人很没身份 所以电话也由小助理来打 这些事严首一帮不上什么忙 所以他打算趁着阳光正好 到研究会里遛遛弯 昨天大家就已经搬进研究会里了 这里风景好 又没有闲杂人等 而且还是个洞天伏地 尤其是对于罗宁这个养识人而言 恨不得自己在养识地里挖个坑柱在里头 这样 每天闭眼和睁眼 第一眼看到的 都是自己养的尸体 用罗宁的话来说 养识就像种花 看着自己种的花一天天长大 最后盛开 那种感觉是非常令人愉悦的 龙飞成表示 关于种花这点 我非常认同 但是把花换成尸体 着实玩得有点变态了 当时 阿公也感同身受地点头 支持龙飞成 然后指着自己满是逼真指人的院子说 尸体什么的最变态了 哪有我的指人好 拜托 你们俩都是变态 就别武士不孝白布了 研究会的内部道路两旁 种着一排排柳树 夏日的风吹来 柳条轻轻摇摆 严首一走在小道上 一眼看不到什么人 因为研究会占地面积极大 而现在入住的 只有他的几个小伙伴而已 根据严首一的推算 研究会可以容纳足足一千人 在里头活动 如果压缩一下个人的生活空间 住下三千人都不成问题 只是 在这个时代 想要网罗到三千名民间教派传人 几乎是不可能的 要知道 翁谦香给的名册 也不过两百多人而已 而这两百多人里头 有一小部分已经隔屁了 剩下的人里头 还要有一半不知所踪 最后剩下的这一小撮人 搞不好还被李根苗给带走一部分 想到李根苗 严首一心里庆幸 因为老爸他们 灭了李根苗的几个据点 让新玄山派元气大伤 又加上自己在长安 几乎给二十八星秀来了一个团灭 所以短时间内 李根苗应该会韬光养晦 不会出来兴风作浪了 这也给了严首一成长和沉淀的时间 想着想着 他忽然看到前方不远处的柳树下 龙飞城 老金和翁谦香正坐在一起 满脸愁容 好像遇到什么难题 他们三人凑一起 能有什么好事 严首一眉头一皱 上前打招呼 小龙悟尔 为何满脸愁容 龙飞城大怒 首一悟尔 不得对为父无礼 严首一轻哼一声 采薇昨晚和臭丫头聊天 悄悄地把她现在对你的感觉 告诉给臭丫头了 而好巧不巧 臭丫头又将此事告诉给了我 就不知道某人想不想听 并且有没有诚意了 龙飞城闻言 立刻换了一张嘴脸 笑嘻嘻地说道 义父莫要开玩笑 此乃我的人生大事 还请细细告知 成功换来龙飞城的一具异父 严首一心满意足 他勾了勾手指头 龙飞城赶紧凑过来 竖起耳朵 这可是关乎他人生未来的大事 可不得认真点吗 只听严首一压低了声音 在龙飞城耳边说道 陆采薇说 你要是能有我一般帅 他就立刻嫁给你了 嗯 龙飞城把头往后缩 和严首一保持一定距离 忽一地打量着他 采薇真这么说 我觉得你个狗日的在骗我 严首一耸耸肩 我表现得很明显吗 主要是严哥你的话里 有一个致命漏洞 龙飞城一本正经地说道 首先 你压根没我帅 滚犊子 严首一笑着推了龙飞城一把 一点都不生气 因为他已经白嫖到 龙飞城的一具异父了 正所谓男人至死是少年 不过现在男人的少年感 和以前已经不同了 以前的年轻人 见到兄弟的孩子 喊哥哥 别喊叔叔 喊叔叔 显得我老了 现在的年轻人 见到兄弟的孩子 喊爷爷 别喊叔叔 喊叔叔我跟你急啊 都说男人争强好胜 在谁当爸爸 谁当儿子这件事上 男人永远都分不出胜负 但只要占到一点便宜 就足够开心一星期了 闹了一阵后 严首一发现 老金和翁千相 还是满脸愁容 于是他收敛笑容 问道 你们遇到什么事了吗 翁千相指了指老金 是老金了 他最近聊了个网友 之前聊得火热 现在突然就联系不上了 我们正替他发愁呢 严首一坐到老金身边 见老金端着手机发呆 不由地摇头 问世间情味何物 直叫人生死相许 老金 你知道对方为啥 突然不回你吗 老金叹了口气 我发了张照片给他 龙飞城扑的一声 拍着老金肩膀说道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这副尊容 怎么能随意发照片给人家呢 老金突然激动起来 抓着龙飞城的手说道 我知道啊 所以我发的是你的照片啊 我的照片 龙飞城先是愣住 然后陷入沉默 一旁的严首一和翁千象 已经憋出内伤了 但还是要保持冷静 轻声安慰 小龙 这也不怪你 长得衰 也不是你的错 扑哈 说到后来 二人实在是憋不住了 哭哧哭哧地笑起来 正当龙飞城 想要反驳的时候 老金的手机 忽然叮咚一声响 四个男人的目光 顿时被吸引 老金激动地说道 他给我回消息了 赶紧看看 他说了什么 翁千象八卦地凑过来 只见聊天对话框里 出现一行字 兄弟 不好意思啊 我以为你是妹子呢 三人瞬间愣住了 老金更是直接实话 半想 翁千象问道 老金 你和对方聊了这么久 居然不知道 对方是男人吗 老金沉默了一阵 我们都以宝贝互称 那你们的资料 难道不显示性别吗 这个软件隐藏了 所有个人信息 玩的就是刺激 的确是很刺激 翁千象脸上写满了无语 设计这款软件的家伙 可真是用心险恶啊 很难不让人怀疑 设计者就是为了 故意满足自己的恶趣味 才搞出这么一款软件的 龙飞城安慰道 老金 你也别难过了 晚上咱们一起孤身走暗象 去许久没趣的发廊洗个头 就不会烦恼了 嗯 眼手一看了龙飞城一眼 孤身走暗象是这么理解的 我怀疑你们在开车 但我没有证据 老金摇了摇头 看得出来 老金对这段感情 是真的很放在心上 居然连孤身走暗象 都没办法让他平复心情 但谁让对方是个男人呢 这时 老金的手机再次响起 众人定睛一看 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 其实 男人也不是不行 有道是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起在公公母母 我靠 龙飞城捂着眼睛 我不行啦 辣眼睛啊 老金也用颤抖的手回复 大哥 我不是gay啊 没过三秒钟 对方忽然给老金转账十万块 并且复言 你可以试 这位大哥 也是性情中人 龙飞城转过头说道 老金 要不你就从了他吧 滚 老金没好气地说道 我给他发的是 你的照片 要从你去从 啊 这 龙飞城 当然是不愿意 出卖自己的肉体的 毕竟他的身核心 早已经属于陆采薇 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于是龙飞城 看向翁千象 老翁 不如你一融成 我的模样去赴约 我就收个肖像权 费用一万块 剩下的你和老金评分 如何 老子觉得 你在想屁吃 翁千象瞪了龙飞城一眼 卖屁股的事情 我可不干 再说了 以我这副盛世美颜 棒个富婆不难吧 你棒过 众人好奇道 翁千象脸色尴尬 当然是没有 那就是有了 众人心里已经有底了 而后 大家又看向严守一 我们当中有个棒富婆的家伙 但我不说是谁 严守一怒了 都看着我做什么 我是那种棒富婆的人吗 众人眯着眼睛 那眼神仿佛在说 难道不是吗 正当严守一打算收拾这帮逆子之时 叶成福忽然出现 朝他们喊道 守一 出事了 出事了 众人停下打闹 望向叶成福 叶成福老了 腿脚不变 于是四人便主动走向叶成福 只见叶成福手里 拿着一个刚刚拆封的包裹 脸色很是难看 而严守一刚刚靠近 就闻到了一股血腥味 他眉头一皱 问道 叶叶叶 发生什么事了 叶成福将手里的包裹送出来 口中说道 刚刚收到的快递 是直接寄到我们研究会的 我担心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拆开燕包裹 结果里面是 严守一打开包裹 定睛一看 脸色陡然一沉 包裹里面 是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 手指头上 还戴着一枚戒指 这戒指似曾相识 严守一可以肯定自己 曾经见过 民俗研究会 意识堂 装潢精致 以传统木笋结构搭建而成 却又不失现代风格的意识堂里 民俗研究会的所有成员 面色凝重地聚在一块 在严守一和林子彤面前的桌子上 摆着一个血淋淋的包裹 里面是一根断纸 断纸上的鲜血早已干涸 变成了黑色的血痂 一股淡淡的腥臭味散发而出 不等大家提问 林子彤就主动解答大家的所有疑惑 这根断纸上的戒指 我认得是驴精掌门的 昨晚我和罗宁一摇 去灭了驴派 今天驴星就派人 给我送来下马威 驴星的这个下马威 的确威力十足 他在警告林子彤 若是继续坏他的好事 下一个被砍下来的 就不是驴精的手指头 而是他的脑袋 之前林子彤只知道 驴星架空了驴精 却不知道事情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 严守医沉生说道 驴精掌门实力不弱 至少在我从黄陵出来以前 想要战胜他老人家 挺玄 言下之意 就连驴精都被驴星这般对待 肆意揉捏 说明驴星这次回归 没那么简单 就算驴星筹备不足 但他实力浑厚强大 也是不争的事实 否则以红连老头驴精的暴脾气 不可能任人宰割 这是最坏的消息了 罗宁皱眉道 驴山派已经完全被驴星控制了吗 现在看来 是的 林子彤后怕道 还好从长安回来以后 我没让黄师兄与周师兄回驴山派 否则他们俩恐怕也凶多吉少 驴精掌门怎么说 也是驴星亲爷爷的师弟 他这么做 是想要和驴靖生掌门断绝爷孙关系吗 阿公不理解地问 驴星既要仗着自己 是驴靖生亲孙女的身份 掌控驴山派 又对驴靖生的师弟 如此心狠手辣 简直是又当那啥 又立那啥 众人愤怒不已 尤其是和驴精并肩清理过平安大厦几人 反倒是林子彤最为冷静 他闭着眼睛思考片刻 对大家说道 事情已经发生了 生气也没有用 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把驴精掌门救出来 但这件事显然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 现在驴精就是驴星手中的人质 驴星肯定不会蠢到 把这么一个完美人质交出来 只要驴精还在他们手里 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威胁恐吓 而一旦驴精的安全得到保障 严守医和林子彤将会疯狂地报复驴星 众人一阵头疼 我不行了 想得我脑瓜子疼 女汉子照意摇摸着头说道 要我说 还是大家一起杀去驴山派 活着了那个驴星 再逼他放了驴精掌门 不行 如果驴星身在外头 说不定我们还有机会 可他要是躲在驴山派里头 我们肯定束手无策 因为驴山派有一个强大的禁止 凭我们根本不可能打破 林子彤摇头 在场没有人比林子彤更了解驴山派 连他都这么说了 大家也没必要怀疑和抬杠 那谈何呢 阿公问道 驴星要的是驴山派掌门之位 我们就先把掌门之位让给他 等驴精掌门安全了 再抢回来 这是最后的办法 严守医沉生说道 我怀疑 驴星要的不是简单的驴山派 而是想要通过驴山派达成某种目的 怕就怕再 不等我们反击 驴星的目的已经达成 到时候 后果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 他妈的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咱们岂不是陷入必死之局了 老金忍不住爆粗口 差点被网友给干了的他 此时心情异常烦躁 龙飞成沉饮了一阵 缓缓说道 用美男技行不行 那驴星是个四十几岁的老道姑 应该饥渴得很 在座的各位都一表人才 说不定能够撬动他的芳心 让他放下屠刀 沉入爱河 滚 众人齐齐瞪了龙飞成一眼 龙飞成委屈地低下了头 走到一旁蹲下画圈圈 他觉得自己是很严肃认真的 在触谋划策的 可是为啥大家都不接受呢 严首一揉了揉太阳穴 望向林子彤 解铃还虚细凌人 这件事如何处理 还是你做决定 事关驴山派掌门之位 同时这也是驴山派的家务事 严首一他们都是外人 他们的主意未必是最正确的 唉 此时要是驴晶升掌门 还在就好了 不管他是 站在前任掌门的立场上 还是站在驴晶亲爷爷的立场上 都肯定不会坐视不管 纵容驴晶 他老人家能自己清理门户 就不用他们这群外人瞎操心了 林子彤皱着眉头 努力思考 他的玉纸在桌子上 有节奏的敲击着 一直等到桌上的茶水都凉了 我们掌握的信息太少了 终于 林子彤开口了 只听他轻声说道 从长安回来以后 容成都在驴晶的掌控之中 我们很被动 在这个情况下 不管我们做出什么反应 驴晶都有应对的办法 说不定处处都埋下了坑 等着我们跳 那你的意思是 罗宁问 驴晶掌门还在驴晶的手上 他既然把驴晶掌门当作人质 就轻易不会伤他性命 所以我们不要急于一时 林子彤说道 趁着这个时间 多收集一点驴晶他们的信息 我要知道 驴晶到底有什么目的 他现在手上有多少能用的人 还有 今天我要见那些门派的掌门人 从他们口中打听打听 驴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自打林子彤被驴晶 任命为驴晶派掌门继承人以后 就一直在跟着驴晶学习 如何管理门派 他本身也是商场女强人 所以 如今他展现出了异常的冷静 与超常的智慧 众人点头 都赞成林子彤的想法 严守一松了口气 那么 大家就行动起来吧 下午将会有八名掌门 会到我们研究会来拜访 这也是 我们研究会第一次对外敞开大门 不管是为了什么 咱们都要拿出自己的气势出来 成功换来龙飞城的一具异负 严守一心满意足 他勾了勾手指头 龙飞城赶紧凑过来 竖起耳朵 这可是关乎他人生未来的大事 可不得认真点吗 只听严守一压低了声音 在龙飞城耳边说道 陆采薇说 你要是能有我一般帅 他就立刻嫁给你了 嗯 龙飞城把头往后缩 和严守一保持一定距离 忽一地打量着他 采薇真这么说 我觉得 你个狗日的在骗我 严守一耸耸肩 我表现得很明显吗 主要是严哥你的话里 有一个致命漏洞 龙飞城一本正经地说道 首先 你压根没有帅 滚犊子 严守一笑着推了龙飞城一把 一点都不生气 因为他已经白嫖到 龙飞城的一具异负了 正所谓 男人致死是少年 不过现在男人的少年感 和以前已经不同了 以前的年轻人 见到兄弟的孩子 喊哥哥 别喊叔叔 喊叔叔 显得我老了 现在的年轻人 见到兄弟的孩子 喊爷爷 别喊叔叔 喊叔叔 我跟你急啊 都说男人争强好胜 在谁当爸爸 谁当儿子这件事上 男人永远都分不出胜负 但只要占到一点便宜 就足够开心一星期了 闹了一阵后 严守一发现 老金和翁千象 还是满脸愁容 于是他收敛笑容 问道 你们遇到什么事了吗 翁千象指了指老金 是老金了 他最近聊了个网友 之前聊得火热 现在突然就联系不上了 我们正替他发愁呢 严守一坐到老金身边 见老金端着手机发呆 不由地摇头 问世间情味何物 直叫人生死相许 老金 你知道对方 为啥突然不回你吗 老金叹了口气 我发了张照片给他 龙飞城扑的一声 拍着老金肩膀说道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这副尊容 怎么能随意发照片 给人家呢 老金突然激动起来 抓着龙飞城的手说道 我知道 所以 我发的是你的照片啊 我的照片 龙飞城先是愣住 然后陷入沉默 一旁的严守一和翁千象 已经憋出内伤了 但还是要保持冷静 轻声安慰 小龙 这也不怪你 长得衰 也不是你的错 扑哈 说到后来 二人实在是憋不住了 哭哧哭哧地笑起来 正当龙飞城 想要反驳的时候 老金的手机 忽然叮咚一声响 四个男人的目光 顿时被吸引 老金激动地说道 他给我回消息了 赶紧看看 他说了什么 翁千象八卦地凑过来 只见聊天对话框里 出现一行字 兄弟 不好意思啊 我以为你是妹子呢 三人瞬间愣住了 老金更是直接实话 半想 翁千象问道 老金 你和对方聊了这么久 居然不知道 对方是男人吗 老金沉默了一阵 我们都以宝贝互称 那你们的资料 难道不显示性别吗 这个软件 隐藏了所有个人信息 玩的就是刺激 的确是很刺激 翁千象脸上写满了无语 设计这款软件的家伙 可真是用心险恶啊 很难不让人怀疑 设计者就是为了 故意满足自己的恶趣味 才搞出这么一款软件的 龙飞城安慰道 老金 你也别难过了 晚上咱们一起 孤身走暗像 去许久没趣的发廊 洗个头 就不会烦恼了 嗯 眼手一看了龙飞城一眼 孤身走暗像 是这么理解的 我怀疑 你们在开车 但我没有证据 老金摇了摇头 看得出来 老金对这段感情 是真的很放在心上 居然连孤身走暗像 都没办法 让他平复心情 但谁让对方是个男人呢 这时 老金的手机再次响起 众人定睛一看 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 其实 男人也不是不行 有道是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起在公公母母 我靠 龙飞城捂着眼睛 我不行啦 辣眼睛啊 老金 也用颤抖的手回复 大哥 我不是gay啊 没过三秒钟 对方忽然给老金转账十万块 并且复言 你可以试 这位大哥 也是性情中人 龙飞城转过头说道 老金 要不你就从了他吧 滚 老金没好气地说道 我给他发的是 你的照片 要从你去从 啊 这 龙飞城 当然是不愿意出卖自己的肉体的 毕竟他的身核心早已经属于陆采薇 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于是龙飞城看向翁千象 老翁 不如你一容成我的模样去赴约 我就收个肖像权费用一万块 剩下的你和老金平分 如何 老子觉得 你在想屁吃 翁千象瞪了龙飞城一眼 卖屁股的事情我可不干 再说了 以我这副盛世美颜 帮个富婆不难吧 你帮过 众人好奇道 翁千象脸色尴尬 当然是没有 那就是有了 众人心里已经有底了 而后 大家又看向严首一 我们当中有个棒富婆的家伙 但我不说是谁 严首一怒了 都看着我做什么 我是那种棒富婆的人吗 众人眯着眼睛 那眼神仿佛在说 难道不是吗 正当严首一打算收拾这帮逆子之时 叶成福忽然出现 朝他们喊道 手一 出事了 出事了 众人停下打闹 望向叶成福 叶成福老了 腿脚不变 于是四人便主动走向叶成福 只见叶成福手里 拿着一个刚刚拆封的包裹 脸色很是难看 而严首一刚刚靠近 就闻到了一股血腥味 他眉头一皱 问道 叶叶叶 发生什么事了 叶成福将手里的包裹送出来 口中说道 刚刚收到的快递 是直接寄到我们研究会的 我担心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拆开燕包裹 结果里面是 严首一打开包裹 定睛一看 脸色陡然一尘 包裹里面 是一根血淋淋的手指头 手指头上还戴着一枚戒指 这戒指似曾相识 严首一可以肯定自己 曾经见过 民俗研究会 意识堂 装潢精致 以传统木损结构搭建而成 却又不失现代风格的意识堂里 民俗研究会的所有成员 面色凝重地聚在一块 在严首一和林子彤面前的桌子上 摆着一个血淋淋的包裹 里面是一根断纸 断纸上的鲜血早已干涸 变成了黑色的血痂 一股淡淡的腥臭味 散发而出 不等大家提问 林子彤就主动解答大家的所有疑惑 这根断纸上的戒指 我认的是驴精掌门的 昨晚我和罗宁一摇去灭了驴派 今天驴星就派人给我送来下马威 驴星的这个下马威 的确威力十足 他在警告林子彤 若是继续坏他的好事 下一个被砍下来的 就不是驴精的手指头 而是他的脑袋 之前林子彤只知道 驴星架空了驴精 却不知道事情 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 严首一沉生说道 驴精掌门实力不弱 至少在我从黄林出来以前 想要战胜他老人家挺玄 言下之意 就连驴精都被驴星这般对待 肆意揉捏 说明驴星这次回归 没那么简单 就算驴星筹备不足 但他实力浑厚强大 也是不争的事实 否则以红莲老头驴精的暴脾气 不可能任人宰割 这是最坏的消息了 罗宁咒媒道 驴山派已经完全被驴星控制了吗 现在看来 是的 林子彤后怕道 还好从长安回来以后 我没让黄师兄与周师兄回驴山派 否则他们俩恐怕也凶多吉少 驴精掌门怎么说 也是驴星亲爷爷的师弟 他这么做 是想要和驴镜生掌门 断绝爷孙关系吗 阿公不理解地问 驴星既要仗着自己 是驴镜生亲孙女的身份 掌控驴山派 又对驴镜生的师弟 如此心狠手辣 简直是又当那啥 又立那啥 众人愤怒不已 尤其是和驴精 并肩清理过平安大厦几人 反倒是林子彤最为冷静 他闭着眼睛思考片刻 对大家说道 事情已经发生了 生气也没有用 当务之急是想办法 把驴精掌门救出来 但这件事 显然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 现在驴精 就是驴星手中的人质 驴星肯定不会蠢到 把这么一个完美人质交出来 只要驴精还在他们手里 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威胁恐吓 而一旦驴精的安全得到保障 严守医和林子彤 将会疯狂地报复驴星 众人一阵头疼 我不行了 想得我脑瓜子疼 女汉子照应摇摸着头说道 要我说 还是大家一起杀去驴山派 活着了那个驴星 再逼他放了驴精掌门 不行 如果驴星身在外头 说不定我们还有机会 可他要是躲在驴山派里头 我们肯定束手无策 因为驴山派有一个强大的禁止 凭我们根本不可能打破 林子彤摇头 在场没有人比林子彤更了解驴山派 连他都这么说了 大家也没必要怀疑和抬杠 那谈何呢 阿公问道 驴星要的是驴山派掌门之位 我们就先把掌门之位让给他 等驴精掌门安全了 再抢回来 这是最后的办法 严守一沉生说道 我怀疑驴星要的不是简单的驴山派 而是想要通过驴山派达成某种目的 怕就怕再 不等我们反击 驴星的目的已经达成 到时候 后果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 他妈的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咱们岂不是陷入必死之局了 老金忍不住爆粗口 差点被网友给刚了的他 此时心情异常烦躁 龙飞成沉饮了一阵 缓缓说道 用美男技行不行 那驴星是个四十几岁的老道姑 应该饥渴得很 在座的各位都一表人才 说不定能够撬动他的芳心 让他放下屠刀 沉入爱河 滚 众人齐齐瞪了龙飞成一眼 龙飞成委屈地低下了头 走到一旁蹲下画圈圈 他觉得自己是很严肃认真的 在触谋画策的 可是为啥 大家都不接受呢 严守一揉了揉太阳穴 望向林子彤 解铃还虚系灵人 这件事如何处理 还是你做决定 事关驴山派掌门之位 同时 这也是驴山派的家务事 严守一他们都是外人 他们的主意 未必是最正确的 唉 此时要是驴金生掌门 还在就好了 不管他是 站在前任掌门的立场上 还是站在驴星亲爷爷的立场上 都肯定不会坐视不管 纵容驴星 他老人家能自己清理门户 就不用他们 这群外人瞎操心了 林子彤皱着眉头 努力思考 他的玉指 在桌子上有节奏的敲击着 一直等到桌上的茶水都凉了 我们掌握的信息太少了 终于 林子彤开口了 只听他轻声说道 从长安回来以后 荣城都在驴星的掌控之中 我们很被动 在这个情况下 不管我们做出什么反应 驴星都有应对的办法 说不定处处都埋下了坑 等着我们跳 那你的意思是 罗宁问 驴金掌门还在驴星的手上 他既然把驴金掌门当作人质 就轻易不会伤他性命 所以我们不要急于一时 林子彤说道 趁着这个时间 多收集一点驴星他们的信息 我要知道 驴星到底有什么目的 他现在手上有多少能用的人 还有 今天我要见那些门派的掌门人 从他们口中打听打听 驴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自打林子彤 被驴金任命为 驴山派掌门继承人以后 就一直在跟着驴金学习 如何管理门派 他本身也是商场女强人 所以 如今他展现出了异常的冷静 与超常的智慧 众人点头 都赞成林子彤的想法 严守一松了口气 那么 大家就行动起来吧 下午将会有八名掌门 会到我们研究会来拜访 这也是 我们研究会第一次 对外敞开大门 不管是为了什么 咱们都要拿出自己的气势出来 下午时分 在烈日的照耀之下 八辆商务车 缓缓驶入西湖 停在民俗研究会的门口 虽然一把年纪 却身穿西服 手持拐杖 一副绅士打扮的叶成服 带着林宇和林英在门口迎接 八辆车上一共走下二十人 这二十人来自荣城周边的八个小门派 他们早在昨晚就已经听说林子彤回归 驴云派被解散的消息了 正在他们惶恐不安的时候 林子彤果然主动联系他们 希望他们到民俗研究会来见一面 其实林子彤一共联系了十二个门派 但最后同意前来的只有这八个 不言而喻 那四个缺席的门派 已经是明显表示 要站在驴星那一边 不打算给林子彤面子了 但此时来到民俗研究会的八个门派 也不意味着 他们会支持林子彤 更多的其实是中立 正因为不知该支持谁 他们才会答应过来看一眼 如果发现林子彤不过如此 恐怕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支持驴星 而且比以前更加坚定 八个门派与林子彤 都深深地明白 今天下午的见面代表着什么 双方都格外重视 叶成福微微欠身 说道 欢迎诸位贵客的到来 老夫是林家的管家叶成福 如今负责民俗研究会的大小事务 我们家小姐已经在仪式堂等诸位了 请诸位随老夫一起进去吧 二十人里头 大部分还是对叶成福有几分尊敬的 事实上 他们基本都和叶成福是旧相识 毕竟过去林家资助他们之时 叶成福经常露脸 所以 大家纷纷与叶成福打招呼 并没有因为他是普通人而瞧不起他 但也有不合群的家伙 来自明海市的天海会 这次派出了两名代表 大长老孙唐芝与掌门千金孙刘颖 孙刘颖今年刚满十八岁 正是最叛逆的时候 他扎着高高的马尾辫 俏丽的脸上却带着不屑 下车后 见到出来迎接的只是一个管家 他立刻拉下脸来 沉声说道 这林子童好大的架子 现在是他有求于我们 竟然还不亲自出来迎接 大长老孙唐芝低声说道 刘颖口下留情 过去我们天海会受过林家的资助 那又如何 今时不同往日 要是我们倚靠了驴山派 以后就能自己赚钱了 根本不需要林家 孙刘颖不屑地说道 孙唐芝叹了口气 不敢对这位掌门的掌上明珠 多说什么 叶成福带着众人往里走 大家看到 这座建在荣城西湖上的豪华建筑群 纷纷露出羡慕的神色 原本驴山派能够入住三方七巷这块宝地 就已经让其他小门派羡慕极度恨了 现在发现林子彤竟然独享 西湖 还建造了规模如此巨大的建筑群 大家心里已经没有羡慕了 只剩下极度和恨 这历程林家 真是越来越有钱了 众人在心里嘀咕 走了没几步 忽然有一名掌门惊讶地说道 这里的灵气 要比外面浓郁许多 叶管家 难不成你们研究会有什么特殊阵法 叶成福停下脚步 笑眯眯地解释道 各位难道忘了吗 我们家姑爷是鲁班传人 整个西湖民俗研究会 都是由亲家亲手设计 这其中的奥妙 老夫这个凡夫俗子 看不太出来 但是你们各位 应该能看出一二 众掌门不说话了 只是细细地观察着周围的建筑 不管他们看没看出来 眼里的羡慕是藏不住的 就连孙唐之也忍不住感慨 鲁班教虽然是民间教派 但他们的本事 的确不容小觑 不知道刘颖你将来 能不能找到这么好的男人 孙刘颖极度心很强 听说林子彤的丈夫如此厉害 心里酸溜溜的 靠男人算什么本事 其他掌门笑着回头 看了孙刘颖一眼 眼神异味深长 这反而激起了 孙刘颖的好胜心 鲁班传人不就是破木匠吗 我以后的丈夫 肯定比他强 孙唐之赶紧捂住 孙刘颖的嘴巴 心想着 姑奶奶 你别乱说话啊 在场的人 不会和一个小丫头骗子 计较太多 今日他们都是 继续跟着叶成福往里走 当然 路上也没有忘记 赞叹研究会的厉害 走了没一会儿 众人就看到益石堂了 益石堂的门口 林子彤穿着一身素衣 以最朴素 最具亲和力的方式 接见这些掌门 作为主人 林子彤没有出门迎接 但却站在益石堂门口 也算是给足大家面子了 小姐 诸位掌门客人已经带到 叶成福说道 林子彤点点头 表情泰然自若 并没有因为同时面对 八个门派的代表 而有半点胆怯 这一幕落在各方代表眼中 无形之中给林子彤加分 不再认为 他只是一个年轻的 驴山派弟子 上回林子彤去拜访 各个门派 是有驴精带队的 所以他显得有些拘谨 而现在林子彤独当一面 才真正展现出 自己的气度和魅力 各位贵宾周车劳顿 辛苦了 一时堂礼 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茶点 大家坐下聊吧 林子彤不卑不亢地说道 众人拱手 跟着林子彤走进仪式堂 孙刘颖走在最后 打量着林子彤的背影 不得不说 林子彤很漂亮 而且气质出城 这点孙刘颖自愧不如 但最让孙刘颖极度的是 林子彤和他年纪差不了多少 却能和他眼中的长辈们 平起平坐 那股淡然和自信 是孙刘颖渴渴望而不可及的 不成熟的表现就体现在这儿 孙刘颖发现 林子彤比自己优秀以后 并不会认同他的优秀 反而会在心中赋肥 他好装啊 他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 走进宽阔的意识堂 林子彤坐在上位 其他的宾客坐在堂下 林宇和林英端来上等的茶点 招待这些门派代表的茶叶 是林若府珍藏的肉桂 三十万一斤的极品货 而那些茶点 也都是请顶级糕点师现做的 这些细节足以证明 林子彤对这次见面的重视程度 众代表又在心里夸奖几句林子彤 随后随着一人的开口 大家纷纷露出严肃之色 只听一名掌门说道 林小姐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你请我们过来 是为了什么 咱们也别藏着掖着 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 尽快把事情解决了吧 今日八个门派代表来到研究会 为的是什么双方都心知肚明 也许是为了节省时间 也许是为了早点看到林子彤的不同 也有可能是担心驴星那边生疑 大家都想快点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 早点选择好自己的立场 此时此刻 严首一正站在意识堂的外头 紧张兮兮地竖起耳朵倾听 他本来想和林子彤 一同接待这些门派代表的 但却被林子彤拒绝了 理由是 这些门派代表是来观察他 林子彤有没有本事与驴星对抗的 如果严首一在一旁 大家只会觉得 他林子彤只会依靠男人 从而对他失去信心 所以 林子彤让想要帮忙的大家 都各自回去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用管他 只是严首一还是不放心 守在外头等结果 面对门派代表犀利的提问 林子彤沉着冷静地回答 我很感谢诸位的到来 诸位能够来到这里 说明对我还是抱有一定期望的 一名掌门点头说道 当年驴晋升掌门对我们不错 你又是他的关门弟子 我们相信驴晋升掌门的眼光 只是对你 上次驴晋掌门带你来拜访我等 我们也只是 成了驴晋掌门的情 但对你一点都不了解 没错 此番过来 我们想要看到你自己的本事 毕竟我们都是小门派 想要长久立足 站队队很关键 门派代表们坦诚不公 都说出了自己心底里的想法 看来他们还是很给林子彤面子的 林子彤朗声说道 诸位知道 我是驴晋升掌门的关门弟子 我师父失踪以后 驴晋掌门继任掌门之位 而后掌门之位 又由他指认给我 于情于理 这驴山派掌门也是由我来做 另外 我背后有历程邻家作证 如果我上位 肯定不会忘了诸位的相助 最后 我在名门大派和民间教派里 朋友众多 由我带领驴山派 肯定能让驴山派再上一层楼 他列举出了三点 每一点都至关重要 他自信能够说服这些门派代表 然而八个代表却皱了皱眉头 似乎林子彤列举的这些还不够 感受到气氛不对劲的林子彤 轻声问道 诸位对我可还有什么不满 又或者说 我哪里要比驴晋差 孙唐芝站出来 拱手说道 林小姐 恐怕你对驴晋并不了解 驴晋是驴晋升掌门的亲孙女 继任掌门之位 同样名正言顺 其次 他上位以后 能为我们门派争取更多利益 甚至让他们脱离林家而立足 最后 驴晋已经获得许多名门大派的支持 林子彤眯眯起眼睛 他确实没有想到 自己的三点优势 驴晋竟然也全都拥有 他此时没办法求证驴晋的那些门派人脉 是怎么得来的 但是从眼前这帮人的表情来看 孙唐芝应该没有说谎 这时 孙刘颖娇声说道 而且 你太年轻了 驴晋比你更有资历 他的实力更强 比你更适合当掌门 刘颖 孙唐芝眉头一皱 他不想让孙刘颖乱说话 可心底里又认同孙刘颖说的话 林子彤看了一眼孙刘颖 见他满脸稚嫩 出生牛独不怕虎的模样 根本懒得与他一般计较 只是必要的解释 还是要有的 年轻不代表没有经验 本事和魄力 他淡淡地说道 那你怎么证明呢 孙刘颖咄咄逼人 他就喜欢看到林子彤 被自己对得说不出话来的样子 孙唐芝也不想彻底把林子彤得罪死 于是想了个办法 林小姐 这民俗研究会 应该是你的地盘吧 不如这样 你带着我们在研究会里逛一逛 让我们看看 在你的管辖之下 是什么样的场景 倘若我们满意 自然证明了你的领导能力 但倘若我们不满意 还请林小姐理解 良情择木而期的道理 你应该能明白 林子彤微微汗手 没问题 别的不敢说 但林子彤对自己的小伙伴们 还是十分有自信的 民间教派传人 各个都是千锤百炼 意志坚定之人 就算没有人督促 他们也会认真修行 如果这些门派代表 看到研究会里 众人努力修炼 和平共处的模样 肯定会对他信心大增的 于是 林子彤当下起身 带着大家走出议事堂 颜首一听到动静 赶紧闪身躲起来 他们要参观研究会 颜首一松了口气 那我就放心了 除了小龙 大家都很靠谱 我刚才还看到 老金在他的院子里 认真练担 要是大家看到这一幕 肯定能够认可臭丫头的 众人走出议事堂 林子彤想了想 决定先带大家 去老金那看看 老金年纪最大 虽然性格猥琐 但齐皇派古异的身份 还是很令人敬重的 拿他当开胃菜 最好不过 孙唐芝 其实对林子彤的印象还不错 可奈何天海会的掌门 和他的意见并不同意 天海会掌门认为 过去的驴山派 只会限制他们 天海会的拳脚 如今的驴星 才能让天海会 大展宏图 也正是因为 受到掌门父亲的影响 孙刘颖才会天然地 对林子彤带有敌意 处处想着 要与他为敌 唉 希望这次能看到 林子彤和他身边人的闪光点 否则我也不知 该不该坚持自己了 孙唐芝心里叹道 众人随着林子彤 缓缓参观研究会 大家再一次被研究会的豪华和精妙所震撼 不愧是由鲁班传人设计出来的建筑群啊 大家心里统一羡慕极度恨 只恨自家 没有这么一个孤野 门派只能在一些风水普通的地方 一点逼格都没有 走着走着 众人来到了一间院外 门外牌匾写着回春堂三个大字 这是老金今早刚刚从市郊的药铺带过来的 从今往后这个院子 就是他炼丹的地方 林子彤站在门外介绍道 里头的这位是齐皇派古裔传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闻到一股淡淡的药香 想必是这位古裔传人 正在炼制某种厉害的丹药 众人闻言 深吸一口气 果然闻到一股沁人心脾的药香 嗯 真不错 林小姐身边有一位古裔传人 这可是加分项 古裔传人 孙刘颖簇醋着眉 不明白 为何大家听到古裔传人以后 脸上都露出了尊重之色 孙堂之小声解释道 传说中的民间古裔 医术高超 药道病除 妙手回春 远不是现在的西医能比的 只可惜 古裔传人太过世才傲武 无人继承 才慢慢埋没的 而古裔当中 也有各种流派 其中齐皇派 是当之无愧的古裔之首 江湖上已经很多年 没有出现过他们的身影了 哪怕是各大名门大派 也会想请一位古裔作证 为弟子们治病疗伤 孙刘颖渐渐明白 这位古裔传人的厉害 眼睛里有着不服输 但却找不到什么角度 可以喷林子彤 有掌门闻着药香 实在忍不住说道 林小姐 能否让我们见一见 这位齐皇派古裔传人 这要相闻着着实亲人心脾 我太想知道 他在炼制什么弹药了 林子彤点点头 没问题 他发现院门没锁 便干脆推门而入 同时口中说道 老金 我带几位客人过来见你 院子里 巨大的单炉前 穿着白色公子背心 不修蝙蝠的老金 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 众人看到这副邋遢模样 嘴里还叼着一根香烟的老金 不由得眼角抽搐 他们想象中的古裔传人 不说白衣飘飘掀气缠身 至少不是现在这样 不修蝙蝠的 邋遢中年怪大叔吧 林子彤早就习惯 老金的邋遢模样了 所以对他的容忍度比较高 这才没有觉得特别不妥 老金尴尬道 怎么不提前打声招呼啊 事发突然 客人们想要参观我们研究会 我就带他们过来了 林子彤小声解释道 一名掌门朗声道 敢问阁下在炼制 什么厉害的丹药 药香居然如此沁人心脾 老金低下了头 那啥 也不是什么特别厉害的丹药 你们还是先去别处逛逛吧 我这没什么特别的 嗯 我们兴高采烈地过来 你二话不说 就要赶人走 众掌门代表 先是有些生气 随后忽然发现了端倪 不对 这位古裔传人 似乎想要掩饰什么 他并不怕我们 而是怕我们发现 他炼制的丹药 难道他在炼制 什么非常珍贵的丹药 怕我们看到后 向他讨药 那名对丹药异常感兴趣的掌门 偷偷地瞟向炼丹炉 他发现 炼丹炉里躺着三枚赤红色的丹药 颗粒圆满 外表光滑 橙色异常地好 观其颜色 闻其药香 这名掌门忽然眼睛一亮 这是洗髓丹 洗髓丹 众人望向这名掌门 眼神疑惑 想要个解释 只听那名掌门介绍到 洗髓丹是非常珍贵的丹药 我也只在书中看过 丹方早就失传了 普通人吃了能直接年轻十岁 我等修到这人吃了 不仅身体容光焕发 还能增加道行修为 众人闻言 眼里顿时迸射出贪婪的光芒 如此一枚丹药 放在现在 绝对是众人争抢的目标 他们看向老金的眼神 更加炙热 这林小姐竟然养着 如此厉害的古异传人 这是加分项 是大家分项啊 如果 如果这洗髓丹 能够送我们几颗 那就更好了 老金看到大家的反应 表情欲言又止 为了缓解尴尬 他说道 其实也不是什么 特别珍贵的丹药 你们喜欢就 就拿去好了 那怎么好意思呢 肯定还有更需要他的人吧 您真是太客气了 大家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却很老实 眨眼的功夫 炼丹炉里的三颗丹药 就消失不见了 等孙唐之反应过来 炼丹炉里早就空空如也 他不由得在心里大骂 这群衣冠禽兽 下手速度竟然这么快 孙刘颖目瞪口呆 他甚至都没看清楚 是谁出手 丹药就全都不见了 回过神来 有人得意洋洋 有人垂头丧气 可见是谁得到了洗水丹 又是谁错失了这个机会 林子彤看到大家的反应 心里很是满意 小声地夸奖老金几句 老金捧着张脸 陈生对那三位 抢到洗水丹的人说道 洗水丹要效凶猛 你们服用之前 最好提前做好准备 体内的污秽之物 会从所有你能想象 得到的孔洞里排出 三人连连应答 感恩戴德 之前使我们小看林小姐的本事了 这里有一位古一传人 想必其他的院子 更是强者林立 我对接下来的参观 更加感兴趣了 大家满怀期待 希望在接下来的参观中 多遇到几个像老金这样的人 让他们多捡一些便宜 林子彤也是一场满意 带着众人离开老金的院子 老金僵硬着脸 和大家挥手告别 甚至亲自送到院外 等他们走远了 老金紧绷着的神经 才突然松开 才一回头 他吓了一跳 严手一不知从哪钻出来了 严手一诧一道 老金 你刚才练的真是洗髓丹 老金干咳两声 低着头说道 其实我最近便秘严重 严手一瞪大双眼 羞多麻袋 你的意思是 刚才那三颗不是洗髓丹 而是 谢药 老金尴尬地答道 严手一身体后仰 双眼圆瞪 刚才出手抢走丹药的 是三名年纪最大 资历最老的掌门 要是他们吃下老金炼制的泻药 肯定是一泻千里 炮火连天 直接化身喷射战士 也不知道他们的老骨头 惊不惊得起这般折腾 老金赶紧补就到 我刚才也好心提醒他们了 服用丹药之前要做好准备 体内污秽之物 会从身体的任何一个空洞喷出 我替他们谢谢你了 老金 严手一拍了拍老金的肩膀 看向那三名掌门的背影 眼里满是联系 只希望他们能省着点吃 又或者本来就有便秘的毛病吧 老金此时才回过神来 你一直跟着林丫头 当然了 我怎么可能放心他自己应对呢 严手一说道 我会一路暗中监督 要是遇到不靠谱的事情 就赶紧出手补救 争取给那些掌门代表 留下最好的印象 说话间 严手一忽然听到 前方传来一阵女人的尖叫声 她面色一变 眨眼就消失在原地 只下了一句话 我去眼 从老金的院子里出来以后 没多走远 众人感到 前方忽然变得阴冷潮湿 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湿臭味 有人眉头一皱 怎么会有湿臭味 林小姐 前方是什么地方 听说这股臭味是湿臭 孙刘颖赶紧捂住口鼻 不想让这些污秽之气 进入自己的身体 其他掌门也纷纷皱眉 驴山派这一脉 擅长控轨之术 但却不是人人都喜欢摆弄尸体 比如孙刘颖 长这么大 压根就没见过尸体 啊 林子彤正要解释 孙刘颖忽然尖叫一声 吓得坐在地上 两只手胡乱地抓住孙唐之的衣服 双腿不停地蹬着 怎么了 孙唐之连忙问道 只见孙刘颖指着前方喊道 那个人 那个女人 众人连忙看去 全都忍不住脸色发白 只见前方的小路镜头 一名穿着变装的短发女生 戴着耳机哼着歌 踏着轻快的步伐朝大家走来 阳光之下 这一幕本是美好的 但如果这个阳光少女 手里 踢着一根血淋淋的大腿呢 此时此刻 罗宁正拖着一条大腿 往自己的养试院走去 因为戴着耳机哼着歌 所以才没有注意到 林子彤一行人 光天化日之下 看到这样一幕 饶氏孙唐之 也忍不住道西一口凉气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众人质问道 林子彤忙解释 那位是敢诗传人 罗宁 敢诗人 大家一愣 随后忽然理解了 虽然对大家对尸体 还存在一定的敬畏之心 但修道之人比普通人要清楚 肉身不过只是一具躯壳 人死了 尸体就和枯萎的植物 没什么区别 只是像罗宁这样折腾 多多少少 还是会让大家有点生理不适 况且 人家就是敢诗人 也不是故意遭见尸体 如果非要说的话 驴山派这一脉控轨的手段 要比敢诗人残忍多了 孙刘颖 还是吓得花容失色 为了打消大家的恐惧 林子彤准备把罗宁介绍给大家 他挥了挥手 对罗宁喊道 罗宁 声音终于钻进罗宁的耳朵里 他发现林子彤以后 摘下耳机挥起手 你们好呀 你们就是今天要来做客的 八个门派代表吧 众人的脸色陡然发白 有人甚至被吓退了好几步 因为罗宁打招呼的时候 全然望了自己手里 还拖着一根大腿 所以 他的挥手 直接变成了挥舞大腿 恐怖片 直接变成惊悚片了 林子彤脸色尴尬 赶紧对罗宁试眼色 罗宁一愣 连忙解释道 你们别误会 这大腿不是用来吃的 众人 嗯 我只是最近炼制了一具新的僵尸 那名僵尸的腿有问题 所以才去给他找了一条新腿 众人 这条大腿不是现杀的 是我去火葬场买的 众人 看到大家的脸色越来越苍白 罗宁也无奈了 他对林子彤两手一摊 耸了耸肩 姐妹 我尽力了 林子彤叹了口气 你赶紧回养师院吧 好 罗宁也有些愧疚 吐了吐舌头 抱着大腿跑了 看到罗宁走了 众人才松了口气 只是像孙刘颖这种心理 接受度低的人 还始终有点缓不过来 想来接下来几个晚上 他们躺在床上 却突然感觉到 一股尿意的时候 脑子里都会忍不住浮现出 罗宁拿着大腿 向他们打招呼的画面 然后就会咬咬牙 宁愿憋着尿 也不愿意起床去上厕所了 养师院 我们就不去看了吧 林子彤问道 众人连忙摇头 孙刘颖更是满脸恐惧 无奈 林子彤只能带着他们 继续往后走 比起之前大家的兴高采烈 接下来大家的话 明显变少了 就连嘴碎的孙刘颖 都罕见地沉默了十几分钟 一直悄悄跟在后头的眼手衣 忧愿地望了一眼养师院 刚才那一幕 肯定给代表团 带来了深深的震撼 搞不好会给林子彤减分 哎 这也怪我 早知道我刚才 就应该拦着罗宁的 严守一叹了口气 心想还有机会 再往前走 就是二叔魏长青的院子了 二叔这么靠谱 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自打从长安回来以后 魏长青就一直身居减出 似乎是要在自己的住处 闭关修炼 所以 哪怕是驴山派这么大的事 都没能惊动他 代表团们看到二叔 这样真正的高手 肯定会忘了 之前看到罗宁而产生的阴影 从而对臭丫头信心大增了 严守一这么想着 又悄悄地跟了上去 代表团继续前进 孙唐芝忽然看到 前方有一栋小院 小院的围墙上长着爬山虎 院外还整齐地种着花草 而且被收拾得一丝不苟 最重要的是 这个院子的灵气 要比其他的院子更浓郁 似乎被布置了 加倍的聚灵阵法 林小姐 那栋院子是谁的 方便我们参观吗 孙唐芝问道 林子彤看了一眼 脸上露出笑容 那栋院子 是我丈夫的二叔的 二叔名叫魏长青 也是一名强大的鲁班传人 竟然也是鲁班传人 众人惊讶 随后都生出想要拜访之心 要知道 鲁班书中记录了百家之所长 而且 鲁班书上中二卷记录的本事 也是十分惹人眼馋的 谁要是能结交上鲁班传人 便有概率 变成第二个林家 门派发展 根本不用发愁 林子彤点点头 我带大家去看一看吧 但二叔见不见你们 我也不敢保证 无妨 鲁班传人有资格傲慢 大家纷纷表示理解 就算被拒之门外 也不会因此而生起 一行人来到院门外 发现院门竟然是虚掩着的 院子里隐隐约约传来 几个男人的声音 听着很是激烈 似乎在进行着某种 学术上的研究争论 大家的脑子里 不约而同地冒出一个画面 性格严肃刻板 一本正经的魏长青 正拿着教编和鲁班书 一丝不苟地教育着后辈 而后辈们也勤学刻苦 时不时对魏长青的教科内容 提出疑惑和自己的理解 魏长青也非常积极地 为后辈们解惑 这西湖民俗研究会的氛围 还真不错呀 大家脸上露出笑容 忍不住高看林子彤几分 可当林子彤推开门的那一刻 大家的笑容全部僵在脸上 三代一 小爷我看谁还要得起 炸弹 嘿嘿 没想到吧 靠 我也炸 我这是王炸 没人要了吧 院子里魏长青 龙飞城 翁千象三人 正坐在一棵柳树下斗地主 由于天气炎热 他们有的光着膀子 有的光着脚丫 有的手边还放着冰镇的啤酒 最夸张的是 翁千象和魏长青的脸上 贴满了条子 而龙飞城脸上啥也没有 站在门外的林子彤 还有刚刚跳上围墙的炎手衣 以及所有对魏长青 抱有期待的门派代表人 全都当场实话了 说好的学术研究呢 说好的 惠人不倦呢 怎么在光着膀子 喝酒斗地主啊 你们有点鲁般传人的 高手风范吗 躲在院墙上的炎手衣 直接给自己 戴上了痛苦面具 可能是魏长青 要在炎手衣的面前端着 所以他在炎手衣的面前 一直都是以炎肃 和化少的形象出现 可偏偏魏长青有个爱好 那就是斗地主 当初在前堂的时候 魏长青就因为斗地主 输了龙飞城 足足三万 现在好不容易安顿下来了 魏长青忍不住手痒 想把三万块赢回来 于是他喊来了 龙飞城和翁千象 准备和他们大战三百回合 而结果显而易见 魏长青不仅没把那三万块赢回来 反而输得更多了 最不凑巧的是 这一幕还被代表团给撞见了 沉浸在斗地主中的三人 并没有察觉到周围的异样 龙飞城这一局又赢了 翁千象忽然低头 看了一眼桌上的牌 诧异地说道 嗯 等等 大王明明在我这里 你手里的王诈是哪来的 嗯 魏长青的眼神突然锐利起来 龙飞城的笑容顿时尴尬 他眼神闪躲地说道 这个 呃 我手里这对大小王是一家子 你手里的大王是他们生出来的 你觉得我会信吗 翁千象怒道 二说 咱们一起削他 魏长青怒不可遏 直接咬破手指 开始在扑克上画符录 龙飞城见状 吓得落荒而逃 边跑还边喊道 二说 不至于不至于 我只是出个老千而已 你没必要动用木魁法天啊 话音才落 55张扑克牌突然冲天起 追着龙飞城 一张张扑克牌 打在龙飞城的脑袋上 就如同被啄木鸟啄了似的疼痛 哎呦 疼疼疼疼疼 龙飞城抱头鼠窜 也没注意到门外的人 直接蒙头冲了出去 当场撞到了好几个老掌门 这些老头虽然有点倒横 但身子骨可不精壮 这么一壮之下 当场就有两个老头 把盆骨给摔碎了 掌门 随行的长老大惊失色 慌忙搀扶 龙飞城停下脚步 看到惊慌失措的众人 忽然间意识到 自己似乎闯祸了 嫂子 翁千相也追出来 看到一片狼藉的门外 张了张嘴 不知道该说什么 魏长青愣愣爬起来 赶紧转身 把挂在树上的衣服 取下来套上 慌乱之间 竟然还把衣服穿反了 乌合之众 简直是乌合之众 有掌门怒骂道 我们原以为 吕静生掌门的眼光不会差 但现在看来 林小姐 你和你的伙伴 不过是乌合之众 只是一盘散沙 绝对成不了气候 我 林子彤满脸的愧疚 她从济世以来 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挫折 任何事儿 她都力求做到最好 争第一 但今天糟糕透了 研究会的所有人 都把自己最不堪的一面 展现出来了 更让林子彤难受的是 有两名老掌门 还因此受伤 严守医从围墙上跳下来 长叹一口气 难道我们真的是 一群乌合之众吗 龙飞城低着头不知所措 她感觉自己闯了大祸 现在道歉也于事无补了 林小姐 我对你很失望 孙唐芝叹着气说道 孙刘盈撇了撇嘴 她一直就没觉得 林子彤有什么了不起的 现在看到 她人设崩塌 被大家看不起 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 要不是孙唐芝不允许 恐怕她会直接开口 嘲讽林子彤几句 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 不过就是运气好 生在一个有钱人家 又被驴山派前任掌门看中 换我我也行 唉 林子彤十分颓废地叹了口气 然后说道 今天发生的事情 实在不好意思 诸位且先回到意识堂休息 我请古一传人过来 替你们看病 听到能请动那位 唯一看着比较正常的古一传人 大家的脸色才稍微好看一点 闻声而来的夜城福 送来了担架 众人七手八脚地 抬着两位受伤的老掌门 回一食堂 林子彤和严守一等人 和代表团保持着距离 远远地走在后头 嫂子 对不起啊 龙非诚无比愧疚 翁千相也是一样 他觉得自己 是不是应该主动承担起责任 不能让龙非诚一个人承担一切 正当他准备开口 替龙非诚说情的时候 却听龙非诚突然反水 都怪老翁 是他非要拉着我们斗地主 啤酒也是他带来的 翁千相 龙兄 你可真是始终如一啊 说好的够耸 不要脸 出卖兄弟 你是牢牢警记 始终贯彻 和人沾边的事 你特么是一点都不干啊 严守一从后头给了龙非诚一拳 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着推卸责任 撞倒两位掌门的是你 这点没得变了吧 龙非诚文言 又把头低下去了 饶使他巧舌如簧 现在也不知该怎么推卸责任了 都怪我 严守一恨不得删自己的耳光 我应该在前头提醒你们的 林子彤摇了摇头 这不怪你们 是我说让你们平常做什么 今天就做什么的 代表团要看到的 也是我们真实的模样 如果他们对我们不满意 那说明我们真的做得不够好 那种伪装出来的虚假认可 我不要也罢 虽然林子彤嘴上说得很看得开 但他的语气还是有些哽咽 眼圈忍不住泛红 时不时还抽一下小鼻子 任谁都看得出来 林子彤很重视这次见面 但大家却把这次见面搞得一塌糊涂 我们还有机会吗 翁谦向弱弱地问道 龙飞城咬咬牙 应该还有机会 那两位受伤的老掌门 似乎也没有很生气 我刚才听说他们准备趁这个机会 服用老金炼制的洗水单 到时候不仅伤势痊愈 修为还能更进一步 那你 听到这话的严手一 整个人都要裂开了 众人慌慌张张地把受伤的两位掌门抬到义士堂 孙刘颖双手抱胸 一副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模样 冷声说道 这林子彤手下全都是一群乱七八糟的民间教派传人 和驴星掌门完全没有可比性 孙堂之之前还是很看好林子彤的 但今天的所见所闻让他此时忍不住沉默了 今天他本想看到林子彤最好的一面 可他看到的是变态 赌徒和酒鬼 唯一正常的就是那个外表邋遢猥琐的古异传人了 大家心里的天平缓缓倾向驴星 破 这时候 一名受伤的掌门突然吐血 众人大惊失色 纷纷关心 但这名掌门却摆了摆手 无碍 只是一点小伤罢了 待我扶下洗水单 伤势就能痊愈 说着 两名老掌门纷纷拿出洗水单 直接塞进嘴里 嚼都不嚼 直接咽了下去 慢着 从外头赶来的严守一等人 还是来迟了一步 眼睁睁地看着两名掌老侯姐涌动 将洗水单给咽了下去 老金也在队伍当中 见到这个情形 他直接露出绝望之色 完了完了 这回真完了 严守一也忍不住捂着脸 可以想象接下来的混乱 怎么了 门派代表紧张地问 他们觉得 自家老掌门实在是经不起这帮奇葩的折腾了 呃 没事 饶视严守一 都不知该如何解释了 那两名老掌门 心还是向着林子彤多一点 即便受了伤 此时还帮林子彤说话 不要责怪后辈 他们也是无心的 对对对 我们是无心的 龙飞城心里补充一句 但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就不是了 扶下洗水单 两名掌门面容安详地闭上眼睛 准备迎接洗水单的狂暴要力 过了大约一分钟 嗯 两名掌门猛然睁开眼睛 瞳孔剧烈颤抖 孙唐之眼神一凝 羡慕道 看来是药效开始发挥作用了 真不愧是洗水单 看两名掌门的表情就知道 这药效恐怕非同小可 其他人听了 也纷纷侧目 仔细观察两名掌门 想看看服下洗水单的他们俩 到底会有什么反应 严守一等人则是 大气不敢喘 不约而同地低下头 或者侧到一旁 不去看两名掌门 忽然间 两名掌门N的一声 竟然直挺挺地站了起来 孙唐之大惊 这洗水单竟然如此神奇 方才两名掌门甚至无法自行站立 现在动作却如此敏捷 要知道 两名掌门伤得可是肋骨 动一下都疼得令人倒吸凉气的那种 方才两人被台上单架都费劲 可此时此刻竟然动如脱兔 麻溜地从地上爬起来了 真不愧是极品丹药啊 众人感慨 除了那名眼疾手快 抢到最后一枚洗水单的掌门以外 其他人都投来羡慕的目光 只恨自己 刚才手速慢了一点 让这三名老贼抢先了 就连孙刘颖 都难以掩饰自己的嫉妒 正在众人感慨之际 两名掌门又有了动作 只见二人捂着后庭 夹紧双腿 脸色铁青 结结巴巴地喊道 要 要出来了 要憋不住了 要出来了 众人一愣 玄机明白过来 那个古一传人刚才就说过了 扶下洗水单以后 身体里的杂质 会从各个孔洞中喷出 这个孔洞 指的自然是皮肤上的毛孔 排出杂质 就如同人运动以后出汗的效果 只不过 现在排出的不仅仅是汗 妙啊 孙唐之大笑道 这洗水单不仅要笑凶猛 作用还如此之快 我真是羡慕两位掌门 众人眼里的羡慕极度之色 更浓了 突然 Pull 意识堂里传出一阵奇怪的声响 紧接着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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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串的声音 此起彼伏 两名掌门面色铁青 大吼道 厕所在哪 眼手一赶紧指了指 意识堂的侧面 就看到两名掌门捂着屁股跑了 一边跑还一边发出 噗噗噗的声音 林子彤默默地捂住鼻子 走到意识堂外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言的气味 瞬间让孙唐之等人脸色发紫 这 这是什么情况 孙刘颖翘发紫 嘴唇却发白 声音颤抖 你们给两位掌门 吃的是什么呀 孙唐之也反应过来 那难道不是洗水单吗 众人看向 穿着白色公字背心 大富翩翩的老金 老金满脸尴尬 把头偏向一边 支支吾吾地说道 倒是也有那么一点 洗水的功能 反正都是把体内杂质排出 只是方式不太一样 挑得恐大了一点 众人眼皮狂跳 你把话说清楚 简单来说 那不是洗水单 是泄药 老金直接躺平白烂了 让暴风雨 来得更猛烈些吧 陪同那两名老掌门 前来的门派长老 听到老金这话 气得差点没有 当场嫁和戏去 顾不上指责老金 众人冲向厕所门口 留下一句狠话 林子彤 两位掌门 今日要是有什么 三长两短 我们肯定要找你讨个说法 林子彤默默地抬起头 看了一眼天空 累了 毁灭吧 一个小时以后 两名掌门 捂着后停进的厕所 最后虚脱无力地 被众人从厕所里抬出来 脸色比之前还要难看万分 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的力气 这还是因为他们 吃了老金零食炼制的解药的结果 要是没有解药 按照老金的用量 恐怕这两名掌门 要在厕所里 蹲个三天三夜了 为了表达歉意 老金还顺带帮两名掌门 处理了断掉的肋骨 此时此刻 所有人坐在议事堂里 气氛已经和众人刚来时 完全不同 代表团对林子彤怒目而逝 请求要个说法 两名掌门也都沉默了 一是林子彤确实让他们感到失望 二是 他们拉得实在没有力气说话 林子彤张了张嘴 却发现自己 除了道歉以外 似乎什么也说不出来 这时 叶成福带着林雨和林音走进来 两名小助理手里捧着药汤 叶成福小声说道 小姐 到了喝药的时间了 林子彤摇摇头 她现在心里憔悴 哪有喝药的心情啊 严手一叹了口气 亲自端来药汤 就算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着想 也先把这安太太要喝了吧 林子彤听了 这才结果药汤 一饮而尽 一是堂里 耳朵颇为灵敏的孙刘颖 听到了严手一说的话 她心里惊讶 林子彤怀孕了 这可是一个大消息啊 夜里 由于两名掌门 还需要慢慢调理 所以 本来当天来回的代表团 只能暂时留宿在西湖民俗研究会 其实两名老掌门 还是担心 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但在林子彤的一再保证下 他们才勉强答应 之所以要努力 让大家留宿 其实也是林子彤 想要争取最后一个机会 如果就这么 让代表团离开 八个门派 恐怕全部要倒向驴星了 倘若如此 在与驴星争夺掌门之位这件事上 林子彤将会失去所有的优势 说是一败涂地也不为过 而代表团 之所以会冒着生命危险留宿 主要是看在西湖这块 风水宝地的面子上 他们不得不承认 这座建立在荣城西湖上的建筑群 是他们的门派 想都不敢想的风水宝地 哪怕能在这多住一晚 倒霉点又怎样 太阳落山之后 西湖上吹来徐徐凉风 拨动着湖面 让岸边的柳树倒影左右摇曳 拂过湖面的风 却不带半点腥味 这得益于严稠的旋址 风水中的道理 将腥味完全散去 只留下清风 孙刘颖的客房靠着西湖 从房间外的小路台 可以直接欣赏到湖水 以及对面的高楼大厦繁华夜景 他穿着浴袍 露出一些香肩 以及白嫩的小腿 在露台上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哪怕他是天海会的掌门千金 条件也就只是 比普通人好一点罢了 要知道 荣城西湖边上的酒店 打底都要一千块钱一碗 更别提此时这种一线湖景了 所以 孙刘颖打算多拍几张照片 精修后发到朋友圈里 让自己的那些小姐妹们 好好羡慕一番 拍了半个小时 他才精挑戏选出三张照片 又美颜了一个小时 他心满意足地点击发送 折腾完一切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 孙刘颖放下手机 这才认真地欣赏了一下西湖美景 他看得正正出神 心里忽然涌出一股酸液 凭什么这么好的景色 林子彤天天都可以欣赏 极度心让孙刘颖 恨不得把林子彤赶出去 自己独享西湖 因为他直到现在 还是瞧不起林子彤 忽然 一个念头在孙刘颖的脑中闪过 如果 我用林子彤怀孕的消息 向驴星掌门讨要好处 我是不是也能独享这里的风景了 一旦在争夺掌门之位这件事上 林子彤败下阵来 那么 荣成未来很有可能 再无林子彤的荣身之处 到那个时候 荣成西湖肯定归驴星所有 所以 孙刘颖大胆地假设 倘若自己现在对驴星献殷勤 以求未来在西湖有一席之地 这完全是可能的 可这么做 会不会不太好 孙刘颖嘴上这么说 身体却已经拿起手机 善良的念头 仅在他脑子里闪过一瞬间 就被贪婪的欲望压下 他直接拨通了一个号码 电话接通后 孙刘颖的眼里已经没有犹豫 脸上满是贪婪的笑容 喂 我是天海会的孙刘颖 我有事儿想告诉驴星掌门 是关于林子彤的 他一定感兴趣 驴星面无表情地挂断电话 心腹站在一旁 等待着驴星开口 他知道 驴星肯定会有所动作 林子彤怀孕了 驴星淡淡地说道 心腹心里一惊 这对他而言 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是啊 想要争夺掌门之位 必须要有一往无前的精神 可他现在怀孕了 必然处处考虑着 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驴星冷笑一声 对心腹说道 不如我们帮林子彤一把 心腹疑惑道 掌门的意思是 打掉他肚子里的孩子 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地 来与我竞争掌门之位 驴星脸上露出病态的笑容 从孙刘颖那儿 驴星得知 今天八个门派 对林子彤的观感很低 不出意外的话 等明天天一亮 八个门派 就会彻底对驴星效忠 这么一来 林子彤将会毫无筹码 驴星觉得 那样事情就太无聊了 所以 他想要帮林子彤一把 但不是帮助林子彤增加筹码 而是帮助林子彤增加仇恨 杀了他的孩子 林子彤必然忍无可忍 来找驴星的麻烦 而这正是驴星想要看到的 他觉得 掌控驴山派的过程太过顺利 毫无挑战性 因此太过无趣 人生漫漫 总是要给自己找点乐子 不是吗 驴星说着 从宽大的道袍袖口中 拿出了一双绣花鞋 绣花鞋上阴气逼人 就连一旁的心腹 也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去吧 去找林子彤 把他肚子里的孩子杀了 驴星扔出绣花鞋 那双绣花鞋落地之后 竟然自己一左一右地行走 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女人 穿着她们 姿势诡异的前进 西湖民俗研究会 林子彤坐在院子的秋千上 一声不吭地荡着 今天真是糟透了 但林子彤并没有责怪 自己的小伙伴 而是十分自责 他自责自己没有安排好一切 才让整个民俗研究会 在代表团面前丢脸 严首一端来一杯热牛奶 缓缓走向林子彤 在他身边坐下 我已经严肃教训小龙他们了 严首一说道 你怎么他们了 林子彤连忙关心道 千万不要骂他们 这终归是驴山派的事情 可不能影响到 大家之间的感情 招待代表团 林子彤则无旁贷 最多再加上严首一 其他的小伙伴 严格来说 和林子彤并无厉害关系 所以他们并不是 一定要让着林子彤 让着代表团的 严首一答道 小龙做事貌貌实实的 年轻时这样也就算了 难道他要一辈子 吊锒铛的吗 我告诉他 如果他再这么不靠谱 我就把他喊小姐姐 到酒店打牌的事情 告诉陆才卫 此时 旁边的景观灯也已经关闭 路上偶尔会路过几个醉汉 踩着扭曲的步伐 不知去往何方 孙刘颖也已经睡下 宽大的睡袍中 露出雪白的大腿 夹着被子睡得很香甜 忽然 一股阴风刮来 吹得窗帘轻轻摆动 啪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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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白的月光之下 一双红色的绣花鞋 突兀地出现在窗头 绣花鞋不过三寸小 鞋尖正对着床上的孙刘颖 仿佛有一名化着浓妆的古代女子 站在窗头 目不转睛地盯着孙刘颖似的 孙刘颖并没有察觉到什么 只是翻了个身 嘴里巴唧了几声 绣花鞋动了 她轻轻一跃 跳到床尾 然后猛地套在孙刘颖的脚上 孙刘颖并没有裹脚 所以 她的双脚对比绣花鞋而言 肯定是太大了 恐怖的是 绣花鞋像是两条蟒蛇 张大了嘴巴 要把孙刘颖的双脚吞进嘴里 然后疯狂地挤压 咔嚓 孙刘颖的脚骨突然碎裂 啊 剧烈的疼痛 让孙刘颖瞬间惊醒 她看到自己脚上 穿着一双红色的绣花鞋 当场下的脸色惨白 甚至忘了呼救 绣花鞋还在不断挤压 折磨着她的双脚 只见孙刘颖的双脚 不停地被压缩 里头的骨镜段 完全被绣花鞋套住 下一秒 孙刘颖的脸色疏然平静 她的瞳孔涣散 脸上不再有痛苦的表情 仿佛被人控制似的 发了几秒的呆 孙刘颖缓缓从床上爬起 脚踩绣花鞋 摆到窗外的露台 又等了几秒 孙刘颖竟然翻过栏杆 纵身从三楼跳了下去 咔嚓 从三楼跃下 以她的肉体繁胎 自然是扛不住的 在落地的瞬间 孙刘颖的小腿骨头直接断裂 尖锐的刺骨 但孙刘颖仿佛没有痛绝似的 挣扎了几下 便开始行走 目标正是严守医和林子彤的住处 与此同时 正在自己的住处 睡觉的魏长青 猛然睁开眼睛 察觉到异样的她 立刻翻身下床 披了件衣服 便来到阳台 低头往下望去 正好看到正以扭曲姿势 前进的孙刘颖 看到红色绣花鞋的一瞬间 魏长青便大概猜出 是怎么一回事了 她沉默了一阵 默默地选择不出手 只是悄悄地 蹬在孙刘颖的身后 孙刘颖沿着小路前进着 中途经过养师院的门口 罗宁正在养师院中养师 忽然闻到一股刺敌的血腥味 她耳朵动了动 听到了外面的动静 正当她要开门查看的时候 一只木鸟忽然落在她的面前 让她去 魏长青的声音 从木鸟的口中传出 罗宁眉头一皱 为什么 赛翁失马 胭脂非福 魏长青只留下这么一句话 罗宁沉映一会儿 默默地点了点头 就当作没有听到任何动静 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 继续仰师 孙刘颖终于来到 严守一和林子彤的住处 三楼的窗户敞开着 孙刘颖抬头看了一眼 双腿微微弯曲 然后猛然一跃 便跳到了三楼的阳台 红色绣花鞋落在地上 几乎不会发出任何动静 孙刘颖无神的眼睛 往房间里看 果然看到 正在熟睡中的 夫妻二人的手 都轻轻地放在 林子彤的小腹上 似乎他们已经开始 守护林子彤肚子里的孩子了 孙刘颖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 左右看了一眼 看到了放在茶几上的水果刀 她应笑着拿起水果刀 来到林子彤的身边 瞄准林子彤的小腹 孙刘颖双手反握水果刀 狠狠地刺了下去 突然 前一秒还在睡梦中的眼手衣 猛然睁开眼睛 原本就放在林子彤小腹上的手 直接握住水果刀的刀柄 天煞诗魁的身体 让她刀枪不入 区区水果刀 根本无法伤她分毫 眼手衣微微用力 水果刀锋利的刀刃 瞬间被凝成麻花 孙刘颖见状微微变色 立刻放弃水果刀 转而用拳套去锤打林子彤小腹 可眼手衣 又如何会让她得逞 她一手撑在床上 起身一脚 踹在孙刘颖小腹 巨大的力道 直接让孙刘颖惨叫一声 直直从屋里飞出 飞过阳台的栏杆 扑通一声 掉进西湖里 扑通 一个大活人落水 制造出来的动静可不小 林子彤瞬间惊醒 看到眼手衣手里 已经卷刃的水果刀 本能地护住自己的小腹 怎么了 眼手衣扔掉水果刀 沉生说道 孙刘颖想要伤害我们的孩子 什么 林子彤脸色一变 无比后怕 眼手衣一言不发地跳下床 沉着脸走到阳台 看到孙刘颖在湖中不停地挣扎 而她脚上的那双红色绣花鞋 早就消失不见 救命 救命 孙刘颖奋力地挣扎着 她根本不会游泳 眼手衣没有着急救人 而是环顾四周 发现了站在不远处 正在看热闹的魏长青 二叔也发现 孙刘颖要来行刺了 眼手衣的脑子飞速运转 随后似乎想通了什么 脸上反而露出一丝惊喜 驴心呀驴心 多做就会多错 你这是一手好牌 打得稀烂 眼手衣召唤出眼鬼 让她去把落水的孙刘颖就上岸 同时 她又拿出电话 拨打给小助理林语 喂 林语 你去通知一下叶爷爷他们 让他们把所有客人 全都请到议事堂来 对 就是现在 挂断电话 眼手衣在看向魏长青的方向 发现魏长青已经消失了 呼 眼手衣长出一口气 转身回卧室 只见林子彤坐在床上 表情凝重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问题 怎么了 眼手衣关心道 林子彤问 孙刘颖没什么道行 不可能来自寻死路 我们屋子里残留着鬼气 说明他是被鬼屋控制了 但就算如此 鬼屋进入我们的卧室 我们不可能毫无察觉 除非 这种事情 瞒不住林子彤 眼手衣也没打算瞒着 他直接说道 二叔出手了 是他替孙刘颖打掩护 让他能够轻而易举地 进入我们的卧室 而不被我们察觉 听到眼手衣的回答 林子彤心中的猜想 也得到了证实 大家都是聪明人 身边的任何事情 倘若反常 必定都能觉察出一些细节 从而推导出真相 所以隐瞒没有意义 二叔知道 我们现在处于劣势 门派代表们 已经更偏向驴星 所以今晚孙刘颖对你出手 他早早察觉 却故意帮助孙刘颖 在关键时刻才让我惊醒 这是为了 让驴星落下口石 惹怒天海会的代表 而那孙刘颖 是被红色绣花鞋所控制 那绣花鞋里 住着一只强大的怨铃 实力是鬼王境界 但并不算很强 白天的种种意外 让林子彤 在驴星面前 优势全无 本来已经板上钉钉的事情 却因为孙刘颖的送人头 而有了转机 试想 天海会 能够为了利益投向驴星 这点无庸置疑 但倘若驴此人蛇些心肠 竟然为了与林子彤竞争 不惜伤害那些效忠于他的人 天海会的人会这么想 他们只会觉得 驴星固然强大 但大家跟着驴星混 不说能不能吃到肉 搞不好最后会被驴星牺牲 性命不保 再大的好处 也要有命花才行 如果孙刘颖在被控制后 第一时间 就被魏长青所解救 阻止他后续的动作 那么效果肯定没有现在要好 孙唐之得知事情以后 必然会勃然大怒 不说能不能直接支持林子彤 但至少绝对不会支持驴星 其他的门派代表 也会重新审视驴星 认真考虑 是否要站在驴星那一边 只是 在这个阴谋当中 唯一受伤的人 就是孙刘颖了 林子彤皱着眉头 驴星竟然要对我们的孩子出手 阎首一的眼里 也有着一丝难以自控的愤怒 不管什么恩怨 都是他们大人的事情 但驴星直接对孩子出手 手段太过卑劣 驴星如此手段 到时候 我们也给不了 驴晋升掌门什么情面了 阎首一沉声说道 林子彤微微点头 起身穿衣 此时此刻 严鬼已经把孙刘颖 从湖中捞起 孙刘颖双腿骨折 脚骨更是碎裂 浑身湿漉漉的 凄惨万分 狼狈无比 剧烈的疼痛 让他嘴唇发紫 身体不停地打哆嗦 门派代表们 也收到了叶成福的通知 纷纷亮灯 没多久就赶来现场 孙唐之赶到之时 看到孙刘颖的惨状 顿时脸色大变 他一眼扫过众人 用质问的语气问林子彤 林小姐 这是怎么回事 你若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们天海会与你们没完 任何人再看到自己的后辈 如此凄惨 都会失去理智 哪怕是之前看好林子彤的孙唐之 也不能例外 林子彤没有因为被误会而生气 耐心地解释道 孙刘颖在半夜潜入我的卧室 打算对我肚子里的孩子动手 幸好我的丈夫及时察觉 才阻止了他 孙刘颖闻言 忍着痛哭嚎着说道 我没有 我没有 现在的他脑子里混乱一片 根本记不得发生了什么 再加上身体上忍着巨大的疼痛 思绪也变得混乱 但孙唐之却冷静下来 因为他也无法解释 为什么孙刘颖会出现在这里 证据呢 孙唐之沉声问 没有证据 就不能证明孙刘颖要刺杀林子彤 孙唐之甚至怀疑 是不是严守医和林子彤歇斯底里 故意涉局 想要挑拨离间 他们与驴星的关系 证据在这里 这时二叔魏长青现身 他的手里 提着一双红色的绣花鞋 比起之前穿在孙刘颖脚上时 此时的绣花鞋 看起来暗淡无光 身上没有诡异的气息 但大家依然能从中感应到 一丝微弱的诡气 这绣花鞋里 之前住着一只强大的怨灵 但现在 他已经没那么强大了 因为他遇到了魏长青 魏长青方才正式去抓绣花鞋去了 因为他心里清楚 绣花鞋是证明 于心利用孙刘颖最大的证据 所以无论如何 都要将之抓住 他把绣花鞋里的怨灵 折腾得半死不活 现在直接扔在众人的面前 也不担心绣花鞋会逃跑 孙唐之捡起绣花鞋 立刻感应到绣花鞋的怨灵气息 他手一抖 直接将绣花鞋扔在地上 这 这绣花鞋中住着一只鬼王 众人闻言 也大惊失色 他们虽然在各自的门派 都是佼佼者 但实力远没有达到 能对付鬼王的地步 这只鬼王 已经奄奄一息了 二叔提醒道 众人这才松了口气 同时认真思考起事情的真相 孙唐之看了看绣花鞋 又看了看孙刘颖那双 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的小脚 心里已经有了定数 孙刘颖此时也终于回过神来 想起自己刚才被惊醒时 痛苦又恐惧的画面 他顿时面露惊恐之色 本能地后退 想要拉开与绣花鞋之间的距离 是他 是他 孙刘颖惊恐地说道 是他控制了我 有孙刘颖亲口承认 真相已经水落石出 绣花鞋的确控制了孙刘颖 让他去林子彤的卧室行刺 孙唐之的脸黑了下来 他原本还对林子彤心事问罪 没想到错的是自己人 林小姐 对不起 孙唐之立刻道歉 大丈夫知错就改 毫不拖泥带水 孙唐之是个汉子 严守一心里 对孙唐之有了几分好感 旁人眉头一皱 却是提出了两个问题 如何证明这绣花鞋 是驴星派来的 为什么被控制的 是孙刘颖 不是其他人 这两个问题十分尖锐 如果真相并非是 大家想象的那样 深究下去 说不定会有反转 但林子彤身正不怕影子鞋 冷声说道 绣花鞋里的怨灵尚有意识 抓他出来拷问一番 幕后主使自然水落石出 真相就是如此 林子彤底气很足 大家看他这副模样 心里也打消一律 根本没必要再拷问怨灵 林子彤的反应说明了一切 至于第二个问题 林子彤顿了顿 望向孙刘颖 语气多了几分冷意 我也想知道 为什么会是孙刘颖 抛开争夺掌门之位的利益相关 今晚腹中胎儿受到威胁 林子彤身为母亲 此时胸口里藏着一团怒火 若不是因为知道 孙刘颖是被控制的 只怕他会直接 与天海会撕破脸皮 也要让孙刘颖付出代价 而他现在在意的便是 为什么驴星会选择孙刘颖 而不是其他人 孙唐之似乎想到了什么 脸色严肃地盯着孙刘颖 刘颖 你与驴星联系过了 孙刘颖疼得满头冷汗 此时被问到这个问题 不由得心虚地低下头 没有 哼 孙唐之对孙刘颖很是了解 再加上这个女孩未经逝世 有什么心事 全都写在脸上了 所以 孙唐之心里当下有了判断 他伸手从孙刘颖的口袋里拿出手机 打开通话记录 立刻有了结果 孙唐之深吸一口气 关掉手机 对孙刘颖说道 念在你现在受伤严重的份上 我便不再多说什么了 但今日之事 我会原封不动地上报给掌门 孙刘颖偷偷给驴星通风报信 最后惹祸上身 这是自作念 就连孙唐之都不觉得 他有什么好可怜的 反而怒气不争 万分愤怒 孙刘颖眼看事情败露 更是无言以对 只能将脑袋深深埋下 肩膀抽搐着 忍受着疼痛 林小姐 此事是我们天海会做的不对 我先代表天海会向你道歉 孙唐之带着倩义说道 奈何现在刘颖受伤 等她的伤势好转 天海会会再次登门道歉 林子彤摇了摇头 他已经受到相应的惩罚了 道歉就不必了 我们已经联系老金 他正在赶来的路上 虽然之前老金炼制谢药的事情 给代表团的两位老掌门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 也证明了他的实力 见林子彤不仅没有对孙刘颖发火 反而派古一传人过来为他医治 孙唐之的脸色有所好转 感激地对林子彤说谢谢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是所有门派代表始料未及的 没一会儿 老金和其他人赶到 将孙刘颖带去治疗 看着孙刘颖被抬走 众代表们心情复杂 虽然之前驴星对他们许下了种种承诺 让他们动心 但今天见到了孙刘颖的下场 大家现在谁也不能保证 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孙刘颖 其实大家心里也知道 驴星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女人 她许下的好处的确有可能实现 但前提是要保证自己 不会成为被驴星牺牲的棋子 反观林子彤 虽然她现在手上除了钱以外 一无所有 但至少她对自己人真诚 绝对不可能做出牺牲伙伴这种事情来 究竟是选择投靠驴星 还是支持林子彤 此事大家必须摆上台面 认真思考一番了 林子彤没有和代表团的人在一起 而是和严守医一起去查看孙刘颖的伤势 她故意给代表团们留下时间和空间 去商量他们的最终决定 其他的小伙伴也陆续闻声赶来 听说 今天林子彤肚子里的宝宝今天受到威胁 众人怒不可遏 尤其是好姐妹罗宁和赵义瑶 恨不得现在就杀去三方七相 把驴星胖揍一顿 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单从今天驴星出手 便派出鬼王意识上来看 就说明驴星手上的力量不容小觑 最重要的是驴星手上还有不少人质 孤军奋战的林子彤依然处于被动境地 半个时辰以后 老金才结束对孙刘颖的治疗 她的伤势没有威胁到生命 只要恢复得好 对未来生活也没什么影响 但是她那双原本白嫩的腿上 必然要留下难看的疤痕 其实老金有办法抹去那些伤疤 但她并没有那么做 未来就让孙刘颖自己头疼去 这是老金对孙刘颖的一个小抱负 抱负这个不懂事的女孩 竟然对严守医和林子彤的孩子出手 孙刘颖这次吃了一个大苦头 想必以后会老实很多 听说孙刘颖没事了 代表团们的众人也松了口气 众人坐在议事堂 沉默了好一阵子 孙堂之开口说道 林小姐 我们想好了 林子彤望向孙堂之 静静地等待她开口 驴星心狠手辣 与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 所以我们选择支持你 继任驴山派掌门 代表团的众人都向林子彤 投来善意的目光 其中个别人夹杂着一些歉意 想必是白天对林子彤的一些微词 而产生的愧疚心理 林子彤微微汗手 露出兵士前嫌的微笑 谢谢大家的信任 孙堂之沉声说道 林掌门 尽管你获得了我们的支持 但想要继任掌门之位 恐怕要尽快行动起来了 现在大家对林子彤的称呼 已经从林小姐变成了林掌门 林子彤摆出认真姿态 你们有掌握什么消息吗 驴星想要来一招快刀斩乱麻 所以在五天之后 他会在文如芳举办掌门继任仪式 到时候 许多名门正派的长老 都会过来为他撑场面 孙堂之答道 严守一心里一惊 这驴星果然不简单 虽然一口气失踪二十年 但却拥有一些名门大派的人脉 他很好奇 驴星这二十年到底干什么去了 现在为何又要强势回归 且对驴山派掌门有如此大的执念 孙堂之又说道 我们建州省的其他门派 现在大部分都选择服从驴星 到他举行继任仪式的那天 倘若我们再没有行动 事情恐怕就要板上钉钉了 你也知道 想要改变大家心里认定的事实 没那么简单 倘若驴举办仪式继任掌门 那么林子彤再去争夺掌门之位 似乎理由就没那么充分了 唯有在他继任之前 二人争夺才是名正言顺 这叫诗出有名 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哪怕是打仗 都必须寻找一个理由 否则很容易被对方抓住把柄 反而被诬陷成邪恶的一方 林子彤微微汗手 低声说道 我明白了 顿了顿 他展颜一笑 驴星喜欢邀请名门正牌为他背书 那我们也邀请几个 比一比谁的人脉更广 谁的朋友更强 五天的时间里 林子彤和阎首一做了很多事 一切都是为了五天之后的掌门继任仪式 而这五天时间里 驴云派贩卖出去的道福 也持续发酵 荣承四处怪事频发 各种恐怖的传闻在坊间流传 人人自危 就连最热闹的万宝一条街 也生意惨淡 天黑以后 少有人敢出门 而夏之他们就苦了 从第二天开始 他们就接到各种报案 开始的时候 还真是灵异事件 打电话向民俗研究会求助 很快就能处理 但后来事情发酵 有一些无聊的家伙 开始胡乱报警 经常夏之等人火急火燎赶到现场以后 发现压根没有闹鬼 只是小两口吵架闹脾气而已 偏偏这种事情人命关天 所以哪怕知道有可能会被戏耍 但夏之还是要求所有警员 不能糊弄敷衍 只要有报警 就一定要去现场勘察 这也导致了夏之连续好几天 都没有好好休息过 原本俏丽的脸 都显得有些辣黄了 五天时间眨眼过去 今日便是驴星 要在驴山派举办继任仪式的日子 严守一起床时 特意看了一下皇帝 的确是适合举办祭祀活动的日子 一早起床 严守一就看到楼下阿公正 收拾着东西往外走 站在楼上阳台的严守一 忍不住问道 阿公 你上哪儿去 别忘了 今天咱可是要给臭丫头撑场面的 阿公顶着黑眼圈 一副被抽干了身体的模样问道 老王和老何什么时候回来 我快要顶不住了 顶不住 这几天我夏之警官那边 经常需要咱们的帮忙 我时不时就要过去一趟 昨晚还顺路去了一趟古岭 陪了家人一整晚 刚刚才回到研究会 夏之警官的电话又来了 严守一闻言 一拍脑门 老子都差点忘了 阿公也是有老婆的男人 这几天 罗宁和赵一瑶先后闭关 能帮夏之解决问题的人 就只有阿公了 二叔为常青不屑于出手 龙非诚 老金和翁千相又没那个本事 所以 重担就只能阿公自己扛 他扛下了他这个年纪 不该有的压力 严守一愧疚地说道 你再顶一天 老王他们明天就回来了 好 阿公麻木地点点头 低着头走了 看到阿公那萧条的背影 严守一忽然感慨道 当我们觉得自己 过得舒坦的时候 那必然是有人 在替我们负重前行 阿公真男人 加油 回过头 林子彤已经洗漱完毕 穿戴整齐地坐在化妆桌前 梳着长发 尽管 他已经养好了状态 看着十分有精气神 但眉宇间 还是透着一丝担忧 严守一见状 来到林子彤身后 接过他的目书 轻轻地梳着 放心吧 我起床的时候看过黄历了 今日适合继任掌门之位 林子彤美好气地 白了镜子里的严守一眼 那是自然 驴星也会看日子的 他这是在给你做嫁衣 严守一轻笑道 今天你才是主角 林子彤的脸色 稍稍缓和一些 他抿了名嘴 问道 大家都来了吗 今早的飞机 小龙和爷爷 已经去接人了 一切都安排妥当 来得及 听到确切的答案 林子彤美语间的担忧 总算是消失了 他甜蜜又嫌弃地 从严守一手里夺回梳子 说道 笨手笨脚的 还是让花银来吧 说着 林子彤召唤出桃花银 桃花银浅笑 帮林子彤打扮 站在一旁的严守一 不得不承认 尽管自己的这双手 精妙地可以雕刻出 栩栩如生的木雕 但在面对 摆弄女生造型这件事上 她的所有技巧和经验 都不管用了 三千烦恼丝 在她的手中 只会变得一团乱麻 这事儿呀 还得是我们女人来 桃花银给林子彤 编了一个 雍容端庄的发型 发型偏古典 插着一根精致的玉簪 装成以后 林子彤退去了少女的稚嫩 身上透着一股雍容华贵的气质 仿佛是一位古代公主 莲合没忍住 主动飘了出来 痴痴地看着林子彤 自言自语道 小姐和公主好像 雨鼠公主虽然也倾国倾城 但她和林子彤的长相 是完全不一样的 联合之所以会有如此感慨 是因为此时林子彤身上的气质 和雨鼠公主很像 桃花银也是满脸羡慕 尽管这是她自己的妆容作品 她的眼里有些怀念 似乎看到此时的林子彤 也忍不住想起 她还活着的时候 也是这般靓丽动人 青春无限 真美啊 桃花银夸奖道 林子彤望向眼手衣 美眸眨了眨 等待着这个榆木脑袋的夸奖 眼手衣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只是傻傻地盯着她看 笨死了 桃花银恨铁不成钢 小声地骂道 然后在眼手衣面前挥了挥手 少爷 小姐等着你夸呢 眼手衣回过神来 没有第一时间夸林子彤 而是满脸认真地说道 我刚才走神了 看到你现在这样 忍不住想起 我们结婚的那天 那天的你 和今天一样漂亮 一个女人最美的时候 就是她结婚的时候 眼手衣虽然没有 直接夸奖林子彤 却让林子彤很受用 本来还恨铁不成钢的桃花银 一时间目瞪口呆 随后她盈盈笑道 我本来以为少爷是青铜 没想到她才是王者 难怪她能追到我们家小姐 林子彤俏脸一红 联合在一旁附和着 眼手衣不服输了 当初可是你家小姐追的我 林子彤瞪了眼手衣一眼 当真 眼手衣识趣地闭上嘴巴 三方七相 文如方 驴山派大院 平日里先有人来的驴山派大院 今日格外地热闹 这条处于戎城最繁华的 市中心的巷子口 停满了各种豪车 各界社会名流 陆陆续续到来 进入文如方 目标十分统一 驴山派 驴星今日也是盛装出席 他画着精致的妆容 遮住了脸上所有的皱纹 带着一对于文耳式 身穿黑色道袍 手持白色浮沉 颇有一种先锋道姑的韵味 已经四十岁的驴星 尽管脸上有了皱纹 但依旧可以用风韵油存来形容 他的身材很好 即便穿着宽大的道袍 依旧让男人们小心侧目 脑子里有一些禁忌幻想 驴星带来的小道童 分立在入口两侧 每当有宾客进入的时候 便会弯腰行李 大喊 欢迎贵客远道而来 参加驴星掌门的继任仪式 整个驴山派上下 今天都热闹无比 但并非是每个驴山派弟子 都面带笑容 这种反差 让今日的气氛有些诡异 恭喜驴掌门 贺喜驴掌门 这驴山派最终还是 由您来接手啊 是啊是啊 您的爷爷是前任驴山派掌门 这驴山派传到您的手里 才叫名正言顺 日后我们可就多一帐驴掌门了 要知道咱们可是盟友呀 几个达官显贵正在和驴星攀交情 驴星也应对自如 他身穿道袍 但此时更像是一个商人 其中一名油腻的中年男子 看驴星的眼神里有着一丝异样 他与驴星谈到高兴之时 便顺势去抓驴星的手 可神奇的是 驴星的手就垂在身侧 一动不动 但中年男子却抓了个空 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他的手推开似的 中年男子不信邪 又抓了一次 结果依然没变 抬起头时 中年男子正好迎上驴星的目光 只见驴星表情冷漠 眼神淡然 语气清冷地说道 我手下养了几只恶鬼 他们同样对我垂涎三尺 但凡有男人敢靠近我 他们就恨不得将那个男人撕碎 中年男子闻言 脸色发白 他当然不想被恶鬼撕碎 于是他犹如丧家之犬似的 夹着尾巴 默默地退到角落去 不敢再与驴星对话 驴星收回目光 又看向其他几人 那几人同样低着头 像是奴仆在对主人表达忠诚 对此驴星很满意 他之所以和这些达官显贵 扯上关系 无非是为了在驴山派立足 今日他举办掌门继任仪式 不仅邀请了荣成的达官显贵 还邀请了许多名门大派的 重要人物出席 有这些人做背书 驴星便能够站得更稳一些 应付了那些达官显贵之后 驴星迎来了今日的重要人物 各个名门大派的代表 定禅寺高僧玄珍 劳山福禄派长老袁洪 龙虎山六人官官主曹高齿 武当山清风官长老钱康平 长白山白鱼府府主英志明 驴星请来的这些人 虽然都不是一流门派的一线人物 但他们都和一流门派有所牵连 例如定禅寺高僧玄珍 其师兄是寒山寺主持 龙虎山六人官的曹高齿 他的师伯是如今龙虎山天师傅七长老 武当山清风官的长老 和张家正同有联姻关系 对外界来说 从某种意义上 这些人就代表着名门正派 毕竟有些场合 一流门派不好意思出席 也会派这些和他们有关系的道观寺庙出席 隐晦地表示他们在背后的支持 当这些人出现在驴山派之时 驴星与他身后的那些心腹 脸上都露出了明媚的笑容 过去驴山派只是二流门派 在全国只是有一定的知名度 但没有话语权 所以 在这些名门正派的面前 哪怕是绿宪 也要稍稍表现得谦卑一些 他拿出了十倍的重视 亲自出门迎接 今日诸位 能到我们驴山派来做客 真是让我们驴山派棚毕声辉 驴星微笑着说道 六人官曹高齿哈哈一笑 夸道 今日同样也是驴星掌门的大喜日子 我等也是余有荣焉 清风官钱康平也说道 驴星掌门 以后 咱们可要多多走动 增加联络 定禅寺高僧玄真 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为了祝贺驴星掌门上任 定禅寺特意送来宝珠一对 请驴星掌门笑纳 其他代表也纷纷献礼 驴山派内一片繁荣祥和 驴星收了礼 一一答谢 让人将他们送入上座 这些代表的座位 最靠近大殿主座 意味着他们的身份非比寻常 沿途他们经过了 其他的宾客身边 享受着宾客们羡慕 和敬重的目光 心里很是舒坦 他们就喜欢这种 人上人的感觉 所以这种场合 他们绝不会缺席 入座之后 几位故人品着茶闲聊 他们先是酗旧 然后就聊到了驴星的身上 曹高齿夸道 别看驴星掌门 只是一介女流 但她的实力和手段 都不输你我 劳山福禄派长老的袁红 嘿嘿一笑 问道 姓曹的 你该不会是看上驴掌门了吧 其他几个男人也投来目光 只有玄珍双手合十 念诵佛号 曹高齿冷哼一声 窈窕淑女 君子好球 驴星掌门虽然年纪不小了 但风韵犹存 你们这些老家伙 敢说自己 对他没有想法 至少老子君子坦荡荡 想什么就说什么 其他人见曹高齿有点生气 便开始打圆场 白鱼府的辅主 殷志明笑道 老曹是个实在人 只可惜 我已经有了家事 否则说不定 还要和老曹竞争一番呢 殷志明这简单的一句自嘲 顿时化解了大家的尴尬 众人哈哈大笑 这时 又见曹高齿悠悠叹了口气 说道 不过说起姿色 又谈到驴山派 我忍不住想起另一个人 他的长相才是国色天香 倾国倾城 就算驴星在年轻二十岁 也绝对无法和他比拟 众人顿时来了兴趣 先是小心翼翼地 看了一眼正在迎兵的驴星 然后才问 谁 曹高齿缓缓吐出一个名字 驴靖生的关门弟子 林子彤 众人顿感困惑 我记得驴星掌门之前 是驴经掌管驴山派 驴经之前才是驴靖生 你说的这个林子彤 又是哪号人物 他如今在驴山派吗 不知我们今日 有没有机会见他一面 众人对林子彤很是好奇 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 但曹高齿的表情 却有些古怪 他又看了驴星一眼 才压低了声音说道 前一阵子 我们龙虎山举办了螺天大教 并且选出了新的天师 此事你们都知道吧 知道啊 而且我们还听说 龙虎山被妖人袭击 老天师张印 生死盗消 这些都是真的 但我要说的重点不是这个 曹高齿说道 当时林子彤也参加了螺天大教 并且杀入前四 领队之人正是驴山派前任掌门驴经 你们知道林子彤 当时是什么身份吗 大家的胃口都被吊起来了 催促着曹高齿赶紧说下去 曹高齿摸了摸小胡子 神秘地说道 但是林子彤的身份 正是驴山派下一任掌门 林子彤是下一任驴山派掌门 众人都露出震惊之色 感觉一时间脑子转不过弯来了 如果林子彤是驴山派下一任掌门 那驴星又是什么情况 这些宾客 都是一流门派下属的门派 以他们的地位 是收不到螺天大教的邀请的 又或者只能跟随着上属门派一起去 但名额有限 所以众人当中 也就只有曹高齿这个龙虎山的本地人 对此事十分了解 定禅寺高僧玄珍不解地问道 龙虎山的螺天大教 老僧当时没有去参加 也不知这位林子彤是什么情况 但听你们所言 林子彤才是驴山派的继承人 驴星掌门又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驴山派临时换人了 可对于一个门派而言 换掌门继承人 就于古时候换太子似的 若非是太子犯了大错 一般是不会轻易换人的 所以大家本能地以为 林子彤从螺天大教回来以后 做了什么对不起 绿山派的事情 劳山福禄派长老袁洪说道 说起林子彤 我好像也略有耳闻 据说他嫁给了一名 民间教派传人 那人好像叫什么 是鲁班传人 严首一 曹高齿补充道 对 就是严首一 据说此人天资非凡 纵观古今 他是第一个出身民间 却获得龙虎密文之人 袁洪感慨道 就连剑派的袁剑星 回来以后都对此子赞赏有加 鲁班传人严首一 众人纷纷侧目 感觉又有新的知识点了 曹高齿也忍不住夸赞 严首一和林子彤 在螺天大教之时 可以说是最受瞩目之人 他们俩杀入四强 最后 严首一还是输给了于露明 否则他就是如今的龙虎山天师了 但即便如此 二人在螺天大教上 也是风头无两 严首一以民间教派的身份 不仅参加了螺天大教 还差点抢走了天师之位 若是此事成真 对如今的悬门而言 又是一个巨大的动荡 说不定会有些顽固的老家伙 会翻脸不认这个天师 好在最后继任天师的是于露明 也算是名正言顺了 曹高齿又应大家要求 把螺天大教的经过 大致地说了一遍 其中着重提及了 严首一和林子彤 在螺天大教的亮眼表现 例如严首一的 108层骑门盾甲罗盘 一招斗转心仪 还有那160年的剑意 以及他在对抗妖人实力下的功劳 大伙又对二人有了新的认识 清风官钱康平疑惑道 既然林子彤在螺天大教上表现亮眼 那驴山派不是 更应该重视他才是吗 怎么又会换驴星来当掌门呢 白鱼府府主殷志明 压低了声音说道 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一件事没有 方才老曹说 螺天大教是驴精掌门 带着林子彤参加的 而如今 你们有看到驴精掌门的身影吗 众人一愣 随后回过神来 在驴山派到处寻找驴精的影子 他们震惊地发现 如此重要的日子 驴精竟然不在现场 大家都不是傻子 他们很快就想到了某种可能 但都不愿意第一个开口说出来 曹高池陈生说道 个人自扫门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霜 我们只是受邀来参加继任仪式的 至于其他的事情 最好不要多问 更不要多管 看出事情端倪的众人 脸色恢复如常 但他们都在心里祈祷 希望这继任仪式能够顺利举行 早点了事 大家早点散场回家 不要多生什么时段了 过了大概半个时辰 驴山派邀请的客人 已经全部到齐 在场坐无虚席 都在等待继任仪式的开始 驴心也暂时消失了 他要回去后堂沐浴更衣 焚香祷告 然后再出来跪拜先祖临位 宣布继任掌门 这是一个十分繁琐的过程 按照老祖宗的规矩 全部流程走下来 至少要一整天的时间 之后大家还要吃三天的斋饭 不过这些规矩 显然不再适合现在的时代了 大家都很忙 没人会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天 而驴心也着急尘埃落定 所以简化了许多流程 时间来到四时 身穿黑色巫师袍的驴心 在心腹的簇拥之下走出来 宾客们安静下来 乐师奏起了古典的音乐 在大院中央 放着一个巨大的香炉 香炉后方是临时搭建的祠堂 祠堂里供奉着驴山派 历任掌门的临位 其中空着两个位置 正是驴镜生和驴镜二人的 他们还没死呢 驴心的手中拿着无字玉牌 三步一跪 九步一扣 嘴里念着驴山派的经文 缓缓来到香炉面前 放下玉牌 他接过心腹递来的贡香 点燃之后 用手扇掉明火 白色的香烟徐徐飘起 驴心声音高亢 列为祖师在上 弟子驴心 今日继任掌门之位 日后必定为门派谋发展 为弟子谋安康 以保护天下苍生为继任 一 哄 话才说到一半 忽然间降下一道晴天霹雳 正披在香炉之上 险些伤到驴心 驴心身体后退 脸色一变 只见面前的香炉上 已经布满裂痕 轻轻一碰 便轰然碎裂 香灰溅起 宾客们被呛得不停咳嗽 怎么回事 众宾客惊疑不定 这时 一道声音悠悠飘来 驴心 你说 你要保护天下苍生 这话连老天爷都听不下去了 所以特意让我降下一道天雷 把你丑陋的面具给屁坏 听到这声音 驴心脸色阴沉 目光冷丽地看向入口处 只见入口处 一伙年轻人正站在那 其中有男有女 但站在最前方的是一对 举止亲密的年轻夫妻 坐在那堂的曹高迟见到来者 忍不住说道 是他 竟然是他 其他人纷纷发问 他们是谁 老曹 你他妈别卖关子了 现在这个氛围 要是曹高迟在卖关子 大家是会真的忍不住出手揍他的 只听曹高迟愣愣地说道 他就是我说的林子彤 林子彤身边的男人 正是严守一 他们身后的人 我也都见过 都是参加过罗天大教 并且表现不俗的民间教派传人 那他们这是来做什么的 还用问吗 曹高迟语气急促地说道 自然是来抢夺驴山派掌门之位的 严守一 林子彤一行人 站在驴山派的大门外 他们腰杆挺直 表情严厉 不像是过来砸场子的坏人 反而像是回来问责的主人 林子彤一眼 扫过驴山派内的景象 只觉得眼前的场景和自己从小到大所认识的驴山派 有着巨大的不同 他记忆中的驴山派 四周飘的都是鸟鸟青烟 先有人来往 只有驴山派的弟子会在这里修炼论道 但他们论道的声音 甚至不如树上的鸟叫虫鸣声音大 而此时此刻 驴山派内摆着无数张大桌 各路人士坐在原本清静之地高谈阔论 说着世俗话语 满嘴的利益 鸟鸟青烟也变成了香烟的乌烟瘴气 现在的驴山派不像是道观 而像是一个乌烟瘴气的酒店 寄人现场也不是寄人现场 而是一场商业酒会 驴山派不该是这样的 林子彤低声说道 所以我们来了 严守一同样低声回答 他们回来了 驴山派也该恢复原样了 对于严守一等人的突然到访 在场还有许多人是处于猛逼状态的 这帮人是谁 来砸场子的吗 什么人会如此不长眼 到驴山派来砸场子 他们不知道驴山派的本事吗 一些和驴星有利益关系的大佬们 为了在驴星面前刷好感度 直接不顾身份拍桌怒骂 你们是什么人 赶来驴山派撒眼 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知不知道驴星掌门的本事 我奉劝你们一句 别不长眼 哼 一群年轻小伙 不知天高地厚 待会儿你有们好看的 开口的大多数是达官显贵 他们都是普通人 看不出严守一等人身上的不同 所以他们叫嚣得也格外凶狠 似乎恨不得代替驴星出手 把严守一等人赶出去似的 而那些稍微有点倒横在身的人 则是认真的 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严守一他们 但凡稍微有点倒横 都能看出严守一等人的不同寻常 其中最明显的有三人 短发可爱 但实际上却失气横生的罗宁 动作粗犷 一嘴东北口音 身上隐隐有妖气波动的赵一瑶 这最后一人便是沉默不语 长相阴郁的二叔魏长青 魏长青的气息最内敛 但他表现出来的气质 任何人都能感受到他的不寻常 严守一和林子彤气息内敛 看不出道横深浅 但能够看出的是 这支队伍以严守一和林子彤为首 所以这两人绝对不简单 这群年轻人是什么来头 看样子似乎是来兴师问罪的 他们有什么资格 在旅行掌门面前这样摆谱 宾客当中还有一小部分人 脸色格外精彩 这伙人便是几天之前 林子彤提前沟通过的小门派 林子彤联系他们以后 他们并没有醒悟 执着地选择站在驴星这边 虽然驴云派的解散 出乎大家的意料 但驴星表现出的实力和开出的条件 更让他们心动 此时他们认出林子彤来 脸色都无比精彩 按照今天的继任仪式 恐怕会很精彩 但他们心底里 自然是希望 驴星能够力压林子彤 将之扫地出门 这样他们就会成为受益者 反之 如果林子彤胜利了 等到秋后算账之时 建州省将会没有 他们这些小门派的立足之地 林师姐 你回来了 众人对峙之际 几名站在院子里迎兵的小道童 激动地扔掉了手里的东西 奔向林子彤 林子彤长相甜美 对他们这些师弟师妹 又非常温柔 过去经常给他们带好吃的 所以小道童们 都非常喜欢林子彤 小道童一拥而上 抱着林子彤 露出委屈的表情 师姐上哪去了 我们这段日子 吃了好多苦 林子彤摸着小道童们的脑袋 捏了捏他们的脸 心疼道 怎么吃苦了 一个圆脸小道童 苦着脸撸起袖子 露出他手臂上的亲子 我们天天都要干活 经常饿肚子不说 有时候还要挨打 见状 林子彤心疼不已 陈生说道 你们的师父不管吗 师父不管 好多师叔都被关起来了 小道童连忙打道 一旁的严守一心领神会 这些小道童的师父 多半是效忠驴心了 而没效忠驴心的那些人 要么被赶出驴山派 要么被驴心给关起来了 只是小孩子的心思纯洁 考虑不到那么多 只会认为 驴心来了以后 驴山派就变了 至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他们不会明白 谁打的 严守一低声问道 小道童知道 严守一是林子彤的丈夫 看到严守一 一副要替他撑腰的架势 心里有了底气 伸手指了指 站在侧面的一个中年驴山派弟子 林子彤看了那人一眼 笛声说道 陌生面孔 陌生面孔 那就意味着 此人并非是驴山派弟子 而是后来被驴心 从外头带回来的 这下 严守一就没有任何顾虑了 他大步走向那名外来的弟子 眼神像是要吃人 感受到来自严守一身上的威胁 外来弟子色力内人的喝道 你 你想干什么 这里是驴山派的地盘 休得放肆 想要巴结驴心的达官显贵 也纷纷出口讨伐 试图用辱骂的方式 让严守一滚出驴山派 但严守依乃在乎他们怎么说 他静止走到那名外来弟子的面前 抬手便是一个响亮的耳光 啪 这一耳光声音无比响亮 让热闹的驴山派大怨为之一境 驴心的眼睛眯了眯 似乎自己也挨了一耳光似的 你 你敢打我 那名弟子捂着脸怒道 放心 这只是开头而已 严守一抬手又是一耳光 成年人争斗争斗也就罢了 你也小孩都欺负 有什么资格穿驴山派的衣服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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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守依几个耳光 已经将对方打傻了 回过神来的弟子想要逃跑 结果被严守依一把抓住衣领 接着扇巴掌 他试着反抗 却发现自己的力量 在严守依面前根本不值得一提 此时此刻 这名外来的弟子 总算是体验到 那几个小道童的感觉了 因为自己在欺负小道童的时候 小道童也是这般没有反抗之力 只能任人揉捏 只是他想不到 报应来得这么快 如今自己也要吃这种苦头 啪啪啪啪 驴山派的大院里 没有人说话 只有响亮的耳光声响个不停 那名外来的弟子 已经被删成猪头了 宾客们坐在位置上 此时都不敢出声 生怕严守依这家伙打伤头了 到时候谁出声就打谁 刚才那些叫嚣的达官显贵 也都闭上了嘴巴 现在谁要是当出头鸟 那纯粹是找死了 小道童们看到严守依帮他们出手 心里十分解气 但看到那名外来弟子 被严守依打得有些凄惨了 心里又感到同情 林子童只能无奈地摇摇头 驴山派的小道童们 都太过善良了 要知道这个外来弟子 前几天也是这么欺负 这些小道童的呀 真不愧是龙虎密文的拥有者 曹高池低声说道 严守依的形式风格 和于天师完全不同 于天师低调内敛 而严守依喜欢见机形式 见走偏锋 其他的代表纷纷问曹高池 这严守依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曹高池嘶了一声 似乎在思考 思考着如何来形容严守依 严守依虽然出生民间教派 但为人正直 性格坚毅 当初在罗天大教之时 他顶着大家的偏见 一路过关斩将 不到最后时刻 都不会使用自己的底牌 从海选到决赛 严守依每一回上台 都能给大家带来惊喜和震撼 众人闻言 看向严守依的眼神里 多了一抹一色 虽然他们今天有可能 要站在严守依的对立面 但也不妨碍他们欣赏严守依 只是 驴星也该有点反应了吧 如果他任由严守依 如此侮辱他的人 那今天的事情 恐怕不会有任何悬念 直接把掌门之位 给林子彤做便是了 驴星忍不住了 他皱着眉头 声音严厉地喝道 住手 严守依看了驴星一眼 冷哼一声 一点也不给面子 外来的弟子此时也知道了 自己现在就是 严守依的出气筒 也是双方较量的开始 如果驴星 没能表现出强大的一面 只怕今天 自己还要挨上十几个耳光 见严守依不搭理自己 驴星果然面露怒涩 他甩动手中的浮沉 两只恶鬼 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现身 伸手去抓严守依的胳膊 驴星总算出手了 达官显贵看到恶鬼 脸色未知一变 本能地后退 随后又面露喜色 认为驴星本事强大 严守依他们要吃苦头了 哪知那严守依突然回头 恶狠狠地瞪了两只恶鬼一眼 只是这一眼 竟将两只恶鬼瞪得愣在原地 恶鬼望着严守依 只看到他身上遍布煞气 煞气浓郁的吓人 比他们这些恶鬼 都要恐怖数万倍 恶鬼也怕恶人啊 而严守依在他们的眼里 那就是妥妥的大恶人 所以一时间两只恶鬼 定在原地瑟瑟发抖 不敢动弹 更不敢去蓝眼守依 这一幕落在达官显贵们的眼里 让他们的脸色顿时僵住了 这年轻人竟然如此厉害 只是瞪了一眼 就让驴星掌门派出的恶鬼 吓得瑟瑟发抖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眼守依最后扇了几个耳光 随手将昏过去的外来弟子 扔到一旁 然后盯着驴星 口中缓缓吐出两个字 就这 驴星呼吸一致 仿佛受到奇耻大辱 眼守依哈哈一笑 拿出马灯 招了招手 两只恶鬼立刻魂飞魄散 化作惊魄 进入马灯当中 驴星掌门 我就明着告诉你了 今日 我们就是来清理门户的 你要是只有这点伎俩 还是赶紧把掌门位置还给子彤 否则一会儿打起来撕破脸皮 我怕我给不了驴镜生掌门面子 眼守依淡淡地说道 驴星回过神来 表情淡然 来砸场子就砸场子 不需要找什么理由借口 理由借口 眼守依冷笑道 几日前 你派厉鬼去索我为出生的孩子的性命 这仗我还没找你算呢 但这些事先按下不提 我就问问你 这掌门之位 你让是不让 眼守依的语气态度异常跋扈 他其实不是这种张扬的性格 只是在驴星的面前 他的教养 不需要浪费在这种人身上 驴星似乎没有直接出手的打算 他看向列位在两旁的小门派掌门与长老 众人会议 纷纷起身 站到驴星这边 仗着人数多 似乎在气势上压过眼守依一筹 比人多是吧 龙非城叫嚣道 我们人也不少 话音才落 八个门派代表七七现身 站在林子彤的身边 眼守依也回到队伍当中 林子彤抱着小道童 冷冷地说道 驴星狼子野心 你们不分是非 是打算陪着他一条路走到黑 那些支持驴星的掌门板着脸 似乎不想出手 于是开启了嘴炮模式 驴星掌门 是驴镜生掌门的亲孙女 他继任掌门之位天经地义 我等只是遵循传统罢了 过去驴星掌门不在 才让你这个外人 有了可乘之机 现在驴星掌门回来了 掌门之位李英传给他 林子彤 你身为驴山派弟子 李英服从驴星掌门才是 今日大张旗鼓 简直丢人现眼 林子彤微微摇头 这帮人已经被利欲熏心 完全丢失良知 所以 是非黑白在他们面前 也没有意义了 因为他们 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把白的说成黑的 孙唐之站出来 力挺林子彤 驴星消失二十年 对驴山派没有任何贡献 林子彤是驴镜生掌门的 关门弟子 前任掌门驴经 亲自委任的掌门继承人 而等竟然不认 还睁着眼说瞎话 助纣为虐 丢人现眼的是你们 孙唐之这一开口 双方顿时吵得不可开交 龙飞城甚至趁乱吐口水 而林子彤和驴星 这对真正的对手 始终对视着 忽然 有人喊道 林子彤现在成日 和民间教派混在一起 哪有半点 名门正派的影子 驴星掌门 受各大门派的支持 他才能给驴山派带来发展 林子彤有这个本事吗 小门派的掌门 一个个得意洋洋 似乎终于是盼到 驴山派找到靠山 即将平步青云的日子了 别的不提 但是驴星掌门的人脉 就不是这年轻的 林子彤能相比的 看看那堂里 坐着的那些大佬 龙虎山 寒山寺 劳山派 武当山 这些人 哪个是林子彤 这个小丫头骗子 能请得动的 怀疑林子彤的悬门人脉 在那名小门派掌门 开口嘲讽以后 众人忽然发现 原本气势汹汹的 严守依依行人 忽然间安静了下来 并不是因为生气 也不是因为害怕 大家在严守一等人的脸上 看到了出其统一的笑容 他们的笑容中 带着嘲弄 吃笑 又有一股淡淡的装逼气息 小门派掌门见状 愣了愣 这 这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我说的话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让他们觉得如此好笑 在场众人当中 只有曹高池 默默地叹了口气 旁人盲问 老曹 你又叹什么气 林子彤他们到底在笑什么 曹高池摇头道 我叹气是因为 咱们今天本来是过来 给绿星掌门撑腰的 但按照现在的事态发展 我们恐怕要丢大人了 为什么 你们动动脑子想一想 严守一世龙虎密文的拥有者 他差点夺得了天师之位 而林子彤也在罗天大教上 大放异彩 甚至杀进四强 这样的一对夫妻 真的会有人排斥他们吗 武当山的钱康平低声说道 按照老曹你的意思是 他们俩的人脉关系 很广 何止是广 曹高池道 据我所知 罗天大教结束以后 严守一和于露明关系 好到要拜靶子 天师府大长老的 关门弟子柳一仁 也和他关系匪浅 另外 各门各派的弟子 都与严守一林子彤 相交莫逆 他们之前的情分 可比咱们几个老东西 与驴星的关系 要可靠得多 经过曹高池的提醒 劳山福禄派的长老袁洪 也想起来了 他拍着脑门说道 我想起来了 我们劳山剑派的 那个天才袁剑星 似乎也和严守一关系不错 说完 众人面面相去 他们今日只是过来 给驴星站台 增加面子的 没想到 竟然会闹出 这么大的动静 此时此刻 大家都如坐针毡 眼神时不时往后瞄 似乎随时想找个机会 从后门离开 免得一会儿丢人现眼 怪就怪在 他们没有出席 罗天大教的资格 没有早早看出 严守一和林子彤的身份背景 你想和我们比拼人脉 林子彤微微眯着眼 盯着那名口出狂言的 小门派掌门 小门派掌门还没意识到 自己说的有什么不对 虽然心虚 却还是选择与林子彤对峙 难道不是吗 你瞧瞧你身边 哪一个是名门大派出身的 他们全都是民间教派传人 上不了台面 其他的驴星支持者 也被调动起了情绪 纷纷指责林子彤忘本 身为驴山派弟子 不与驴山派来往 却整天跟着民间教派传人鬼混 他们仿佛好不容易抓住一个把柄 疯狂攻击林子彤 而面对这些攻击 林子彤虽然态度淡然 但在其他人的眼里 似乎他已经百口莫辩 落入下风 孙唐芝心里有些紧张 他这次选择支持林子彤 也是带着天海会豁出去了 如果林子彤败北 等待天海会的将会使无尽深渊 驴星的手段 孙唐芝已经领会到了 孙刘颖就是最好的例子 有门派掌门小声问林子彤 林掌门 你多少做出点反应啊 否则我们就真的 名不正言不顺了 放心 林子彤轻声安慰 见林子彤始终不回答 驴星也失去了兴趣 他挥了挥浮沉 淡淡地说道 林子彤 不管从身份 阅历 人脉 实力哪个方面来看 你都不如我 这掌门之位 你就不要再惦记了 趁我心情还没有变得更糟 我劝你们早早回去 不要再在我们驴山派丢人现眼了 话音财落 众人纷纷附和 一夫要把林子彤 赶出驴山派的架势 达官显贵们 纷纷面露笑容 扬眉吐气 似乎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 然而 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 从驴山派院外传来 劳山剑派弟子 奉师命前来 祝贺新一任驴山派掌门上尉 众人立刻看向院外 只见一名穿着粗布衣服 身后背着一个剑侠的年轻小伙 缓缓出现在门口 此人心目见眉 看着十分正直 但眼神里缺少一些灵动 显得有些憨厚 大家看到他的第一眼 脑子里就不由自主地 浮现出两个字 剑吃 此人必定是一名剑吃 坐在内堂的几个门派代表 不约而同地 看向劳山俘禄派的袁红 实际上 劳山派内部分为诸多小门派 俘禄派只是其中之一 而最厉害的 便是剑派 剑派的杰出弟子 身份地位 甚至比他这个俘禄派的长老都要高 大家发现袁红愣着 不由地提醒道 袁红长老 你们劳山派弟子来了 怎么也没有提前通知你一声 袁红回过神来 脸色古怪地说道 剑派是剑派 俘禄派是俘禄派 这次来支持驴星的 只有我们俘禄派 没有剑派 大家诧异 驴星何时又拉到 劳山剑派的支持了 忽然间 大家又想到了什么 玄机表情更古怪了 袁红向外看去 当他看清楚来人的长相以后 顿时正住了 袁建兴 他是袁建兴 我们劳山剑派的那个天才弟子 被誉为剑斥的袁建兴 袁红激动地说道 他在劳山的地位 远胜于我 不行 我要亲自出去迎接 亲自迎接 说着 袁红快步往外走 院子里 支持驴星的小门派掌门 哈哈大笑 他也听说过 劳山里的势力分布 知道劳山剑派是最强的 如今劳山剑派都派人来 恭喜我们驴星掌门 你们这群小毛孩 还有什么可说的 哼 丢人现眼 驴星一言不发 盯着来者 只见袁建兴 缓缓走进 驴山派的大院 在众目睽睽之下 对林子彤作一行礼 在下 袁建兴 受师门嘱托 特意来祝贺林道友 上任驴山派掌门一位 也希望往后驴山派 能与我们劳山剑派 多多交流 精诚合作 林子彤笑盈盈地 看着袁建兴 点了点头 多谢道友 也请道友替我 谢谢你的师门 众人心照不宣 客套话 只是 在场的其他人 此时全都说不出话来了 方才嘲笑林子彤 没有人脉的小门派掌门 别提说话了 他们连笑都笑不出来了 这位劳山剑派弟子袁建兴 竟然是来祝贺林子彤的 一时间 那些小门派掌门 全部头皮发麻 前几秒钟 他们还在嘲笑林子彤 没有名门大派的人脉 没想到 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要知道 就算是劳山剑派的资深弟子 地位也比劳山其他分支的长老还高啊 如此一对比 那位坐在那堂的劳山俘虏派长老 袁洪就根本上不了台面了 小掌门咽了口唾沫 盯着袁建兴看了半天 忽然 那名小掌门哈哈大笑 林子彤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不过就是认识一个 劳山剑派的普通弟子 请他过来给你撑场面的吧 众人幡然醒悟 忽然间意识到 事情可能没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劳山剑派弟子 固然身份特殊 但他们也是弟子 无法代表身后的门派 而劳山剑派的长老地位 可能不如剑派资深弟子 但他们却能代表门派发言 因为他们有职位在身 属于真正的管理层 这就好比一家搬砖公司 一天能搬一千块砖的工人 固然受人尊敬 但真正有发言权的人 依旧是坐在办公室里 吹空调的管理层 这林子彤定然只是 与袁建兴有私交 让袁建兴过来装腔做事 真正强大的人脉 应该是如驴星那样 请来门派长老 一时间刚刚被打压的 小门派掌门们 自信心再次暴涨 脸上继续露出 幸灾乐祸的表情 这帮人真是厉害 这都能自我脑补 罗宁无奈摇头 他觉得眼前这帮家伙 是天底下最乐观的一群人了 袁建兴不善交际 所以现身以后 就不知该做什么 该说什么了 这反而显得 好像袁建兴底气不足 被小门派掌门正中下怀 驴星的眼神稍稍有些缓和 似乎连他都认为 袁建兴只是一个小角色 却在此时 老山俘禄派的长老袁洪 火急火燎地从内堂冲出 在众目睽睽之下 袁洪来到袁建兴的面前 高兴地抓住袁建兴的手 建兴许久不见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俘禄派的袁洪长老 上次商会 我去拜会过你师父 袁洪地位上虽是长辈 但他与袁建兴说话之时 竟然是以平起平坐的语气 甚至其中还加着一丝讨好式的嗜好 在场的都是人老成精的家伙 当下就发觉了不对劲 小掌门的笑容再次僵在脸上 袁洪长老 不好意思 我不太记得了 袁建兴实话实说 脸上稍稍有些不好意思 他是真的不记得了 劳山有八个分支 每个分支十几个长老 一共一百多个 他又是个不善交际的剑吃 也就只有严守依这种 能被他当作对手的人 才会被他牢牢记住 至于什么俘虏派的袁洪长老 当真是记不住 袁洪尴尬得咳嗽几声 却一点都不生气 反而安慰道 没事没事 一回生两回熟 竟然一点都不生气 别提那些小门派掌门了 就连驴星的脸色都有些僵硬 他不知道这袁建兴是什么来头 竟然连袁洪都如此看重 甚至是尊敬 袁洪回过头 看向驴兴 介绍道 这位是袁建兴 他是我们劳山剑派千年一遇的天才 掌门的清传弟子 掌门的清传弟子 众人脸色猛然一沉 如果袁建兴是掌门的清传弟子 那么他们之前所谓的剑派弟子 不能代表门派的言论 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普通弟子无法代表门派 但掌门的清传弟子可以 千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可以 袁建兴的立场 绝对比袁洪的要有分量的多 此时袁建兴出现在这里 并且支持林子彤 这代表着劳山剑派支持林子彤 代表着整个劳山 最终都会支持林子彤 此时此刻 就连驴星的脸色都僵硬了 他已经看出些许端倪 知道事情有变 袁洪带着歉意地看了驴星一眼 说道 驴道友 不好意思 剑派的意思就是劳山的意思 他没有把话说开 但意思却很明显 对不起了老妈 哥要当叛徒了 袁洪厚着脸皮 站在袁建兴身边 和袁建兴小生攀谈套近乎 俨然已经成为 严守医那边的人了 对于这个变化 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坐在那堂的几个老baby 更是看傻了眼 暗骂袁洪这个无耻小人 跑路就跑落 竟然一声不吭地跑 也太不把我们当朋友了 剩下的这些门派代表 只觉得屁股底下的椅子 滚烫滚烫的 根本坐不住 却又找不到理由离开 驴星和他们的门派交情 还是不错的 现在要是离开 传出去名声也不太好听 大家为了面子 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坐着 小门派的掌门们 则是齐刷刷地看向驴星 那眼神仿佛在说 驴星掌门 您好歹刷点存在感 别总让我们这些小弟开口啊 因为袁建新的出现 驴星的确有些乱了阵脚 但他很快就找回状态 定了定神 又露出之前 那副木空一切的姿态 一个劳山派而已 他淡淡地说道 劳山派代表不了悬门 更无法左右 我们驴山派的家务事 小门派掌门们松了口气 对驴星的这个回答很满意 没错 就算你有劳山派 给你撑腰又如何 我们身后的门派更多 难道天下的事 都是劳山派说了算吗 哼 林子彤淡淡地说道 驴星 我看出来了 你从始至终 都没把我放在眼里 所以 你根本懒得调查我 你不知道我实力深浅 才拍那双绣花鞋女鬼 来害我的孩子 你不知道我人脉关系如何 所以才敢 以此来羞辱我 认为我没有反抗之力 我不知道你哪来的自信 难道就因为你是 驴镜生掌门的孙女吗 被林子彤这样 明目张胆地对 驴星眼中闪过一丝怒意 住口 但林子彤 并没有要住口的意思 你喜欢比人脉 那咱们今天就比个够 我要教给你们一个道理 在悬门的世界 是不以年纪论英雄的 话音才落 众人突然发现 院门外又出现两人 峨眉山林小小 昆仑山燕家燕南飞 奉师门 家中长辈之命 特来祝贺林子彤道友 继任驴山派掌门之位 楚楚可人的小美女林小小 以及看着一本正经的燕南飞 结伴抵达驴山派大院门口 二人很清楚 自己此行到荣城来的目的 所以不像袁建兴那样 连一句自我介绍都没有 他们一边走进驴山派大院 一边自我介绍 我叫林小小 师父是峨眉山掌门 灌云师太 在下燕南飞 昆仑山燕家家主长子 在场众人默不作声 低头抬眼瞧着二人 只觉得自己脸上滚烫 他们嘲笑林子彤 没有名门正派的人脉关系 结果立马就来了一个 劳山剑派天才弟子 他们嘲笑林子彤虽有人脉 但认识的人寥寥无几 现在又来了一个 峨眉山掌门弟子 昆仑山燕家家主长子 掌门弟子 家主长子 这些身份 可比什么长老要有潜力多了 他们未来很有可能 能够成为掌门 现在的一言一行 更是代表着门派的意思 也就是说 二人的献身 代表着峨眉山 昆仑燕家 全都支持林子彤 燕南飞走进院子 来到严守一等人的面前 拱手作一 龙虎山一别 过去将近一月 但我已经甚是想念大家 今日一句 心里很是开心 林小小更是亲密地 挽着林子彤的手臂 娇声说道 林师姐 听说你有小宝宝了 爷爷 我马上就能当小姨了 二人和严守一林子彤 非常熟络 驴心一派等人的心 再次下沉 严守一和燕南飞握手 顺势拍了拍她的后背 我今天还请了好些人过来 等解决了眼前的麻烦以后 今晚咱们好好喝一杯 好 燕南飞很是期待 心里又暗叹 自己的表哥燕姑朝 没能过来 在龙虎山 罗天大叫之时 严守一以108层罗盘 胜过燕家天才燕姑朝 后来燕姑朝也甘拜下风 和严守一结为朋友 这次恰好遇到燕姑朝 闭关修炼 否则他绝对不会放弃 和严守一见面的机会 林子彤身边的人 渐渐多了起来 看他们热情聊天的样子 仿佛今天的 驴山派掌门继任仪式 真的就是为林子彤所准备似的 反观驴心一派 个个面如死灰 沉默不语 这时 龙非诚秀了秀鼻子 他忍不住看向翁千相 老翁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我闻到了 翁千相激动地说道 是一股淡淡的装逼气息 龙非诚对来者身份呼之欲出 一定是寒狗王来了 茅山派正宗传人 韩三道也 一道声音从院外传来 只见四名穿着黄色道袍的道人 在前头开路 后方则是一名长相普通 但却十分自信的年轻人 年轻人戴着墨镜 手拿折扇 想要摆出一副风度翩翩的模样 但因为气质过于猥琐 反而有点文学败类的模样 严守一 林子彤 你说 你们这夫妻俩 可真是不让我省心 韩三故作深沉地说道 没有我的庇护 你们二人该如何是好啊 严守一无语地看着韩三 这寒天狗 估计是知道 今天是装逼的大好日子 所以特意精心计划一番 准备过来人前险胜 那四个走在前头的黄袍道士 显然也不是真的道士 估计是寒天狗临时找来的演员 见众人不搭理自己 韩三啪的一声收起折扇 淡淡地说道 没错 鄙人正是茅山派掌门青传弟子 被誉为茅山派万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号称十三亿少女的梦的韩三 翁千象怒道 你放屁 我才是十三亿少女的梦 你们能不能要点脸 龙飞城不服了 我这个戎城浪里 小白龙还没说话 轮得着你们吗 三个田狗凑在一块 有说不完的话 耍不完的宝 果然是物以类聚啊 驴星一派的人默默地看着 虽然看到韩三和龙飞城 翁千象不靠谱地聊着 但也从侧面地反映出了 韩三和林子彤他们的关系匪浅 也只有真正的朋友 才能如此对话 他们之前的感情 可比众人与驴星的感情 要纯粹和靠谱得多 韩三见到老朋友 也十分激动 和龙飞城翁千象 争强斗嘴 看着他们三人 严守一忽然想到了一个词 三星塔姆 三个二星塔姆 合成一个三星塔姆 舔狗的终极形态 严守一对韩三招了招手 差不多就往里站一点 后头还有人呢 别挡路 韩三文言 呕了一声 乖乖地往里站 众人再次震惊 韩三可是毛山派的传人 这身份放在悬门都高得吓人了 但在严守一的面前 居然如此低声下气 他是地位不如严守一 还是实力不如严守一 又或者是二者皆有 他们不知道的是 韩三其实是有傲骨的 但在他发现自己的女神 被严守一抢走以后 傲骨就被击溃了 他现在只想研究 严守一是如何追到女神的 如果可以的话 韩三也想当的小白脸 孙唐之此时异常兴奋 原本选择支持林子彤 他也是背负着巨大的压力的 倘若一步走错 有可能将天海会推入无底深渊 在今天跟着林子彤 踏入驴山派大院之时 他心里依旧没底 但随着一个又一个名门大派的年轻传人出现 随着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孙唐之的信心也水涨船高 压到宝了 压到宝了 林子彤的势力越强大 他就越有可能成为驴山派掌门 一旦林子彤上位 孙唐之代表的天海会 将来肯定会受到驴山派和林家的特别照顾 平步青云 指日可待啊 等等 孙唐之猛地又响起 严守一让韩三靠边站 这说明 还有人要来 接下来会是谁呢 孙唐之立刻看向院门外 恨不得把眼珠子抠下来扔出去 只想着 能找别人一步 看到来宾的身份 院门外 又出现了两道人影 武当山赵丞相 寒山寺常山 奉师门之名 特来祝贺林子彤道友 继任驴山派掌门之位 院门外 赵丞相和常山并肩走进来 他们一人气质桀骜 一人双手合十 是两个极端 但互相却又十分和谐 有了之前众人的铺垫 赵丞相和常山 几乎不需要介绍自己的身份 如果他们不是各自门派的佼佼者 或者继承人 恐怕根本就没资格和严守 一林子彤做朋友 圈子就是这样 只有地位相近 实力相近的人才能做朋友 赵丞相算是名声在外 因为他不仅是武当山杰出弟子 下一任掌门的候选人 同时也是参加过两次罗天大教的名人 所以 就算是驴星一派 许多小门派掌门 也都听说过赵丞相的大名 这位可是货真价实的武当山嫡系传人啊 赵兄 常山 严守一拱手相迎 二人也热情回应 赵丞相笑道 龙虎山一战之后 我没有回武当山 而是一路游历 上次多亏了严兄的开导 如今我念头通达 实力又有所精进 众人再次吃惊 听赵丞相的意思 严守一竟然还对他有恩 交情好归交情好 但有恩情又是另一回事了 交情好 顶多帮你站站台 呈呈腰 有恩情的话 为你抛头颅洒热血 都有可能 严守一和林子彤 竟然与武当山的关系如此亲密 坐在那堂的几个老卑鄙 此时终于是坐不住了 定禅寺高僧玄珍 和武当山清风官长老 钱康平 当下起身 对还坐在堂内的众人抱拳 诸位 不好意思 我们可能要先走一步了 众人脸色尴尬 想走又找不到理由 一时间看着二人的目光 竟然有些羡慕 二人走出内堂 一如刚才的袁红一样 带着一丝讨好的 上前与赵丞相 长山打招呼 赵丞相是武当山正统 钱康平只是武当山里 一个小刀官的长老 长山是寒山四正统 按照辈分 玄珍竟还要喊长山一声诗书 二人现身以后 驴山派里的气氛 诡异到了极点 众人愕然发现 驴星请来的那些大佬 竟然一个接一个地 投向林子彤了 林子彤的队伍 正在不停地壮大 而驴星的势力 则在不停违靡 一时间 之前那些坚定支持 驴星的小门派掌门 都开始怀疑自己 是不是站错队伍了 面对着局势上的变化 驴星咬了咬牙 他立声说道 驴山派的事情 应该由驴山派自己处理 轮不到你们外来 来指手画脚 劳山派 武当山 寒山四 你们真以为 自己能代表悬门吗 你说的对 林子彤微微一笑 说道 他们可能无法代表悬门 所以我们今天请了一位 能够代表悬门的客人来 说话间 院外再次走来两人 这次的二人 一男一女 他们没有穿着诗门道袍 所以第一时间 看不出身份 不过那男生看着文周周的 像是个读书人 女生的性格 似乎更加开朗 其间的短发 看着很是干脸 与其他人不同 这次到来的二人 没有介绍自己的身份 只是默默地走进来 大家盯着他们看 心里猜测着他们的身份 他们到底是谁 他们凭什么代表悬门 如此言论 未免太大言不惭了 就在此时 坐在那堂的龙虎山 六人罐罐主曹高池 猛地站起来 他的脸色胀红 眼里写满了不可思议 浑身激动到颤抖 老曹 你这是怎么了 旁人惊讶道 曹高池哆哆嗦嗦地说道 是 是天师来了 天师 门外那位 是我们龙虎山 新晋天师于陆明 他的身边 是大长老张似水的 关门弟子 同样也是龙虎密文 传人的柳一人 曹高池说完 直接丢下众人不管 冲出内堂 路过门槛的时候 还摔了一跤 但他立刻爬起来 不顾形象地冲出去 留在内堂里的大佬们 面面相去 各大门派的继承人 全部现身 天师也清零现场 原本他们还能 称得上是大佬 但现在看来 他们根本不值得一提 早知道会是这个情况 打死我也不来 给驴星撑场面了 简直是自取其辱 唉 也怪我们没有调查清楚 龙山派的情况 林子彤才是 龙山派的未来 我们这回 算是阴沟里翻船了 你们说 我们还有必要留在这里吗 罢了罢了 成人自己看走眼 也不是什么办不到的事 老夫还是要点脸的 诸位道友 老夫先走一步 慢着 等等 我跟你一起走 阴志明府主 你怎么还不走啊 我想留下来 继续看好戏 嗯 说得也对 这可是一场难得的好戏啊 曹高池 跌跌撞撞地跑出那堂 扑通一声 跪在鱼路鸣的面前 六人冠冠主曹高池 见过天师 曹高池大声喊道 此言一出 那些还没有搞清楚 鱼路鸣身份的人 当场瞳孔地震 大脑荡机 此 此人竟然是龙虎山天师府的 新晋天师鱼路鸣 这位新天师 可是寒窗苦读十五载 一招闻道天下之 就算是那些孤陋寡闻的 小门派掌门 也绝对不会不知道 鱼路鸣的存在 这林子彤 竟然能请来天师鱼路鸣 如果说之前的 所有人家在一块 都不能代表悬门的话 那么眼前的鱼路鸣 则完全足够了 他可是天师啊 龙虎山是天下道统 而天师则是道统之手 他如果代表不了悬门 那天底下 就没人能代表悬门了 一时间 驴星一派众人感觉脸颊生疼 明明没有被打脸 却好像被人连抽了 十几个耳光 他们甚至想挖个洞 把自己埋进去 回想起方才自己 对林子彤的嘲讽和叫嚣 现在看来 就像是蚂蚁在挑衅大象 难怪林子彤 从始至终都没搭理他们 不是因为底气不足 而是压根 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孙唐之原本忐忑的心 此时彻底放下来了 他甚至感觉 双腿有点发软 那是极度紧张 又忽然放松后的后遗症 林子彤继任驴山派掌门这事 稳了 于露铭的现身 直接在驴山派掀起了轩然大波 他是新任龙虎山天师 是如今的道统之首 在悬门当中 再也没有任何人的话语权 比他还重 即便是那些不了解 悬门世界地位规则的普通人 达官显贵 此时也意识到 他们瞧不起的林子彤 人脉背景远超他们的想象 凭一己之力 请来大半个名门大派的嫡系传人 甚至直接请来了 道统之首于露铭 这他妈叫没人卖 驴山派大院里寂静无声 于露铭和曹高池打了声招呼 便没多搭理他 而是静止走向严守一和林子彤 曹高池心里稍微松了口气 如果说之前的袁红 见到袁建兴 钱康平见到赵丞相 还能够平起平坐的话 那么此时他见到于露铭 二者之间就真的存在地位差别了 不管曹高池之前是什么身份 在见到天师的时候 都必须下跪行李 这个规矩对其他人不适用 但对龙虎山的曹高池而言 就是规矩 他之前还因为担心 自己为驴星站台 而被于露铭厌恶责怪 但现在看来 于露铭似乎根本不在乎 也多亏了自己 及时弃暗投明啊 不理会 已经是最大的宽容 如果于露铭生气了 将曹高池和六人冠 直接逐出龙虎山 曹高池也没法说什么 于露铭和柳一人 来到严守一和林子彤面前 二人抱拳 咱们又见面了 严守一回礼 没想到会是 在这样的场合下见面 悬门本是一家 我作为道统之手 当然也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驴山派 落入坏人的手里 说着 于露铭冷冰冰地 看了驴星一眼 一个月的时间 于露铭彻底 从一个小道统 蜕变成真正的天师 他的气质不再稚嫩 眼神变得深邃 举手投足之间 已然有天师风范 他身上无形散发出的威压 让曹高池之流 忍不住低头 当然 这种威压 不会对严守一 他们造成影响 因为在于露铭的眼中 严守一是 他的朋友 柳一人也有很大的变化 比起刚进龙虎山时的青涩 现在的柳一人 更显成熟 看他的模样 似乎已经成为 于露铭的左膀右臂 柳一人同时见到 严守一和林子彤 按理说是有些尴尬的 但他却毫不在意 还大方地 对二人打招呼 子彤 守一 好久不见 他展颜笑道 严守一看向林子彤 林子彤觉得好笑 白了他一眼 人家都不在意 你怕什么 大大方方打招呼吧 话虽这么说 但严守一 才是林子彤 与柳一人之间的漩涡中心 他这个漩涡中心耸得很 毕竟女人吃起醋来 那可是石头牛都拉不住的 好在林子彤 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女人 嫌弃严守一的话 也成为了三人之间气氛的调剂 惹来柳一人迎铃般的小声 严守一的尴尬被化解了 他忽然想起 柳一人前世是文言公主之事 心想着 等这件事解决之后 也得把沁江将军已经离开的事情 告诉柳一人 众人热情攀谈寒暄 驴山派大院的主导权 竟然已经潜移默化地 交到林子彤的手上 是林子彤在迎客待客 所有来宾都对林子彤尊敬有加 反而是经过精心打扮的驴星 成为了无人在意的配角 仿佛圣洁莲花旁的一片绿叶 为了表达自己的立场 曹高迟默默地转身 看向驴星等人 驴星 哎 你好自为之吧 曹高迟张了张嘴巴 最后还是没把话说完整 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老妈 哥也走了 你也别坚持了 赶紧把掌门之位给林子彤让出来 免得一会儿 大家撕破脸皮 都下不来台啊 曹高迟来自道统名山龙虎山 即便在驴星请来的这些大佬里面 他的身份也十分特殊 连他都跳槽了 其他人心里 更是咚咚咚地打着退堂鼓 驴星的表情已经归于平静 因为他知道 大势已去 就连于露铭的现身了 林子彤手里已经没有底牌了 接下来 不会再有意外发生 决定驴山派掌门之位 究竟归谁的因素 便是看接下来 驴星如何接招 倘若他也有底牌 并且能与林子彤对抗 掌门之位便还是他的 但 这可能吗 林子彤 可是连当代天师都请来了 驴星一派的小门派掌门 自己都不太相信 他有翻盘的机会 说句大逆不道的话 驴星想要翻盘 除非他复活了前任老天师张印 并且让张印支持他 继任驴山派掌门 否则 这天底下再大的牌 都没有于露铭打 严守一等人站在一起 气氛融洽 格外团结 反观驴星这边 人人自危 表情明重 驴星深吸了一口气 他淡淡地说道 还有谁想离开的 现在就滚吧 这是打算破罐子破摔了吗 众人心里一领 纷纷垂头丧气 终究还是选错了队伍 那堂里 仅剩的几个大门派代表 如释重负 他们终于找到理由离开了 只见几人起身 从那堂走出 对驴星拱手作一 与其带着歉意 驴星道友 你好自为之吧 说完 几人又对林子彤拱手 对于陆明行礼 也没好意思 继续在驴山派大院里待下去 而是低着头默默地离开 林子彤没请到他们上头的门派 所以他们 不方便像袁红等人一样 立刻倒戈 此时离开 是给驴星留面子 也是给自己的门派留面子 否则以后 外人都会觉得 他们是墙头草 风往奶吹 就往哪倒 至于之前站错队的事情 等林子彤继任 驴山派掌门以后 消除 借地便是 几个重要代表离开了 驴星这边的士气 瞬间降至低点 小门派掌门大眼瞪小眼 心里慌得不行 他们交换着眼神 似乎都在征询对方的想法 大家都想临时倒戈 但谁都没好意思 做第一个变脸的人 这时 驴星又对小掌门们说道 你们若想离开 便也去吧 有驴星开口 几个小掌门忽然有了理由 他们便不再搭理驴星 而是几处难看的笑容 对林子彤点头弯腰 林掌门 之前是我们瞎了狗眼 多有得罪 您大人有大量 别和我们一般见识 他们抛弃驴星 就如同之前 背叛林子彤时一样 毫不犹豫 面对这些 曾经背叛过 自己的小掌门们 林子彤心里 已经决定不再信任 但现在他根基不稳 且还没有真正 得到掌门之位 现在就处置他们 为时尚早 于是 他面无表情地 对几人点点头 算是接受他们的投诚 只是他的态度 过于冷淡 和对待孙唐之等人的态度 完全不同 让几个小掌门 心里拔凉拔凉的 可他们对此又没有办法 想要让林子彤 对自己这群背叛者的态度 和对孙唐之 这种坚定的支持者态度一样 那是不可能的 这对孙唐之等人不公平 现在他们只求林子彤 在继任驴山派掌门以后 能够不出手对付他们 双方把矛盾慢慢化解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如果他们选择 继续无脑支持驴星 等林子彤上位后 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清算了 小掌门默默地站到林子彤身后 站到队伍的最末端 一言不发地低着头 心甘情愿当一个小透明 至此 驴星身边除了几个心腹 以及被他带来的 四项山鱼党以外 再无其他人 驴星冷冷地问道 还有人要走吗 这回没人动了 该走的都已经走了 非要说的话 也就是驴星请来的那些达官显贵 他们也不知该不该走 但他们走不走 似乎都不重要 因为他们的支持与否 根本影响不了驴山派的未来 眼看驴星一步步变成孤家寡人 林子彤并没有出口嘲讽 只是说道 驴星 你的爷爷是我的师父 尽管你年纪比我大 但论辈分 你还得喊我一声诗书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 驴山派不是你可以随意左右的 人心所向 你不敢染指掌门之位 更不该关押那些不支持你的人 看在师父的面子上 我给你一个机会 现在立刻释放驴经掌门等人 我可以既往不救 放你离开 但如果你继续执迷不悟 即便你是师父的亲孙女 我今日也要替师父清理门户 林子彤不和那些小掌门一般计较 但不代表他不会和驴星计较 驴星把驴山派所有反对他的人都关了起来 还切了驴经的一根手指头来威胁林子彤 更是派鬼王想要对林子彤肚子里的胎儿出手 这三件事 哪怕拎出任何一件 都足以让林子彤和驴星撕破脸皮 如今之所以还没有动手 只是因为驴经还在驴经手中 林子彤无法保证驴经的安全 生怕驴星狗急跳墙 对驴经等人出手 面对林子彤提出的条件 驴星竟然出乎意料地不屑一笑 这一笑 让严守一忍不住皱眉 都到这个地步了 驴星还有什么底盘 难道他认为自己还有翻盘的机会 林子彤也露出一丝严肃之色 纵然你天资卓越 人脉强大 那又如何 我手里有一样东西 抵得过你手里所有的牌 驴星说着 缓缓从袖子里 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 他将纸张展开 单手提着 展现在众人眼前 我有我爷爷的亲笔手术 是他委派我 继任驴山派掌门 什么 此言一出 就算是林子彤 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师父驴经生 已经失踪许久 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踪 失踪许久的驴经生 怎么会给驴星写手术 这不可能 这不合逻见 严守依脑子飞速运转 也觉得事情十分蹊跷 暂且不提驴经生失踪 就算他暗中 已经和驴星取得联系 以驴经生对林子彤的重视 他不可能委任驴星来当掌门 难道只是因为 驴星是驴经生的亲孙女 可就算是驴经生想要互犊子 他也绝对不可能 纵容容忍驴星 为了当上掌门 而做出囚禁驴经这种事 更别提 还切了驴经一根手指头 驴星除了血脉和驴经生有联系 为人处事还有性格 和驴经生完全不相同 真 真的是驴经生掌门的亲笔手术吗 之前叛变的小掌门 瞪大了眼睛问 于露驴皱着眉头 倘若驴手里有这样东西 即便他是天师 也无权对别的门派指手画脚 毕竟谁继任掌门 这本身就是驴山派内部的事情 他的现身 无非是给林子彤增加筹码 自己总不能帮着林子彤 谋权篡位吧 把手术给我看看 林子彤深吸一口气 伸手说道 驴星毫不忌讳 直接将手术扔起 轻轻一吹 风便将手术送到林子彤面前 林子彤端着手术 认真看了好几遍 眉头紧锁 沉默不语 怎么样 是驴经生掌门的笔记吗 严手一关心道 严手一低声说道 的确是师父的笔记 这 严手一一时间哑口无言 尽管他脑子里有一万个问号 怎么想都想不明白 驴经生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白纸黑字就摆在他们的面前 驴星冷冷地说道 林子彤 纵然你有一万个理由 那又如何 我说过 掌门之位花落谁家 这是驴山派内部的事情 你叫来再多外人 也左右不了结果 刚刚叛变的小掌门们 眼里流露出一丝纠结之色 他们没想到 反转来得如此之快 本以为林子彤已经十拿九稳 没想到 驴星竟然在最后才扔出 这颗重磅炸弹 驴镜生亲笔委任 谁还能再多说什么 林子彤默默地折起手书 沉声问道 师父他老人家在哪 我要见他 你见不了 驴星直接拒绝林子彤的请求 我见不了 那你可以吗 林子彤道 我有话要与他说 驴星迟疑了一下 我暂时也见不到他 韩三瞬间抓住驴星话中的弱点 痛击道 我们见不到前掌门也就算了 既然你是前掌门任命的继承人 怎么连你也见不到他 我现在怀疑 这封手书是你伪造的 要么就是 你威胁前掌门 逼他写的 韩三的怀疑不无道理 毕竟驴星 如今正囚禁着驴山派 现任掌门驴经吗 倒是韩三的这番话 给了林子彤底气 他将手书扔了回去 冷声说道 见不到师父 我是不会认这封手书的 驴星想要让自己名正言顺 就必须拿出更多令人信服的东西 否则林子彤也可以伪造手书 林子彤 驴星放任林子彤扔出的手书 像是树叶般飘落在地 他冷声说道 其实论对我爷爷的了解 我自认不如你 正因如此 这封手书是真是假 你心里应该自有结果 你可以不服我 但你能不服我爷爷吗 顿了顿 驴星又说道 没有我爷爷的信任 即便你坐上了掌门之位 怕是也坐不安稳吧 这话正中林子彤下怀 因为驴星从根本上否定了林子彤 哪怕他再天赋异禀能力出众 都没有意义了 饶视林子彤性格坚强 但出于心里对驴镜生的尊重 他一时间都不知该如何反驳 又或者说不知该如何坚持 顿手义对林子彤十分了解 他发现林子彤的异样后 心里暗道不好 为了争夺掌门之位 大家闹出了这么大的阵仗 驴镜掌门被切掉一根手指头 他们的孩子更是受到生命威胁 不论如何 林子彤都不能在这个时候打退堂鼓 他不允许 大家也不允许 可驴镜生的那一封手书至关重要 想要挽回这个局面并不容易 该如何破局 就在严守一皱眉焦虑之时 他的身后忽然走出一道身影 二叔 严守一大吃一惊 二叔想要做什么 他该不会想要直接杀了驴星吧 以魏长青的性格 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但要是魏长青杀了驴星 即便林子彤在名正言顺 也会留下诟病 被人在背后抨击的 还没等严守一反应过来 魏长青已经来到驴星的面前 驴星能感受到 从魏长青身上散发出来的威胁 此人实力强大 而且杀法果断 是个不好惹的主 一名心腹认为自己此时应该站出来 保护自己的主子了 于是他拦在魏长青与驴星之间 用威胁的语气说道 你想要做什么 别再靠近了 否则我 话才说到一半 魏长青忽然出手 一拳轰向此人 驴星的心腹脸色一变 急忙抬手抵挡 魏长青的拳头 看似软绵绵的 但打在此人身上 力道竟然出奇的大 一拳便将只震飞数米 直接狼狈地跌进院子里的池水中 池子里的井里 吓得在水中乱窜 是我们武当山的太极拳 赵丞相面露吃惊之色 但玄机意识到 此人是鲁班传人 会太极拳也是很正常的事 而且赵丞相还知道 当初袭击龙虎山的人 便有魏长青 只是现在魏长青已经弃暗投明 落水的心腹口吐鲜血 勃然大怒 想要对魏长青出手 但魏长青却是一脚踏地 脚下浮现出螺盘法阵 螺盘飞速旋转 瞬间将心腹锁定 渡门 砍水 水劳死球 魏长青口中吐出冷漠的口诀 螺盘阵法 瞬间光芒大作 池中的水 疏然冲天起 化作一条条水蛇 死死地缠住心腹的四肢 与脖梗 心腹脸色大变 疯狂挣扎 可他的能力有限 完全无法从中挣脱 在挣扎 我随时可以拧断你的脖子 让你体验五马分尸的感觉 魏长青冷冷地说 心腹听了 立刻停下挣扎 生怕稍有不慎 惹恼了魏长青 自己的小命就不保了 见状 龙飞成笑道 还得杀二叔出手啊 他们不服 就打到他们服好了 你傻呀 罗宁骂道 如果暴力 能解决问题 我们还需要闹这么大阵仗吗 直接杀进来就好了 于露铭没有说话 他在静静地观察事态的发展 虽然魏长青的性格强硬 但他不是无脑之人 严守一和林子彤 至今还没有阻拦魏长青 便是想要看看 他究竟要做什么 因为有了前车之剑 哪怕对驴星在忠心耿耿的心腹 此时也不敢跳出来指责魏长青 那纯属是在找死 于是乎 所有人都只能看着魏长青 走到驴星的面前 看着和自己年纪相仿的男人 驴星眯起眼睛 冷声问 你想做什么 魏长青冷哼一声 别装了 装什么 驴星眼中闪过一丝冷意 魏长青忽然抬手 在驴星的额头上轻点 动 众人耳边仿佛有钟声回荡 只见驴星的眉心处 扩散出一道金色的涟漪 驴星脸色大变 捂着眉心向后退 这是怎么一回事 众人万分不解 目光紧紧地锁定驴星 只见驴星呼吸变得急促 脸色铁青 他缓缓抬起头 松开手 露出眉心 他的眉心 赫然闻着一个银字 银 严守医皱着眉头 这个字 有什么含义吗 为何二叔要出手揭露 突然 严守医想到了什么 不由得眼睛圆瞪 十二元臣 他脱口而出 李根苗的手下 有四只五鬼 十二元臣 二十八星秀 这二十八星秀 严守医都见得差不多了 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 都死在了秦始皇陵墓 但十二元臣却迟迟没有露面过 此时驴心眉心上出现银字 难道说明他是十二元臣中人 于露明的眼中瞬间闪过杀意 所有人的表情疏然一宁 李根苗那可是大家共同的仇人 尤其对于露明而言 李根苗逼死了他最敬爱的师父 逼死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若是见面 必然不死不休 魏长青冷声说道 从看到你的第一眼起 我就知道 你是十二元臣中人了 你既然跟随李根苗 为何又妄图掌控驴山派 你有什么目的 魏长青这一指 立刻将驴心所有的伪装撕碎 所谓的驴镜生亲孙女 亲笔手书 那些都不重要了 不管是谁都绝对不会允许一个妖人 指掌驴山派 林子彤也重获信心 上前一步大声质问 你对师父做了什么 既然驴心是妖道 那么他手中驴镜生亲笔手书的来源 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了 林子彤甚至怀疑 是驴心绑架了驴镜生 小门派掌门大惊失色 议论纷纷 达官显贵 也是面露惊骇之色 连忙与驴心保持距离 场上的局面瞬间扭转 所有的压力都来到驴心这边 你是十二元臣 是驴跟苗的人 是星玄山派的人 林子彤的眼神疏然凝重 众人忍不住上前几步 有种步步紧逼的感觉 严守医沉生说道 你到底把驴镜生前辈怎么了 驴山派大怨的气氛 骤然降到极点 所有人的目光锁定在驴心的身上 其中有几道目光 甚至带着沙印 就算驴心实力强劲 恐怕在面对这么多人的围攻之下 想要逃跑 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更别提韩三 袁建兴等人已经悄悄地守住了大门 感受到众人的杀意 驴心的脸色只是难看 但并没有表现出害怕之色 他微微汗手 说道 我与我爷爷 一个月前相见过一次 是他让我回来 继任驴山派掌门之位 并且写下手术做信物 更是叮嘱我 要不择手段成为驴山派掌门 你放屁 龙飞城压根不幸 而且毫不给面子的怒对驴心 你说说你 实力不如我嫂子 人品不如我嫂子 天赋更不如我嫂子 也就是年龄大了点 除非驴镜生前辈 是得了老年痴呆症 否则怎么可能 让你当驴山派掌门 这一通羞辱 就连驴心都有点扛不住 他狠狠地瞪了龙飞城一眼 要不是这么多人在场 恐怕他都要忍不住 对龙飞城出手了 于露铭补充道 而且 你还是李根苗的人 不论从什么角度来分析 驴心的说辞都站不住脚 除了那封可以伪造的手术以外 他就没有任何依靠了 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你和子彤 谁能当上驴山派掌门了 而是你身为妖人 却妄图抢夺驴山派掌门之位 我们能不能让你安然离开这里的问题 驴心后退半步 冷声说道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吗 靠着人多势众 强行给我扣帽子 我明白了 只要杀了我 林子彤就可以顺利继任掌门之位吧 林子彤脸色发寒 驴心又指着额头上的银字 道 你们可以不信我的手术 大家也可以不信我额头上的所谓印记 这个印记我从未见过 是方才你们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烙在我额头上的 众人吃惊地看着驴心 没想到他强词夺理的能力竟然这么强 但事实也正如驴心所说 除非大家有证据证明 驴心和新玄山派的联系 否则光凭印记就判断 他是新玄山派的人 和驴镜生那所谓的亲笔手术一样 都是站不住脚的 翁前向咬牙道 这个女人的脸皮可真厚啊 场面一时间陷入僵局 林子彤深吸一口气 在脑子里梳理了一下线索 眼下他想要继任驴山派掌门 就必须做到名正言顺 否则以后会麻烦不断 他和驴心都是身份非凡 都有继承掌门的资格 双方都抓着对方的烈士不肯放手 到最后谁也无法成功上位 必须想一个办法 忽然林子彤深吸一口气 对驴心说道 比一场吧 驴心露出意外之色 似乎没想到林子彤会提出这个请求 你说什么 林子彤上前一步眉目中闪烁着斗志 与其在这里争论不休 不如来一场实实在在的斗法 你我都有继任掌门的资格 那就拿实力说话 驴心闻言 眯起了眼睛 他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 认为林子彤提出斗法 简直是在自寻死路 即便刚才严守一等人 借口驴心是妖人 直接对他动手 把他赶出驴山派 然后扶持林子彤上位 驴心也不会觉得吃惊 但对方竟然没有这么做 反而是占有优势的林子彤 突然提出斗法 又将双方放到了同一气跑线上 驴心稍微动动脑子就明白了 林子彤要的是名正言顺 念头通达 尽管斗法对驴心有利 但林子彤的这种行为 在驴心眼中 无疑是愚蠢的 罗宁也恨铁不成钢地拉着林子彤 好了好了 我们都知道 你是女强人 但你也不看看 现在是什么时候 别逞一时之强啊 赵一瑶更是简单干脆 驴心就是一个妖人 我们根本不需要给她机会 只要你开口 大家就会把她赶走 没有人会说你的不是 林子彤回头对两位闺蜜笑了笑 但是我心里不踏实 修道之人和民间教派传人不一样 他们讲究的是问心无愧 念头通达 但凡心里有根刺 修为就会遇到稚骨 产生心魔 再也无法进步 而民间教派讲究一个顺心意 只做顺应自己心意的事 阿弥陀佛 这时候 长山和尚双手和十 缓缓说道 贫僧支持林姑娘的决定 几位女施主 你们也尊重林姑娘的决定吧 佛法里面更讲究问心无愧 言以律己 所以长山很能理解林子彤 为什么要这么做 臭和尚 你别插嘴 赵一瑶直接把长山给对了回去 长山也不甘示弱 阿弥陀佛 这位女修罗 切勿出口成脏 死后下了地狱 是要被判拔舌之行的 你 赵一瑶指着长山 说不出话来 她没想到 自己一个东北女汉子 竟然能被一个和尚给对了 好了 大家都不要吵了 严守一开口 众人立刻安静下来 只听她轻声说道 不管如何 我都支持臭丫头的决定 作为朋友 我们也应该相信她才是 连林子彤的丈夫都这么说了 大家也无法再坚持 只是全都忧心忡忡地看着林子彤 倒不是不信任林子彤 毕竟驴星的年纪摆在那 她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做到今天这个地步 已经说明她不是泛泛之辈 得到大家的支持 林子彤没有了后顾之忧 她望向驴星 道 斗法过后 不论成败 我会再找你好好聊聊 有关于师父的事 驴星没有回答 而是笑着问 你想怎么个斗法 就斗驴山派的本事 林子彤昂着头说道 既然我们真的是 驴山派掌门之位 那么斗的 就应该是驴山派的本事 驴山派的本事 是控轨 斗法的内容 便是控轨之术 驴山派以控轨之术著称 所以 斗法比是控轨 再合适不过 尽管驴星 比林子彤年长了二十岁 有着不俗的经验和阅历 实力暂且不知 但林子彤也不弱 她是驴镜生的关门弟子 魂魄恢复以后 魂魄之力强大 再加上有古链招魂灵的加持 控轨的道行深不可测 就连严首一都不清楚 她的实力 到底成长到了什么地步 好 就比控轨 驴星奄然一笑 本就风韵犹存的她 惹得宾客中那些四五十岁的 中老年男人 心神荡漾 心里生出邪念 林小小左右看了看 道 可是这里并没有鬼啊 没有鬼 如何比控鬼之术 驴星摇动了一下浮沉 说道 比试的内容有你定 比试的方式 应该要让我来定吧 好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林子彤浑然不惧 只见驴星举起浮沉 宽大的袖子随之滑落 露出她手腕上的招魂灵 她的招魂灵不是黑色的 而是深褐色 想来也不是普通的招魂灵法器 叮铃铃 驴星轻摇招魂灵 便见一团血红色的鬼气 从招魂灵中缓缓飘出 血红色鬼气妖异地 绕着驴山派大院飞了一圈 最后落在众人的面前 凝聚成一道人形 当大家看清楚 这道人形的真面目以后 都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 这是一只红衣厉鬼 他跪在地上 双脚被锁链锁住 双手更是被绑在身后 胸口有着一个大窟窿 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失去了心脏 劈头散发之间 看不清他的容貌 却可以看到 他不知被什么东西撕下的半张脸皮 还有隐约暴露在外的牙齿 红衣厉鬼低着头 众人耳边响起淒厉的哭声 哪怕是在正午大白天 众人也感觉到后背发凉 他刚刚现身没多久 地上就拧起了寒霜 再远一点的池塘 甚至结束冰面 大白天都有这等本事 这不只是红衣厉鬼那么简单 这是一只鬼王 一只非常强大的鬼王 韩三表情凝重地说道 实话说 就算让他这个茅山万年 难得一遇的天才 对上这只女鬼王 他都没有十足地把握能赢 其他人也看出了红衣厉鬼的实力 眼中露出单心之色 唯有林子彤完全不怕 目光紧盯着红衣厉鬼 最后抬头问驴星 这是什么意思 驴星笑答 这就是我给出的鄙视题目 我们各自派出一只 已经控制了的鬼物 然后让对方去挑战他们的意志 谁能成功挖了对方的墙角 谁就算赢家 所以 眼前这只红衣厉鬼 便是驴星派出的鬼物 按照驴星给出的规则 林子彤必须控制住 这只红衣厉鬼 将之据为己有 才算过关 相应的 林子彤也要派出一只鬼物 接受驴星的挑战 严守一皱了皱眉头 问 如果双方都控制成功了呢 那就看谁消耗的时间更短 驴星补充讲解 严守一心里没有疑问了 她看向林子彤 林子彤眉头紧锁 沉默片刻 出乎意料的是 她既然摇头拒绝了 我拒绝 哦 驴星眉头一挑 你怕了 我没怕 我只是不想让我的朋友受到伤害 林子彤解释道 她手里现在有三只鬼物 分别是 女鬼王桃花营 丫鬟联合 五世黑川路 按照驴星的比拼方法 不管林子彤派出谁来 他们都会受到驴星各种手段的折磨 万一因此让他们受到伤害 林子彤心里 怎么过意地去 驴星文言 竟是哈哈大笑 语气里充满了不可思议 什么 朋友 你该不会把那些死人 当作朋友吧 难道不是吗 林子彤反问 语气中有着怒意 他们不过是死物而已 是我们驴山派巫师的工具 我何必在乎一个死人的感受 驴星不屑道 林子彤面露怒容 换个笔法 这个笔法我不接受 是你说的 笔试的内容有你定 笔试的方式我说了算 如果你拒绝 可以试作认输 驴星嘲讽道 他毕竟比林子彤年长二十岁 说话中处处挖坑 让人防不胜防 你 林子彤咬牙切齿 他知道是驴星在给自己下绊子 但他怎么也不忍心 让手下的诡据冒险 这时 鼓炼招魂灵不受控制的颤抖 随后三道魂魄冲出 落在林子彤的面前 桃花银迎迎失礼 联合低着头摆弄着衣角 黑川路九十度弯腰鞠躬 三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小姐 公主 主人 请让我来吧 在鼓炼招魂灵里头 三人都感应到了林子彤的心事 再加上林子彤没有对他们进行限制 所以他们才都知道 外头发生了什么 联合道 我身前修为最高 也是最应该为公主赴死之人 就让我去吧 桃花银直皱眉 现在我的实力最强 就算我抵不过那个老妖婆 至少坚持的时间能更长一些 还是让我来吧 武士道精神 我不允许自己站在女人的背后 黑川路用别角的中文 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三人和林子彤的关系非常好 从他们的话语当中 甚至听得出 他们随时能够为了林子彤而牺牲 要知道 驴星的实力并不弱 他释放出的红衣厉鬼 实力完全不输桃花银 林子彤手下任何一只鬼物迎战驴星 都有很大的概率 被驴星用控轨之术强行夺走 所以 三人都是抱着牺牲的想法现身的 这一幕落在驴星的眼中 他只觉得幼稚可笑 嘴角忍不住的上扬 露出轻蔑的笑容 严手一在一旁赶着急 心想到 早知道把朱山造 借给臭丫头了 这家伙好吃懒做 皮糙弱后 肯定能够抗住驴星的进攻 朱山造的声音 在严手一心里响起 你说的好有道理 安静无言以对 本来朱山造想 指着严手一不讲情谊 竟然想要出卖自己 但仔细一想 严手一说的好像也没错 你选好了吗 驴星故意催促 想给林子彤 造成心理压力 联合极了 公主 选我吧 桃花莹直接推了联合一把 你只剩一道残魂了 难道还想魂飞魄散吗 黑川路连鬼王都不是 在那个老妖婆面前 根本扛不住多久 小姐 你根本没有选择 你只有选我 林子彤没法做决定 桃花莹便拉着她的手 认真地说 女儿死后 我就躲在鬼市的泥潭里 无法离开 是小姐你和少爷一起 把我带了出来 让我重新认识爱情 况且小姐你带我不薄 我如果你念着你的好 又有什么脸面留在你的身边 今天的鄙视 我们要的不是平白无故的牺牲 而是帮助小姐 你赢下鄙视 得到掌门之位 所以 联合和黑川路都不合适 你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我 小姐 让我来吧 桃花莹坚定地望着林子彤 她说的话也十分有道理 如果注定要派出一人进行鄙视 联合是残魂 黑川路实力不行 在驴星的面前 他们都坚持不了太久 这看似是选择题 实则答案只有桃花莹一个 桃花莹也没有什么信心 能够抗住驴星的进攻 但她会不顾一切的拖延时间 只要林子彤 能够比驴更早控制那红衣厉鬼 桃花莹就算成功了 桃花莹望着林子彤 等待着她做决定 林子彤闭上眼睛 抿着嘴 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此时此刻 就连眼手衣也无法给她建议 因为除了林子彤自己 谁都承担不了失败的后果 忽然 林子彤睁开眼睛 她反握住桃花莹的手 语气坚定地说道 花莹 我相信你 你也要相信我 林子彤相信桃花莹 能够抗住驴星的控制 而她也希望桃花莹能够相信她 相信她能够比驴星更快地控制 那只红衣厉鬼 桃花莹笑了 重重地点了点头 嗯 二女转过身 并肩看着驴星 而驴星和红衣厉鬼的关系 却既然不同 驴星傲然而立 红衣厉鬼却是双膝跪地 如同驴星养的一条狗 桃花莹松开手 朝红衣厉鬼走去 最后坐在红衣厉鬼的身边 不过却是面对着驴星的 开始吧 桃花莹淡淡地说道 她已经准备好面对一切 驴星甚至没有正眼瞧桃花莹一眼 而是看向林子彤 问 开始吗 林子彤来到红衣厉鬼的面前 与之对坐 打量了一阵红衣厉鬼那可怖的面容 她深吸一口气 开始吧 驴星点点头 也走到桃花莹面前 但她却是站着的 居高临下地盯着桃花莹 希望你能在我手底下多 坚持一阵 否则 就太无聊了 桃花莹不甘示弱 你放手来吧 我是不会怕你的 嗯 驴星沉吟一声 然后突然伸出手 按在桃花莹的额头上 她手腕上的招魂铃 瞬间发出叮铃当当的声响 杂乱无序 光是听一会儿 就让人感到心烦意乱 更可怕的是 驴星的招魂铃里 钻出一条条如同蚯蚓般的黑气 直接钻进桃花莹的脑袋里 一瞬间 桃花莹就忍不住 仰天发出痛苦的尖叫声 花莹 林子彤大惊失色 本能地想伸手 却忍住了 因为她看到 桃花莹紧握着的双手 桃花莹再坚持 自己不能辜负了她的坚持 林子彤咬咬牙 收回手 望向面前的红衣厉鬼 只有尽快收服这只红衣厉鬼 才不辜负桃花莹的付出 恍惚之间 桃花莹睁开眼 她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正处在一片古怪的街道上 街道两旁的建筑 有古风的 有现代的 两旁有着许多商贩 那些在吆喝叫卖的人也很奇怪 他们有的没有脑袋 有的只有上半身 有的眼珠子 都掉出来了 却像个没事人似的 还在吆喝着做生意 这里是 鬼市 桃花莹心里一惊 不知自己怎么又回到了这个伤心的 妈妈 这时 桃花莹感觉有人 在拽自己的手指 她低头一看 只见一位扎着两个小啾啾的 可爱小女孩 正怯生生地牵着她的手 妈妈 这里是哪里啊 莹莹好怕 小女孩眼泪汪汪的 忍不住抓紧桃花莹的手 同时抱住了她的大腿 莹莹 桃花莹忽然鼻子一抽 立刻蹲下身来 紧紧地抱着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 就是桃花莹心里最大的遗憾 是这些年来 无数次让她痛不欲生的根源 她就是桃花莹的女儿 一个年仅五岁 就跟着自己命丧皇权的可怜丫头 桃花莹和女儿死后 为了维持女儿脆弱的魂魄 桃花莹不得不吸取活人的洋气 来滋养女儿 但在古时候 有不少能人意识 或者大派弟子在行走江湖 像桃花莹这种吸人洋气的女鬼 是正派中人最喜欢收拾的对象 因为她实力不强 又做了坏事 收拾起这种女鬼 没有风险 还能受人赞誉 所以 桃花莹经常被那些正派人士追杀 不得不带着女儿 过着过街老鼠般东躲西藏的日子 后来有一次 桃花莹在逃跑的过程中 没能保护好女儿的周全 让她被一个龙虎山倒是中创 愤怒的桃花莹汉不畏死 和龙虎山倒是拼命 最终以重伤为代价 打跑了那名龙虎山倒是 为了疗伤 也为了让女儿恢复 桃花莹不得已开始杀人 攫取精血 于是 她的身上开始沾染了煞气 虽然保住了自己和女儿的性命 却也招来更多正派人士的追杀 一黄言百年过去 时代动荡 让桃花莹有了一段安生日子可过 可当动荡结束 龙虎山倒是再次下山历练 桃花莹和女儿的平静日子再次被打破 这一次 桃花莹遇上了自己数百年来最可怕的对手 龙虎山的张应 张应强悍无比 桃花莹根本不是对手 被打得连连败退 最后带着女儿一路逃亡 阴差阳错地逃进了鬼市 就算张应法力通天 一时间也无法进入鬼市 这让桃花莹松了口气 以为终于躲过了张应的追杀 这些记忆在桃花莹的脑子里浮现 但之后的记忆却戛然而止 她不记得进入鬼市之后发生什么了 隐约间桃花莹觉得自己忘了什么 但看到此时正在怀中哭泣的女儿 她就什么都不在乎了 轻轻地拍着女儿的后背 温柔地安慰着 音音别怕 有妈妈在呢 妈妈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这里很安全 咱们不用再害怕那个臭道士了 在桃花莹的安慰之下 音音很快就安静下来了 音音止住哭泣 眼泪汪汪地看向四周 这里很热闹 音音喜欢热闹 但是过去妈妈从不让她去热闹人多的地方 因为人多的地方 阳气太旺 以音音的魂魄脱弱程度 根本承受不了那么旺盛的阳气 所以看到这里的热闹 音音忽然间开心起来 因为她感受得到 这里的人和她一样 身上都没有一丝阳气 空气中弥漫着的阴气 让她很自在 很舒服 这里是鬼市 桃花莹领会到自己 究竟在什么地方了 传闻中 长安有一座鬼市 这里是死人的乐园 生人的禁地 桃花莹正是为了保护女儿 才不远千里地带她到这来 看到周围有那么多同类 并且大家都像生前一样生活着 桃花莹忽然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 她抱起音音 温柔地说道 音音 这里很安全 我们以后就住在这里好不好呀 好 音音声音向银铃 桃花莹抱着女儿的时候 心里就仿佛拥有了全世界一样满足 鬼市有自己的一套生存规则 这里没有货币 硬通或是各种对鬼物有作用的东西 例如活人世界的贡品 其他鬼物带进鬼市的活人阳气 惊血 每隔一段时间 鬼市会对外开放 住在鬼市里的鬼物们 可以趁机与活人做交易 靠此大赚一笔 接下来许久都不用担心 无法维持自己的魂魄 最初 桃花莹在鬼市里的一家客栈找了工作 工作虽然辛苦下践 但赚到的阳气也足够维持女儿的魂魄 当时的她活得很狼狈 尚没有展现出后来千娇百妹的一面 所以无人在意 日子清平却快乐 母女俩难得地拥有一段安生日子 然而好景不长 没过多久 鬼市迎来了一帮不速之客 来者是地府的阴差 是在黑白无常手下 负责勾魂的使者 寻常人死去 魂魄会无意识地钻入地底 自己寻找黄泉路 最后转世投胎 而心中有怨气的鬼 则有概率留在阳间 此时便要由阴差来抓鬼 把他们押回地府 鬼市里的鬼 大多数都属于后者 按理来说 阴差出现在鬼市 对鬼市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 这里所有的鬼物 都会被阴差带走 但事实却不是这样 由于鬼市主人鬼王石经的关系 阴差对鬼市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这才让鬼市得以成形 只不过 这次阴差到来的原因 是因为它一直玩忽职守 导致今年要抓捕的鬼物名单上 还有三百只鬼没有抓权 于是 阴差便将主意打到了鬼市这来 要求石经在三天之内 交出三百只无用的鬼物 让阴差回去交差 石经当然不会和阴差过不去 立刻答应下来 然后派手下的恶鬼进行统计调查 那些没有实力 没有背景 对鬼市而言 没什么作用的鬼物 就要被石经抓起来 送给阴差交差 得知这个消息后的 桃花莹心如死灰 因为她很清楚 自己的女儿 必然会在石经的名单上 她是外来者 又没有实力和背景 属于生活在鬼市最底层的角色 是天生的牺牲品 为了不让女儿被送走 桃花莹想尽办法 最后求到了客栈的老板身上 客栈老板是一只老鬼 和桃花莹差不多是一个时代的 据说是某一年的秀才 当过几年小官 最后死在叛军的刀下 魂魄阴差阳错进入鬼市 苦心经营数百年 才开了这间客栈 这只老鬼在鬼市里养了11个老婆 但大部分姿色都不怎么样 甚至都是缺胳膊断腿的 模样烧好一些的 都被更厉害的鬼物霸占了 听说桃花莹有求于自己 老鬼顿时生出邪念 提出要桃花莹给她做小妾 这样 茵茵就是他们的女儿 老鬼虽然实力不强 但好歹也是客栈老板 实际多少会给她一个面子 反正鬼市里没有背景的鬼物多的是 何必非要抓着一个客栈老板的女儿不放呢 桃花莹内心抗拒 万分纠结 但看到女儿天真无邪的脸蛋以后 便咬牙答应了 但她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 必须等到女儿安然无事以后 才兑现自己的承诺 客栈老板满心欢喜 甚至当场给茵茵买了一个小玩具 哄着小女孩 喊她叫爸爸 可茵茵清楚地记得自己父亲的模样 自己的父亲 根本不是眼前这个杭旧江木的丑陋老头 所以茵茵怎么都不肯喊出口 客栈老板因此发怒 一气之下 竟把送给茵茵的小玩具又抢了回来 茵茵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惹恼了客栈老板 却什么也没说 只往桃花莹怀里钻 眼泪掉个不停 桃花莹不停安慰 心疼得不行 可是为了女儿不被交出去 他们母女俩必须讨好 这只无耻猥琐的老鬼 茵茵 你必须喊她爸爸 回家以后 桃花莹严肃地教茵茵 茵茵背过身去 气呼呼地说 她不是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不长这样 臭丫头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桃花莹气急败坏 拿柳条去打茵茵的屁股 平日里最怕打屁股的茵茵 今天却不知吃错了什么药 愣是咬牙不肯屈服 哪怕眼里蓄满了泪水 忽然间 桃花莹停下了动作 丢掉柳条 抱着茵茵嚎啕大哭起来 就算活了数百年 桃花莹也不明白 为何这天下之大 就没有他们娘脸的容身之处 为什么女儿一定要牺牲色相 委屈求全 都是妈妈的错 都怪妈妈 没能力保护你 桃花莹抱着茵茵气不成声 而挨揍的茵茵反而擦了擦眼泪 捧着妈妈的脸安慰 妈妈别哭 看着女儿天真无邪的脸 桃花莹心里愧疚万分 是啊 女儿只是不想喊一个陌生的老头 叫爸爸而已 她有什么错 很快 三天过去 交差的日子到了 桃花莹把茵茵安置在家里 独自去见客栈老板 客栈老板早就为桃花莹 准备了一件红裙 当作婚服 桃花莹穿上红裙 退去了这些年的沧桑 直到她走进屋子里的那一刻 才展现出她的真容 默默眼中波 茵茵花胜畜 桃花莹拥有一双狐狸眼 本来就生得千娇百妹 只是这些年身为人母 一直操劳 人显得十分邋遢 且总是低着头 才没有人发现她的美貌 如今因为这件红裙 她才终于有了一丝人样 这才将艳丽的容貌 重新展现出来 太 太美了 客栈老板惊为天人 下巴都快要磕到地板上了 她的那些妻妾 全都是歪瓜裂枣 长得丑也就罢了 大多数缺胳膊断腿 有的甚至没有脑袋 大部分女鬼都是老死的 所以年轻的女鬼少之又少 再加上 鬼是毫无规则秩序 稍微有点姿色 皮囊好看一些的 都被鬼是里 有权有势的恶鬼给霸占 客栈老板能够独享 十几个鬼老婆 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如今再看到 如此艳丽绝伦的桃花莹 客栈老板 直在心里暗叹 捡到宝了 她双手颤抖着 招呼着桃花莹上床来 如果不是她已经死了 恐怕此时的激动情绪 能直接让她的心脏 承受不住而爆炸 桃花莹穿着红裙 却没有上床 而是问客栈老板 我女儿安全了吗 客栈老板黑黑直笑 放心吧 我已经安排妥当了 你赶紧过来 要知道春宵一刻之千禁 桃花莹心里松了口气 踢着裙摆 缓缓走向客栈老板 她来到床边 那个猥琐丑陋的老头 已经迫不及待了 甚至嘴角都流出恶心的口水 美人 真是个美人 客栈老板伸手抓住 桃花莹的裙摆 使劲地嗅了嗅 脸上露出沉醉之色 我死了数百年了 在魂飞魄散之前 还能享受到你这样的美人 简直是几世修来的福范 你还等什么呢 赶紧上来 客栈老板见桃花莹迟迟不动 眼中闪过恼怒 毕竟在她的客栈里 十几个老婆 可从不敢忤逆她的意思 连一丝怠慢都不敢有 就在这时 客栈楼下忽然传来异动 你们是谁 你们为什么要抢走我的女儿 你的女儿被鹰差大人看中了 我们要送她去轮回 这是好事 你就偷着乐吧 你们快住手 我夫君是客栈老板 他不会同意的 哈哈 你还不知道吧 就是你夫君 把你的女儿送给我们的 桃花莹动作一致 凝视着客栈老板 问怎么回事 哼 那是我的一个小妾 她和你一样 都带着一个女儿 客栈老板冷笑道 那女人的姿色 与你完全无法比拟 她的女儿也不是我的种 正好趁这个机会送走 桃花莹的心忽然凉了半截 客栈老板 今日能把那个女鬼的女儿送出去 明日也会把自己的女儿送出去 区别只在于 自己的女儿 可能能换取更大的利益 我 来了 桃花莹抬起脚 一脚踩在床檐上 客栈老板 看着近在咫尺的眉腿 露出满意之色 突然 桃花莹的眼中 闪过一抹狠色 她拔出脑后的发簪 狠狠地刺向客栈老板 噗哧一声 发簪直接洞穿客栈老板的脑袋 客栈老板大惊失色 她根本没有料到 桃花莹会在这个时候 对她动手 紧接着 桃花莹的嘴角裂开 直接裂到耳根 然后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咬掉了客栈老板的半个脑袋 桃花莹不是什么普通的孤魂野鬼 她是一只厉鬼 在外头杀了十几个活人 才受到张印的追杀 进入鬼市以后 桃花莹不想再招惹祸端 所以一直忍辱负重 只想和女儿过上平静的日子 但是这次应差的事情 让桃花莹明白 想要过上平静的日子 就必须要有所依仗 这个客栈老板是靠不住的 她早晚会出卖自己 所以桃花莹决定 杀了这个丑陋的老男人 自己想办法在鬼市站稳脚跟 只有这样 她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女儿 吞噬了客栈老板的魂魄 桃花莹的实力有所长进 她浑身煞气地走出客栈 看到了正拖着一个小女孩 往外走的两只恶鬼 住手 桃花莹喝道 恶鬼转过身来 想要看看 是哪个不长眼的女鬼 敢这么和她们说话 但当她们看到桃花莹的长相以后 顿时呆住了 普通的鬼物 死后都会保持着 死前最后一刻的模样 只有厉害一些的鬼 才能伪装自己 桃花莹现在的容貌 看着不过二十三四 正是最美貌的时候 再加上她那一身红裙 说她是鬼市第一美人 也不为过 恶鬼的理智 顿时被欲望吞噬 丢掉女孩 应笑着走向桃花莹 美女 我们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 咱们不如找个安静的地方 你好好向我们做做自我介绍 恶鬼莹笑着问道 桃花莹微微一笑 下一秒 发簪飞过 两只恶鬼的脑袋被冻穿 她再次张开嘴巴 吞噬了两只恶鬼的魂魄 女儿 客栈老板的小妾 连忙扑过去 紧紧地抱住自己的女儿 然后对着桃花莹不停地磕头 谢谢姑娘 谢谢姑娘 桃花莹看着这对孤苦的母女 不由地动了侧隐之心 在鬼市这种没有规则秩序的地方 女鬼地位低下 甚至只比牲口好一点 她深吸一口气 说道 客栈老板已经死了 你们都在客栈等我 如果我能安然回来 以后就保你们平安 鬼市 没有人能再欺负我们 说完 桃花莹快步往家的方向赶去 当她来到家门口之时 只看到家门敞开 家里传来女儿音音的惊叫声 音音 桃花莹面色大变 连忙冲进家里 竟然看到 又是两只恶鬼前来抓人 这时她才意识到 客栈老板从始至中 根本就是在骗她的 自己的女儿对她而言 根本无足轻重 被带走便带走 如果自己没有反抗 没有杀了客栈老板 到最后 自己不仅沦为客栈老板的玩物 连女儿的安全也没能保护 无尽的怒意 从桃花莹的心中涌出 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疯狂地杀入家中 恶鬼忽然看到 一只疯女鬼杀进来 不由地忌惮大喊 是石经大人的手下 去死 桃花莹根本不管那些 她只要自己的女儿好好的 两只恶鬼 顷刻间被桃花莹杀死 魂魄也尽数吞下 几分钟后 桃花莹拿着发簪 站在门前喘着粗气 她就站在这里 谁敢跨过门槛 打她女儿的主意 她就杀谁 子女本弱 唯母则刚 石经正在与前来要人的 阴叉喝茶 他们的面前摆着几件古丸 那是石经送给阴叉的礼物 这次找你要人 没什么问题吧 脸上盘着黑雾 看不清楚面容的阴差问石经 实际上 阴差的实力 甚至不如鬼王石经 但因为其身份原因 石经也要对他礼让三分 石经不在乎地摇摇头 鬼是收容了那么多孤魂野鬼 区区三百只罢了 不值得一提 哈哈 不愧是石经大人 阴叉满意地点点头 对石经的董事很是满意 却在这时 一只石经手下的恶鬼 沉着脸走进来 在石经耳边低语了几句 石经的脸色 有了稍许的变化 怎么了 阴差问 小事罢了 还请阴差大人 在这里稍等片刻 我去去就来 石经说完 起身离开 在走出屋子后 又对手下招了招手 不一会儿 便有两只穿着单薄的 绝色女鬼走进屋子里 那被晾在原地 本来心生不爽的阴差 看到两位女鬼以后 心里的不爽 顿时烟消云散 石经跟着手下 很快就来到桃花营的住处 鬼市的房子 也分三六九等 自然是越有实力 越有地位的鬼住在鬼市中心 而桃花营 则是住在鬼市的最外围 屋子也是破破烂烂的 可以说是屋不必封 好在鬼都已经死人了 不用在乎什么遮风挡雨 桃花营手持发簪 杀气腾腾地守在屋外 她的身后 是眼神胆怯的女儿音音 面前是十几只恶鬼 石经看到桃花营 也不由得一愣 她必须承认 即便自己身为鬼王 是鬼市的主人 拥有着堪比后宫般的女人 但桃花营的长相 依旧是石经在鬼市里 见过最美的 只不过现在的桃花营 美丽之下 藏着浓浓的煞气 别人感受不到 石经却能明显察觉 怎么回事 石经冷声问 手下的恶鬼答道 大人 这个女人已经杀了 我们十几个弟兄了 她的女儿被选中 交给阴差大人 但她不愿意配合 石经闻声 更是吃惊 这女人竟然能 连杀自己十几个手下 有趣 石经缓缓走向桃花营 桃花营也感受到 石经身上散发出来的 强大气息 但她并不退缩 而是一只手抓着门框 强迫自己守住大门 还没等石经开口说话 桃花营就尖叫一声 举起发簪朝她刺去 可石经只是轻轻地抬了抬手 便将桃花营手中的发簪击落 武器被击落 桃花营干脆豁出性命 撞向石经 你们休想动我的女儿 石经突然出手 一把扣住桃花营的脖子 将之制服 而后 她伸手挑起桃花营的下巴 左右看了看 夸赞道 你真是个祸水 桃花营不顾形象 朝着石经吐了口啄气 放开我 石经并不搭理桃花营 而是看向屋子里的女孩茵茵 她问 这是你女儿 你别碰她 桃花营忽然紧张起来 语气哀求地说道 把她留下 把我交给鹰差 石经微微汗手 想了想 说道 你们谁都不用走 鹰差那边找别的鬼交代 从今以后 你们住到我府中去 说吧 石经放开了桃花营 桃花营愣愣地看着石经 不知道此人是什么来头 但她第一反应 却还是抱紧自己的女儿 生怕再与她分开 茵茵也看着石经 她小声对桃花营说道 妈妈 那个人 长得好像爸爸呀 现实里 蹲坐在地上的桃花营 不再尖叫 反而进入出了幸福的表情 这让在场众人摸不着头脑 龙飞城说道 桃奶奶这是什么情况 她该不会梦到我了吧 呸 你要点脸行不行 赵义瑶吐槽道 你要是真想和桃花营 那什么 我猜桃花营也不会拒绝 你也用不着在背后口嗨了 桃花营可是个厌鬼 而且 她是不拒绝老牛吃嫩草的 拒绝的人是龙飞城 严守医皱着眉头说道 花营似乎陷入回忆里了 鱼心让桃花营陷入回忆 罗宁疑惑道 而且还是美好的回忆 这有什么用吗 严守医解释道 驴山派的控轨之术 分为多种 除了以强大实力 直接抹去魂魄意识 强行操控鬼物之外 还分为两种方法 第一 与鬼物一起回忆其心中执念 产生心灵共鸣 让鬼物心甘情愿为你所用 代价 是你需要帮助鬼物 完成一些执念 第二 让鬼物回忆他心中的痛苦 反复折磨 最后导致鬼物崩溃 丧失理智 沦为傀儡 燕南飞分析了一番 桃花营是鬼王 实力不俗 就算是驴心 也不可能强行抹去他的意识 只有后面两种 听你的意思是 驴心是在想办法 与桃花营共情 林小小双手抱胸 哼哼道 没想到驴心竟然会采用温和手段 这和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 与桃花营对坐的驴心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他面前的桃花营 此时正沉浸在幸福当中 但很快 痛苦就会到来了 桃花营带着音音 搬到石府上住 到了石府以后 桃花营才得知石经的身份 他竟然是鬼市的主人 是鬼市中唯一的鬼王 由于音音的话 再加上母女二人被石经所救 桃花营心里 对石经产生了一丝好感 他心里想着 如果石经为人还不错 那不如就带着音音 安心在石府中住下 哪怕只是做一个小妾 也值了 毕竟 他已经厌倦东躲西藏的生活了 现在的他 一切只为了音音的安全着想 后来的日子证明 石经此人的人品 是真的不错 首先 石经样貌风度翩翩 是个看着颇有书卷气息的 公子哥模样 其次 他不像客栈老板那样 想着如何把桃花营占为己有 而是时不时带着礼物 过来看望娘脸 偶尔做师夸奖桃花营 闲暇之余 也陪着音音玩耍 俨然一副父亲模样 音音对石经也很满意 有时候会在夜里小声问桃花营 自己可以 不可以喊石经叔叔叫爸爸 桃花营那冰封百年的心 正在一点点融化 终于 他彻底放下戒备 坠入爱河 与石经拜堂成亲 从一个孤苦无依的女鬼 摇身一变成为了鬼王石夫人 不仅如此 石经还把之前桃花营待过的客栈送给了他 桃花营将客栈改名为凤来楼 而他也成为了后来鬼市的二把手 凤来楼楼主桃花营 五年 桃花营住在石府 足足过去了五年的时间 这五年里 桃花营和石经的关系日益深厚 女儿茵茵也对这个新爸爸越发的亲密 桃花营也没有闲着 他把客栈改成了凤来楼 又把鬼市里那些和他一样孤苦无依的女鬼 招揽到麾下 并且想办法改变他们的容貌 让他们在凤来楼接客 以此来养活自己 同时 桃花营也依靠着凤来楼的收入 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 晋升鬼王 成为鬼市里的第二个鬼王 是名副其实的二把手 石经对桃花营并没有戒备之意 甚至主动扶持桃花营 桃花营身为鬼王 又在鬼市中颇有声望 渐渐地站稳脚跟 鬼市里的鬼物 就算排除它是石经妻妾的身份 也依然对它敬佩有加 幸福的日子过去五年 但那个不速之客又来了 五年前的阴差再次大驾光临 和上一次一样 阴差又是来向石经讨要鬼魂的 但这一次 鬼市的格局不一样了 因为鬼市出现了二把手桃花营 石经本想像上次一样 派手下去抓捕一些老弱病残 给阴差交差 桃花营却阻止了她 桃花营不想让自己和女儿 上一次所经历过的事情 在别人的身上上演 而且按照石经所画的范围 凤莱楼里有好多可怜的女鬼 都要被带走 这一次阴差 需要足足1500道魂魄 已经不光光是靠老弱病残 能够填不上的缺口了 石经则认为 一切都是为了鬼市的安定 所以要做出必要的牺牲 二人的观念产生分歧 大吵了一架 茵茵看到父母吵架 心里不忍 便缠着石经想要安慰爸爸 石经看到茵茵 心也有些软了 抱着女儿在石府中散步 恰逢此时 阴差到来 阴差一眼 就看中了石经怀里的可爱幼女 那阴差怪笑着 捏了捏阴阴的脸蛋 然后对石经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没想到石大人也好这一口 石经感到莫名其妙 解释说 这是我的女儿 阴阴 女儿 阴差愣了一下 但眼中的邪恶 并没有因此退去 她说道 应该不是轻生的吧 阴差对石经还算了解 石经的后代 大部分都在鬼市里 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女儿 石经只能向阴差 解释阴阴的身份 没想到阴差听后大笑 原来是后来那妾时带来的丫头 果然与你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哪怕是石经 此时也感觉到 阴差语气中的不对劲 她的脑子里 有一个不好的猜想 没等她多思考 阴差便直言不讳 石经大人 石不相瞒 我就好这一口 你的女儿我很喜欢 倘若你愿意 把她交给我 可以抵一千道魂魄 一个音音 抵一千道魂魄 石经待在原地 上次三百道魂魄 已经将鬼市里的老弱病残 全部带走 而且当时鬼市的百姓 就对石经颇有怨言 闹了好几次 这次一千五百道魂魄 便很让石经头疼 如果真的交出一千五百道魂魄 搞不好鬼市里的百姓 都要造反了 但如果 只需要交五百道魂魄的话 百姓们的怨念就会少很多 到时候再派恶鬼出去镇压一下 他们成不了什么气候 鬼市依旧能稳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见石经一动 阴差又笑道 反正她也不是你的女儿 再者说 她死了也有百年了吧 就算她的外貌是个小丫头 但十几年岁 早已经不是小孩 我带走她 也算是完善她的人生了 起不两全 石经听着 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自己竟然觉得 阴差大人说得很有道理 只是 看到怀里依旧天真的阴阴 石经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她咬牙对阴差说道 大人给我一天时间 我与孩子母亲商量商量 阴差有些失望 汗手说道 这样啊 看样子石经大人 并没有忍痛个爱的打算 我也只好降低自己的筹码了 你的女儿 现在只知八百道魂魄 石经眼角一抽 眼中有怒意闪过 但她知道自己 不能招惹这位阴差大人 于是她抱着阴阴 逃逝地离开了 不想再给阴差施压的机会 夜里 石经没有把阴阴还给桃花营 而是带回自己的屋子里 哄着睡觉 天真的阴阴睡着以后 石经却辗转反侧 始终无法入眠 鬼其实是不需要睡觉的 之所以睡觉 不过是延续生前的习惯 不过石经的失眠 也正是说明了她心中的烦闷 阴阴换八百魂魄 这笔买卖到底做不做 因为阴差的到来 鬼市的百姓已经蠢蠢欲动 尤其是在五年前 已经失去一次亲人的鬼物们 尤为不安分 倘若再交出去一千五百道魂魄 恐怕鬼市的百姓就要闹事了 就连自己手下的恶鬼 说不定都会脱离掌控 石经认真思考着 心也逐渐变冷 她望向熟睡的阴阴 眼神变得猙獰起来 阴阴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而且正如阴差所说 她甚至都不算是一个孩子 而是活了上百年的老鬼 难道我要照顾这臭丫头一辈子吗 一个和我非亲非故的丫头 换八百道魂魄 换鬼是安宁 只是花银那边要如何交代 石经恢复了短暂的冷静 但很快脸色又阴沉下来 花银 她是我的妾室 放在过去 妾室只不过是可以随意交易的物品罢了 我扶持她成为鬼王 运作凤来楼 已经是极大的恩赐 她没资格与我谈条件 石经爱桃花银吗 或许是有一点的 但石经毕竟是生在数百年前 且生前身居高位 死后更是强为鬼熊的存在 女人她可以爱 但必要的时候 女人也要为她做出牺牲 换取利益 自己已经庇护她多年了 现在该是她回报的时候了 石经默默地给音音盖上被子 闭上眼睛 做出决定以后的她一身轻松 终于可以做个好梦了 在石经睡着以后 音音忽然醒来 她看了看身边的爸爸 然后甜甜一笑 把自己的被子往石经的身上盖去 然后钻进石经的怀中 安然睡下 由于和石经在音差的问题上 意见不合 桃花银罕见得没有回石府 而是一整夜都待在凤莱楼 至于音音 桃花银并没有担心 毕竟五年的相处下来 桃花银认为 石经已经把音音 当作自己的女儿看待了 只是一晚上而已 没什么问题 第二天清晨 凤莱楼的客人相继离开 杂役正在收拾 桃花银也调整好了心态 坐在梳妆台前梳妆 经过一晚上的冷静 她决定再与石经谈一谈 然而就在此时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 随后便有老宝 着急忙慌地推门而入 楼主 大事不好了 有人闯入我们凤莱楼 正在抓人 桃花银一惊 什么人敢来凤莱楼闹事 不说 她是石经的妻妾 光是其自身 已经是鬼市的二把手 在外头她不敢保证 但在鬼市里 桃花银自认绝对没人 敢对凤莱楼出手 除非 桃花银忽然想到了什么 脸色变得异常难看 是 是石大人的人 老宝的回答 也验证了桃花银的猜想 石经终究 还是答应银差了 自己的凤莱楼 养着的就是 鬼市里最没用的人 他们中大多都是 手无腹肌之力的女鬼 又或者是弱小的男鬼杂役 如果要交 1500个魂魄给银差 自己的凤莱楼 就是首选 桃花银脸色阴沉得可怕 起身要下楼查看 却在此时 一阵阴风从窗外刮来 瞬间降门外的老宝 打得魂飞魄散 紧接着强大的力量 封印住大门 石经的身影 缓缓显现 你 桃花银咬了咬猪唇 问道 你答应银差了 对不起 石经虽然在道歉 但她的脸色一样铁青 并没有太多的悔意 对于石经而言 能说出对不起这三个字 已经是对桃花银 极大的宽容了 桃花银闭上眼睛 艰难地接受这个事实 鬼市是他们这些 游离在阳间的鬼屋 的一片安身之所 如果没有阴差的庇护 鬼市也将不复存在 如果非要牺牲 一千五百道魂魄 才能保证鬼市的安宁 桃花银也能努力 说服自己接受 石经的脸上 忽然露出绝绝之色 伸手抱住桃花银 桃花银轻叹一声 正打算说点什么 却见石经忽然伸手 在她没心处轻点 毫无防备的桃花银 瞬间浑身瘫软 力量遭到封印 对不起 石经低喝一声 将桃花银扶到桌边坐下 然后化作鬼气飞离 在离开之前 又给窗户下了禁止 带着桃花银回过神来之时 石经已经消失不见 桃花银不明白 为何石经要对自己出手 难道是害怕自己阻止 她交出那一千五百道魂魄 可自己明明已经决定妥协了 桃花银根本不可能想到 石经竟然打算 把她的女儿交出去 石经封印了桃花银以后 命令手下恶鬼 把凤莱楼的鬼全部捉拿 至于还欠缺的魂魄 也在鬼市中寻找 务必要凑齐七百道魂魄 之所以选择对凤莱楼出手 是因为石经已经决定交出音音 她料定 事后桃花银会因此而发狂 所以事先削弱凤莱楼的力量 才能削弱后来桃花银的力量 到时候 音音离开已经成定局 石经再以力镇压桃花银 时间会抹去一切伤痛 鬼市乱了 百姓们在鬼市中逃亡躲避 那些弱小 而石经本人则是回到石府 静止到自己的屋子里 把还在熟睡的音音爆出 音音不知发生什么了 醒来后 发现自己在爸爸的怀里 甚至声音软糯地喊了一声爸爸 还在石经的脸上亲了一口 石经的脚步一顿 犹豫的神色 再次在她的脸上一闪而过 但也只是一闪而过 她脚步坚定 把音音送到了音差的屋外 音音 你想不想当新娘 石经轻声问音音 音音眼睛一亮 任何小丫头 都憧憬着自己成为新娘 穿着喜服的那一天 所以 她疯狂地点着小脑袋 石经面无表情地问 那你想要嫁给谁 我要嫁给爸爸 音音高兴地抱着石经喊道 小女孩没有太多的心思 只觉得 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最能给自己带来安全感 但此时此刻 这些话落在石经的耳朵里 已经不再是那么温馨了 她敲开音差的房门 随手将音音往音差的怀里送去 然后冷着脸对音音说道 从今往后 你就是她的新娘了 不管她说什么 你都要听 不需反抗 知道吗 音差满意地抱着音音 对石经点点头 算是达成了两人的交易 音音愣愣地看着这个陌生的男人 心里有些害怕 本能地对石经伸出手 上半身努力探出去 想要回到爸爸的怀抱 可回应音音的 却是石经无情的背影 石经转过身 闭着双眼 脚步飞快 她一刻都不想停留这里 音差抱着音音 音笑着关上了门 音音的哭声 戛然而止 抓捕还在继续 鬼市乱成一团 似乎有心灵感应 桃花影此时最担心的 就是自己的女儿 她努力恢复实力 用尽全身力气 破除掉石经设下的禁止 然后强撑着身体 化作鬼气 飞向石府 沿途她看到过去一派 祥和的鬼市 几乎化作人间地狱 心里万分悲痛 到了石府以后 府中死一般的沉寂 石经把府中所有的鬼 都派出去抓壮丁了 府中无人 桃花影又想到了鹰差 去求求鹰差大人吧 说不定鹰差大人 能够高抬贵手 放过大家一马呢 桃花影咬咬牙 来到鹰差所住的院子 不知怎么的 自打来到院子以后 桃花影觉得 自己的身子有千斤重 鹰差的房门 好像一张血盆大口 只等着她送上门 便要将她吞噬 扣扣扣 桃花影敲响房门 谁啊 坏本大人的兴致 鹰差愤怒的声音传来 不一会儿便打开了门 见来者是石经 貌美如花的小妾 鹰差忽然不生气了 她玩味地看着桃花影 惊喜交加地问道 难道 是石经让你过来的 石经这家伙 可真懂事啊 不仅把女儿送给我 还负责你这个大美人 快进来吧 你的女儿可真和我心意啊 你在 说什么 桃花影歪过头 目光绕过鹰差 鹰差看到了屋内床上的音音 哄 这一瞬间 仿佛有惊雷在 桃花影的脑海中炸开 让她瞬间双眼心红 几乎失去理智 鹰差并没有意识到 有什么不对 还用充满欲望的目光 上下打亮着桃花影 快进来吧 鹰差伸手去抓桃花影的手 可桃花影却将她的手拍开 双眼死死地盯着她 臭娘妈 你做什么 鹰差大怒 碰 桃花影猛地扑过去 将鹰差扑到屋内 骑在她的身上 单手抓住了鹰差的天灵盖 鹰差的实力 也才看看鬼王 和桃花影相近 但此时的桃花影 处于暴怒状态 爆发出的力量 竟然让鹰差都无法反抗 你 对我的女儿 做了什么 桃花影几乎是吼出来的 她的声音响彻鬼市 震耳欲聋 正在鬼市中抓壮丁的石巾 听到这惊雷般的怒吼 瞬间面色大变 不好 她低喝一声 往石府赶去 石巾并不认为 桃花影会见到鹰差 所以没有对她下死手 只觉得等桃花影缓过神来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但现在看来 事情似乎往糟糕的方向发展了 当石巾赶回府邸 来到鹰差的住处的时候 赫然发现 鹰差的住所 已经化作一片废墟 在那片废墟当中 鹰鹰正嚎啕大哭 而桃花影的身体千疮百孔 似乎受了很严重的伤 但鹰差更惨 此时的鹰差 没了之前的风光 她只剩下半截身体 被桃花影死死地踩在脚下 不仅如此 桃花影还在不停地 猛踩鹰差的脑袋 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 你对她做了什么 你对她做了什么 桃花影癫狂地踩着鹰差的脑袋 如果再不制止的话 恐怕她会活生生 将鹰差打得魂飞魄散 住手 石巾立刻出手 拦住了桃花影 将奄奄一息的鹰差救下 桃花影看到石巾 反而像是看到救星 对她喊道 夫君 你来得正好 鹰差要对鹰鹰行不轨之事 石巾闻言 微微沉默 她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吗 奄奄一息的鹰差 此时眼神怨毒地盯着石巾 石巾大人 瞧你干的好事 石巾低着头说道 是我的错 敢问如何才能平心灵的怒火 闻言 桃花影浑身一颤 不敢相信地看着石巾 她忽然间明白了一切 要抓百姓的人是石巾 提前封印她也不是担心 她阻止抓壮丁 而是担心 她得知鹰鹰被送给鹰差的事 石巾这个魔鬼 竟亲手将自己的女儿 送给鹰差 一瞬间 桃花影的意识几乎崩塌 鹰差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要 要你亲手杀了那个女孩 石巾的眼神疏然一宁 忍不住看向 正坐在废墟中哭泣的鹰音 一定要这么做吗 石巾沉声问 鹰差冷笑道 你若敢不从 我就算豁出官位不做了 也要带人踏平你们鬼市 鹰差是玩弄人心的好手 她隐约猜到 石巾和桃花影之间的关系 所以才想要杀了鹰音 让双方都陷入无尽的 痛苦的悔恨当中 石巾闭上眼 深吸一口气 而后默默地走向鹰音 桃花影此时已经筋疲力尽 她瘫坐在废墟上 在石巾从她面前路过的时候 伸手死死地抱住石巾的腿 不要 不要 鹰音是我们的孩子 她还是个孩子 桃花影哀声求饶 石巾的心已经铁了 她冷冷地踢开桃花影 低声说道 她是你的女儿 不是我的 而后 石巾一把抓起鹰音 在桃花影绝望的目光当中 将之瞬间灭爆 鹰音柔弱的魂魄 根本承受不住石巾的力量 瞬间魂飞魄散 化作惊魄 呃 桃花影看着消失的女儿 张大了嘴巴 却是半天吐不出一个完整的字来 她想喊自己女儿的名字 都办不到 无尽的痛苦 占据了桃花影的意识 她的精神瞬间崩溃 意识仿佛跌落无底深渊 女儿的英容笑貌游在眼前 但眼前的真实 却是一片废墟 还有女儿魂飞魄散后 化作的漫天惊魄 我的女儿 桃花影撕心裂肺 仰天尖叫痛哭 我 我 现实里 桃花影之前幸福的表情 急转直下 变成了撕心裂肺的痛哭 她浑身颤抖 忍不住抓紧自己的衣角 仿佛下一秒 就会崩溃倒下 坐在桃花影面前的驴星 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这个女鬼的过去 可真是悲惨 比失去更加痛苦的 是得而复失 如此往复折磨她几回 想必她的意识就会崩溃 到时候变成傀儡 我想要操控她 易如反掌 正在观看鄙视的众人 看到桃花影情绪忽然崩溃 一时间也有些坐不住了 林小小忍不住大喊 这个驴星果然没安好心 我刚才就说了 她不像是那种 会用温和方法的人 柳一人沉声说道 桃花影的情绪很不稳定 魂魄也漏洞百出 她现在的情况很危险 桃花影的情况如何 眼手一也看在眼里 她的神色 也不由得变得紧张 虽然不知道 桃花影正在经历什么 但毫无疑问的是 她现在极度痛苦 如果她扛不住这些痛苦 很有可能就会一时崩溃 被驴星所操控 结果便是 林子彤输了笔试 驴星名正言顺 成为驴山派掌门 可尽管如此 眼手一却只能在一旁看着 什么也做不了 她只能默默祈祷 祈祷桃花影能多扛一段时间 祈祷林子彤 能够尽快控制驴星派出的女鬼 加油啊 花影 加油啊 臭丫头 桃花影的反应激烈 而林子彤面前的那只女鬼 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林子彤静静地坐在女鬼面前 闭着眼睛 似乎并没有受到桃花影的影响 但这不代表着 林子彤什么都没做 她的意识 此时也已经进入到 面前女鬼的回忆当中 相比于桃花影数百年的痛苦回忆 女鬼的回忆就显得简单很多了 她是一个出生在农村的女孩 上头有个姐姐 下头有个弟弟 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 她很清楚自己的定位 只是为了生出男孩 而出生的是错结果 弟弟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姐姐也因为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 享受着比她更多的关爱 而她这个家在中间的姑娘 生来就注定是操着养 一方面要穿姐姐穿旧的衣服 一方面又要节衣缩食 给弟弟买新衣服 好在她的脑子比较聪明 成绩要比姐姐好得多 有希望考上重点大学 然而也恰恰因为 她的懂事和聪明 缺失了更多来自家庭的关爱 她读书异常努力刻苦 因为她从书中 看到了许多不一样的命运 她渴望去到大城市 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中 努力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但她的父母却不这么认为 尤其是在那些亲戚口中 女孩子早晚都是要嫁人的 供她读书 不过是在养一个赔钱货 而弟弟马上也要上高中了 因为弟弟成绩不好 所以只能上私立高中 而私立高中的学费高昂 靠年迈的父母 和再学美容美发的大姐 完全不足以支撑 大姐很快就被嫁出去了 对方是同村的 一个包工头的孩子 办完婚礼以后 夫妻俩就一起去城里打工了 在送走大姐的那一天 她哭成泪人 亲戚们都说她和大姐情深意重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她讨厌大姐 因为她这辈子 都是剪大姐剩下的 她讨厌大姐 因为大姐在进入社会以后 总是用过来人的语气 嘲笑她的努力刻苦 认为读书不会有出路 她讨厌大姐 因为大姐总想着把她嫁出去 用聘礼换来弟弟的学费 虽然最后被嫁出去的人 是大姐自己 之所以哭得那样伤心 是因为她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嫁给一个仅仅认识 不到一个月的男人 然后就定了终生 大姐出嫁以后 家里的困难得到了缓和 她更加努力地读书 想要逃离这个山沟沟里的村子 高考之后 她如愿以偿地考上名牌大学 在学校领导和老师的 努力劝说之下 父母才愿意松口 让她去念大学 但只愿意帮她支付第一年的学费 之后的钱 就要她自己想办法了 尽管前途渺茫 但她已经欣喜若狂 怀揣着希望 提着简单的行李 她来到了自己 梦寐以求的大城市 大城市里的一切 对她而言都很新鲜 这里的人不喜欢端着碗 坐在门槛上吃饭 不会随地吐痰 每个人都用一种 叫做素质的东西约束着自己 她很喜欢干净整洁的大城市 所以也收了收 稍微有些妥起的背 努力融入这个陌生的环境 在大学里 她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有好有坏 但坏的都不过分 最多不过是有些小心眼罢了 大学几年相处下来 还算愉快 城里的女生 每一个都光鲜亮丽 毫不忌讳地 展露自己白嫩的大腿 城市里的男生 也都谈吐优雅 不说脏话 时不时还会展现一些小才艺 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让她无比向往 她也渐渐学会打扮 开始谈论 那些明星的八卦绯闻 对老家的茶叶不屑一顾 强迫自己喝下 那苦涩的咖啡 对着镜子摆弄自己的衣裙 涂抹艳丽的口红 用借钱买的手机 找角度自拍 配上一些不知所云的 伤痛文学文案 发几条朋友圈 但收获的点赞 却寥寥无几 尽管她很努力地融入大城市 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 喝着苦涩的咖啡 但似乎总是摆脱不掉 农村人的气质 显得和大城市格格不入 她很泄气 尤其是在看到自己 根本负担不起的 高额催账单时 尽管在城市里的生活屡屡受挫 可她从未想过 要回到农村 她会不择手段地留在城市里 在一次偶然的联谊会上 她认识了一名 已经毕业的学长 学长高大帅气 开着一辆黑色的奔驰 是全场的焦点 学妹们用崇拜的眼神看着她 学弟们则是故作成熟地 与她敬酒拉关系 承诺以后要经常来往 学长笑着答应 在一群学生面前 表现得游刃有余 她也无法例外地 对这名学长心生好感 想到自己的条件 并不比其他的女生好 所以干脆咬牙拼一次 主动在大冒险游戏里 抢吻了学长 这堪称勇敢的表现 竟也让学长方寸大乱 在之后唱歌的时候 目光频频落在她的身上 联谊结束 学长竟还主动提出 要送她回宿舍 坐在学长的奔驰车上 她眼神迷离 第一次感受到 城里人放纵的快乐 尤其是在战胜了 今晚那些其他的 阴阴艳艳之后 她说 我不想回宿舍 学长心领神会 转动方向盘 带着她往酒店开去 那一晚 她出肠禁果 疼得几乎要哀求了 但她忍住了 因为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 并且很快就能融入 这座陌生的城市 第二天 她却不见了 她四处打听 才知道 那个学长 其实也来自农村 家庭条件甚至还不如她 在外头不知欠了多少债 衣服是冒牌货 车是租的 就连昨晚开房的钱 都等着她来劫 受到欺骗的她 害怕万分 在闺蜜的建议之下 去医院做了检查 结果是 没怀孕 但是染病了 她恨死那个男人 更恨自己的闺蜜 因为在自己的检查 结果出来没多久 全校的师生 都知道了她的事 而这一切 都是她的闺蜜说出去的 远在家乡的父母 连夜坐火车来到城里 当她见到自己的父母时 父亲脸上的皱纹 伸了不知多少 母亲红肿着眼 眼里都是悔恨 父亲在大庭广众之下 打了她几个耳光 骂她是贱种 是不知廉耻的骚货 母亲死死地护在她身旁 不让父亲打她 最后甚至还咬了父亲一口 躺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她 无神地看着天花板 她的心里不停地问自己 我要的人生 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这辈子 难道就这样吗 为什么上天如此不公 为什么所有糟糕的事情 都发生在我的身上 愤怒 悔恨 不甘 自责 各种情绪充斥在她的脑海中 让她的精神机遇崩溃 她爬下病房 打开窗户 万念俱灰之间 觉得世界不过如此 活着也没有意思 所以 她纵身一跃 想要做一只最后放肆的鸟 当她再次醒来之时 身边是面容憔悴的父母 身材走形的大姐 还有咬着牙 倔强不吭声的小弟 她伤得很重 但万幸的是 并没有死 而且有康复的机会 小弟哽咽着 拉着她的手说 二姐 要不你回村吧 我打工养你 在这一瞬间 她幡然醒悟 看到一家人 都围在自己的身边 她体会到 从未有过的幸福和满足 自己真的太傻了 曾经那么记恨自己的家人 到头来最关心自己的 依旧是他们 为了太多不相干的事情 浪费了太多的青春 于是 她重拾信心 努力康复 期间和家人的借地 也慢慢消除 半年后 她重新回到校园 这一次 她不再被外界的 纷纷扰扰所影响 而是认真学习 渐渐地开始绽放出 属于她自己的光 毕业之后 她如愿以偿地 进入到自己喜欢的公司 真正步入社会 开始工作 因为她勤奋好学 且能力出众 工作十分顺利 薪水也水涨船高 她的工资 经常会给家人 父母总是不肯花钱 说是要帮她存嫁妆 弟弟也总是推托 说以后自己会比姐姐更有钱 姐姐虽然收了她的钱 但时不时会寄来一些家乡的土特产 生活越来越好 她头一次感觉自己 融入到这座城市 然而 在一个阴云密布 空气粘稠的夜晚 她结束加班 打车回家 已经是凌晨两点 街上除了醉汉 就看不到什么人影了 为了省钱 她租住的房子比较偏远 看着灯光离自己越来越远 看到出租车逐步驶入黑暗 她莫名地感到心计 停车 她几乎要喊出声来了 但出租车司机却置若罔闻 一脚油门 把车子开向别的路口 这不是回家的落 她疯狂地推扫着车门 但车门早已经锁死 司机在一个偏僻的角落停下车 冷漠地拉开车门 将她捆绑束缚 她不停地哀求 但并没有唤起司机的怜悯之心 反而因此惹恼了司机 她的额头重重地挨了一下 意识陷入黑暗 当她醒来之时 正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周围伸手不见五指 空气阴冷潮湿 鼻子里尽是令人作呕的腐臭味 她挣扎了一下 发现自己的手脚 已经被镣铐锁死 救命 救命 她歇斯底里地喊着 不知过了多久 头顶上忽然透进来一道光亮 她眯着眼睛 忍着疼痛抬头去看 却看到两个男人笑着爬进来 这里是地窖 两个男人露出黑黄难看的牙齿 一边说着她听不懂的方言 一边开始解枯腰带 她似乎明白了什么 眼神渐渐绝望 她被拐卖了 拐卖到了一个偏远山区 一个叫叫天天不英 叫弟弟不灵的地方 在地窖里 被足足折磨了十年 她生了一个又一个孩子 她的精神早已经崩溃 十年里 她尝试过逃跑 但每次都会被找回来 换来的是毒打 十年里 她也尝试让村子里的人救她 可所有人都只是 冷漠地看了她一眼 让她乖乖听话 十年里 她无数次想起自己的父母 大姐和小弟 还有在城市里的那些朋友 十年里 她也无数次想要自我了断 但除了给自己增添新的伤口 什么都改变不了 终于 她老了 病了 没人要了 就像是一把生锈的菜刀 一点用也没有了 于是她又被卖了 卖给了同村的一个老头 那个老头 曾来喝过她儿子的满月酒 老头家也有一个地窖 新婚之夜这天 老头给她弄来了一件红裙 强迫她穿上 又害怕她逃跑 便用铁链死死地锁住她的手脚 正如她刚来这个村子时一样 她忽然间疯了 一头撞向老头 老头也是个狠人 抄起角落的镰刀 便狠狠地向她砍去 一声惨叫过后 她的半张脸被割下来了 但她感觉不到疼痛 而是拼尽全力 夺过镰刀 抹了老头的脖子 看到老头倒在血泊里的模样 她忍不住惨笑 不知是笑自己的命运太过悲惨 还是笑解脱之日终于到来 她笑着 笑着 自己也倒了下来 倒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地窖里 或许永远都不会有人发现 弥留之际 她又忍不住想起自己的家人 家人是那样的爱她 曾经她有那样光明的未来 但这一切 如今都化作泡影 也不知 自己失踪以后 家人是多么的伤心难过 也不知 他们现在过得怎样 但那一切都和她无关了 她的人生 再次画下句号 和驴星不同 被驴星所折磨的桃花营 浑身颤抖抽搐 时不时低声唾气 而另一边 红衣厉鬼表情麻木 反倒是林子彤 渲然欲气 林子彤观看了红衣厉鬼的一生 对她的所有遭遇感同身受 所以在看到红衣厉鬼的悲惨结局之时 林子彤忍不住为她感到伤心难过 她只是这个世界上最普通的一个女孩而已 为何要承受这样的苦难 驴星斜眼 看了一眼林子彤 她心里冷笑 到底还是太嫩了一些 不仅没能控制红衣厉鬼 反而被红衣厉鬼的经历 搅乱了情绪 驴星自然也是观看过红衣厉鬼的过去的 不过她心硬如铁 对此并没有什么感觉 所以 她才能用强硬手段控制红衣厉鬼 林子彤现在的状态 在驴星看来十分可笑 和一个厉鬼共情 红衣厉鬼之所以是红衣厉鬼 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怨 生前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林子彤和红衣厉鬼共情 只会给自己控制厉鬼增加难度 驴星的方法就完全不同 她不想和桃花银共情 反而是让桃花银不断地经历痛苦 以达到折磨其崩溃的目的 相比之下 驴星自认自己的方法更有效 林子彤是断然不可能控制红衣厉鬼了 现在我只需要再加把劲 早点击溃桃花银的心理防线就够了 林子彤已经完全沉浸在 红衣厉鬼的故事里 情绪失控 无法自拔 她深深地感受到 女孩死前的绝望和无助 仿佛天地都失去了颜色 生活里没有光亮 看不到希望 深渊再吞噬着她 阿弥陀佛 情况不太妙 常山双手合十 念诵佛号 她能感应到 林子彤和红衣厉鬼内心情绪的变化 忍不住开口提醒众人 龙飞城不由地说道 嫂子和那个驴星同出一门 为什么驴星看起来那么轻松 游刃有余 嫂子却很痛苦 他们使用的方法不一样 眼手一轻叹一声 说道 驴星正在让花银重复自己的痛苦 而臭丫头在体验红衣厉鬼的过去 相当于分担红衣厉鬼的痛苦 两人的区别在于 一个是折磨鬼物 一个是折磨自己 以林子彤的性格 当然不可能像驴星那样 折磨红衣厉鬼 况且 红衣厉鬼早就在驴星手中 被折磨的精神麻木 沦为傀儡了 即便林子彤再用相同的办法 去折磨红衣厉鬼 也无济于事 眼手一万分心疼林子彤 却又无可奈何 这是驴山派本领之间的争斗 她帮不上什么忙 大家看在眼里 着急在心里 驴星观看完桃花银的痛苦 当场施法 让桃花银陷入循环 这会让桃花银不停地重复 看到自己的孩子魂飞魄散的画面 那个画面不断折磨桃花银 直至她精神崩溃 做完这些 驴星竟然直接站起身来了 能做的她都做了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看看桃花银 到底能在这种折磨当中 坚持多久了 她看了一眼 正低着头掉眼泪的林子彤 嘴角勾起嘲讽的笑容 看样子 我要赢了 这位大妈 请你不要太过自信 龙飞成咬牙切齿地说道 驴星一愣 大妈二字 深深刺痛了 她的敏感神经 如果不是场合不允许 驴星恐怕会当场 把龙飞成撕成碎片 然后抽走她的魂魄 让她永世不入轮回 不过现在 不是和龙飞成一般计较的时候 她自信地说道 这场比试我赢定了 你们还是好好思考思考 输了以后该怎么办吧 只要我当上驴山派掌门 这建州省 就不再有你们的容身之处 驴星赶口出狂言 显然已经有所计划 之前严守一认为 驴星没有什么靠山 但现在不同了 驴星额头上的银字 说明她来历非凡 和戏子李跟苗有关系 李跟苗的本事 严守一早有领会 虽然至今 李跟苗没能在她的手上 讨到什么好处 但不可否认 李跟苗是个枭雄 出身低贱的李跟苗 却能如此笼络人心 一手打造新玄山派 势力分布之广 就连龙虎山都有所不及 别看李跟苗屡次吃亏 但在大事上 这家伙的动作却一点都不次 要知道 前任老天师张印 就是折在李跟苗手中的 光是这一件事 就足够李跟苗吹十年了 驴星若是继任驴山派掌门 李跟苗必然鼎力相助 到时候 剑州省肯定一片大乱 说不定 还真就没他们的容身之所了 臭丫头 这一次得看你了 严守一抿着嘴 盯着林子彤 她的意志力仿佛化作了一双手 死死地顶在林子彤的身后 此时的林子彤依旧沉浸在痛苦当中 女鬼的回忆仿佛亲身经历 让她久久无法自拔 甚至和女鬼一样 想要就此沉沦堕落 可忽然间 林子彤的眼前闪过一道人影 是一个男孩 她睁大了眼睛 抬头看着上方 黑暗中透进一束光 逐渐撕裂黑暗 变成一个圆形的井口 男孩趴在井口边 冲着下方的林子彤喊 喂 你没事吧 林子彤忽然醒来 那个男孩是小时候的眼手医 在林子彤最困难 最无助之时 出现在他生命里的人 他就是照进他生命里的一束光 所以从那以后 林子彤再也不惧怕黑暗 大傻子 林子彤看着趴在井口的 那个幼稚男孩 嘴角勾起一丝笑容 他看向身边 发现红衣厉鬼 正蜷缩着身体 坐在井底的角落 林子彤挪到女鬼的身边 轻轻地伸出手 握住了女鬼的手 女鬼害怕得浑身一颤 本能地缩起来 你别害怕 林子彤温生说道 生活不是绝望的 总会有一束光 你好好想想 你生命里的光是谁 女鬼抬起头 愣愣地望着林子彤 他有反应了 林子彤心里一喜 只要女鬼还能沟通 就一定有感化他的机会 于是 林子彤赶紧说道 你好好想想 上学时 那个隔壁班阳光帅气的男生 工作时 那个总是帮你收拾烂摊子的同事 还有那个在图书馆里 遇见的小帅哥 女鬼认真地听着 却无动于衷 林子彤恩了一声 看来男人并不是 女鬼的白月光 于是他接着说道 你想想 你在大城市里喜欢的房子 你总去的那家咖啡店 你家楼下的那个转角 总是放着你喜欢的 音乐的鲜花店 女鬼依旧无动于衷 这些都是 女鬼生前最喜欢的东西 林子彤 甚至比她自己还要了解 但这些都不是 女鬼心中的光 忽然间 林子彤似乎想到了什么 她压低了声音 对女鬼说了一句话 二姐 要不你回村吧 我打工养你 女鬼疏然一正 这句话 是女鬼跳楼以后 小弟在她病床前说的话 曾经女鬼无比厌恶的农村 想要逃离的原生家庭 认为自己只是小弟的是错品 这些负能量 充斥了她的前半生 她害怕自己成为小弟的牺牲品 但最后却发现 小弟也可以随时 为了她而牺牲 正是因为小弟的这句话 让女鬼忽然醒悟 发现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亲人是真正的在乎她 从那以后 女鬼才开始积极生活 奋发图强 小弟那句话 便是照进女鬼生活里的一束光 女鬼忽然低下头 低声啜泣起来 林子彤眼睛一亮 连忙拉着女鬼说道 你找到了光 就要狠狠地抓住她 带着我们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 我能带你去找你的亲人 让你和他们团聚 女儿 我的女儿 女儿死在石金手中的画面 一遍又一遍地 在桃花莹的眼前重演 那种撕心裂肺的痛 普通人承受一次 便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而桃花莹 却是经历了无数次 她看到石金猙獰的脸 看到阴差似无忌惮的笑 看到女儿的无助 女儿始终在盯着她看 眼神无比纯洁 似乎在问桃花莹 妈妈 你为什么没有救我 桃花莹麻木了 她倒在废墟中 望着女儿一次次魂飞魄散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是妈妈对不起你 是妈妈没有本事 没有保护好你 一切都是妈妈的错 莹莹 是妈妈对不起你 桃花莹痛苦地闭上眼睛 无法再继续观看 女儿魂飞魄散的画面了 突然 驴星出现在桃花莹的身边 她伸出手 强行掰开桃花莹的眼睛 接着看 驴星不带任何感情的声音响起 不 桃花莹疯狂挣扎 她想闭上眼 但驴星的力量 让她根本无法闭眼 她想扭过头去 但驴星却死死地 按着她的脑袋 把她的视线对准女儿 认真看 驴星残忍地说道 这个画面会伴随着你永生永世 你每次闭上眼 它都会浮现 人生就是这样 伤口不会被时间磨平 时间只会不停地 在你的伤口上撒盐 加深你的痛苦和悔恨 不是的 不是的 桃花莹泪流满面 用哀求的声音说道 求求你 放我一马 不要再让我看了 她身为鬼王 更是凤莱楼的楼主 此时却对驴星低声下气 只为了结束折磨和痛苦 你想要结束痛苦 驴星的语气 忽然变得温柔 她低下头 在桃花莹耳边说道 那就放弃你的意识 我会把你的意识消灭 这样 记忆也就随之消失了 痛苦 也会不见 桃花莹筋疲力尽 仿佛一条被打捞上岸的鱼儿 就连呼吸都要间隔许久 怎么样 放弃吧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无法改变过去 不如就自我了断 自我成全 放过你自己 驴星依旧在桃花莹耳边 蛊惑着 慢慢松开手 桃花莹缓缓闭上眼睛 女儿的画面 在她的脑海中闪过 不是死后的画面 而是生前 在一棵桑树下 女儿垫着脚尖去摘桑叶 要喂养前几天 父亲送给她的几只残 妈妈 我够不着 茵茵委屈巴巴地回过头 小脸脏兮兮地 像一只小花猫 桃花莹 奄然一笑 走上前帮茵茵摘下一片桑叶 放在她的手心 然后用衣袖擦着 女儿的小脏脸 臭丫头 妈妈说过多少遍了 要注意 突然 桃花莹的话 卡在喉咙里 臭丫头 这三个字 让桃花莹 似乎想起了什么 她想到自己和女儿 死于战乱 想到带着女儿 东躲西藏的日子 想到在鬼市时的 平静生活 想到最后 女儿魂飞魄散的画面 她记起自己成为凤莱楼的楼主 记起严守义林子彤 他们的出现 记起在长安 秦始皇陵墓里发生的事 记起自己此时此刻 正在和驴星较量 臭丫头 这是她对自己女儿的爱称 同样也是严守一 对林子彤的爱称 桃花莹之所以臣服于林子彤 其实很大的原因 只是因为严守一喊 林子彤叫臭丫头 她并不是真正想要当林子彤的丫鬟 但她对林子彤 无微不至的照顾 却是真心实意的 因为桃花莹 已经把林子彤 当作是自己的女儿 如果自己的女儿 能够长大成人 心绪也就像林子彤一样吧 那是花儿一样的年纪 有着无限的美好 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桃花莹伸手摸了摸自己脸 那是温热的泪水 一只女鬼 怎么可能流淌出温热的眼泪 眼前的一切 不过都是幻觉罢了 她睁开眼 自己还在鬼市的废墟之上 驴星就在她的身边 驴星满脸惊讶 不明白为什么即将放弃的桃花莹 忽然又坚持下来了 桃花莹眼神清明 带着怒意 死死地盯着驴星 我是不会放弃的 驴星脸色阴沉争宁 我有的是办法 让你放弃 说着 驴星忽然消失 眼前的画面再次动弹 史经再一次 挡着桃花莹的面 捏死了她的女儿 但这一次 桃花莹的情绪 却不如之前那般激动 她看着女儿的魂魄重聚 史经再次走上前 这一次 她出手拦住了史经 画面在一瞬间定格 桃花莹走到女儿的面前 轻轻地捧着女儿的脸 盈盈 史经已经死了 妈妈替你报仇了 桃花莹柔声说道 是妈妈对不起你 但一切都过去了 你也希望妈妈坚强 对吗 女儿的脸僵硬着 像是个机器人 没有感情 尽管知道眼前的一切 不过是虚幻 但桃花莹却喜极而泣 似乎放下了心里的大石头 她心里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能再与女儿说上一句话 即便后来大仇得报 她心里依旧压着一块大石头 反而是这次驴星制造的环境 让她能直面自己的内心 再一次如此清晰地见到女儿 现在 她已经无牵无挂 无所畏惧 桃花莹缓缓起身 默默地坐在废墟上 看着眼前的画面一次次重现 她的心里已经掀不起多少波澜 女儿已经走了 她很清楚 所以眼前的她努力坚持着 要帮助林子彤 赢下这一场敌事 这 就是桃花莹现在的执念 现实中 驴星满脸错愕地看着桃花莹 坐在地上的桃花莹 已经停止了哭泣 恰恰相反 她竟然面露微笑 幸福而满足 这是什么情况 驴星有点慌了 连忙坐回原位 打算给桃花莹的幻境 加一点猛料 而恰在此时 本来低头哭泣的林子彤 竟然也停止哭泣 反而是坐在林子彤对面的红衣厉鬼 身体微微颤抖 似乎在摆脱束缚 这对驴星而言 无疑是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驴星想不明白 不明白为什么桃花莹 忽然又扛住了她的折磨 不明白为什么林子彤 突然从负面情绪中挣脱 她现在唯一明白的是 如果自己不想办法 尽快控制桃花莹 恐怕这次真的要输给林子彤了 只见驴星飞速坐下 咬破手指在自己的左手掌心上画幅 然后一掌拍在桃花莹的额头上 刹那间 桃花莹周身鬼气喷涌 整个灵体都虚无了几分 见到这一幕 眼手艺的眼角抽了抽 差点就要忍不住出手了 尽管她不知道驴星对桃花莹做了什么 但从桃花莹的状态来看 便知不是什么好事 桃花莹的实力定然被驴星所削弱 这意味着驴星想要控制桃花莹 就会变得更加容易 却在此时一直充当着小透明角色的翁千象 不由得双眼圆瞪 眼中闪过不敢相信之色 她连忙来到眼手艺身边 郑重其事地说道 颜哥 我有话要说 赵一瑶瞪了翁千象一眼 都什么时候了 别添乱 我没添乱 翁千象格外认真 我有话要说 二叔也得过来听听 此时正是关键时刻 但翁千象的事情似乎也非常着急 眼手艺只能点点头 带着魏长青和翁千象走到一旁单独说话 但他的目光始终没有从桃花莹他们身上离开 三人走到一旁 翁千象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文言后的颜首一和魏长青果然露出惊讶之色 好像真是什么大事 赵一瑶难难道 会是什么事呢 三人沟通完以后 默默地走回队伍里 对方才的沟通内容竟然只字不提 就在这时 一直处于落后的林子彤 猛然睁开眼睛 他的眼中一片清明 看到驴星还没有控制桃花莹 他的脸上闪过一抹喜色 但看到桃花莹表情痛苦 他又着急起来 叮铃铃 没有再犹豫 林子彤直接摇动古链招魂灵 这说明他已经完成了和红衣厉鬼的沟通 打算用古链招魂灵将红衣厉鬼收服 随着古链招魂灵的响起 红衣厉鬼手脚上的锁链 开始嗡嗡颤抖 刚刚坐下的驴星 见状大惊失色 红衣厉鬼手脚上的锁链 不仅仅是他生前的怨念 也是他死后驴星给他上的枷锁 如果那些锁链断裂破碎 红衣厉鬼将会完全得到释放 到时候 林子彤收服他 便是轻而易举之势了 为了阻止林子彤 驴星不得不一心二用 一边对桃花莹进行打压 一边摇动招魂灵 释放力量 加重红衣厉鬼的枷锁 他这是在作弊 罗宁看不下去了 站出来指责驴星 驴星冷哼一声 我并没有阻止 他做同样的事情 林子彤和桃花莹 属于平等关系 他是没办法像驴星一样 加重对桃花莹的束缚的 所以 林子彤本就处于天然的烈士 如今唯有祈祷桃花莹 能够抗住驴星的威压 红衣厉鬼的锁链 变得异常坚固 而桃花莹 已经被驴星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时 林子彤忽然想到什么 再次摇动古链招魂灵 古链招魂灵上的鼠灵蛇 忽然苏醒 犹如一只箭矢般弹出 飞向桃花莹 落在桃花莹的手腕上 张开嘴巴咬了他一口 下一秒 桃花莹猛然睁开双眼 是鼠灵蛇 将他从驴星的幻境当中唤醒 驴星脸色一沉 桃花莹醒来以后 他就更难控制对方了 眼下只有一条路可走 那就是彻底抹剧桃花莹的意识 强行控制他的魂魄 于是 驴星直接起身 居高临下 一掌拍在桃花莹的天灵盖 桃花莹本能地举起双手抵挡 却被强大的力量 直接压得趴在地上 花莹 众人大惊失色 桃花莹却咬牙道 小姐 别管我 我能挺得住 林子彤看了一眼 立刻收回目光 他深吸一口气 再次召唤鼠灵蛇 让鼠灵蛇 来到红衣厉鬼的身上 只有他早一点控制红衣厉鬼 才能早一点结束桃花莹的痛苦 鼠灵蛇快速来到 红衣厉鬼的身边 桃制张开嘴巴啃咬锁链 锁链本是一个完整体 如同电线式的 驴星的力量便在其中流转 只要鼠灵蛇咬断一处 那么整条锁链都会失去作用 林子彤眉头紧锁 将所有的力量都灌入鼠灵蛇体内 鼠灵蛇疯狂地啃咬锁链 那坐在地上 本来低着头的红衣厉鬼 也缓缓抬起头来 他的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努力想要挣脱束缚 加油 加油啊 眼手衣紧张得满手心都是汗 却不敢大声喧哗 生怕影响到林子彤 所有人都双拳紧握 死死地注视着这一幕 突兀的 咔嚓一声清脆声响 红衣厉鬼的锁链断了 刹那间 镇压着红衣厉鬼的锁链上 布满裂痕 旋即破碎 化作一道道流光 冲向驴星 驴星躲闪不及 被流光击中 连连后退 也停止了对桃花营的压迫 他受到反噬了 云露铭低声说道 红衣厉鬼缓缓升空 他张开四肢 犹如一棵正在飞速生长的大树 一只被禁锢的鬼王 即将重新掌控他的力量 林子彤大喊道 抓住你心里的那道光 醒过来 醒过来 红衣厉鬼闻言 缓缓闭上眼 沉寂了几秒以后 疏然睁开 他原本空洞麻木的眼睛里 多了一丝光亮 驴星瞪大了双眼 不敢相信 红衣厉鬼 已经脱离了自己的掌控 胜负一分 严守一大喝一声 随后冲向桃花营 桃花营已经被驴星折磨得 险些魂飞魄散 严守一将马灯放在他的身边 维持他的魂魄稳定 小姐赢了 桃花营虚弱无比 却又开心无比 他扛住了 他等到林子彤控制红衣厉鬼的那一刻了 不仅如此 他还与自己的女儿对话 了却了多年来的心愿 挣脱了束缚的红衣厉鬼 缓缓飘落到林子彤的面前 他单膝跪地低头沉声 主人 林子彤连忙牵着他的手 将他搀扶起来 你我不是主仆关系 忘了过去驴星教给你的那些规矩吧 红衣厉鬼闻言 有些不知所措 他被驴星控制多年 突然换规矩 是需要时间适应的 林子彤对红衣厉鬼轻声说道 你的痛苦 一半来源于你的怨念 另一半 来源于不断让你重复痛苦的人 红衣厉鬼立刻转过身 双眼死死地盯着驴星 正是这个前主人驴星 不断重复着他生前的痛苦 让他在绝望中迷失自我 而如今 他从绝望中得到解脱 最想要报复的人 自然就是这个 带给他无尽痛苦的女人 红衣厉鬼彻底挣脱束缚 望向那个 让他不停重复痛苦的女人 周围的温度 骤降十几度 不可能 不可能 驴星已经失去了表情管理能力 他一不能接受 自己败给林子彤的事实 二不能接受自己驯服的红衣厉鬼 转投林子彤的门下 这无异于一败涂地 驴星怒视着红衣厉鬼 几年前 你不过是 一只普通的厉鬼 是谁把你喂养成如今这样 给你这般实力 难道你都忘了吗 红衣厉鬼死去不过十年左右 但却能迅速成长为 能与百年老鬼抗衡的鬼王 期间自然少不了驴星的培育 但驴星培养红衣厉鬼的方法 并非像眼手翼一样 用马灯提供精魄 给红衣厉鬼吸收 而是不断地折磨它 让她的精神一直变得强大 然后再利用她去与别的恶鬼厮杀 吞噬对方的魂魄 晋升时间越短 恰恰说明了 红衣厉鬼这些年 忍受着非人的痛苦 我所记得的 都是你给的痛苦回忆 红衣厉鬼突然尖叫起来 身上的红衣 化作无数红色绸缎 在她身后绽放 绽放的红色绸缎 又如同一朵识人花似的 瞬间将驴星包裹在其中 见红衣厉鬼对驴星出手 林子彤也终于腾出手来 去关心桃花银的情况 她快不来到桃花银的身边 关心道 花银 你怎么样 都怪我 让你吃了这么多苦头 桃花银的脸色苍白 魂魄激进虚无 但在眼手翼的马灯保护之下 她开始慢慢恢复 不过依旧十分虚弱 没有战斗能力 只见桃花银摇摇头 欣慰无比地说道 我没事 多亏了驴星 才让我直面过去 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执念 林子彤微微一愣 桃花银伸手抓住林子彤的手 轻声说道 臭丫头 剩下的我帮不了你了 你要好好加油 这是桃花银 第一次喊林子彤叫臭丫头 让眼手翼满脸问号 臭丫头不是我的专属昵称吗 怎么你也这么喊了 他们二人不知道 桃花银也是如此称呼自己女儿的 而在喊出臭丫头这三个字时 桃花银的脸上露出的是 无限的慈爱 林子彤没想太多 安慰了桃花银几句 然后将他收入骨链招魂铃当中 相比于外头 即便有马灯的加持 也没有在骨链招魂铃中安全 严手翼忽然低声对林子彤说 老翁有个重要的发现 什么 林子彤诧异地问 严手翼看向被红衣力鬼所困的驴星的方向 低声说道 不知你刚才观察了没有 驴星所用的法术 并不全是驴山派的法术 闻言 林子彤深深地皱起眉头 之前他并没有太在意 经过严手翼这么一提醒 他才回过神来 虽然驴星也有驴山派的招魂铃 但他招魂的方式和驴山派的并不一样 同样是控轨 二人的方法却有着巨大的区别 这不像是同一个门派交出的弟子该有的区别 林子彤寒生说道 驴星的确会控轨之术 但他所用的招数和驴山派没什么关系 有林子彤的肯定答复 严手翼心里更加确信了 老翁到底有什么发现 老翁方才告诉我 眼前的这个驴星 很可能是画皮是假扮的 严手翼沉生说道 什么 林子彤大惊失色 他真的已经相信了驴星的身份 尽管驴星的出现和他的目的还存在诸多谜团 严手翼道 普通的画皮诗只是记住别人的模样 然后利用他们的记忆伪装自己 而道横高深的画皮诗则更为恐怖 他们会杀人取皮 真正做到换皮的地步 换皮后的画皮诗与原主看不出任何区别 甚至连气息和嗓音都一样 而为了更接近原主 画皮诗还兼修控轨之术 杀了对方取了人皮以后 再抽出他们的魂魄 读取他们的记忆 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天衣无缝 也就是说 厉害的画皮诗同时也会强大的控轨之术 而且对于折磨魂魄 他们是一把好手 听严手翼的分析 林子彤心里越发确定 眼前的驴星是画皮诗假扮的 因为这个驴星各方面都漏洞百出 只是碍于他伪装对象的身份 才让林子彤没有往深处去想 毕竟 驴镜声消失这件事本身就十分诡异 突然冒出一个驴镜声的孙女 也没什么可奇怪的 林子彤眉头紧锁 也就是说 驴星是画皮诗假扮的 而这个画皮诗同时是里根苗的人 是十二元城中的银子 如此解释 也更说得通了 因为新玄山派本身也是民间教派团体 出一个画皮诗也是很正常的事 既然这个驴星不是真正的驴星 那咱们就没什么可估计的了 严守一反而如释重负 林子彤眼中闪过杀意 最好活捉他 毕竟他或许知道师父的下落 那是自然 之前碍于驴星的身份 严守一心里做的最坏打算 也就是把驴星赶走而已 至于驴镜的断指之仇 还有贩卖道福之事都无法深究 但现在不同了 驴星不过是个冒牌货 他的真实身份和驴镜声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此一来待会儿动起手来 就可以毫不留情 留活口而已 打废了也是一样的活口 碰 就在此时 被红衣厉鬼的红色绸缎包裹的驴星 猛然正途而出 他手中的浮尘挥舞起来 竟然锋利如箭 轻松割断那些红绸缎 跳出控制的驴星怒喝道 你敢施主 红衣厉鬼冷笑一声 根本不想做解释 再次控制红色绸缎朝驴星袭去 与此同时 严守医转身喝道 大家一起出手 抓住这个妖人 驴星面色大变 区区一个红衣厉鬼 他还不放在眼里 但严守医等人一起上 那结果可就不一样了 他怒道 你们已经赢了比试 林子彤得到掌门之位 难道还想杀我灭口吗 众人也面面相去 不知该不该出手 翁千象跳出来冷笑道 还装呢 真当我看不出来吗 你不过是一个冒牌货 你的真实身份是一名画皮士 眼前的这个驴星 是画皮士假扮的 当翁千象跳出来 戳穿驴星身份的时候 在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甚至包括那些 被驴星所收编的四项山鱼念 这个驴星自称是驴静生的亲孙女 又有招魂灵 又会控轨之术 怎么会是别人假扮的呢 当下有驴星的心腹 跳出来骂道 妖言惑众 你是何居心 驴星的眼中 闪过一丝惊慌失措 玄机调整好状态 冷声说道 你们已经赢了 掌门之位也归林子彤了 但我万万没想到 你们的心胸竟然如此狭窄 竟然还想给我泼脏水 怂恿大家杀我灭口 此言一出 又不少人都动摇了 本能地认为 林子彤是那种斩草出根的性格 当然 严守一请来的那些好友 不在其中 只是正道中人形势 都讲究师出有名 既然严守一他们说 驴星是别人假冒的 就必须拿出证据来 否则大家也不好直接出手 严守一看向翁千象 老翁 你有什么证据 翁千象自信道 画皮师冒充他人 必然要用银针封闭身上的 三处穴位 这三处穴位分别位于后脑 尾锥右三寸 左膝下方 只要拔出三处穴位中 任何一根银针 就能让它圆形毕露 还有什么证据 是比让驴星圆形毕露 更有说服力的呢 众人当下不再犹豫 纷纷对驴星出手 燕南飞一脚踏地 布置骑门盾甲罗盘 形成封印大阵 将整个驴山派包裹 寒三撒豆成兵 英兵将驴星包围 赵丞相并在其中 一手八卦掌已然拿捏 林小小手持峨眉刺 拦住驴星的心腹 常山双手合十 念诵佛号 天空中有万字显现 佛光四射 罗宁和赵一瑶 一个召唤僵尸 一个召唤黄四皮 封住主要出入口 袁剑星拍了拍剑侠 桃星剑直冲云霄 剑气凌然 余露鸣和柳一人 凌空画幅 五雷正法 叙事待发 魏长青副手而立 他虽然没有出手 但随时保持着出手的打算 而他一出手 驴星必然只有死路一条 在场的年轻人 个个都是天之骄子 是悬门的未来 而当他们连起手来之时 爆发出来的力量 根本不是驴星能够承受得了的 众人齐齐出手 以催枯拉朽之势 瞬间将驴星打压得 抬不起头来 但凡他有任何动作 下一秒 他将迎接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这个场面 不仅唬住了驴星 那些在场的小门派掌门 一个个也是瞪大双眼 激动万分 孙唐之感觉自己的心脏 都快要跳出来了 这就是悬门年轻一代的力量吗 太强大了 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他们都是为了领掌门而来的 这才是领掌门真正的人脉关系 大家都因为林子彤 人脉之强大而欣喜 倘若林子彤真的上任驴山派掌门 他们这些小门派前途无量 浩大的威视中 颜首一和林子彤并肩走出 二人眼神冷漠地看着驴星 束手就擒吧 你知道反抗的后果是什么样的 林子彤冷声说道 颜首一做出保证 我们不会杀你性命 但你要配合我们 回答我们的问题 驴星咬了咬牙 并不打算配合 他猛然甩动浮沉 手腕上的招魂灵颤抖 随后十几道鬼影 齐刷刷地飞出 这十几道鬼影当中 竟然有超过半数是鬼王水平 这快相当于一个 长安城的鬼王规模了 想杀我 先问问我手上的这些鬼王们 答不答应 驴星冷哼道 但林子彤却一眼看穿了驴星的手段 这些鬼物 虽然有半数是鬼王 但他们的实力 也就堪堪鬼王水准 不足为据 虽然同为鬼王 但也是有强弱之分的 例如强大的石巾 身高足足十几米 而严守依最早遇到的鬼王白石喜 身高不过才五米而已 驴星释放出来的鬼王 大多都是他自己饲养的 属于拔苗助长之物 所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 尤其是在场之人 除了龙飞城和翁千象以外 谁都不怕鬼王 毕竟 谁还没宰过几个鬼王啊 我有一柄斩破刀 可叫天地轻覆 山河断流 阴阳逆乱 无视洞中太义军 头戴七星部四灵 手执龙刀镇上力 力训寻离直至昆 对护游行至前亥 遥望天门夜帝君 坎子横山顶上过 直下更攻封鬼门 敢有不顺无道者 驱来剑下化卫尘 急急如律令 严守依的手 再虚空一抓 直接抓出了斩破刀的法身 并且已经释放了离火赤刃重 漆黑的刀身上 燃烧着炙热的离火 煞气夹杂着离火的热气 让鬼屋们退避三射 知道严守依不是好惹的 但总有几个不开眼的鬼王 自以为严守依是外强中干 张牙舞爪的扑向严守依 只见严守依一跃而起 一刀斩下 当场便有一只鬼王 被他斩于身下 长安一行 让严守依修为大掌 普通的鬼王在他眼里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若是如今再让他对上白石洗 恐怕白石洗在他手下走过不百招 更何况是这些拔苗助长后的产物 袁剑星观察着严守依的刀法 心中不由地感叹 严守依的修为又有进步 真是令人嫉妒 嫉妒归嫉妒 袁剑星只是嫉妒严守依的天赋 而且是把嫉妒写在脸上的 不是那种城府很深的阴险小人 其他人也各显神通 出手收拾那些作恶的鬼王 驴星是有自知之明的 他知道留在这里 早晚都会被严守依他们抓住 所以释放了鬼王以后 他便立刻躲进驴山派的建筑里 找机会逃跑 林子彤自然不会放过驴星 当即追了过去 臭丫头 等等 严守依被两只鬼王纠缠 无法跟着林子彤 于是便派出三元和朱山灶 你们跟臭丫头一起去 一定要保护好他 就 好嘞 俺一定办到 三元冲上天空 朱山灶跟在林子彤身后 给林子彤带来不少安全感 林子彤不再犹豫 接过赵一瑶扔过来的红神伞 便追着驴星而去 面对十几只强大鬼物的肆虐 与陆明等人各显神通 开始与之对抗 而那些驴星邀请来的普通人 此时全都吓得魂不附体 四散逃走 孙唐之一开始见到如此多的鬼王 同样吓得不轻 本能地想要让大家后退 转眼的功夫他就发现 身边的那些年轻一辈 没有一个想要后退的 反而一个个脸上都露出兴奋之色 乖乖 孙唐之回过神来 现在在场的年轻人 可全都是悬门未来的接班人啊 鬼王而已 在孙唐之等人眼里 难以战胜的存在 对于陆明等人来说 刚刚好 甚至还差一些 属于那种需要费点力气 但绝对不会造成威胁的敌人 对付这种对手 既轻松又有趣 所以这群好战分子 才格外兴奋 好胜心最强的赵成相忽然喊道 罗天大叫上 咱们打得不痛快 正好借这个机会比一比 看看谁杀的鬼王多 叶南飞立刻附和 好 鬼王们听了 个个恼怒无比 什么时候 鬼王沦落成你们这些小屁孩的比赛单位了 哼 幼稚 罗宁不屑地白了赵成相他们一眼 随后把三头六臂的哪吒召唤出来 给我杀 狠狠地杀 刹那间 罗宁身上的湿气爆发 直接增强了哪吒的战斗力 龙飞成目瞪口呆 你不是嫌他们幼稚吗 那也不能落了 我们民间教派的威风 罗宁理所当然地答道 龙飞成 柳一人没有出手 他静静地守在于露明的身边 做着未来长老该做的事情 他轻声说道 这些鬼王就交给他们处理吧 你现在是天师 还是要端着一些架子的 对吧 身边的于露明并没有回答 柳一人诧异地转头一看 发现于露明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杀到鬼王堆里头去了 果然 男人致死是少年吗 柳一人无奈地翻白眼 于露明一路杀到严守一面前 沿途已经解决了一只鬼王 两人擦肩而过之时 于露明笑着说道 你我之间还有一场比试没打 要不趁这个机会试试看 严守一哼哼了一声 我没空陪你比试 杀了这些鬼王以后 我还要去救老婆呢 你这个单身狗懂什么 于露明瞪大了眼睛 仿佛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这个世界还能不能好了 为什么大家要对单身狗 抱有这么大的恶意 气都了 不过话虽这么说 但严守一杀鬼王的动作 明显要加快不少 要说他不想和于露明比一比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于露明健壮 也加快了手里的速度 二人打到后头 甚至相互阻挠对方的进攻 例如 一只鬼王被严守一打倒 眼看就要被斩破刀给了断 于露明忽然出现 伴了严守一一跤 等到这只鬼王 以为大难不死之时 于露明又忽然出手 直接要把他给掐死 鬼王差点吓得魂飞破散 严守一一个刀背 拍在于露明的手臂上 疼得于露明松开了手 下一秒 严守一手起刀落 斩破刀于鬼王的脑袋 只有分毫之差 回过神一看 又是于露明出手了 这只鬼王就这样 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反复横跳 最后被折磨得精神崩溃 跪在地上求二人 求求你们不要再打了 给我个痛快吧 最后 当两人准备了结这只鬼王 去寻找下一个目标的时候 韩三又跳出来阻拦了 男人之间的巅峰对决 怎么能少了我毛山弟子韩三呢 鬼王吓得翻白眼 差点就要自行了断 不过严守一和于露明之间的比斗 韩三肯定是没资格插手的 他被于露明一脚给踹出去了 倒飞出去的韩三气急败坏 靠 当上天师了不起啊 等老子当上毛山派掌门 就直接带着毛山派判出悬门 自立门户 俗话说 有逼不装王八蛋 以韩三的性格 没准真能干出这种违背祖宗的事 袁剑星在杀了几只小鬼以后 便对这些没什么含金亮的对手 失去了兴趣 他将淘心剑收回剑侠当中 抱着剑侠在一旁观战 在他眼中 值得他出手的人 也就只有严守一和于露明 韩三和赵丞相还刺一些 罗天大教结束以后 我回山门苦练 剑法又有小成 不知于露明和严守一进步如何 袁剑星星想到 于露明的实力自不用多说 他继承了老天师张印的道横 现在虽然还处在消化期 但爆发出来的实力已经十分恐怖了 别说同龄人了 就算是龙虎山天师傅的那些长老 都不是于露明的对手 如果动真格的话 袁剑星认为 严守一也不会是于露明的对手 正在此时 于露明忽然双手结印 随后剑指指天 口中念念有词 天雷隐隐 神雷轰轰 龙雷大作 水雷翻波 射令雷火 霹雳纵横 神威一发 斩灭邪金 上帝赤下 火急凤行 哦 要使用五雷正法了 袁剑星嘴角勾起一抹笑意 上次在龙虎山 于露明继任天师之时 一招五雷正法 引来惊雷炼顶 那个场面令袁剑星记忆犹新 如今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 于露明再次使用龙虎山的绝学 会是什么场景呢 抬头看去 天空上瞬间雷云凝结 厚重的黑云 仿佛随时都要塌下来似的 压得众人喘不过气 黑云当中 金色的闪电时影时现 宛如金龙 诸如孙唐之之流的小门派掌门 此时都抱头躲在角落 满脸震撼地看着天上的雷云 这就是天师的本事吗 太强大了 这种感觉 就如同在山中称霸王多年的猴子 忽然有天见到了真正的百兽之王老虎 那种心里的悸动和难以控制的臣服感 是他们从未有过的 轰 突兀的 一道金色的天雷劈下 在砸进驴山派院子的瞬间 又化作无数条雷蛇 仿佛长了眼睛似的 钻进剩余的鬼物体内 这些鬼物本身已经是强弩之末 在被金雷劈中以后 便再也扛不住 顷刻间灰飞烟灭 驴山派大院里 鬼物们顷刻间魂飞魄散 各种哀嚎声此起彼伏 然后在刹那间又消失不见 等到雷光消失 众人环顾四周 发现尽一只鬼王都没有留下 这就解决了 赵一瑶皱着眉头 有点茫然 我们才刚刚热身完毕呢 龙飞城似乎深有同感 对啊 我连剑都还没拔出来 你可闪一边去吧 翁谦向吐槽 你和我一样 全程都在看戏 那是你 其实我在无形之中 给大家加了buff 龙飞城回怼道 赵丞相等人都有点心塞 这种刚刚拔刀没多久 对方就全部被解决了的感觉 就好像男人刚解开皮带 对方就说我好了 着实不爽啊 燕南飞苦着脸 指责于露鸣 天师 你就不能出手慢点 让我们也过过瘾吗 韩三赞同道 对啊 我特马 才刚刚活动开筋骨 人头全给你抢了 罗宁皱着眉头道 我的僵尸每次召唤 都需要消耗许多鲜血 这下全白搭了 面对众人的指责 于露鸣恶然 他的指尖闪过一道小小的电花 委屈地说道 刚才那道天雷 不是我批的呀 他虽然凝聚了半天 声势全都做到位了 但最后那一脚 却不是他踢出去的 出手的另有欺人 不是你 那还能是谁 众人脱口而出 随后忽然反应过来 齐刷刷地看向严首一 在场除了于露鸣和柳一人以外 也就只有魏长青和严首一 会五雷正法了 但魏长青应该不屑于出手 那罪魁祸首 就只有一人了 是严首一 袁建新露出惊讶之色 刚才那道五雷正法 声势之浩大 威力之凶猛 都超出了他的认知 至少 他不认为是严首一 能够使出来的招数 但事实就是如此 那一招是严首一使出来的 这意味着 在过去的一个月时间里 严首一的修为又有进步 而且还是巨大的进步 足够把所有人都甩在身后的那种 严兄 赵丞相颇受打击地说道 你就不能慢点吗 那语气 就好像小怨妇在忧怨自己的老公似的 弱小可怜又委屈 严首一干咳两声 气氛到了 一时间没收住 说着 他还看了于露明一眼 于露明竟然也有点小忧怨 不过于露明的忧怨 并非来自于严首一的实力进步 而是他弄了半天 把声势全都造好了 结果最后爽的那一机灵 被严首一给抢走了 心里总有点怪怪的感觉 但不可否认的是 严首一的成长超出大家的想象 原本在罗天大叫的时候 大家还是竞争关系 但现在看来 大家若是不拼命追赶的话 就够不着严首一的后脑勺了 五雷正法之后 驴山大院彻底被清空 那些还没有逃走的门派掌门 驴山派弟子 达官显贵 纷纷缩着脑袋走出来 孙唐之问道 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驴星跑了 林子彤去追他了 危机虽然解除了 但大家一时间 有种群龙无首的感觉 严首一看向罗宁 和赵一摇 说道 罗宁 一摇 这里交给你们处理 我去帮臭丫头 我们也去 其他人纷纷站出来 严首一摇了摇头 继续吩咐 小龙 宝翁 燕兄 小小 还有长山 驴山派有不少长老弟子 被驴星关起来了 麻烦你们去找找他们 被关在何处 五人自然没意见 剩下的人 则跟着严首一 一起去支援林子彤 魏长青跳上墙头 双眼似有青光闪过 他旋即皱着眉头说道 子彤和驴星 都不在这里了 什么 众人脸色一变 大家解决这些鬼屋的时间 最多也不超过一刻钟时间 再加上周围 有燕南飞的阵法封印 照理说 驴星想要离开斗南 怎么可能和林子彤 一起悄无声息地消失呢 魏长青摇摇头 我找不到他们的去向 我可以 这时 严首一站了出来 他虽然不知道 林子彤去哪了 但他与三元之间 是有精神联系的 即便相隔再远 他都能大致地 感应到三元的方向 只是稍微闭眼感受了一下 严首一便发觉 三元处于他们的东南方向 东南方 严首一暗道不妙 东南方是戎城最繁华的街区 驴星恐怕已经慌不择路了 说不定想要在闹市区 制造混乱 趁机逃跑 众人闻言 脸色结实不太好看 但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只能想办法接下来 严首一说道 门口有车 大家跟我走 虽然大家各显神通 奔跑速度肯定比汽车要快 但待会儿 大家要经过闹市区 直接奔跑的话 未免太过惊世害俗了 所有人只能跑出 驴山派大院 坐上夜城府早就 安排好的各种豪车 好在车子都配备了司机 不需要他们亲自来开 上车以后 严首一直接吩咐司机 往东南方向开 全速 司机不知发生了什么 问道 姑爷 红灯也闯吗 闯 危急时刻 红灯什么都不重要了 扣分哪有人命重要 万一驴星在闹市区大开杀箭 后果不堪设想 司机们似乎也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一脚地板油 车子瞬间冲了出去 严首一还没来得及 绑好安全带 直接被那该死的推背感 死死地按在椅背上 车子冲出停车场以后 韩三站在原地愣了几秒 随后跟在后头边跑边喊 我没上车呀 喂 我还没上车呀 我们是不是少人了 车上 柳一人诧异地看向四周 袁建新反问 有吗 鱼露鸣发话 应该没有 那可能是我的错觉吧 柳一人嘟了嘟嘴 直接放弃思考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